还记得最初那个正义领然的警察吗 他一度成为了冷酷无情的末世杀神 影片刚开始就是男主瑞克和好基友肖恩执勤的画面 当时的他们还是春风满面的英俊肖虎 两人像往常一样聊着家常礼斗 这时无线电突然响起 一群劫匪正在附近的高速公路桃楼 需要瑞克两人前往增原 刚到现场 瑞克和肖恩就在地上设置了路障 然后退到一边等待劫匪的到来 很快 只见劫匪开车迎面冲来 地上的路障导致轮胎破裂 车辆失去控制发生了侧本 瑞克几人持枪缓缓地耗尽 突然一个劫匪从车里爬了出来 枪战一触即发 瑞克不幸中枪倒地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最终劫匪被打成了筛子 还好瑞克穿了防弹衣 并没有答案 这时又一个劫匪从车里爬了出来 下一秒 抢救过程中 瑞克一心能看见肖恩每天都拿着鲜花来谈 不知过了多久 瑞克终于醒了过来 可他房间里却空无意义 桌上的鲜花也枯萎了 这情况显然很异常 他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还是摔倒在地 他大声呼叫护士却始终无人回来 没过多久 他打开门走出了房间 走廊里混乱不开 眼前的一切把他看懵了 他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身影 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护士台 第一时间就想拨打电话 可电话早已没有了信号 他又来到了一个过道 走廊的中间竟然躺着一具尸体 像是被什么野兽啃食了一般 他转身向另一个过道走去 这里的情况更加严重 一面墙像是被冲锋枪扫荡一样 到处都是喷涌而出的血迹 前面更像是发生了爆炸 门上还写着不要进来里面游 刚想凑近看得清楚 不料门竟然动了起来 后面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嘶吼声 突然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 看样子就不是正常人 这可把瑞克吓坏了 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想赶紧逃离这里 可电梯也坏了 惊慌失措地 他走进了一旁的安全通道 警管里面一片漆黑 他点燃了一根火柴 小心翼翼地朝楼下走去 很快他就来到了出口 打开门的那一刻 刺眼的阳光 让他根本没法睁开双眼 他缓缓走下楼梯 两边堆满了被白布包裹的尸体 他一度有些崩溃 谁能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他并不想做过多的停留 一心只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虚弱的身体导致他只能手脚病了 刚到上坡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把他震进了 这里显然有军队驻扎过 不过好像遭遇了什么袭击 已经全部撤离了 现在的他也没心思往这么躲 只想赶紧回家和妻子团聚 所有的一切都太不符合场了 很快他就来到了家里 找遍了所有房间 都没有发现妻子和儿子的身影 瑞克彻底崩溃了 以外面目前混乱的段况来看 妻子和儿子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他不断拍打自己的脑袋 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梦境 不过很可惜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瑞克失魂落魄地向门外走去 他想坐在台阶上缓一缓 这时路上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过了这么久 终于见到一个活人 他想看清楚这人长什么样子 但阳光太过刺眼 根本看不清楚 突然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影 他恍恍惚惚并没有发现 下一秒 原来是个小男孩 他让父亲赶紧过来 嘴里还嚷嚷着要杀掉瑞克 瑞克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嘴里不断喊着儿子的 这时马路上又出现了一个男人 上来就将另一个男人抱头了 瑞克看着男人朝这边走 说完就开始询问瑞克为什么保护 不回答的话就开枪杀了他 可瑞克却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醒来后 瑞克已经躺在床上 小男孩拿着木棍站在他的旁边 他还被绑在床上无法动 不过眼前的男人已经给他换了帮来 男人再次询问瑞克的枪伤 还问他有没有被咬 瑞克一脸蒙圈 他告诉男人自己只是受了枪伤 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吼 男人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并没有发烧 这才解开了他的绳子 瑞克来到客厅 发现他们并没有开灯 而是点满了蜡烛 他来到窗边 准备打开窗帘查看外面的情况 瑞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只看到男人枪杀了一个人 不过男人并没有反过 他只是建议瑞克赶紧去配一副眼镜 因为他杀的只是一个刑尸而已 但瑞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刑尸 于是男人让他坐下来吃饭 过程中瑞克告诉男人 自己今天刚刚从医院苏醒 刚回家就看到了他们 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于是男人将外面发生的情况一一告诉他 原来一个月前这里爆发了病毒 所有死亡的人都会变成刑尸 只要被咬到就会被同化 他们对声音非常敏感 所以不管到哪里都要保持安静 不过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被刑尸咬到 他们白天因为看到瑞克宝的绷带 才会如此紧张 睡觉前两人也互相认识了一番 男人名叫摩根 他的儿子叫维恩 他们一度以为瑞克是抢银行的劫粉 因此才受了枪伤 但在得知瑞克是个警察后立刻肃然起立 突然外面传来了汽车的警报声 摩根表示不要紧张 这可能是刑事不小心碰到 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立即关掉灯光 小心翼翼地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查看外面的情况 瑞克也凑了上去 原来摩根说的都是真的 外面到处都是奇怪的刑事 这时维恩也很好奇外面的情况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这个刑事朝这边走来 维恩哭着跳到了被窝里 摩根也跟着安慰儿子 让他不要出声 原来刚刚的刑事正是维恩的母亲 几天前不幸遭遇了刑事的袭击 摩根说自己原本打算早点结束妻子的痛 但始终下不了手 瑞克也陷入了深思 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现在是生是死 第二天 摩根带着瑞克出门醒 他教瑞克如何应对刑事 首先记住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然后就是一定要报头 逼不得已尽量不要使用枪支 因为这样会引来更多的刑事 说完就有一个刑事朝他们走来 瑞克拿起棒球棍开始射击 一下 两下 足足打了五下才放倒了刑事 这也是瑞克来到末日的首次击杀 他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紧接着 瑞克就来到了家中 他分析妻子和儿子在离开的时候 至少还活着 因为卧室的抽屉和衣柜都是狗 而且墙上的相册也都不见了 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 摩根也表示赞同 他认为瑞克的妻子和儿子 很可能去了亚特兰大 因为很早之前就有广播说 那里有一个避难罪 那里有吃的 有住的 还有军方的保护 很多人都去了那里 既然有了目标 瑞克立刻拿出储物间的钥匙 随后来到了自己工作的警局 这里有备用的水资源和电力设备 他们终于可以洗个热水澡 这在当下无疑是一种享受 之后几人来到武器库 瑞克也换上了正义凛然的警局 他们带走了这里所有的武器 离开的时候 瑞克想让摩根一起前往亚特兰大 但还是被摩根拒绝 他目前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能是因为妻子自己还没有振作过来 他想等儿子学会开枪再考虑其他地方 瑞克健壮也不想夺权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对讲机交给了摩根 说自己每天零零十分都会打开几分钟 如果他们来亚特兰大 可以通过这个会合 说完两大末日杀神就此分别 路上一直通过无线电 试图寻找失散已久的妻子跟儿子 不料被一个女人听到了 更巧的是 瑞克的妻子洛莉跟儿子卡尔也在随行源源当中 还有她的好基友萧恩 但当他们回复的时候 无线电又没了信号 洛莉提议应该在公路上放一些标志 来提醒人们远离城市 可萧恩却表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洛莉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行不需要别人 但萧恩却已不能单独行动否定了她的提议 显然萧恩在这个团队才是老大 一路以来都是她在保护着洛莉和她的 在洛莉的心中 丈夫瑞克当初早已死在了县城的医院里 因此也就接受了萧恩的示爱 不过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瑞克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车子行驶了一段路程之后就没了汽油 瑞克只好拿着装备徒步前行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一处别墅 想通过房主寻求一些帮助 但敲了很久的门都无人回应 他走到一旁的窗边查看里面的情况 房间里异常的血腥 而房主显然已经吞枪自杀 这一幕整个他有点一幕 他想坐在一旁环游 不料发现了房主的车子 可惜的是里面并没有钥匙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不料发现了后院里的汗血宝马 这在末世无疑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他就这样骑着宝马一路前行 不知过了多久 瑞克终于来到了亚特兰大 不过这里不像摩根描述的那样 城市里异常的安静 虽然有军队驻扎的痕迹 不过显然最终还是失手了 突然瑞克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抬头一看 玻璃幕墙上竟然出现了直升机的景象 他赶紧骑马跟了上去 不料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大群行尸 宝马的惊叫引起了行尸的注意 瑞克立马掉头往回跑 成群的行尸也跟了上来 宝马加速向前奔跑 但前方的路口又出现了大量的行尸 行尸越距越多 马哥挣扎着想要逃脱 瑞克摔倒在地 马哥也光荣下陷 瑞克正准备趁机跑路 可行尸早已挡住了他的去路 瑞克只好爬到了坦克底下 行尸也很快跟了上来 瑞克奋力向前爬行 突然前方又出现了紧 瑞克无处可逃 他拿出手枪输死一步 但有限的子弹根本抵挡不住行尸的攻势 正当他绝望之急 眼前却出现了一个洞口 瑞克立马钻了进去 然后关上盖子 他吓得不断向后退去 虽然旁边躺着一个士兵 不过好像早就已经死亡 瑞克一度失去了理智 他爬到了坦克的地 行尸看见瑞克立马爬了上去 现在真的是无处可逃了 这是无线电里传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让瑞克可以沿着街道的方向跑50马 那里有条小路 他会在那里接应 这是唯一逃命的机会 瑞克看了看刚刚从士兵那里拿来的手枪 里面有15发子弹 然后又在士兵那里找到了一个手榴弹 他拿起一旁的铁锹 深吸一口气 冲到坦克的上方 紧接着跳下坦克 一边开枪一边朝街道的另一边跑 正当子弹快要打完的时候 旁边出现了一个男人 还好瑞克收住了 两人朝小路另一边跑去 只见男人爬上了一旁的楼梯 可瑞克却还在下面发呆 幸好瑞克并没有犯傻 最终还是逃脱了行尸的追击 男人名叫格伦 瑞克很好奇为什么格伦会冒险就自己 他说假如当时是自己被困在塔克里的话 也会希望有人回来救自己 可能就从这一刻开始 瑞克就坚定了和格伦之间的勇气 正当他们走下楼梯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几个行尸 这是旁边的门里出来的两个黑衣人 上来就是一棒 格伦和瑞克趁机跑了过去 刚进门 瑞克就被女人拿枪指着脑袋 瑞克被吓尿了 这你马什么情况 旁边的胡渣男不断劝说女人 女人这才放下了枪 弹行尸越聚越多 门上的玻璃都快被挤碎了 楼上响起了枪声 几人一听就知道是同伴穆尔干的 他们赶紧向楼上跑去 但穆尔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T仔显然看不下去了 这样不仅浪费子弹 还会引来更多的行尸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根本没人能阻止 穆尔疯狂的行为 他拿出手枪指着T仔 地旁的女人不断地帮忙求起 看到几人如此害怕 他嚣张地问道 但他忘记了 还有我们正义领男的瑞克 瑞克拿出手铐 将他靠在了水管边上 似乎是感觉到了瑞克的杀意 穆尔也只好闭嘴 正是因为瑞克的英勇表现 局面才暂时得到了控制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逃出这里 很快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希望能从下水道里逃出去 而目前只有格伦熟悉下面的情况 但他不想太多人跟他下去 于是他让瑞克去门口 看着行尸的情况 胡扎男则跟着他下去做侧应 格伦两人来到了下水道的尽头 不过洞口都被钢筋牢牢封死 外面的行尸已经突破了一道门 最后一道门也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几人再次来到楼顶 他们找到了一辆大型的卡车 他们需要将车开到楼下 这样才能救走所有的人 但目前的难题是怎样 才能穿过下面的尸群 瑞克认为行尸应该是 通过听觉和嗅觉来辨别活 如果将他们的血肉 涂抹到自己身上 这样就能安全通过尸群了 瑞克拿上手套换好衣服 然后从后门出去 将刚刚两具尸体拖了进来 剩下的就是给尸体开膛破了 瑞克拿起斧子自信地走到一边 几人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瑞克 刚拿起斧子 但还是下不了手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还是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 不过第二次瑞克并没有手软 一斧子下去吓得几人 根本不敢跟人 虽然真的太恶心了 但总比被行尸咬死得好 很快他们整装待发 临走前 瑞克还不忘将手铐的钥匙 交给弟子 现在的他还是心存善意 瑞克和格伦模仿行尸的样子 从仓库走了出来 不过大街上的行尸太多了 说不定就有哪个行尸的感官 特别灵敏 他们必须提高警惕 其他几人也赶紧来到了楼顶 几人发现了瑞克和格伦的身影 突然雷声刺起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莫尔看到几人如此慌张 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 生怕自己被丢在这里 此时大本营这边 艾米在一旁来回独步 原来格伦几人 就是从这个大本营出去 洛莉看着儿子 跟萧恩愉快玩爽的画面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瑞克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突然无线电收到了信号 T仔终于和大本营取得了联系 虽然信号断断续续 不过依系能听到他们被困在百货公司的消息 他们希望大本营的人能前往救援 可还没等说完信号就中断了 洛莉第一个提议前往救援 可作为团队的老大 萧恩不想让大本营的人冒如此大的风险 艾米听不下去了 难道就这样撒手不管了吗 她的姐姐还在那里 而萧恩却告诉她 这就是末世的处事之道 我们能做的就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虽然听起来有点没人情味 但在末世 很多事情都在悄然发生感应 此时瑞克两人还在朝大卡车前行 路上的形狮似乎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同类 两人模仿得越来越小 就算有形狮在旁边也并不慌张 格伦开始有点膨胀 竟和瑞克交流起心得 此时天空竟然开始下雨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只见雨越下越大 这时周围的形狮好像发现了不对劲 杀神模式就此开启 两人奋力向前奔跑 快速从铁网上翻了过去 然后脱下衣服朝大卡车跑去 瑞克开枪阻止试图爬上铁网的形狮 格伦则从一旁的铁箱里找来卡车的药 两人赶紧进入卡车 幸好卡车还能起 这时一个大哥扑了上来 瑞克立马开车向后退去 尸群也冲破铁网追了上来 楼上的同伴见此情景 一度以为瑞克两人丢下了他 可瑞克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先行撤离 瑞克让格伦去引开商场前面的形狮 紧接着瑞克就敲碎了一辆车的玻璃 车子的报警声瞬间响起 这是引开形狮的最佳方式 格伦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同伴赶紧到楼下集合 几人听到后就赶紧朝楼下跑去 一旁的穆尔很慌张 他请求T仔帮他把手铐打开 T仔心软了 他一瘸一拐地回去 一不小心踢翻了一旁的工具箱 手里的钥匙刚好掉进了前面的水楼里 穆尔破口大骂 面对这样的情景 不管是谁都应该会转头就跑了 刚要下楼 T仔还是不放心 他转身将天台的门用铁链损上 这才朝楼下跑去 此时同伴几人也来到了商场的后门 这时格伦先行赶到 他一边倒车一边将行尸引到街道的另外一边 行尸越聚越多 等差不多的时候 格伦一脚油门 紧接着瑞克开着卡车跟了上来 此时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行尸了 瑞克将车慢慢倒了过去 里面的人赶紧将铁链往下转 几人赶紧将行李扔上了车 T仔一个备院 胡渣男也跟了上来 瑞克立马开车逃离了这里 就在这时 天台的铁门被行尸冲开了一道口 穆尔吓尿了 他躺在地上不停地哭爹喊 他希望上帝能给他一条出路 可上帝怎么可能拯救一个不知悔改的魂犬 没办法 穆尔只有自寻出路 他找来一根皮带 试图用皮带将一旁的锯子勾过来 可眼看行尸就要冲破铁门 留给穆尔的时间不多了 而此时的格伦先行回到了林底 不过车子的警报声却小车伤了 老头让他赶紧把警报关掉 可格伦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关门 艾米则在旁边不停地询问解决消息 萧恩让格伦把引擎盖打开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警报声终于停止了 但艾米却还在不停地询问 格伦赶紧汇报了所有人的情报 除了穆尔 其他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萧恩却并不高兴 他指责格伦为什么把这鬼扑狼嚎的破车开过来 不知道这样会引来更多的形势吗 还好老头出来打人场 他说警报声只会在山谷里微笑 根本辨别不出位置 正当格伦准备道歉的时候 瑞克几人也回来了 姐姐丽亚最先走下了车 艾米赶紧跑过去 两人率先抱在了一起 接下来就是众人团聚的画面 这一次可谓是死里逃生 萧恩询问几人是怎样逃脱的 格伦说有个新人帮助了他们 瑞克这才从车上下来 萧恩看到眼前的男人震惊了 瑞克也觉得不可思议 洛丽和卡尔也转过头来 瑞克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真是上天保佑 卡尔哭着冲了上去 众人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团聚的画面 只有萧恩感到有一丝尴尬 瑞克看向他的时候 他也只是勉强地挤出了微笑 夜晚 瑞克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还感谢了萧恩对洛丽和卡尔的照顾 萧恩一时也不知该如何面对 紧接着他们讨论了穆尔被抛弃的情况 因为他还有个弟弟达尔出去打恋了 假如他回来的话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瑞克说这是他的责任 达尔回来的话自己会跟他说清楚 可萧恩却孤独地坐在车顶 整夜都没法入眠 第二天 瑞克从床上醒来 他好久没睡得这么舒心 来到外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为团队做着自己的贡献 他找到妻子谈心 突然林子里传来了儿子的尖叫声 所有男人都冲了上去 还好卡尔没事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一个行尸正在啃食一头路 几人二话不说就将行尸干倒在地 可不管如何暴打都无济于事 直到老头一斧子看下 这才结束 几人很是疑惑 为什么行尸会跑到无人的山区 难道是城里的人都被吃光了吗 突然后面传来了一阵声响 几人还以为又有一个行尸 正当他们拿枪靠近的时候 一个男人拿着弓弩走了出来 他就是诺尔的弟弟达尔 他怪行尸把他辛苦打来的猎物给污染 上来就不停地踹着行尸 嘴里还不停地抱着脏话 显然也是个暴脾气 他说只要把咬掉的部分割掉 剩下的应该还可以吃 但众人都表示不敢尝试 只知道被行尸咬了会痛快 谁也不知道吃了会不会感染丧尸病 达尔来到营地 不断喊着墨尔的名字 但喊了半天都没有人回应 瑞克将墨尔被困在天台的事情告诉了他 达尔很生气 刚要动手 不料被一旁的肖恩撞翻在地 达尔拔刀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但最终还是被肖恩制止 瑞克蹲下来想和达尔好好谈谈 问他能不能做到 看达尔并没有反抗 瑞克表示自己对墨尔并没有恶意 只因为他的哥哥当时太过暴躁 完全失去了理智 这时替仔也插嘴了 他说这并不是瑞克的错 是自己不小心把钥匙掉到了水沟里 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将天台的门用铁链锁上 那些行尸根本抓不到他 达尔这才有点放松下来 他还以为哥哥已经死了 他坚持要回去营救 瑞克表示自己可以带路 洛莉一听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肖恩也觉得他很愚蠢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救一个人渣 瑞克表示这件事他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不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扔在那里 他很可能会被活活饿死 接着瑞克把目光投向了格伦 这眼神不言而喻 一开始格伦还有些抗拒 不过瑞克表示有他在更有安全感 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 格伦勉强答应了 最后替仔表示自己也会一同前往 此时瑞克的领袖气质崭露无遗 就算是桀骜不驯的达尔也甘愿臣死 不过这个团队的老大依旧还是肖恩 他不同意瑞克带着这么多人去送死 更何况现在周围已经开始出现形狮 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保护营地 瑞克则表示保护营地需要大量的武器 而他把警局的枪支都带出来了 不过意外掉在了城里 这次回去可以顺便拿回来 肖恩这才没有说什么 但洛莉却开始抱怨 你才刚找到我们 却又要为毫不相干的人去冒险 就算是为了那些枪也不值得 瑞克告诉洛莉 之前我遇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 没有他们 我们不可能重访 而放武器的袋子里有我们专门联络的对角机 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去亚特兰大 瑞克真的有太多的理由需要回去 这些全都是因为责任 随后他也和儿子做了道别 在儿子的眼里 瑞克就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或许这就是一个父亲的榜样 临走前瑞克还在老头那里借来了大钳子 这样才能打开那该死的手铐 很快他们就出发前往营救 来到亚特兰大后 他们将卡车停在了铁路边上 然后徒步前行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商场 不过这里只有一个行尸 达尔小心翼翼地上起来 轻松用弓箭解决了 这可能是末世最好的武器吧 紧接着他们来到了楼顶 T仔用大钳子降门锁夹断 达尔第一个冲了过去 可这里并没有木耳的身影 剩下的只有一把锯子和一只被割断的手 手铐上还满是血迹 达尔转身就将弓弩对准T仔 瑞克也立刻拿枪对准达尔 并且坚定地告诉他 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不在乎枪声会引来行事 达尔这才冷静下来 其实他并不恨T仔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哥哥的东西 随后他向T仔要来了一块手帮 准备将断手收起来 一看就是锯子太短了 莫尔才会选择将手去断 然后达尔就开始分析 哥哥一定是找到皮带之类的东西之需 不然不会只有这么多血迹 紧接着几人跟着血迹向前寻找 达尔边走边喊 但并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他们来到了楼下 发现两个行尸躺在地上 达尔知道一定是哥哥的杰作 就算只有一只手 但对付两个行尸绰绰有关 接着瑞克还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皮块 上面依稀能看见人的皮肤 这一定是莫尔用来止血 最终他们沿着血迹来到了窗边 莫尔一定是从这里逃脱了 至少证明他现在应该还活着 但外面有成百上千的行尸 几人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过达尔坚持要出去营救哥哥 瑞克拦住了他 接着两人就吵了起来 瑞克说 他是你的家人我能理解 我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开场的家人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一定走不了故隐 我们可以在附近找一找 但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必须立刻撤 或许注定要成为瑞克的左膀右臂 达尔这才冷静下来 紧接着他们开始商量 如何才能拿回那袋枪支 格伦提议说 因为我比较灵 可以单独去拿枪支 达尔会用弓弩 在这个巷子里等着 因为弓弩的声音比较小 瑞克和T仔在这个位置接应我 以防我不能原路返回 因为行尸随时可能阻断我的去了 不管走哪边你们都能掩护 有这样的军事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格伦之前是一个外卖小哥 接着他们就开始了行动 很快格伦就拿到了那袋枪支 这时达尔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转身就用弓弩对准了他 小年轻吓得急忙大叫 达尔让他赶紧闭嘴 这样会把行尸都移过来 瑞克两人听到了求救声 感觉不对劲 立刻朝那边跑去 这边小年轻根本不听权 达尔只好将他放大 然后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这时后面来了两个人 二话不说就一脚踹向达尔 一看就是小年轻的嘴 正好格伦拿着枪支回来 两人看到后立刻朝格伦追取 格伦直接被干倒在地 他们的目标好像也是那袋枪支 达尔见状直接朝光头的屁股射了 正当他准备补上一件的时候 一辆车开了过来 两人挟持着格伦离开 但行尸太多达尔根本没法追击 此时瑞克两人才匆匆赶到 达尔想将怒火发泄到小年轻身上 但被瑞克及时阻止 后面的行尸越聚越多 瑞克示意赶紧先回实验室 然后拿起那袋枪支 撤退前竟然在地上发现了自己的警网 这可能就是格伦对大哥表达的敬意了 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公团 准备用小年轻和格伦做交换 首先出来的就是他们的老大阿吉 他好像并不关心小年轻的安危 上来就让瑞克把那袋枪支交出来 并且放了小年轻 不然就免谈 瑞克当然也是有备而来 他早已让T仔埋伏在了楼顶 假如谈判不顺利的话 就立马开枪 阿吉冷冷一笑 我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 只见格伦被带到了楼顶 你敢开枪就同归于尽 瑞克瞬间处在了下横 阿吉让瑞克回去考虑清楚 不行就全副武装过来 我们没带判了 无奈瑞克几人也只好先行撤离 达尔觉得现在的枪支比黄金还珍贵 你确定要为了格伦放弃这些吗 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姓名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但瑞克并没有动力 他坚持要去救格伦 因为格伦之前也救过他的命 更何况当时他们还素不相识 不过他并不会交出枪支 就在此刻 达尔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一次进度 很快他们又回到了场合 阿吉看他们并没有交出枪支的意思 瑞克表示你要你的人 而我要我的人 不然就与此往后 阿吉还想上前吓唬瑞克 不过瑞克并没有对手 场面一度紧张起来 这时一个奶奶从后面走不出来 他让几人赶紧回去 伯特先生快不能呼吸 瑞克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还是慢慢放下了枪 奶奶看到瑞克还以为他是个警察 他说阿吉几人都是好的 虽然有些缺点 不过还有很多人需要他 瑞克表示自己并不是来带回他 只是来找一个亚洲小伙 奶奶说知道小伙在哪里 可以带瑞克去见他 瑞克见阿吉几人并没有回 于是就跟着奶奶去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栋老人 里面都是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 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伯特先生 他患有严重的孝肠病 而格伦就站在旁边 并没有被捆绑起来 接着阿吉将瑞克几人带到了房间 把这里的故事一一告诉了他们 原来这里之前是一家养老院 阿吉是这里的保安 剩下的人也只是想保护这里的老人 他们以为瑞克几人是掠夺资源的强盗 所以才会拼死手 瑞克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敬礼 在乱世中还有如此担当的人并不过 瑞克将手里的喷子交给了阿吉 然后还把一半的武器都留给了他们 虽然看上去有点愚蠢 不过这可能也是我们欣赏瑞克的原因吧 几人准备先行离开这里 不料停在一边的大卡车却不见了 达尔觉得一定是莫尔开子 他肯定回营地报仇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几人拼了命朝营地跑去 不过此时的营地并没有任何异常 大伙都在享受着丰盛的午餐 相互之间还时不时地开着玩意 这时艾米突然起身 姐姐紧张地问她要去哪里 艾米还嘲笑姐姐不要一惊一乍 自己只是去个厕所而已 可当她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一个行尸竟然从旁边出来 坐在篝火旁的人这才反应过 萧恩立刻开枪干掉了几 丽娅用手捂住妹妹的伤口 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 丽娅不知所措 此时萧恩则拿枪护住几个女人和海 营地几乎全部沦陷 大多数人都没有对抗行尸的经验 萧恩让大家聚集到中间来 只见行尸越来越多 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法应对 还好瑞克几人及时赶了 漠视最强的三人组对行尸展开了反击 很快行尸就全部被几人干完了 瑞克看到儿子和妻子都安然无恙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次营地损失惨处 眼看这么多同伴都遭遇了无限 几人也十分难过 还有我们的大美女艾米也倒在了血泊当中 我一度非常看好这个小姑娘 可惜也早早地下线了 悲伤的氛围笼罩着整个营地 第二天 达尔开始处理行尸 先在头部补上一刀 然后将他们一个个丢到火堆里 这样才能确保百分之百安全 而丽娅依然守在艾米身旁 就这样呆呆地看着 洛丽尝试劝说 艾米已经走了 我们必须处理她的尸体 不然会很危险 但丽娅始终没有反应 接着瑞克也想来开导她 可还没等开口 丽娅就掏出了手枪 她好像有点责怪瑞克的意思 假如他们不外出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瑞克见此情形也不好过说 只好慢慢地退去 此时达尔几人还在清理尸体 他们试图将同伴的尸体 和形狮一起焚烧 但格伦表示这里是焚烧形狮的 我们的同伴应该被后葬才对 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 达尔也没有多说什么 乖乖将尸体抬到了另一边 这时黑妹发现了吉姆身上的血迹 所有人都看向吉姆 达尔上来就让她把衣服掀开 吉姆拿起地上的铁锹 试图反抗 T仔趁机从背后抱住 达尔赶紧上去掀开她的衣服 吉姆嘴里不停地 达尔也退到了一边 因为只要被形狮咬到 就一定会被困惑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有人都很无奈 因为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治疗这种病毒 于是众人将吉姆隔离到了一边 然后讨论该如何处置她 达尔觉得应该 直接朝她的脑部赖写 虽然很没有人心 但老头也表示在这 瑞克坚决反对这样做 因为吉姆不是什么怪 他只是被病毒感染病 假如开了这个先例 就停不下来 此时的瑞克还保留了最初的人性 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漠视的他 他甚至认为 应该有疾控中心还在运行 那里一定在研制治疗病毒的情况 不过达尔可不管那么多 他拿起锄头就朝吉姆打去 瑞克立刻用枪阻止了他 这次萧恩也站在了瑞克这边 可能都是警察的缘 他也不赞成直接将活人杀死 达尔也只好作罢 这边利亚还在守候着艾妮 他将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带在了艾妮身上 谁能想到今天还是艾妮的生日 生日即是继日 没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 突然艾妮睁开了双眼 一开始她并没有失去意识 她还能认出利亚 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很快艾妮就失去了意识 她忍不住去撕咬姐姐 不过利亚并没有犹豫 其实利亚并没有责怪瑞克的意思 她只是怪自己当时并没有在妹妹身边 而瑞克也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假如不是他们带回了那袋枪支 可能损失会更加惨重 萧恩将瑞克带到了小树林 她认为仅凭直觉 就带着大家去疾控中心很不理性 而且大伙现在都还在恐慌之中 没有人会愿意跟着她去冒险 但瑞克说 我需要为我的家人考虑 他们不是你的家人 你根本不懂 此话一出萧恩瞬间愣住 她上前质问瑞克 你不在的时候 是我拼了命保护他们 现在你说这样的话太让我心狠了 瑞克连忙解释 你的恩惠我无以为报 但他们是我的七组 这点你必须要搞清楚 忽然后面的骚动打断了他们的 两人开始分头搜寻 不过萧恩并没有去检查什么异常 而是把枪头对准了瑞克 因为瑞克的到来 一度对他的地位产生了威胁 但毕竟是自己出生入死的好处 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开枪 不过这一幕被一旁的戴尔看见 萧恩尴尬地笑了笑 说自己刚刚看错人了 然后喊上瑞克赶紧回来 戴尔当然知道这只是借口 但他并没有当场脱博 随后萧恩召集大家开了一次会 他表示自己相信瑞克的直觉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疾控中心 可能大家都还处在昨晚的恐慌之中 并没有做出反对 第二天 瑞克拿着对讲机尝试联系摩根 虽然没有得到回应 但还是把去往疾控中心的消息告诉了 希望他们能在那里会合 准备出发的时候 胡渣男表示要为家人负责 他们没必要去疾控中心冒险 瑞克也并没有反对 而是拿出了一把手枪和一盒子弹 众人也纷纷开始道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尊重和祝福 接着瑞克给摩根留下了一张纸条 然后就分道扬镳开始了各自的旅程 没过多久 房车因温度过高抛锚了 只能停下来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黑妹下来说吉姆快不行了 瑞克上车看望吉姆 他说自己的骨头好像碎了一样 一路的颠簸快把他折磨死了 他让瑞克就把他留在这里别管 瑞克虽然不想这么做 但还是决定尊重吉姆的意思 几人将吉姆放到树下 他说自己更喜欢现在的环境 空气清新微风拂面 虽然很不舍 毕竟也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众人一一上前和他做了最后的道理 临走前瑞克还想把枪留给他 但还是被拒绝 他知道瑞克几人现在更加需要枪支 随后众人就继续朝着吉姆东西出发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象出乎他们的意义 本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影响 显然强大的军队也抵挡不了形式的攻击 这里臭气熏天 到处都是尸体 众人只能捂着鼻子前行 紧张的气氛不得不让他们加快地走 来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门都被锁死 瑞克觉得里面一定有人 不然应该会有几扇门室打开 这时后面陆续开始出现形狮 达尔爆发了 他责怪瑞克将他们带到了一处死 假如一开始听肖恩的建议去本明堡就好 但现在食物和燃料都耗尽了 不要说去本明堡 就连今晚要如何度过都不知道 正当众人准备撤离的时候 瑞克发现上面的摄像头竟然动了一下 这再次坚定了他的想法 里面一定是有人的 肖恩让瑞克别揪着这里不放了 这就是个自动装置而已 但瑞克并没有放弃 在他的极力恳求下 紧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厅 他们四处张望看是否有人 这时 一个男人端着机枪出现 他询问是否有人感染病 瑞克说有一个被感染 但并没有撑到这里就已经死 男人扫尸了一圈 眼看整个团队几乎都是女人跟孩子 应该并没有什么威胁 于是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赶紧带上行李镜 这个门关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可能是太过紧张 几人并没有关注门的问题 进来后 瑞克和男人也互相认识了一下 他叫詹娜 是疾控中心的博士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疾控中心的地理区 看着这里空无意 瑞克询问这里的其他人都去哪了 但詹娜说这里只有一个人 剩下的就是一个较为的人工智能 这和瑞克期待的并不一样 不过也算一个好的开始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逐个抽血进行检测 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地方 但该有的规矩还是要遵守 毕竟让几人进来已经违反所有规定 随后众人就开始喝酒庆祝 这在末世也算是难得的事吗 所有人都开怀唱歌 不知道是为了戒酒消除 还是早已将之前的遭遇抛之脑后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 只有詹娜在一旁闷闷不乐 瑞克看出了不对劲 提议大家应该敬詹娜一杯 没有她的话 几人可能还在外面担惊受怕 不过詹娜也只是勉强给予了 这时萧恩开始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瑞克看出了詹娜的为难 于是劝阻萧恩不要继续 但萧恩觉得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丧失病毒的解压 不过现在却只有她在这里 詹娜看萧恩如此执着 还是将事情告诉了她 灾难降临后 很多人都回去找他们的家人了 后来形势恶化 军事防御也被击捆 剩下的人都跑了 但萧恩并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离开 詹娜说很多人是无法面对外面的世界 最终还是选择自杀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工作 试图寻找解决病毒的方法 晚餐过后 詹娜带着几人来到了各自的桌子 这里有沙发有吊床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娱乐室 更重要的是还能享受热水走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享受完后 瑞克找到詹娜对她不是的感谢 还一度聊起了外面世界的情况 而此时她的妻子洛丽 则一个人在客厅翻阅书籍 萧恩也来到了这里 看到这绝美的背影 喝了点酒的萧恩胆子变大了 她想找洛丽好好谈谈 为什么现在对自己这么冷 而洛丽则埋怨萧恩当初骗自己丈夫 已经死在了医院 萧恩也很委屈 她不断地和洛丽解释 当初她真的来到医院救瑞克 不过当时情况非常复杂 军方都在屠杀病 到处都是行尸 当时的瑞克确实已经没有呼吸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 但如果不是她离开前怒闯 挡住了门口 她可能真的活不了 萧恩越说越激动 假如当初我告诉你瑞克 你根本不会离开 说不定已经死在家里了 可以说是我救了你和你了 何况一路以来都是我在保护你 萧恩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动脚 她并没有奢求什么 只想和她在一起 直到洛丽在她的脖子上 划出了几道口 萧恩这才有点清醒 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洛丽一个人在那哭泣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 众人还停留在昨晚的醉意之中 瑞克则发现了萧恩脖子上的划痕 萧恩却解释是睡觉时候不小心弄的 随后众人就来到了实验室 为了解决众人的疑问 詹娜开始讲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 最开始屏幕上展示的是一个人的大脑 上面依稀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亮白 詹娜解释这些都是人一生的经历和记忆 这也造就了独一无二有人性的 紧接着又展示了19号实验体的大脑 这是刚刚被病毒感染的阶段 肾上献出血大脑停止工作 最后会变得一片气黑 这也就代表着死亡 之后就会慢慢转变成形式 这个过程短的有三分钟 最长的甚至长达八小时 过程中病毒会让大脑再次变成虎子 不过只是脑干部分 这也是形式能动起来的原因 但这也是一具没有思想的躯壳 并不代表他们还有生机 所以要想杀死他们 只能破坏大脑 众人终于明白了原理 但他们更想知道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詹娜无奈地说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快一个月了 可能有人知道治疗的方法 但我已经失去了上级的指示 显然政府部门和相关的研究中心 都已经沦行 听到这里众人都有些决望 一想到长期要和行尸做斗争 瞬间就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这时细心的戴尔发现了墙上的倒计时 他询问詹娜如果数字到零会发生什么 詹娜说地下室的发电机已经没有燃料 说完就离开了 瑞克只好向维询问具体情况 维也只是说电力耗尽后会进行全面消毒 也没有过多解释 瑞克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带着众人来到地下室查看发电机的情况 燃料真的已经见点 突然灯光全部熄灭 所有的发动机都停止了工作 几人找到詹娜想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詹娜解释说这是系统早就设定好了 当时间只剩半小时 就会自动关闭不必要的电力 接着詹娜就向众人说出了实情 如果电力耗尽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瑞克发现不对劲 赶紧让大家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众人立马开始行动 忽然大厅的警报声响起 大屏幕上也跟着显示距离消毒程序启动 还有30分钟 接着詹娜就按下了一个按钮 随即这里的门就关闭了 很明显他要把所有人都留在里面 此时达尔又开始暴走 他想用暴力让詹娜开门 不过被萧恩几人及时制止 瑞克心平气和地上来让詹娜把门打开 但詹娜却说 上面的出口都关闭了 紧急通道也封锁了 都是电脑控制的我没有办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前门一旦关闭就打不开 你们都听见了 瑞克又问28分钟之后会怎么样 詹娜也大声怒斥道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存放的东西危害性极大 什么生化武器天花病毒 甚至埃伯拉都在这里 如果这里不能运行吗 你们觉得消毒程序会是什么 众人都沉默了 随后詹娜又解释道 这里会释放一种HIT的油漆炸弹 其威力大小减刺于核弹 爆炸会产生五六千度的高温 能瞬间将人融化 没有一点痛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不错的血 不过达尔几人并不想认识 他们用斧头不停地劈牌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因为这扇门能承受火殿的袭击 詹娜说既然这世界都没有希望 这样没有痛苦的死去难道不好吗 萧恩听不下去了 这只是你觉得没有希望 并不代表我们也没 他用枪指着詹娜让他把门打开 瑞克在一旁不停地劝说 无奈的萧恩只好朝着仪器发泄着心中的梦 最后还是瑞克阻止了他 瑞克看着众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求生的欲望 他对詹娜说 你在撒谎 说毫无希望都是假的 真是这样的话 你早和别人跑了 或者一死了解 但你没有 你做了更加艰难的选择 我们也该有自己的选择 而詹娜却说 我没有逃走是因为对妻子做过承诺 原本躺在上面的实验体应该是我 是她求我尽全力继续研究 瑞克说你的妻子临死前 还在为世人的希望做着努力 况且我们也只想要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詹娜似乎被说动了 她说这里的门我可以打开 但外面的我确实开不了 接着她输入了密码 里面的门终于打开了 此时时间也只剩下四分三十秒 众人赶紧朝外跑去 临走前 詹娜似乎还对瑞克说了什么秘密 瑞克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突然黑妹说自己要留下来 因为她不想变成行驶 没有痛苦的死去也是一种选择 甚至丽娅也表示不想离开 妹妹走了 她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戴尔让几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劝说丽娅 来到外面的几人不停地敲打着玻璃 但都丝毫没有作用 连开枪都只能留下一点的空气 这时卡罗尔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炸弹 他说是帮瑞克洗衣服的时候发现 这正是被困在坦克里时拿到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拍上用它 巨大的爆炸将玻璃震的准备 出来的时候外面还有几只落单的行驶 他们边走边拿着枪开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车子这 正要发车离开的时候 他们发现戴尔竟然带着丽娅出来 此时战娜看到两人安全地出去 心里也很心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十年 启动车子显然已经来不及 洛丽让两人赶紧找地方发现 瑞克也让车里的人迅速莫得 几秒钟后爆炸 疾控中心也随之灰色焉 幸存者小队只好朝北明保军事基地继续前行 可没过多久就在路上发现了大量废弃的车子 一看就是末世降临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就在这时老爷车又因为高温罢工 为了不浪费时间 大家决定在废弃的车上寻找有用的东西 达尔和T在负责将车里的汽油取出 以为不实之躯 肖恩则发现了一车土装的矿泉水 这在末世也算是重要的资源 在一旁修车的格伦看到后开心地像个小孩 达尔则负责在车顶观察远处的情报 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异常 只见远处走来了一只落单的形式 瑞克决定直接将他击杀 不过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形狮出现 原来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狮群 瑞克急忙向后方跑去 他让大家赶紧躲起来 洛丽拉着卡罗尔来到了车底 瑞克则带着两个孩子钻到了车子下 肖恩也发现了不对劲 立马拉着格伦躲到了车底 但此时房车里的丽亚还在专心地组装手枪 这才发现狮群从旁边经过 他吓得赶紧蹲了下 庞大的狮群正朝这边走 只见一个个形狮从身边经过 卡尔十分紧张 这时房车里面竟然上来了一个形狮 现在只有组装好手枪才有一线生机 形狮慢慢朝厕所这边躲 慌乱中丽亚不小心将组装的零件掉到了地上 形狮听到后立刻向厕所发起了攻击 他在车顶的戴尔自然也看到 他立刻将口袋里的螺丝刀丢了下去 丽亚鼓足勇气 这是他第一次击杀形狮 他吓得退到了转卧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现在唯一没有躲起来的就是T仔 因为他的体型很难塞到车子下 好巧不巧他的手臂还被划伤了 此时一个形狮盯上了他 但大量的出血导致他产生眩晕的态度 还好躲在后面的达尔出来及时解决 T仔被吓得晕了过去 达尔只好找来一具尸体将T仔的身体盖上 然后从车里拉出另外一只盖在了自己身上 希望这样能骗过形狮 很快狮群就经过了这里 不过好像并没有发现他 索菲亚正准备从车底爬出来 竟然还有一个形狮 索菲亚只能一边哭一边笑后 朝森林深处跑去 两个落单的形狮也跟了上去 瑞克立马冲了下来 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 卡罗尔也一度想冲过去 不过还是被洛莉拦了下来 索菲亚不停地向前跑 两个形狮在后面紧追不舍 瑞克则超近路追了上去 很快他就追上了索菲亚 他上来就让瑞克开枪击杀形狮 可瑞克说这样会把马路上的狮群都引过 瑞克让索菲亚先躲到这里面 这时两个形狮也来到了这里 瑞克故意挑衅他们 然后将他们引到了别的地步 瑞克拿着石头躲到了树后 接着趁形狮不注意先解决了影 等另一个上来的时候 再用石头砸了过去 但等他回来的时候 索菲亚已经离开了 达尔几人再来的路上也没有看过 瑞克决定让肖恩和格伦先回去安抚众人的情绪 自己和达尔则继续寻找索菲亚 瑞克两人沿着脚印一路寻找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形狮 难道索菲亚是被形狮吃掉了吗 直到半晚十分两人才从森林里出来 卡洛尔则埋怨瑞克怎么忍心 把他女儿丢在荒郊野里 他也很想再去搜寻 但现在太晚了 他还要考虑整个团队的安全 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明智 想当好一个领导真的太难了 第二天 瑞克让众人各自选一件武器 接着他们就开始了追踪 连小卡尔也在队伍当中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帐篷 但当他们打开帐篷的时候 却只看见一具腐烂的尸体 突然一阵钟声响起 几人立马循着声音冲了过去 最终在一处坟地找到了一座教堂 他们快速朝着教堂跑去 可打开门一看 里面只有三个虔诚的行尸 瑞克几人拿起冷兵器走上去 找遍了教堂都没有索菲亚的身体 这时钟声再次响起 跑到外面才发现原来这是个定时的广播 接着几人准备回教堂里暂走休息 而洛丽和肖恩却留在了外面 由于三人之间的关系 他甚至准备随时离开这个团队 不料这一切都被丽亚听到了 他不管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什么故事 他只希望肖恩能带他一起走 因为他觉得这个团队有很大的问题 肖恩并没有立刻给予回应 只表示会考虑一下 接着肖恩让达尔带队 沿河边再搜寻一个小时就回到公路上 他和瑞克负责继续追踪 达尔就把自己的手枪交走洛丽 他说自己有公路就够了 此时卡洛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丽亚也跟着阴阳怪气 然后洛丽又对着卡洛尔说 当时索菲亚被行尸追进森林的时候 瑞克有过犹豫吗 他原本没有义务救你的女 但还是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 你们一边依靠着他还要责怪他的不完美 而瑞克这边还在森林深处追踪 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些动静 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只迷路 肖恩准备拿他当作今天的晚餐 不过卡洛尔却想近距离观察一下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迷路 正当他靠近的时候 一声枪响打破了此刻的影响 在原本医疗资源就严重匮乏的末世 中枪就基本意味着死亡 而开枪误伤卡洛的胖子却在后面不停地喊 瑞克疯狂朝那个方向跑去 很快他就看到了一栋房子 房子这边的女人也看到瑞克的身影 老头问瑞克孩子是被行尸咬的吗 瑞克说这是你的人用枪打的 他让我来找一个叫谢尔 原来这个老头就是谢尔 此时的卡洛尔已经失去了意识 不过庆幸的是还有微弱的心情 此时瑞克的大脑一片恐怖 一向沉着冷静的他也变得惊慌失足 眼前这个胖子名叫蒂斯 他解释说刚刚自己在打猎 子弹意外穿过路的身体后又击中了海 而谢尔说路的身体降低了子弹的冲击力 这才保住了孩子的性命 不过子弹也因此碎成了六把 如果能把子弹都取出来的话 他就能活下去 一旁的蒂斯十分内疚 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和妻子说着当时的情况 瑞克也很自责 假如当初不让儿子跟着就好了 接着就要开始取碎片了 看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尖叫 他一度想让谢尔停止 但谢尔说你要想孩子活下来就保持了 当务之急是要立即舒适 很快卡尔就疼得晕了过去 不过这也才取出了一个碎片 问题是现在有块碎片割到了他的血管 如果还像刚刚那样的话 很可能会割到洞买 那他在几分钟内就会死 为了安全手术 必须要让他麻醉昏迷才行 但这样的话他就不能自主呼吸 所以还得外出找一个呼吸器 一旁的蒂斯提醒说 附近的医院一个月前是火 只有高中学校里才有 不过那里早就被刑尸占据了 根本没法靠近 萧恩毫不犹豫地提出要去寻找妻子 蒂斯则表示自己可以带路 一旁的妻子却劝他不要去 但他说孩子是因为我才受伤 我不能做事不管 很快他们就出发前往那个高中 而此时达尔几人还在寻找所 利亚走得太慢落在了后面 根本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刑尸 正当他要因此下线的时候 一匹马冲了过来 及时拯救了他 这人正是谢尔的女儿玛吉 只见玛吉不停地喊着谁是洛丽 洛丽一脸懵圈 接着玛吉说卡尔意外中枪了 不过现在还活着 听完洛丽就赶紧放下了背包 接着玛吉就将自家的位置告诉了哥伦 随后就骑着马离开了 很快玛吉就带着洛丽来到了家里 看着儿子如此糟醉 他的心犹如刀割一般 接着瑞克就把事情的始末都告诉了洛丽 现在只需要等萧恩两人回来就能省住 但在得知谢尔是个兽医后 洛丽惊呆了 瑞克也吓得瘫软在椅子上 兽医给人做手术 这真的还有希望吗 而此时格伦几人也回到了公路上 他们都觉得现在队伍太过分散 很容易遭遇行尸的袭击 必须去农场和瑞克几人会 但卡罗尔并不放心 万一女儿回来了发现没人得了 于是大家决定让格伦先带着替祷去跟她 因为替祷手上的伤势十分严重 需要及时治理 剩下几人留在公路再等一会 此时的萧恩两人也来到了那个高中 这里足足有上百只行尸 医疗器械就在对面的拖车里 萧恩起身一看 要想从这里过去根本不可能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萧恩小心翼翼地来到警车的前面 然后从里面拿出了几个照明弹 等到天黑之后 他们通过照明弹吸引行尸的注意 然后趁机溜进拖车 还好医疗器械都还在 两人按照事先写好的清单 把所需要的东西都装进了背包 但等他们打开门的时候 刚刚的行尸都已经回来了 两人赶紧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行尸也全都跟了上来 来到一个路口又遇到了一群 他们还想躲到教学楼里 可大门紧锁根本没法进去 两个方向的行尸都围了过来 他们无路可逃 萧恩只好用枪打这个玻璃 然后冲了进去 接着又将防盗铁拔拉上 可细小的螺丝根本阻挡不了成群的行尸 两个男人在行尸的追赶下拼命向前奔跑 最终躲到了一个高台上 下面就是成群的行尸 于是萧恩提议可以从那个窗户逃走 但蒂斯说我这体型不可能从这么小的窗户进出去 还是我先跳下去引开他们 这样你就有机会从那个窗户逃出去 而我会跑到那个更衣室里 那里窗户的尺寸比较适合我 之后我们就在操场那边会议 说完两人就开始了行动 蒂斯直接从高台上跳起来 但由于体型太大直接摔倒了 更糟糕的是还被一只行尸抓住了 还好萧恩及时开枪救了 蒂斯并没有磨蹭 直接朝更衣室跑去 行尸也都跟了上来 萧恩趁机也往窗户那边跑去 两三下就敲碎了玻璃 然后又解决了两个行尸 接着就从窗户跳了下去 不料又一个行尸出现抓住了他 萧恩立刻拿起一只地的行尸 谁知掉下去的时候不慎点伤了右手 但他并没有拖他 拿起背包就准备去和蒂斯会 而此时格伦和替仔也来到了农场 正当两人犹豫是否要按门铃的事 坐在一边的马基叫住了他们 格伦显然有点害羞 白天他们简单地打过照 当时他就被马基的潇洒举动给遗准 但看到替仔手上的伤势 马基还是让两人先进去处理伤亡 还好这里有抗生锁 不然他也要早早下线 马基其实对格伦也颇有好语 还主动找他了解了天 不过此时卡尔的病情突然出现了恶火 谢尔说他的血压太低 现在急需要再输一次血 瑞克当然没有犹豫 可谢尔说你已经输了两次血了 但瑞克并没有退休 他还是坚持要给儿子输血 要是萧恩两人还不把医疗资源带回来 可能真的要冒险手术了 而此时的萧恩已经来到了操场附近 可后面又是铁网 那边还有成群的刑尸 更糟糕的是子弹也已经损剩不多了 正当他要拼死一搏的时候 帝斯开枪解决了两次 萧恩也补上了一枪 两人赶紧朝外面跑去 善良的帝斯说自己还有四发子弹 萧恩则说我还有五发 就凭两人逃跑的速度迟早要被刑尸追上 他们边跑边用枪击杀最终的刑尸 你开一枪我开一枪 萧恩时刻提着帝斯开枪的自首 当开到第四枪的时候 萧恩知道再这样下去一定会被刑尸追上 只有把第四留下拖延时间 他才能安全地逃脱 可怜的帝斯只能被刑尸残忍地维持 萧恩则悄无声息地离开 并没有一丝内遇 而此时农场这边的刑事也很紧张 谢尔说孩子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马上要进行手术 他让瑞克两人赶紧做出选择 明知道这样做很冒险 但他们别无选择 很快卡尔就被抬到了桌子上 正当谢尔要开始手术的时候 瑞克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走到窗前发现是萧恩两人回来 但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却并没有发现帝斯的身影 萧恩说他并没有逃出来 众人都很意外 马基则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卡尔进行手术 一切等手术之后再说 不过瑞克还是很感谢自己的好兄弟 洛丽也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接着萧恩开始讲述两人当时的情形 但他只说帝斯是为了掩护他才出了意外 并没有将自己开枪的实情说出来 也不知道是演技超群还是真的哪 看得连我都要相信 在场的人也都被他感染了情绪 尤其是马基 因为他从小就认识帝斯 他也相信善良的帝斯确实会那样 随后瑞克和妻子就坐在门口默默地起来 这时谢尔从屋里出来 他说手术很成功 现在孩子的情况也很稳定 瑞克如释重负 虽然一度怀疑过谢尔的朋友 但现在还是很感谢他 不过更艰难的还在后面 瑞克决定和谢尔一起将帝斯的不幸告诉他的妻 帝斯的妻子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只能不停地哭泣 瑞克两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洛莉也回到了儿子的房间 看着儿子如此遭罪 作为母亲的他眼里满是心疼 萧恩则回到房间准备吸走 他的身上到处都是瘀气的 甚至还少了一撮头发 这也算是他泯灭人性的证据 他赶紧找到一把剃刀试图隐藏 不过头发可以剃光 但人性的阴暗却永远无法抹去 第二天 达尔带着剩余几人也来到了门场 谢尔一家也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到来 戴尔首先询问了卡尔的情况 洛莉说没事了 多亏了谢尔一家人 我们才渡过难关 瑞克再次提到了萧恩 说是他拼死把医疗物资带回来 幸存者小队终于会合了 而他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找到失散已久的索菲亚 接着众人就给善良的帝斯做了追导 谢尔让萧恩来为帝斯制道词 不过萧恩却以不善言辞拒绝 但一旁的妻子说 只有你是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 是你见证了他的最后时刻 萧恩很为难 但还是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并没有将自己开枪的事实说出来 而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帝斯 这样他不但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还能避免引起大家的怀疑 随后瑞克几人就开始计划寻找索菲亚 但谢尔说瑞克昨天被抽了1500cc的血 在这种高温下不行5分钟就会晕 还有萧恩的脚踝也不能过多的晕 现在只剩下我们的丛林专家达尔 他决定去小溪那里开始巡转 而萧恩表示现在出去的人不能只拿冷凝器 必须要教他们学会用枪才行 但谢尔并不懂 他说这是我的地盘 我们不用枪也照样可以生活 瑞克能理解谢尔的想法 毕竟他们并不是这里的主 于是交出了自己的手枪 但瑞克还是希望能让巡尸的戴尔式枪 这样才能保障大家的安全 谢尔也只好同意 这时马基表示这里的抗生素都用了 自己需要去几英里外的药房拿点 瑞克说那个带棒球帽的小伙 可以陪你一起去 他叫格伦 行动灵活还是我们队伍里的活地 马基当然也很愿意 因为他对我们的格伦也颇有好感 他问格伦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外出哪样 但憨憨的格伦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不过马基也很形势 根本没等格伦同意就说去帮他被骂了 很快达尔就准备出发寻找索菲亚 瑞克叫住了他 说我们现在有落脚点了 可以制定好计划再去 不过达尔显然不想在这里叽叽歪歪浪费时间 而瑞克则说我只是不想你有危险 你并不欠我们什么 达尔虽然嘴里骂骂咧咧 但心里也感受到了瑞克的关心 谢尔似乎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不想让瑞克觉得这里是他们长期的安身之处 一旦找到那个女孩 卡尔的身体也恢复了 希望他们能尽快离开 瑞克也没有多说 毕竟能暂时收留他们已经很好 这时戴尔在一口水井里发现了一个行尸 还没体会过漠视残酷的马基被吓得转身离开 随后格伦和马基就外出寻找物资 两人来到了一家药店 格伦拿出了一张清单交给了马基 让他找一下有没有清单上的东西 然后自己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 这是洛莉托他帮忙找 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 可拿起来一看竟然是厌运网 马基问他找到了什么 吓得他赶紧藏了起来 然后随手捡起一个说自己在找日常用品 一看是个象征爱情的套路 格伦也连忙解释 不过马基说我很欣赏这么自信的男人 然后放下背包 摘下帽子 慢慢地亲了上去 漠视又多了一对甜蜜的CP 回来的路上两人有说有笑 不过马基好像并不想进一步升级两人的关系 他表示这样的行为仅此一词 这让格伦有些摸不着头脑 回来后 格伦将刚刚找到的东西交给洛莉 洛莉还担心他会好奇地询问自己 不过格伦并没多问就直接进去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洛莉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拿出那个神秘的检测工具 结果显示是一个红色的家号 相信已婚人士都懂什么意思 洛莉陷入了沉思 这在末世显然是个不好的消息 更糟糕的是 他甚至不知道这孩子是瑞克的还是萧恩的 第二天 瑞克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们再次计划寻找索菲亚 很快几人就开始了行动 瑞克和萧恩聊起了高中时期的往事 不过萧恩似乎并不感兴趣 他说你安排每个能派上用场 翻遍树林只为了寻找一个 我们都明知已经死了的 可瑞克难道不明白吗 但现在所有人都指望了他 每做一个决定都很艰难 萧恩接着又说 我觉得现在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但你却有本事把我们越分越散 为什么总是把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你真指望我们找到索菲亚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活着吗 说着说着 萧恩就开始责怪瑞克 假如不是你执意要继续寻找 我们已经在去贝宁堡的路上了 哈尔不会中枪 帝斯也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时瑞克也来了脾气 他说当时孩子就这样看着我 他这么信任我 但我却让他失望了 不然他也不用在外逃亡 我相信他还活着 也绝不会放弃寻找他 既然好兄弟如此坚持 萧恩也不想多说 而此时独行侠达尔则来到了小溪边 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走近一看竟然是索菲亚的王 他大声呼喊索菲亚的人 但却无人回应 这次有了线索达尔也似乎有了方向 他沿着附近一路寻找 可能是太过痛 达尔并没有注意到前方有一条毒蛇 马格顿时受到了惊吓 起个亮枪就把达尔手 最终摔在了小溪边上 这可能是达尔在末世以来第一次遇到的 他的左腹不幸被自己的箭子穿透 大量的血液瞬间让我们吸水 他强忍着疼痛来到了暗面 拿出小刀 割开衣服 然后紧紧勒住伤口避免大量出血 虽然是野外求生的专家 但要想从这里爬上去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何况现在还受了重伤 达尔捡起一旁的树板 突然草丛里传来了一阵骚动 肯定是行尸在里面 达尔刚准备拿出公母 却发现早已不见了 显然是刚刚摔下来的时候掉到了谁 找了半天终于捞起了公母 紧接着就开始向上攀登 不过每走一步都会牵动着伤口 最终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终于来到了高楼 还差一点就能到路上了 不过这里的土质太过索色 他再次搏了下去 这次彻底晕了不久 等他睁开双眼的时候 却发现哥哥穆尔出现在眼前 穆尔不断地嘲讽他 为了一个小女孩却如此拼命 你显然已经成了瑞克的小弟 总有一天会把你抛弃的 只有我才是你的亲兄弟 你要是有脑子的话 应该直接干掉瑞克给我抱住 说完就开始不断踢着他的脚 让他赶紧站起来 恍惚间达尔知道眼前并不是真的哥哥 但他不知道还是一个行尸在等自己一见 等他清醒过来后被吓坏 还好鞋子够硬并没有被引发 他将行尸推倒在地 拿起树干一下敲碎了行尸的脑袋 眼看后面还有一只行尸正朝他走 他拼尽全力将身上的剑拔了出来 然后拉开公路正当行尸上来的时候 直接射穿了他的脑 他躺在地上休息了好久 终于挣扎着起来了 他脱下衣服将伤口牢牢系住 然后把刚刚打来的松鼠开膛破了 大口的补充能量 接着拿起地上的玩偶绑在腰上 临走前还要割下行尸的耳朵 这是他的战利品 也时刻提醒着他要保持血型 很快他再次开始攀爬 最后凭借着强大的毅力终于爬了上来 农场这边 谢尔看重人在厨房里忙碌表示十分疑惑 他问女儿这是在干什么 马基说洛丽和卡罗尔今晚为我们做晚餐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就同样 可谢尔却说你要和这些人划清界限 他们现在过得有点太舒服 这会出很大的问题 接着谢尔还提醒女儿离格伦远一点 他不希望两人有过多的纠缠 小屋外面 戴尔只是去提了一通水 回来却发现丽亚已经拿着自己的枪站在上面巡视了 不过团队里的人都不想让他拿枪 因为使用不当很可能会引来更多的形式 可越是不让他用他就越想证明自己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形狮 丽亚大声呼叫提醒大家 他拿起望远镜再次确定 不过阳光太过刺眼并不能完全看清楚 但他拿起枪就要证明自己 而大家都让他不要开枪 不然谢尔又有意见 接着几人立马拿着武器朝形式冲了过去 而丽亚依然不肯放弃 他坚信自己能干掉那个形式 不过一旁的戴尔还在不停地劝说 但丽亚却让他滚到一边举别来的 此时瑞克几人赶到 可这哪里是什么形狮 这不就是达尔吗 他一摇一摆的样子 嘴上还满是血迹 难怪被看成形狮了 达尔对瑞克说 这时你第三次拿枪对着我 看达尔还能说话的样子 几人隐患风向 可下一谎 在默示击杀形狮原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丽亚的笑容却逐渐凝固 因为他打中的并不是什么形狮 而是我们的默示杀神达尔 不过还好丽亚还是个刚学会开枪的新神 子弹只是擦伤了达尔的脑袋 不然默示杀神就要提早下行 丽亚赶紧跑来询问情况 在得知只是擦伤后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格伦发现达尔身上的一串耳 这是他击杀形狮的战利品 但瑞克知道谢尔并不喜欢看到这些 于是把那串耳朵收了起来 突然后面的T仔拿着一个布娃娃说道 这不是索菲亚的玩具吗 所有人都很惊讶 还以为达尔已经找到他 不过达尔说这只是在河边捡到 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谢尔也给达尔的伤口做了处理 不过他表示抗生素就快用完了 再这样下去 华佗再世也帮不了他 他还指责瑞克几人做事过于鲁莽 能活到现在真实的奇迹 出来后 萧恩表示自己也同意谢尔的说法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首先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才行 不过瑞克显然不同意 他说达尔刚刚才冒着生命危险 找到了一点线索 你现在却跟我说想要放弃 但萧恩却说我只看到达尔差点因此丢了信息 既然里面不合了 两人也只好不欢而散 丽亚坐在屋外发呆 她的心里也很立志 明明大家都劝自己不要开枪了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如此不正 戴尔看到后野出来安慰丽亿 这个老头一直很关心 也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 还是有其他的情绪 在他的安慰下丽亚也渐渐有效 到了晚上 两伙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吃饭 可能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大家都沉默着不想说话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负 格伦询问有没有人会弹吉他 谁知场面却更加尴尬 因为这是蒂斯的强项 而他前几天为了救 卡尔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显然是问了个不合适宜的问题 看格伦失落的样子 马基偷偷递上了一张小纸条 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哪里约会 这可把格伦开心坏了 他立马在纸上写下了约会的地底 可这一切都被谢尔看在了眼里 马基面露蓝色 因为他父亲并不想两人有过多的纠缠 这边卡罗尔也给达尔送来了晚餐 还表达了对他的感谢 他说你这几天为我女儿所做的事 比他父亲一生做的都要多 达尔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需要的感觉 所有的付出都是直断 晚餐过后 马基欣喜地打开了纸条 上面写着你有在草公室过吗 可马基却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此时的格伦也早早地来到了农场后面的草房 不过大门警锁根本无法进 可来都来了怎么能就这样退缩 他找遍了四周 最终从侧面的楼梯爬了上去 此时马基也拼命朝这边赶快 进来后格伦拿着手电筒 试图寻找合适的位置 可越往里面走就越能闻到一股恶臭 往下一看却发现了大量的行尸 他吓唤了 赶紧朝外面跑去 正巧碰到了赶来的马基 第二天 格伦时不时拿着望远镜查看草棚的情绪 他并没有把行尸的事情告诉他 这显然是马基的意思 因为是他父亲把这些行尸关在里面 格伦尝试一再询问原因 不过马基并不想多说 只是求他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格伦十分为难 一边是马基让他保密 另一边又担心行尸在身边很不安全 拿不定主意的他还是决定把事情告诉他 因为年长的戴尔对事情看得比较透彻 戴尔听到也很吃惊 紧接着他就找到了谢尔 说今天自己巡视了农场一圈 在草棚外面听到了行尸的声音 谢尔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他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家人叫成行尸 戴尔随即形容了外面世界的行尸有多危险 不过谢尔还是坚持认为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疾病 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在里面 戴尔顿时沉默 知道意识很难改变谢尔的想法 于是提出这件事可以和瑞克谈一谈 他是个好人 我们可以帮忙加固草棚 这样大家也比较放心 但谢尔还是拒绝了 他觉得现在草棚很安全 想帮忙的话就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他知道瑞克是个善良的人 不过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最终戴尔还是无功而返 接着他又找到了洛丽 他委婉地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他没用 洛丽并没有隐藏 他知道一定是格伦告诉他 但他说现在并不想让瑞克知道 没想到戴尔直接问道 因为这和萧恩有关系吗 洛丽震惊吧 他说以前我和萧恩的事有这么明显吗 戴尔连忙说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我只是因为见过的事情多了所以才有点 洛丽也解释说 我之前以为丈夫已经死了才接受了萧恩 但这个孩子肯定是瑞克 之所以有些犹豫 是因为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面对这残酷的末世 这样孩子的回忆就只有可能 戴尔劝洛丽千万不要这样想 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彼此身上找到幸福 可洛丽却反问了 你真的觉得这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吗 他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 你告诉我他能活到你这把迷惊 戴尔被问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很想开导洛丽 不过也有点有心无力 格伦在一边劈着柴火 他看到洛丽朝这边走 格伦还以为他要责怪自己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他 但洛丽却说没事 我不该让你为难 不过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关于孩子的事我已经认真考虑好了 我想让你帮忙再找一点药回来 格伦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很快两人再次来到那家药店 马基打开清单一看 竟然是一种堕胎的药 正当他在翻找的时候 一个形式竟然抓住了他 他不断呼喊格伦的名 格伦听到后也紧张起来 他拿起一旁的木板疯了 直接朝行尸的脖子砸去 回来后 马基像是吃了火药一样朝落立走 然后对他说有什么事别藏着掖着 下次有什么自己去 我们不是你的抛腿 还有这就是你的堕胎药 然后就将药丢在了地上 随后格伦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刚刚我们找药的时候遇到了形式 马基差点被形式咬到 所以才会如此激怒 洛丽也愧疚不赢 他不停地道歉 接着格伦拿出另一种药放在了桌上 洛丽拆开一看 竟然是产情为生存 作为朋友格伦还是希望他们好好考虑一下 不管药不要害 至少要让瑞克知道这件事 不过等格伦走后 洛丽还是吃下了堕胎的药 不过下一秒他就后悔 他跑到了无人的角落 最后还是将药吐了出来 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没过多久瑞克也来到了帐篷 很自然地发现了桌上的药 他当然知道洛丽已经怀孕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要瞒着自己 很快瑞克就在农场外面找到了洛丽 此时他的心中有无尽的怒火 他并不是因为妻子不想让孩子生气 而是怀孕这种事竟然还瞒着自己 洛丽激动地说我已经把药都吐出来了 难道你真的想让孩子出生在这样的末世 让他如毛隐屑招不保心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洛丽的情绪逐渐崩溃 瑞克的心也软了下来 他告诉洛丽我们可以保护孩子 用我们所有的方法 但不能剥夺这个孩子生存的机会 最后瑞克真诚地看着洛丽询问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瞒着我吗 洛丽沉默了片刻 说出了自己和萧恩的事情 瑞克点点头 他也不是傻子 或许早已经看出了端倪 不过瑞克并没有愤怒的指 也没有询问孩子到底是谁 而是语气平和的和洛丽说 你肯定是当时认为我已经死了对不对 洛丽连忙点头 此时瑞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三人之间的关系 至少他和妻子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 这边萧恩正带着丽雅外出寻找索菲亚 刚刚学会开枪的他也异常的心情 他们准备从近到远挨家安护的中 推开门发现里面乱作一堂 塔的半天并没有人无理 两人往里面继续搜寻 最后来到仓库发现里面都是烧焦的尸体 并没有找到索菲亚的身 线索又断了 忽然大量的刑尸朝这边走 两人赶紧朝里面跑去 来到门口发现外面还好 萧恩立马上前解决了车子附近的关 丽雅则负责阻挡朝这边攻击的刑尸 刚学会开枪的他始终打不中刑尸的脑 很快他的枪里就没了答案 还好萧恩帮他解决了一遍 慌乱中弹夹又掉到了地上 眼看刑尸就在他眼前 但萧恩并没有急着开枪 而是想让他自己解决 丽雅连续命中远处的刑尸 他很早就想用枪来证明自己 现在终于如愿以让人 紧接着两人就朝车子那边跑去 明明已经到车边了 他却不肯上车 硬是要解决眼前的三只刑尸 他才满开 回来的路上 丽雅似乎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 他对萧恩也产生了好感 因为是他教会了自己如何用枪 两人也因此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回来后 戴尔似乎看出了丽雅的变化 但萧恩说可能是刚刚被刑尸吓到了 丽雅也投去了肯定的目光 可这怎么能逃过戴尔的双眼 他坚信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于是叫住了萧恩 让他早点远离这个团队 因为他知道萧恩早就有这个警方 而萧恩却直接说是不是因为丽雅 戴尔也只说是为了大家着想 但现在这个团队根本离不开萧恩 眼看萧恩不想离开 戴尔直接对他展开了攻击 我觉得蒂斯的死病没有那么简单 你一直对那天晚上的事情含糊其词 而萧恩并不想多说 他再次强调了蒂斯的阴影牺牲 不过戴尔并不能找 他又提到了那天 萧恩在背后拿枪指着瑞克 这下彻底惹怒了萧恩 他警告戴尔不要再提此事 不然他会后悟 戴尔被吓出了一声了 这个男人比他想象的更加可怕 看似平静的农场里竟然藏着大量的行事 更匪夷所思的是 还有人每天给他们喂食 可瑞克几人还并不知情 而格伦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远处的马迹不停地对他摇头 这边的戴尔却示意他应该要说出来 犹豫再三后 格伦还是告诉了大家 众人都很惊讶 萧恩看了后一下子暴躁起来 他说要嘛现在冲进去将行尸全部赶紧 或者立马收拾东西走 本身去往本宁堡的计划就已经耽搁很久 是时候该重新考虑了 但卡罗尔并不同意 因为他的女儿还没有找到 萧恩笑了 他说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孩子已经死了的可行 但瑞克觉得不应该就这样放弃搜寻 达尔也急了 他说我前两天才刚找到一点线索 萧恩立马打断了说 你找到的只是一个不娃娃而已 这在48小时内才勉强算一个好消息 达尔脾气一下子上来 以他谬的说的还是人话吗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差点干起架 还好瑞克及时在中间拦住了他 不然小队中可能要损失两名大将 看在洛丽的面子上 萧恩这才停止下来 瑞克说这是谢尔的地盘 不管我们是想留下来 我都要先试着说服他 听到要劝说谢尔 达尔立马表示自己昨天已经和谢尔他 但谢尔认为里面的并不是形式 只是生了病的病人 里面还有他的妻子 说着说着萧恩又大声起来 形式听到外面的动静全都聚集了 这件事的曝光让马基很不高兴 格伦还想解释一下 但马基根本不给机会 他拿过格伦的帽子 将一个鸡蛋放了进去 然后直接扣在了他的头上 格伦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瑞克也找到谢尔想和他谈一谈这件事 他不想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远离城市安静舒适 并不会有太多的形式 更何况现在妻子也怀孕 希望谢尔能让他们留下来帮忙打理农塔 征求他的意见清理骨仓里的形式 但谢尔根本不想和他谈论这件事 他让瑞克几人周末之前就离开这里 最后瑞克甚至恳求谢尔 我们可以帮你干活 一起守卫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共同生活下去 可固执的老头还是坚决不同意 既然谈不下去两人也只好不欢而散 萧恩则一直坐在外面 他需要看着补仓的情况 因为这关乎着所有人的安全 瑞克也来到了这里 萧恩直接询问谈判的结果 瑞克说我们还在协商中不要着急 萧恩本来就不屑用这样的方式 他说补仓离他们睡觉的地方太紧 要是不解决里面的形式就赶紧离开这里 但瑞克却说 现在我们既不能杀死里面的形式 更不能离开这里 萧恩根本无法理解 明明这么不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两人又开始吵了起来 萧恩瞬间愣住了 一时间说不出话 瑞克说 为了家人的安全 我会尽力劝说谢尔让我们留下来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走到一旦又回头问萧恩还好吗 萧恩也只是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却还不忘恭喜瑞克 但他并不知道瑞克早就知道他和洛丽的事 此时的萧恩有些慌乱 甚至手指还有些发动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 如果是的话他该如何面对瑞克 接着萧恩就找到了洛丽 他说瑞克已经把你怀孕的事情跟我说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知道这孩子是 洛丽立马回答说这孩子是瑞克 就算是你的也不会喊你爸爸 不管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 虽然听起来有点伤人 但萧恩坚持认为这孩子就是自己 此刻他改变了想法 为了孩子他必须留在这个农场 他会不顾一切解决这里的安全隐患 很快萧恩就拿着武器准备前往古仓 他把枪分给了达尔 其实团队里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这样 毕竟有刑尸在附近谁都睡不好觉 不仅如此 萧恩还想让卡尔也拿着枪 但直接被洛丽拒绝 忽然T仔看到了消失已久的瑞克 他和谢尔几人正在抓紧的刑事回来 武仓里的很多刑事都是这样来的 萧恩看到后直接冲了过去 他愤怒地说道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病人 他们只会杀人 根本不用心疼他们 为了让谢尔几人看清楚现实 萧恩直接掏出了手枪 然后说道 谢尔你觉得一个活人受了枪伤 还能像这样走过你 随即又朝着心脏开了两枪 但刑事依然不受影响 眼看效果已经达到了 萧恩直接上前击毙了刑事 谢尔几人都吓坏了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 对他们来说这和杀人没什么趣 暴走的萧恩又对着众人说道 为了一个走丢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都冒险了 我受够了住在满是刑事的骨仓旁边 今世不通往 你们还想活下去就必须战斗 我说的是就在这里战斗 就在此刻 说完就朝骨仓跑去 拿起铁锹布停的打门 瑞克让谢尔帮忙拿着套门 可谢尔也懵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彻底刷新了她的认知 不管瑞克如何劝说 萧恩还是不肯停止 很快骨仓的门就被打开了 萧恩立即退到了后面 只见一个个行尸朝这边冲了过 所有人都紧接起来 他们开枪击杀眼人的行尸 连马基也同意格伦上去帮忙 此刻谢尔几人才明白之前的想法都是错误 是萧恩让他们看清了现实 虽然她的方式很粗暴 但从结果来看还是最有效的 很快外面的行尸都被清理干净 场面相当惨烈 谢尔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这是骨仓里又出来的一个行尸 她看上去十分眼熟 所有人都愣住了 早了八级终于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小女孩 可现在的她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行尸 卡罗尔发了风势地冲了过去 但还是被达尔拦住 她悲痛欲举 所有人都很难 瑞克也很愧疚 索菲亚朝着众人走来 但始终没人敢上前处理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管她 但萧恩看到现在这样的画面也同样好 瑞克朝着索菲亚走去 虽然她也不忍心下手 但现在必须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瑞克盯着她看了好久好久 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 或许正是因为瑞克有这样的担当 所有人才会信任她依靠她 农场一家人还沉浸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之处 萧恩却追着他们说 你们明知道索菲亚就在里面 却一直没有告诉她 谢尔解释说之前骨仓都是地私在管理 可能是看到她已经变成形势了 所以才关到了 但萧恩根本不信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直到马基上去删了她一巴掌 萧恩这才消停下来 谢尔也发出了最后的读道 你们立刻离开这里 瑞克也很想和萧恩好好谈一谈 但萧恩说我们为了找索菲亚 随时可能丢得起 这老头明知道她在里面却不告诉我 瑞克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要鼓动大家发起报 我已经在处理这件事了 萧恩一听更加来气 你只会让我们去树林里瞎掌 可我们谁都明白她早就死了 你就只做了这点事而已 跟那个老头一样只会妄想 两兄弟因生存理念不和再次不和而散 直到下午的时候 众人聚在一起为自己所爱的人坐着等 和他们做了最后的道理 卡罗尔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原本她是一个连丈夫都怕的可怜女 从此逐渐蜕变成冷酷强大的尼沙神 这边马基还在和格伦讨论 是去世流的问题 她的妹妹却因悲伤过度突然晕倒 检查过后发现应该是休克导致的 现在急需有人为她治疗 可找遍了农场都没有发现谢尔的身影 马基觉得父亲应该是去了镇上的酒吧 可能在那里借酒消丑 于是瑞克和格伦决定前去寻找 可洛莉却叫住瑞克 现在自己和儿子都需要她的陪伴 而不是跑来跑去帮助每个人 但瑞克说这不是在解决别人的问题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也需要谢尔 可能洛莉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层吧 这也是瑞克保护家人的另一种方式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小镇 走进酒吧发现谢尔果然在这里 她已经在这里喝了好酒 瑞克把她女儿晕倒的事情告诉她 但谢尔表示自己回去也没有 女儿只是太思念她的母亲 之前农场的人一直认为 形式病毒是有解药的 但萧恩却让他们看清了现实 这让谢尔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她不想回去 因为她觉得瑞克几人就是祸首 就算回去也是等死 不过瑞克并没有生气 还是耐心地劝说着谢尔 就算是活人也终归有死的一天 你可以自甘堕落 但为了家人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 谢尔显然被说服了 正当两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门口却出现了两个陌生人 双方并没有立刻起床 而是坐下来喝酒的一天 他们分享了末世以来的经历 瑞克说自己本想去本领保 不过因为一些事情耽误 男人说他们之前遇到几个本领保的视频 说那边已经被视群占领了 很快男人也表明了来 他们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安家 看瑞克几人是开车来的 随即询问瑞克是不是有一个农场 瑞克并没有回答 因为在末世暴露自己的营地是相当愚蠢 他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胖子 这样随地大小便的人更不可能接纳 男人又问 你们有食物和水吗 有美女吗 我们很久没见过女人了 瑞克几人都沉默了 一看这些人在末世就没什么道德底线 男人接着又说 我们还有很多兄弟没地方住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们腾点地方呢 我们可以共享人力和资源 可瑞克并没有等他说完就直接拒绝 这两人也没有发明 而是威胁说 你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有时候会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 这时旁边的胖子也破口大骂 声称要杀了几人抢走工厂 虽然瑞克生性善良 但面对敌人他也是毫不熟悦 一旁的男人假装劝你 其实是在找机会开枪 可瑞克早就开始提防了 农场这边 洛莉很担心瑞克的安危 他找到达尔希望他能帮忙把瑞克带回来 可达尔并不愿意 他说自己还有其他事情 洛莉则怪他太过自私 这话一出达尔脾气一下的事 我每天都出去找索菲亚 甚至还因此中了一劫 别再说我没有精心精力 洛莉也愣住了 确实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别人 有些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于是洛莉决定自行开车前往小镇 这是他第一次单独行动 他并不熟悉这里的情况 正当他准备查看地图的时候 突然一个行尸出现在他眼前 女人躺在车里一动不动 可外面却有一只行尸想要冲破玻璃 还好洛莉及时苏醒 不过行尸的头已经从前面钻了进来 洛莉赶紧爬到后排的位置 可后面根本冲不去 突然行尸抓住了他的头 他吓得大叫起来 挣扎中洛莉抓起了一旁的锥子 直接插进了行尸的椅 这下可以松一口气 可刚等他从车里出来 又一个行尸从后面抓住 洛莉一脚将行尸踹走 然后拿起地上的轮轮直接插走 不过并没有击中刑尸的门 他赶紧从车里找出手枪 等刑尸刚好突向他的手枪 直接射上了他的门 洛莉环顾四周 这下总算安全了 农场这边几人刚准备用餐的时候 这才发现洛莉不见了 众人都说下午之后就没见过他 肖恩发现不对劲 赶紧让大家分头许 可找遍了农场都没有发现洛莉的事 这时卡罗尔跑来说 刚刚达尔告诉他洛莉 可能独自一人去想正常追客 哈尔担心地哭了出来 他怕就这样失去自己的怨情 肖恩问戴尔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还有他是不是带了枪 但戴尔却都说不知 这可把肖恩急化了 他赶紧开车出来 去往小镇的位置 肖恩发现了一辆侧翻的车 他立马拿枪上去查他 地上的行尸已经没有定性 挂在车上的爷已经死 肖恩看了看车里 并没有发现洛莉的事 他小声地呼喊洛莉 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洛莉显然已经不在 肖恩赶紧朝车子那边跑去 很快肖恩就在路上找到了洛莉 他赶紧上前询问情况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是洛莉的丈夫 洛莉说自己并没什么大 只是刚刚低头看了一眼地 这才撞上了行尸 肖恩想直接带他回去 可洛莉坚持要去小镇 找自己的丈夫 为了不让他继续冒险 肖恩只好骗他瑞克几人 都已经回农场了 他们都安然无恙 一开始洛莉并不相信 可看到肖恩如此坚定的眼神 他也松了一滴气 这才乖乖跟着肖恩回去 可瑞克这边却遇到了麻烦 刚处理完两个漠视流氓 外面又来了一辆车 看样子应该是两个流氓的同仁 瑞克几人躲在里面不论说话 过了几分钟 外面似乎没了动静 瑞克让格伦两人从后面出去 然后跑到车那边 正当几人准备行动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枪声 外面的人又回来了 他们准备搜一下这个阻挂 正要推门的时候 还好格伦及时打 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瑞克说 你们的同伴已经死了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但外面的人可不管那么多 直接开枪打破了玻璃 瑞克也直接急语 然后让格伦两人赶紧 枪战移出几发 戴尔把喷屠塞给他 双方暂时进入了队子中 瑞克看外面的人迟迟没有动静 于是让格伦去后面看一看 虽然有点害怕 但格伦还是鼓起勇气冲过去 来到仓库的时候 格伦看到门外有人的神 外面的人正打算从后面进入 格伦立马朝门上开了一枪 瑞克听到后眼下滑 为了确保格伦的安全 于是瑞克让谢尔去演 自己则留下来拖住外面的 谢尔也没有摩擦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还好格伦没有开枪 不然谢尔就要早早下枪 他告诉格伦 瑞克让你尽力跑到车里面 而我会在后面演不你 还真是个好计划 不过目前也只能这样 格伦打开后门 发现外面并没有人 他慢慢朝外面走去 突然后面一个人 朝他开了一枪 谢尔也立马 他看格伦的脚在那一栋鼓 还以为他中枪了 这时瑞克听到枪声也感到 谢尔把情况告诉了他 瑞克沿着墙边 慢慢走过去 格伦并没有中枪 只是被吓坏了而已 正当两人准备出去的事情 突然有人朝他们开了两枪 两人赶紧躲了回去 原来楼上还站着 这时一辆车开了过来 说是有很多行尸朝这边来 让上面的人赶紧下来 正当他从上面跳下来的事 突然发出了一声惨状 应该是受伤 车上的同伴并没有挡他的椅子 立马开车离开了 瑞克也朝自己的车那边冲了过去 他让格伦赶紧叫上谢尔 这时后面自尽的行尸 谢尔愣住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外面世界的他 由于在三后还是选择离开 可瑞克却发现了 那个从楼上跳下来 他的小腿被复来刺住 根本无法行动 但善良的瑞克并不想就这样 即使刚刚他还朝自己开了两枪 不过毕竟还是大 谢尔说我们不能直接把腿拔出 那样他就跑不动 还可能大量出去 现在开枪打死他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瑞克并不想放弃 于是戴尔说道 如果切断膝盖骨以下的韧带或许 不过这样他就会失去小腿 说完就立刻开始了行动 可后面陆续出现了大量的消失 这边也来了一局 真的来不及 谢尔也是好放弃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瑞克却将他的骨直接爬了床 农场这边 萧恩也带着洛莉回来 下车后洛莉赶紧询问瑞克在哪 但所有人都一脸懵圈 因为瑞克根本就没有回来 洛莉立马质问萧恩 洛莉听了厚冲的萧恩一通大骂 萧恩则解释说 凡事有轻重缓急 我得先照顾你和肚子里的孩子 在场的人都愣住 他们并不知道洛莉已经怀孕了 哈尔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意外 他从来没有听母亲说过 回屋后 洛莉和儿子做了深入的交谈 牧师之后 他们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突然萧恩打断了他们母子 他希望能和洛莉单独谈谈 萧恩再次解释了 他说谎的原因 但洛莉根本不相信他的本话 他说我已经把我们的事情 告诉瑞克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萧恩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好事 但他坚信和洛莉之间的谈情 无端描述之前的回忆 洛莉也沉默了 可能当时却失动了真情 只是现在他不愿意承认吧 第二天 在农场担心的众人 还开着车回来 等他们下车的时候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马基也是直接绕过了父亲抱住 不过格伦却显得有些冷 并没有给予回应 马基也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办 紧接着众人这才发现了车上的男人 格伦说他叫兰德尔 众人也围了上去 萧恩看了一眼瑞克 心想这家伙又带回来一个人 随后众人都聚在一起 瑞克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丽亚则提出该如何处置兰德尔 瑞克说等他伤好了 把他带到离这很远的地方 让他自身自灭吧 但萧恩并不同意 就这样让他走了吗 他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而瑞克解释这一路 他都是被我们蒙着眼睛带过来 根本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萧恩依然不同意瑞克的说法 要是他们的同伙来了该怎么办 每天就知道痴人说梦 散会之后 马基找到了格伦 询问他怎么回事 格伦说 你父亲和瑞克都在拼命 而我却只想着自己 一个人开枪打我的时候 我竟然被吓傻了 之前的我根本不可能这样 钢子弹打到了我身后的墙上 我脑子里都是你伤心难过的样子 所以我躲了起来 就是为了活命 马基很高兴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 但格伦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当时的他太自私了 丽亚也找到了萧恩 他觉得萧恩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 可能表达方式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希望他能改善和大家的关系 瑞克回到帐篷后 也和妻子说了杀人的事 洛丽安慰他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而已 紧接着洛丽又说 萧恩认为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他 他说你没有能力保护 只会为我们带来麻烦 现在他很危险 必须要让他停下来 瑞克也陷入了深思 看来是时候处理和萧恩之间的关系 一个星期后 瑞克和萧恩准备将兰德尔 带到18英里以外的人 可刚开出来没多久 瑞克就把车停在了路上 他想和萧恩好好谈一谈 首先是关于第四那件事的真相 瑞克说我已经知道是你对第四开枪了 难道只是为了活下去吗 萧恩也大方地承认了 他说当时我们两人必死 我想只能是他 他腿上的一枪救了卡尔尼 更何况这里已经不需要他 瑞克知道萧恩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是觉得我的心太软 所以保护不了洛莉和卡尔士呢 萧恩并没有立刻表态 他只是告诉瑞克 现在只做好人是没法生存下去的 瑞克则表示为了我的家人 我可以做任何事 昨天我已经为此杀了两个人了 洛莉说你很危险 但我知道你并不是 不管是对我还是团队 你都有很大的贡献 还有你跟洛莉的事 我很早之前就发现了 但我并没有踪 这不是因为软弱 而是我知道这样对我的家人 和团队都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是我的妻子跟儿子 你必须认清这一点 这样我们才能带着共识 继续前进 萧恩沉默了 看来在末世估计 也只有瑞克才能让他心中 说完两人就继续前行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18英里之外 但瑞克并不想就这样 丢下兰德尔 他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紧接着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基地 搜寻了一圈 发现里面并没有形式 这才把兰德尔带了过来 摘下头套 取下耳机 然后转身就走 可兰德尔却在后面苦苦哀求 你们不能就这样丢下我 我一个人根本没法生气 瑞克有点被说动了 不过他也只是扔下了一把小刀 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不管兰德尔在后面如何叫好 两人也没有回头 可当他提到认识马基的时候 瑞克两人突然停下了脚 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马基住在哪里 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 他很可能带着同伙 肖恩建议直接将他解决了一面后 看瑞克犹豫不决的样子 肖恩脾气一下子上来 正当他准备开枪的时候 还是被瑞克拦住了 瑞克说现在不是时候 怎么说也是调人命 我需要回去好好想一想 两人再次因为里面不合爆发的激烈的争吵 可这次并没有争解 肖恩又提到了洛丽的问题 瑞克当然忍不了 两人直接干起家来 这也是两人末世以来第一次动手 最终肖恩被瑞克干倒在地 瑞克说 现在这些事不由你决定 我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干的 气急败坏的肖恩抄起一旁的班上 直接朝瑞克打了过去 现在的肖恩显然已经失去了 不料里面出现了一个行尸 瑞克则直接将一旁的行尸 盖在了自己身上 肖恩吓得赶紧向后跑去 瑞克推开身上的行尸 还以为没事了 不料后面又出现了 这边兰德尔还在试图解开手上的绳索 而面前正有一个行尸 朝他这边走 他看到行尸并没有慌张 显然是末世的老油条 他一脚踩断行尸的手 来到一边不慌不忙地解开绳索 然后拿刀刺向了行尸的脑 瑞克则被行尸追得摔倒在地 幸好他在车底找到了自己的手枪 正当行尸向他扑来的时候 击穿了他的脑 行尸直接压在了他的身上 糟糕的是后面还有两人 他即使开枪击杀了第二人 不过第三个又直接扑了好人 三个行尸一度压得他闯过去 此时的肖恩则被行尸困在一辆孝春 现在他已经无路可逃 很快瑞克就抓到了准备逃跑的兰德尔 他也看到了肖恩被困得紧 但他并没有立马上去引脚 而是在原地思考了骗 最终还是带着兰德尔离开了这 车里的肖恩也看到了瑞克 虽然他不相信好兄弟会抛下自己的步 但现在他也只能靠自己 他将自己的血脑弹了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将外面的行尸逐个机 胡料匕首根本拔不出 唯一逃生方法原来 正当肖恩绝望的时候 一辆车从门口冲了进来 是瑞克回来了 肖恩看到了希望 他赶紧朝后面跑去 快开后门 直接从车窗里跳了进去 最后几人冲破铁网离开了这里 回来后 达尔对少年进行了严刑拷打 很快他就坦白了一起 达尔也将拷问的结果告诉了中 他们总共有三十个人 手上都握有重型武器 看上去不是什么善来 如果他们来农场我们就死定 女人们更会生不如死 所有人都愣住了 瑞克说你们谁都不准靠近那个人 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威胁 我们不能留下后患 达尔说难道你准备杀了他吗 但瑞克显然已经做好了决定 根本没有给大家讨论的时间 达尔急忙跟了上去 他让瑞克不要急着下决定 我们不能这样轻易给一个人判死刑 何况他还是个孩子 他让瑞克给他一点时间说服重 无奈瑞克也只好答应让大家日落十分集合 然后做出最终决定 随后达尔就找到了丽亚 希望他能去帮忙看守兰德尔 因为肖恩随时可能去杀了他 但丽亚也觉得兰德尔是个威胁 他说难不成要放走一个会带人来杀我们的家伙吗 不过达尔继续劝说 这虽然是末世 但是否保留人性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丽亚并不想和他争论 现在的人词就是对自己的财力 接着达尔又找到了达尔 但达尔显然对事情看得比后扯 他知道达尔只是在做不应的承扎 自从索菲亚死后达尔就变得有些消极 认为这个队伍早就散了 他只想管好自己的事情 根本不在乎兰德尔的死 之后达尔又找到了谢尔 但谢尔也只想管好农场的事 他说其他事情交给瑞克全权负责就行 达尔的劝说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里 但在末世生存 就算不去杀人也要防止被别人谋害 最后达尔找到了肖恩 虽然他很不喜欢肖恩这样的人 这种局面肯定也是肖恩最想看到 但此刻他还是想劝肖恩改变主意 而肖恩却直接说道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吗 但达尔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我们人多是主 而兰德尔只是一个人 说到这里肖恩就不想和他继续谈下去 达尔所说的事情都太过理想化 最后肖恩也只是笑着说道 如果你能说服大家都站在你那边 放了他我也没什么意见 很快就到了傍晚时分 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 达尔知道这个投票已经没什么意见 因为今天他找了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是支持他的 不过达尔始终坚持应该给达德尔一个机会 但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现在物资本来就紧缺 难道要多养一个闲人吗 如果让他干活就需要一个人看着他防止他逃跑 不然很可能他就会带着30个人回来干掉 而达尔又开始和大家说讲 凭什么因为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杀了一个人 如果真这样做 我们的人性甚至我们的文明都会不复所谈 肖恩表示都默示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死心 卡罗尔受不了大家的争吵 提出弃权不参加投票 但达尔又说冷漠旁观和亲手杀了他没什么趣 好像只有他才是那个勇敢的生人 其他人都是胆小如鼠的罪人 最终会议也在达尔一个人的反对声中减丧 夜幕降临 三人带着兰德尔前往火汤 他们准备在这里执行处决 肖恩蒙住了他的双眼 告诉他很快就会结束 兰德尔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 他不断肯住 不过瑞克并没有舞蹈 举起枪就要解决眼前的少年 此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卡尔金 这让场面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 瑞克肯定不会在儿子面前动手 最终他还是心软了 于是收起了枪 让达尔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肖恩生气地砸门离开了这里 瑞克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随后瑞克带着卡尔回到了营地 他告诉大家并没有处决兰德尔 众人似乎也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做事对事错 丽亚决定去找戴尔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戴尔即将要在今晚提早下线了 戴尔在农场附近发现了一头死亡 显然是刚刚才被刑事啃试过 戴尔转身想回去提醒众人 不料直接被一个刑事扑倒 凄惨的叫声传遍了整个农场 瑞克几人听到后 也立刻拿上武器冲了过去 此刻的戴尔还在苦苦地支撑 刑事暂时还咬不到他 还以为能等到救援 可没想到他的肚子 却被活生生地死了 他再次发出了惨叫 这时戴尔终于感觉 他将刑事撞翻在地 他看了一眼戴尔的伤势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急忙呼喊远处的同伴 等瑞克几人赶到的时候 戴尔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 众人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 瑞克也有点慌乱 只是不停地让谢尔赶紧过来 可等谢尔来的时候 也只是对着瑞克摇了摇头 众人站在原地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卡尔却注意到了眼前的刑事 这不就是下午他在树林里碰到的吗 当时因为自己的贪婉 才让刑事脱离了尼塔 想到这里卡尔也有点面疚 他立刻扑到了母亲的怀疤 看着戴尔痛苦的样子 众人也决定送他最后一程 随即瑞克掏出了手枪 对准了谢尔的脑袋 每次都是自己来送同伴最后一程 此时内心也十分难难 或许是看出了瑞克的心情 达尔接过了手枪 第二天 众人将戴尔的尸体葬在了墓里 然后对他进行了捣捣 谁都忘不了这个睿智的脑袋 他总能看透事情的本质 每当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第一时间开岛并机遇方 也是他的死让队伍更加的团结 大家开始检查修比围栏 寻查农场附近的区域 清理在周边游荡的形势 这件事让谢尔想明白 他也彻底接受了瑞克的团队 毕竟农场也需要这样的领袖保护 他让众人都搬到屋里居住 这样会更加安全 瑞克也立刻给每个人安排了任务 他准备和达尔把那个少年 送到更远的地方放生 但这次他并不想让肖恩一同前往 可能是肖恩的暴脾气随时可能失控 瑞克希望丽娅能帮忙看着肖恩 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 但丽娅还是勉强答应 哈尔找到肖恩 掏出一把枪告诉他 这是我在达尔摩托车上拿来的 如果他发现是我拿的一定会杀了我 肖恩说你拿枪想干什么 哈尔纠结了半天 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戴尔的死是我的错 我在树林里见过那只行尸 当时他被困在泥潭里 我朝他身上不停地丢失款 本来准备杀死他 但最后他挣脱了泥潭开始追悟 我害怕就直接跑了 如果当时我杀了他 戴尔就不会死 听到这里肖恩立刻说道 千万别这样想 戴尔的死不是你 只要我在你身边 你就不会有事 不过有时候你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但卡尔似乎对此有个阴影 说什么也不再碰巧 过了好一会儿 洛莉看到肖恩一个人在修理风车 没人帮忙显得十分孤独 她来到肖恩面前说起了心里话 一直以来我都在逃避 你和瑞克因为我而反目 甚至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也很难受 当初你不顾自己 带我们逃离了亚特文大 对于你的保护 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你的谢谢 即使后面关系变得尴尬 还是不离不弃守护 真的很感谢你 肖恩一度有些哽咽 她一再强调我们之间 不用说什么感谢 最后洛莉不停对肖恩说着抱歉 她给了肖恩太多的希望 也是因为这句抱歉 让肖恩再次燃起了希望 这边瑞克正在和达尔研究外出的记录 肖恩开车来到了这里 她把卡尔的事情告诉了瑞克 还拿出了手枪 劝瑞克和儿子好好聊一聊 可瑞克坚持要先处理兰德尔的事情 肖恩直接说道 难道你觉得这件事 比自己的儿子还重要吗 瑞克思考了一下 确实对儿子的关心太少 于是拿枪找到了卡尔 告诉他戴尔的死跟你没关系 你现在也是个大人了 需要学会保护自己 经过父亲的开导 卡尔接过了手枪 这时肖恩独自一人来到关押兰德尔的房间 刚刚听了洛莉的话 她又产生了占有洛莉的心 也更加确定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 为了洛莉和孩子 她必须要铲除所有的影 随即她拍了几下自己的脑袋下定决心 掏出手枪就要结束兰德尔 可这时她突然发现了什么 拉开兰德尔一看 原来这个小子一直想挣脱手套 肖恩的嘴角扬起了微笑 一个计策在她的脑海里浮现 没一会儿 T仔就准备带着兰德尔出发 打开门的时候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带着血迹的手套 此时肖恩已经带着兰德尔来到了树林中 他告诉少年我会带你离开这里 我已经受够这帮人了 但我不想死 现在我想加入你们的团队 听到这里兰德尔也不再害怕 还声称你这样的人在我们那里一定很受欢迎 随即就带着肖恩往前面走去 肖恩则不停地查看后面的情况 就这样一直走到远离龙场地 来到了一棵大树后面 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随后只有肖恩一人走不出来 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肖恩直接朝树上撞了过去 不得不佩服他的痕迹 把自己撞得头破穴 甚至都没有吭声 此时农场的众人还在到处寻找兰德尔 肖恩却躲在一旁静静地看了 他蹲下思考了片刻 然后把枪藏了起来 紧接着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冲出去大声呼喊瑞克的名字 说自己刚刚不小心被兰德尔偷袭了 枪也被他抢走了 瑞克并没有多想 立刻让所有人赶紧回屋里去 然后叫上格伦和达尔 肖恩也从T仔那里拿了一把枪 随即四人就朝树林里面走去 肖恩不断描述当时的情况 引导着几人前行 但熟悉追踪的达尔却没发现一丝痕迹 肖恩再次提出建议 达尔和格伦一组 我和瑞克一组分开搜寻 就这么定了 不过达尔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个孩子手无腹肌之力 他是怎么扑倒你 肖恩只解释说 一块石头就足够撂倒任何人 瑞克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也同意分组搜寻 一直到了晚上 达尔和格伦还在树林里拽摇 突然达尔在树上发现了一块血迹 地上还有两个人走过的痕迹 再往前走就找到了 蒙住兰德尔的布条 正当两人研究怎么回事的时候 后面传来的想象 两人立马躲了起来 只见一道黑影出现 慢慢朝这边走来 格伦拿手电筒一张 兰德尔竟然变成了形狮 格伦也愣了想 飞机被推倒在地 达尔的攻击 形狮立刻朝他扑来 还好格伦及时抱住了形狮 紧接着就将其解决了 达尔则在形狮的身上寻找线 但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 被形狮撕咬的痕迹 那怎么会变成形狮的 此音就只有脖子被拧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完全不符合常理 而另一边 萧恩引导着瑞克来到了一片太空 他始终走在瑞克的身后 这也让瑞克产生了警觉 因为他了解萧恩的性 这件事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 此时萧恩已经把手放在了枪上 然后边走边停下了脚步 瑞克彻底明白了 随即也停下了脚步 他把手枪放了回去 然后说道 他已经猜到萧恩来到这里 是准备杀死他 但他并没有慌张 而是不停地和他理论着 希望萧恩能立刻停止 但萧恩却说 我回去会告诉他们 兰德尔开枪杀了你 然后我赶过去扭断了他的脖子 洛莉和卡尔会放下你 他们放下过一次 这次也不会例外 随即就把枪举了起来 瑞克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弄到如此地面 我以为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这么想占有洛莉 然后让我的孩子都喊你爸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两兄弟就这样对质着 萧恩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你知道我都承受了什么吗 起码在末世 我比你更适合洛莉 比你更适合做一个父亲 我能随时随地地战斗 而你只会在那跌跌不休 你的死而复生毁这一切 至此瑞克也还只是静静地看着 接着萧恩又说 你的妻子失去了真结 儿子懦弱不堪 怎么处理你却毫无头绪 说到这里瑞克才真正起了杀刑 不过他还是举起了双手 还把自己的手枪递给萧恩 嘴上劝说着萧恩冷静 放下枪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然后一起回去 回到洛莉身边 此时萧恩也放松了警惕 他伸手接过手枪 莫世最好的两兄弟竟然自向残杀 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 瑞克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 不巧的是这一切都被自己的儿子看见了 慌弯的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只是慢慢靠近儿子 塔尔也吓坏了 直接举起手枪对准父亲 瑞克愣住了 此时后面的萧恩又站了起来 他竟然也变成了刑尸 瑞克还不停地劝说而恩 丝毫没注意后面的情侣 原来塔尔瞄准的并不是父亲 而是后面的萧恩 瑞克也很诧异 明明没有被刑尸咬到 萧恩是怎么变成刑尸的 难道只要死亡就会直接变一幕 等两人回去的时候 后面却跟来了一大波刑尸 但他们丝毫没有察觉 卡尔问父亲刚刚发生了什么 萧恩叔叔是不是被刑尸咬了 所以你才杀了他呢 瑞克停下了脚步 他不想欺骗人 但又不能说出事情 正当他犹豫的时候 这才发现后面的刑尸 他环顾四周 竟然有这么多 他赶紧拉着卡尔往回跑 可现在周围到处都是刑尸 他们根本回不去 瑞克让卡尔紧分自己 紧接着他们就穿过尸曲 很快就来到了最近的本号 然后用钢管把门牢牢插住 但外面的刑尸实在太远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农场这边 达尔和格伦先行回来 他们告诉主 兰德尔已经变成了刑尸 不过并没有找到被咬的海底 只发现他的脖子被人扭乱 更奇怪的是 他的足迹和萧恩的完全中央 而萧恩又不会追踪 不可能跟在后面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们当时是一起走 可洛莉才不管这些 他只想知道瑞克和萧恩的情况 希望达尔能帮忙 把他们找回来 这样也可以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达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准备出门的时候 这才发现一大波形势 正朝这边过来 格伦说这会不会 和公路上的狮群一样 只是经过而已 只要躲到屋里就没事了 可达尔说屋里又没有地下通宝 况且这种规模的狮群 足以踏平整座房子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接离开这里 但谢尔坚决不同意 他誓死要守卫自己的家园 达尔也很欣赏这个老 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 补仓这边 瑞克将汽油全部倒在地上 然后告诉卡尔 你先上去 等我一声令下就直接放我 这样至少能阻止 一部分形势接近房子里 然后把剩下的引开 我们才有一线生机 随即瑞克就不同地大声叫 吸引外面的形势 等差不多的时候就离开 外面的形势如潮水般有 瑞克一边退一边大声叫 等他爬上楼梯的时候 此时达尔也开着摩托车过来支援 随后众人也赶到 他们开枪击杀补仓外面的形势 但并没有发现瑞克两个人 达尔猜测他们可能还在补仓里 于是让同伴开房车前去支援 很快瑞克就看到了房车 他示意同伴把房车开到下面 紧接着瑞克就拉着卡尔跳了上去 可同伴却被困在了车里 当他准备从车门逃出去的时候 外面的形势却冲了进来 但此时瑞克也顾不了证明 只能带着儿子先行逃离 而洛丽却还在房子里寻找卡尔 卡罗尔劝他不用担心 卡尔一定和瑞克在一起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逃离这 看到眼前的情景洛丽也只好终起 他让卡罗尔立刻叫上其他人 临走前还不停地劝说谢尔 但固执的谢尔还想做最后的证明 无奈洛丽也只好带着其他人先行撤离 等他们来到后面的时候 蒂斯的妻子不幸被行尸抓住 善良的他也只好踢倒下下 剩下洛丽和贝斯也不知道该往哪跑 就在这时替仔开车冲了过来 丽亚赶紧下车也无 洛丽说卡罗尔在那边赶紧去救他 丽亚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此时卡罗尔则被行尸围到了死角 现在的他还没有对抗行尸的经验 拿起地上的木头还想反抗 这边洛丽几人已经被行尸团团围住 再不走可能都得死了 没办法 几人只好抛下丽亚先行离开 此时格伦和马基也被行尸围住 格伦让马基立刻离开农场往外开 马基也很为难 他不想就这样丢下其他人 但在这样下去连自己也混沌 无奈之下马基也只好先行离开 现在只剩下谢尔 他还在拼死守护自己 眼看农场就要溜陷 他一边黑一边发泄心中的布 直到子弹打完了也不可放弃 此时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后面的行尸 瑞克本打算回来救自己的妻子 可谢尔说他早就逃走了 眼看农场已经沦陷 瑞克也只好拉着谢尔离开 但谢尔却发了风势的大喊 莫士唯一的安身之地也沦陷了 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残暴的行尸 看着眼前凄凉的场景 达尔也心生伤感 突然远处传来了求救的声音 他立马发动摩托车前去营救 原来是卡罗尔在被一群行尸追的 现在的他显然有些体力不止 还好达尔及时赶到 卡罗尔立马坐上摩托车 就这样安全地离开 此时瑞克也带着谢尔来到了车边 很快他们也开车逃离了现场 只剩下丽亚在后面拼命地叫 但瑞克并没有停下来 只见行尸全都向丽亚走 他一边退一边击杀迎面而来的行尸 最终拿起立场的背包朝另一个方向 很快瑞克几人就来到了公路上 车上还放着当初留给索菲亚的物资补给 这里是他们最早的聚集地 瑞克相信分散的众人都会想到来震惊 可一旁的卡尔去不停地喊 我们得回去找妈妈 为什么我们要逃走 你到底在做什么 她可是我妈妈 瑞克不停地安慰儿子 但卡尔根本不听权 他一度认为自己的父亲就是个诺子 过了好久 仍然没看到有人过来 有的也只是一两只落单的行尸 不过瑞克和卡尔都不想就这样离开 但谢尔却说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儿子的安全 而不是去期待那些不确定的事 瑞克似乎有点被说服 正当他想劝说儿子离开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 不用想也知道是达尔 他带着卡罗尔回来 后面还有格伦的车子 紧接着就是洛丽姐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 这才是一个团队该有的样子 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众人团聚的话 卡尔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一家人抱在了一起 女儿们并没有死 谢尔也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 紧接着众人就讲了各自的遭遇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吉米和帕特里亚已经死了 现在只剩下丽亚还不知所踪 达尔二话不说就要去找她 可瑞克说她肯定不在农场了 要么跑了 或者已经死了 反正肯定是找不到了 商量过后 几人还是继续开启了逃亡之路 而此时丽亚也已经来到了小树里 后面还跟着一大波行尸 不过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包里的也所剩不多 但现在的她已经有了独立击杀行尸的 三两下就解决了一个 她一边跑一边击杀后面的行尸 糟糕的是最终子弹还是打完了 无奈她也只能奋力向前跑去 很快她就筋疲力尽 但后面的行尸却不知疲 剩下的就只有口袋里的行尸 但也只够解决一遍 丽亚摔倒在地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 可她手里已经没有能力弄得起 正当她绝望的事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眼前 她手拿一把武士刀 后面还溜着两个行尸 看着就有点渗人 但丽亚还是松了一股气 虽然她也不知道眼前的人到底是善适王 而这边瑞克几人还在逃亡的路上 很快车子的邮箱就见底了 她用喇叭试一股饭 紧接着众人就聚在了一起 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瑞克说我们在这里设好防线和港上 明天一早再去找汽油和补给 但马基觉得现在也能分头去走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瑞克激动地说 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久 我一度以为这次不会再重去 但我们做到了 现在我们要继续保持 大家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瑞克接着又说 我相信我们会找到避难所 不仅能让我们躲避 而且还能防御 能坚守 能帮大家重整旗骨 重建我们的生活 我知道一定有这么的平衡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但马基却说 就算我们找到了又能撑多久 谁能保证不会像农场一样 曾经我们还天真的以为那里很安全 可瑞克也不管这么多 今晚我们就在那里努力 休整一天后继续前进 贝斯很害怕 他说万一形势来了 或者又来一伙向兰德尔 而达尔却说兰德尔已经死了 我猜是萧恩杀了他 这你应该知道吧 洛丽也在旁边 不停地询问萧恩的情况 但瑞克并不想谈论萧恩的问题 只是回答说我们都被感染了 当时在疾控中心的时候 詹娜告诉他 不管他说的是什么 反正我们都是携带着 这可把众人吓坏了 他们一度质疑瑞克的人 觉得这种事不应该瞒着大家 但瑞克说 当时我也不知道詹娜说的是 就算这是真的 不知道才能更好地摸下去 看着众人质疑的眼神 瑞克也不像 只是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洛丽见状也跟了上去 他知道丈夫不容忍 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功能 他紧紧抱住瑞克 希望能给他一些安慰 而瑞克却把萧恩的死告诉了他 洛丽有些震惊 他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这样的人 但瑞克说是萧恩想杀了我 他杀了兰德尔把我引进树林 这都是他计划好的 不过听到这里 洛丽并没有太大的声音 直到瑞克说是卡尔开枪杀了变异的萧恩 洛丽这才绷不住 他很难接受这个心事 他难过的不是丈夫杀死了好兄 而是自己的儿子竟然也变得如此无情 更可怕的是丈夫对此还若无其事 但这就是末世的生存法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他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 此时的瑞克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正义里男的警察 夜幕降临 众人还是听从了瑞克的安排 在原地驻扎路营 但卡罗尔却还在那喋喋不休 他还是觉得瑞克不应该隐瞒大家 假如还跟着他会很没有安全感 还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尚的领导者 达尔很难道 难道瑞克不是吗 此时马基也在一边窃窃私语 他觉得应该出去活一步 而不是一味地坐在这里 忽然树林里传来一阵骚动 达尔说可能是幻学 可能是老鼠 也可能是行尸 大家都有些慌慌 替仔说我们必须到公路上去 这样才比较安全 但瑞克坚持让大家该等 因为大半夜乱跑会很危险 但众人并不想听瑞克的安排 是什么要做得住 万一失群又来了 怎样 瑞克彻底爆发了 我一直在尝试凝聚这个团 让大家都能活下去 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 你们以为我愿意 我为了你们杀了自己最好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都不敢相信瑞克会这样 塔尔也吓坏了 瑞克冷静了一下接着又说 你们知道他什么德行 他总是逼我 对团队来说也是个危险 而且整个兰德尔事件都是他进化好了 他还试图要诱杀我 当时我没有选择 我确实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但至少我问心无愧 也许你们离开了我会更好 我认为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也可能是我白日做梦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 幸福就在门外 没人拦着你们 看众人都没有说话 瑞克接着说 都没人走是吧 但丑话说在前面 要留下就别再想要什么民主 洛丽显然也被瑞克吓到 以前自己的丈夫 从来不会说出这样话 众人也都陷入了深思 要不是瑞克 这个队伍可能早就散了 他们也不可能走到现在 瑞克的付出 他们也看在眼里 这才是一个领袖该演的样子 至此幸存者小队 才真正团结在一起 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末世 关键是如何能找到 填饱肚子的事 还有一手难攻的安身之处 众人对房间展开了 全面的亲衣 一楼仅剩的一只行尸 也被卡尔解决了 达尔和替仔小心翼翼地 前往二楼 打开门一看 竟然发现了一只 活生生的猫头鹰 可惜的是他碰到了达尔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只猫头鹰 至少能保证他们不会矮 这周他们已经清理了很多房子 但都不是他们理想的安身之处 洛丽的肚子越来越大 他看丈夫的眼神都略带刚大 两人之间显然产生了隔阂 谢尔也是满脸沧桑 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末世的生活 找遍了房子 都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只有卡尔在厨房拿来的几个罐头 他熟练地拿起开罐器准备打开 瑞克拿起罐头看了一眼 然后直接将罐头扔在了墙上 不用说也已经过气了 可能是因为太恶根本不想说谎 进屋以来他们没有任何交流 这时替仔在窗外发现了几只行尸 也只是示意了一下 众人立刻从屋里跑了出来 连逃离的顺序都很有讲究 最强的达尔达伦阵 战斗力较落的排在中间 最后有领袖瑞克断号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很显然已经形成了足够的默契 即使看到斧子也不能放 这在末世也是很好的武器 很快他们就开车逃离了这里 没过多久就在路上停了下来 瑞克准备在这里休整天空 他们需要集合讨论下一站去往大里 一般这个时候卡尔都会出来放手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稚嫩的小弟 现在的他已经能为团队分担一些责任 这几个月他们已经走遍了大部分的区域 但现在南边是绝对去不了 因为那里有两国失去 遇到的话他们肯定会全军覆没 最后瑞克决定朝西边继续前行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毕竟洛力也快要升了 趁着休整的间隙 达尔叫上瑞克去树林里打猎 运气好的话还能饱餐一顿 正是因为这次打猎 他们在树林深处发现了一座监狱 这不正是寻觅已久的安身之处 有围栏 有哨塔 里面还有足够多的房间 简直就是末世的避难圣体 很快他就带着众人来到了这 在围栏上剪开一道口 所有人立马进入到通道 然后用绳子将这里固定 这条通道应该是监狱进出的地方 里面是给犯人用来放放的 众人一路小跑着向前进发 很快就来到了监狱门口 瑞克朝里面看了一眼 要是能把里面的门关上 就能防止更多的行尸出来 这样就能先把这里的清理干净 晚上我们就能先在里面过夜 随即瑞克就开始分配任务 格伦马基和被斯区那边吸引行尸的主意 尽量用冷兵器击杀行尸 达尔去左边的哨塔 卡罗尔在栅栏外面开枪 谢尔和卡尔去这座哨塔作业 瑞克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了自己 很快几人就开始了行 瑞克也没有磨蹭 等洛莉打开门后直接冲了进去 这才是领袖该有的气质 危险面前从不退缩 所有的重任都由一个人来承受 瑞克一边跑一边击杀旁边的行尸 很快瑞克就来到了门口 拉上铁网 挂上锁面 接着拿起手枪击杀周边的行尸 最后躲进一旁的哨塔 剩下的事情就很紧 众人开枪击杀铁网里面的行尸 这也算是一次很好的射击练习 他们越打越心 很快院子里的行尸都被清理干净 连卡罗尔都露出了笑容 这是几周以来最舒坦的一次战斗 离开农场后 他们很久没见过这么开阔的地方 末世的生存之路终于看到了希望 入夜后 众人围坐在火堆旁 享受着达尔打来的猫头鹰 讨论着以后如何规划监狱 瑞克已经检查了三遍未来 生怕有什么疑漏 卡罗尔也给达尔带来了晚餐 他称赞着瑞克的领导能力 假如没有他的带领 大家很难走到现在 随后瑞克也来到了火堆旁 鼓励大家 今天赢得很漂亮 但我们还得再努力一下 争取明天能攻下这座监狱 看这里行尸的样子 应该很早就沦陷了 意味着这里的食物一定很充 监狱一般会有医疗室和石头 还有军械库 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大金黄 但我们的子弹太少了 所以明天尽量要使用冷兵器作战 随后洛丽单独找到了瑞克 希望能和他谈谈性 他很想访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洛丽之前的行为 深深地伤害了瑞克 虽然瑞克也关心着他 但早已回不到从前了 他始终忘不了洛丽看他的隐身 最后瑞克也只说 想谈心的话就找谢尔他们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夫妻两人的关系 再次陷入了尴尬 打开铁网 一上来就直接将刑狮抱头 这就是末世最强的五人嘴 他们已经形成了足够的默契 击杀刑视觉不分散 必须要把后背留给自己的队友 其他人则在外面吸引少量的刑狮 几人在相互配合之下慢慢地伸 T仔拿起一面盾牌将刑狮推开 马基立即上去捕上一刀 然后迅速回到队伍里 很快这边的刑狮就被清理干净 这种默契都是这段时间磨练出来 何等他们慢慢往里走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还有几十个刑狮 瑞克示意几人赶紧躲起来 但还是被两个身穿防护服的刑狮发现了 普通的武器根本没用 不过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 瑞克直接冲了上去 先将里面的门关上 然后再解决外面的刑狮 马基很快就找到了方法 从脖子处入手很容易击杀 他兴奋地朝格伦炫耀 两人也跟着效仿 很快就解决了 这下外面的刑狮都清理干净 格伦本想把外面的同伴都放在里 但瑞克让他先等一下 院子里面还不一定安全 随即就带着几人来到了房门期 达尔负责开门 瑞克做好准备 可打开门的时候 里面非常的安静 房间里杂乱不堪 并没有看见刑狮 瑞克沿着楼梯向上 上面一般会有直斑的逆境 进来一看发现已经被暴露 不过瑞克却在这里拿到了牢房的钥匙 紧接着他们就打开里面的牢门 这里也很安静 一番搜寻之后 只在二楼发现了两只刑狮 看样子应该是被活活饿死 很明显这里就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心脏 看上去十分安全 这里的房间也不够几人居住 不过明天还要到监狱的食堂和医务室卡 希望能有不错的收获 历经八个月的逃亡之旅 每个人都身心俱疲 今晚终于能安心地睡上一觉 此时瑞克独自一人来到墙边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一幕真让人心疼 第二天 他们从玉井身上找到了一些装备 这身房弹衣还不错 但几人都觉得穿上会行动不变 卡尔也想参与这次行动 但被瑞克制止 他告诉卡尔 假如我们有什么不测 你就是这里唯一的男子汉 我需要你在这里管理团队 卡尔一脸严肃地答应 随即几人就开始了行动 此次的目的就是找到监狱的尸堂 可通道里异常安静 并没有什么形式 只有几具倒下的尸体 每走一段路 格伦都会在墙上标好箭头 避免突发情况迷失方向 走了一段路后 瑞克开始发现不太对劲 几人都开始警戒起来 等他们来到一处拐角的时候 这里竟然聚集了一大波形式 瑞克大喊着赶紧撤退 慌乱中几人迅速向后跑去 来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格伦和马基被突如其来的行尸阻乱 被迫躲到了旁边的房间里 突然后瑞克这才发现 他们没跟上 必须要回去营救 几人再次返回到头道 刚刚的行尸都不知道去哪了 每到一个路口 谢尔都会呼喊一句 可能是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格伦和马基也从房间里出来 马基小声地喊着爸爸 这声音刚好被谢尔听了 他回头查看情况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旁边的尸体 竟然直接咬住了谢尔的颈 紧急之下也只能开枪 这时马基也找到了这里 看着父亲被咬他心如刀割 可现在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刚刚的枪声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行尸 两人赶紧扶起谢尔撤退 但回去的路已经被堵死 好巧不巧几人 竟然来到了食堂的门口 T仔劈开门上的手铐 然后立马进到了里面 刚刚把门关上 行尸就扑了过来 T仔用铁棍匠门牢牢插住 谢尔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 马基也在一旁不知所措 还好瑞克当机立断解下皮带 紧紧勒住小腿 然后拿起地上的扶椅 但能不能活下去 也只能听天有命 此时谢尔已经疼得晕了过去 达尔示意瑞克赶紧蹲下 然后拿起弓弩对准了里面 厨房里竟然还有几个货物 这几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要砍掉老头的小腿 可现在根本没时间 回答他们的问题 格伦第一时间冲进了厨房 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推车 由于谢尔失血过多 瑞克几人必须马上回去 做好准备后 替仔打开了通道的门 还好门口只有一个行尸 他一下就解决了 随即几人开始从这里撤退 这波操作着实把几个囚犯看懵了 撤退的道路十分顺利 并没有遇到刚刚那波行尸 很快就来到了牢房这边 哈尔第一时间把门打开了 几人赶紧把谢尔放到了床上 此刻他已经陷入了昏迷 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 没有医疗物资 根本不能给他止血 更糟糕的是 刚刚几个囚犯也跟了回来 非要让他们离开这里 还差点起了冲突 瑞克也立马嘱咐格伦 要是谢尔没能挺过来 变成了形式 一定不能让他们赶紧用事 格伦犹豫片刻还是答应下来 随即瑞克赶紧来到门外 他示意几人可以好好谈谈 可带头的男人却说 你们是不是抢银行吗 为什么不带那个老头 去正规的医院 场面瞬间陷入了沉默 T仔和达尔都很无语 原来这些人 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在瑞克的询问下 几人说监狱发生暴动的时候 有些囚犯发了疯一样 撕咬其他人 一个狱警为了保护我们 把我们锁在了石堂 给了我们这把枪 说他会马上回来 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个月了 我们还以为会有军队来救 瑞克打断了他们说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政府 没有医院 更没有军队 什么都没了 几人一度还不肯相信 随即瑞克就带着他们出来 看了一下外面的事情 时隔十个月终于能重见天日 囚犯们也很高兴 看着周围的情况 还有地上的刑尸 他们也自然相信了瑞克的话 带头的男人也很精语 他直接让瑞克几人 住在外面的房间 瑞克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他并没有生气 只是告诉他 我们会用那片地来重装 是我们消灭了这里的刑尸 这座监狱就属于我们 男人可能还不懂漠视的规矩 还想用混社会的那套 声称我们先到这里的 监狱应该归我们 瑞克笑了 你们是被锁在里面的吧 不是我们攻占了监狱 你们根本出不来 男人也不管这么多 反正这里的东西都是老子 场面瞬间紧张起来 不过瑞克表现得很迷淡 坚持不会离开这里 达尔的态度也很强势 男人这才有些认识 双方达成了交易 瑞克等人帮他们 清理出一个牢房 他们则需要拿出一半的食 五个人可以维持近一年的时间 相信食堂的食物 肯定不会少 最后瑞克还警告几人 如果看见你动我的人 一根毫毛 哪怕闻到一点你的气息 我会直接杀了你 这次男人并没有放红 因为他感受到了瑞克的杀气 紧接着几人就来到了食堂 瑞克看到这么多物资也紧待了 各种食物和配料应有尽 最后他们暂时先带回了营物 今晚大家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这几个月从来没有这么复复 现在就是谢尔依然还在昏迷 瑞克让格伦拿手套把他靠住 虽然这样看起来很没有人的情味 但他必须要为其他人复复 洛莉找到瑞克 询问刚刚是什么情况 瑞尔说了双方的交易 在得知对方还有枪后 洛莉觉得应该直接把他们都杀了 瑞克冷笑着说道 你现在又说杀人没事 他永远也忘不了萧恩死了之后 洛莉是怎么对自己的 其实经过这几个月的生存 洛莉也看到了末世的残酷 她知道瑞克一直都是为了大局考虑 并不是因为冷酷无情 但现在瑞克连碰都不想碰他 午餐过后 双方约定一起清理牢房的另一个区域 男人很疑惑 有枪为什么要用这些冷兵器 达尔善意地提醒他 除非你被逼到绝路 否则最好不要用枪 因为形势会通过声音追踪而来 随即瑞克也安排了作战策略 告诉他们一定要守住位置保持对行 击杀形势一定要瞄准偷 但男人却不屑地表示 杀人还用你们教吗 接着众人就开始了行动 他们慢慢地在通道里前进 还没等达尔发号失令 几人就大喊地冲了不去 他们的动作简直倒下 就好像在监狱里打群架一样 没有击中要害不说 全是在堵了用功 瑞克几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这简直就是一群白痴 没办法 达尔只好做了示范 让他们照样子上去击杀 杀完一个就立刻后撤 保持好队形 这几个也都是狠人 学习能力也很强 很快就找到了击杀形势的窍目 虽然形势越来越弱 但他们都能自如地运 只有后面的大块被掩停的情形下 他小心翼翼地往后拖 可没想到他的后面 竟然也出现了一个形势 前面又来了一个 慌乱中他的背部 就小心被形势划破了一道 男人见状 就直接开枪击杀了形势 看似很帅 实则非常愚蠢 大块头摸了摸自己的后面 显然已经出血了 瑞克表示很遗憾 但他却说自己很好 没什么 肯定不会变成形势的 他们的同伴也觉得 可以先隔离起来看 可那个为首的男人 却直接冲上来放放下 看着眼前的男人 瑞克对他的防备也更深了 这些人都是阴险狡诈之徒 时刻都不能大意 随即众人就来到了洗衣房 只剩下这里的形势没有清理 达尔直接将钥匙扔在地上 让他开门 瑞克可不会把背后留给他们这样 他告诉男人想要往房 你就得开门 而且还只能打开一扇 不然我们很难控制住形势 无奈男人也只好上前 但他并没有听瑞克的 而是直接打开了两扇门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还是先处理眼前的形势 每个人都很卖领 只见男人一刀砍向形势 要不是瑞克反应快 这一下就要了他的命 瑞克盯着他看了一眼 这家伙竟然装作没事发生一样 又将一个形势推到了他身上 瑞克瞬间被扑倒在地 达尔立刻让替仔捕队 然后冲上去帮瑞克解惑 瑞克和他对视了一眼 达尔心领神会 拿起弓弩做好准备 这边的形势也清理干净 瑞克就这样看着他 男人立马解释说 那个形势朝我扑来 我也是逼不得已 瑞克也只是平静地点点头说 世事无常嘛 我都懂 然后就一直盯着他 旁边的小弟还想反抗 直接被瑞克踹倒在地 他看形势不对 就力马往通道里面 瑞克也追了上去 跑了一会儿 最后冲进了一个 满是行尸的空间 等他想往回跑的时候 跟上来的瑞克 怎么会给他活下去的机会 直接关上铁门离探 接下来还要处理剩下的两人 但他们都说 刚刚的事和他们无关 这个金毛小弟 还苦苦哀求地说 他们是坏人和我们无关 而且刚刚那个男人 杀死的大块头 还是我的死的 我只是喜欢弄些药品 但我不会杀人 奥斯卡也只是个修理工 他也不会杀人的 瑞克看他们不像坏人 就心软了 最后还是把他们 带到了另一个牢房 这也算是完成了 几人当初的约定 从此两边互不打扰 看见瑞克两人要走 两个囚犯觉得 就这样丢下他们太残忍 达尔告诉他们 你以为这就算残酷吗 外面的世界 才是真的惨无人道 几人出去的时候 这边谢尔并没有任何好准 卡尔还偷偷摸摸地出去 带回了一包医疗用品 众人都不敢相信 卡尔自豪地说 自己刚刚去了一趟医务室 还杀了两个行尸 不料却被母亲臭骂了一度 卡尔气得跑了出去 很快谢尔的情况 也稍微稳定住 趁着这段间隙 卡罗尔把格伦叫了出来说 洛莉随时可能要生产 现在指望谢尔接生 是不太现实了 不得已的情况下 很可能需要给洛莉剖腹材 在这之前 我只能拿想试练习一下 虽然很难接受 但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 格伦则负责引开旁边的几个 随后卡罗尔就开始做起了练习 就在他们出去的这段时间 洛莉发现谢尔已经没有心点 他二话不说 就直接开始人工分析 然后进行着胸外按压 忽然谢尔抱住了洛莉 几人还以为是变异 吓得躲到了一旁 卡尔也差点要开枪了 不过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谢尔并没有大碍 他也渐渐苏醒了 他紧紧握住瑞克的身 要不是他的驳赶 自己早就无力回天了 第二天一走 瑞克几人移开了 挡住监狱门口的车子 这里显然已经是他们的人 接下来就是清理剩下来的尸体 这也算是一个大工厂 但找了半天 却没有发现格伦的身影 达尔指了下上面的哨塔说 这家伙昨天就和马基上去了 格伦这才打开门给予回忆 下面几人都笑了 在末世难得有这么惬意的时候 调侃了一番后 几人也开始干活了 这时T仔看向了远处 瑞克看到后脸色也变了 这两个囚犯竟然赶来他们的地盘 在瑞克的询问下 两人却说 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 但那个牢房里面臭气熏天 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 金发男再次肯求道 我们和那个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我们加入你们吧 我们愿意当牛做马 随即达尔就将他们关了起来 几人需要商量一下 瑞克的态度非常的坚决 他不会让大家冒这个风险 但T仔表示他们态度诚恨不像坏人 让他们出去就等于杀了他 卡罗尔则表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他们想窃取该怎么办 马基也不同意接受陌生人 最后少数服从多数 处于人道主义 还给了他们一周的物资 希望他们能好好活下去 随后瑞克几人在围栏外 找来了一些木材 准备烧掉那些尸体 这时他们看到 谢尔竟然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了 真是个硬汉 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 日子好像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监狱里竟然又出现了一大波刑尸 众人立马戒备起来 瑞克也发了风势地往回跑 大声喊着让他们赶紧躲起来 马基和T仔也立刻赶了支援 塔尔也在开枪保护大家 格伦赶紧固定好铁网的缺口 提着刀子就加速往回了 但刑尸实在太远了 根本没法全都想 洛丽和马基先行躲进了监狱的C区 谢尔和贝斯泽躲到了另一面 何等马基几人回到老房时 这里竟然也出现了刑尸 他们只能掉头跑到了另一面 瑞克几人这才从外面进来 两个被关的囚犯也犹豫了片刻 还是选择跟了上去 T仔也正在试图把这边的铁网拉上 但后面的刑尸却直接掩在了他的肩内 T仔一把甩开刑尸 然后跟着卡罗尔进到监狱里 这时瑞克几人才赶到这 他们边走边击杀刑尸 谢尔告诉瑞克 马基带着洛丽和卡尔进入了C区 T仔关门的时候被咬到 格伦检查了门锁 然后跑来告诉瑞克 链子不可能自己要 一定是有人用斧筑或锁简打开的 瑞克回头看着那两个球团 要是人为的话就一定是他们的 这时监狱的警报声竟然也显得起 声音传遍了整座树林 不关掉的话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形势被吸引 瑞克拿枪指着两个球团 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斯卡解释一定是备用发电机 但监狱暴乱后就已经关闭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被打开 瑞克并不想做事 直接拉着他就往监狱离牌 不过等瑞克几人来到牢房的时候 发现洛莉他们根本没在这 一定是跑到监狱身处 瑞克坚信一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本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关掉警报器 而此时卡罗尔和T仔还在逃亡 等他们来到拐角的时候 竟然又出现了几个行尸 卡罗尔还想开枪 但却没有子弹 他本想往回跑 可T仔却直接冲了过去 把两个行尸推在了墙上 然后大海快走 卡罗尔也不再有 快速跑了过去 然后推开门离开了通道 而洛莉几人还在躲避行尸的追击 突然他感觉不太对劲 好像是快要生了 不巧的是这边又来了几个行尸 三人立刻折返回去 在卡尔的带领下 他们进入了一个房间 看样子是等不到回牢房 只能在这里生了 可马基也是第一次接生 并没什么经验 一番检查过后 发现可能是难产的正度 要想顺产是不可能了 现在也只能剖副产才行 不过这样的话 洛莉就活不了了 但他自己坚持要保住孩子 不管马基怎么劝说 可他的心意已决 也不希望他们把瑞克找来 因为瑞克一定不会同意这样做 他告诉儿子 宝贝别哭 这是我自愿的 替我照顾好你爸爸 还有你的弟弟或者妹妹 你是聪明勇胆的好孩子 我爱你 说完就拥抱着卡尔 可这一抱就成了永远 马基也深吸了一口气 这样的痛苦绝对不是常人能够忍受 他尽量让自己不发出声音 但实在太痛了 直到痛得晕了过去 马基和卡尔含着泪在街上 不管怎样都要完成落里的舞 没过多久 孩子终于被取得出来 但他却一动不动 也没有发出声音 最后轻轻拍了一下背舞 这才哭出声来 卡尔也松了一口气 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 这可是妈妈用生命换来的妹妹 马基催促着卡尔我们该走了 但卡尔表示我们走了 妈妈会变成行事 正当马基准备拿武器的时候 卡尔阻止了他 他想亲自动手 马基也没有说什么 就到外面等他 卡尔低头看着妈妈 想起了父亲对他说的话 人都有意思 我会死 妈妈也会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要学会勇敢地面对 卡尔府下申亲了一下妈妈 此时马基也来到门口看了一眼 外面的行尸都已经离开了 这个时候枪声响起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卡尔带着坚毅的神情走不出来 残酷的末世逼着一个孩子提前成长 而此时瑞克三人也来到了机电室 还有几个行尸在后面追 进来后 瑞克着急地询问哪一个才是发电机 在奥斯卡的指引下 成功关闭了工友马 正当瑞克准备关闭发电机开关的时候 一个人拿着斧头劈了 这不就是那个男人的行尸 他竟然还活着 这一切原来都是他干的 瑞克被死死按住 两人打得有来有来 正当瑞克准备开枪的时候 却被男人一下子抽飞在地 两人又扭打在一起 达尔也是心急流 反而放开了他 先解决这边的形势再说 正当男人拿起斧子砍瑞克的时候 一只铁筒砸向了 原来是奥斯卡 他拿起地上的枪 然后对准了两人 瑞克不知道他到底站在哪里 心里也很紧张 男人催促他赶紧杀了瑞克 打死他我们就能夺回坚异 可奥斯卡却把枪 此时达尔也悄悄摸到了身后 但奥斯卡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把枪还给了瑞克 看得出来奥斯卡并不是奸恶者 瑞克朝他点了点 这也算是他的投铃状 随后三人就来到了过岛 发现地上的尸体竟然是剔子 瑞克心里有些难受 毕竟是出生入死的战役 就这样牺牲在了这里 他有些自责 要是之前就杀了那个混蛋 哪还有这么多事 这时达尔在地上发现了一条头巾 这是卡罗尔的 他很可能也遭遇了不测 最后他们几人来到了外面 但还是没有找到洛丽几人 谢尔也说没有看到他们 正当瑞克准备再回去搜寻的时候 后面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声 马基带着卡尔走了出来 他们脸上并没有喜悦 而是在小声的唾气 瑞克心里也猜到发生了什么 颤抖地走过去 他真的有些崩溃 这一幕着实有些悲伤 虽然瑞克这几个月 对洛丽有些礼物 但心里始终有她的位置 两人还没来得及谎和关系 就这样永别了 谢尔查看了一下孩子的状况说道 他看起来很健康 但他需要婴儿所需的食物 否则活不了多久 刚说完 沉浸在悲痛中的瑞克 就提着斧子转身离去 丝毫不理会对人的权利 这样也好让他一个人发泄一下 而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外出寻找孩子所需的内容 这时候就体现出团队的重要性 此时瑞克也来到了瑞克 现在的他就像发了风势的能手 一把扯开了铁 提着斧子边走边看 将所有的怒火都发现了 监狱外面 奥斯卡和金毛南在帮忙挖着墓 经过了之前的事情 他们逐渐得到了幸福 也可以留下来和大家一起生长 此时谢尔找到格伦 希望他可以进去劝一劝瑞克 两人都很胆态 仅仅过去半点时间 他们就失去了三个队 特别是替子 多好的一个人 当时要不是他把门关上 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伤亡 随后格伦就来到了通道 里面到处都是尸体 瑞克一个人竟然杀了这么多形式 最后在拐角处看到了他的身 格伦小心地向前走去 看到他没事也就放下心来 然后对他说 行尸都已经被你轻了三天 跟我回去吧 大家都很关心你 但瑞克好像没有听 格伦本想拉他回去 却直接被暗点了解释 瑞克大头喘了自己 仔细看了一眼 这才封开手 然后一把将格伦甩了出去 感觉这兄弟有点实质不清 瑞克再次朝着监狱伸出出去 此时达尔和马基也来到了一家英语 这里杂乱不堪 马基在柜子里找到了两个大平 和一些石头 幸运的是这里 还有两贯婴儿奶子 一直到了门上 两人这才赶回了监狱 格伦几人也早已在门口等候 来到牢房的时候 孩子已经哭得不行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达尔很喜欢这个孩子 还亲自给孩子喂奶 一旁的众人也微笑地看着他 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达尔还给他取了一个霸气的名字叫小主 这个孩子显然成了团队的导物 此时的瑞克来到了妻子离世的地 但地上却只有一堆肉泥和一滩血迹 看样子洛丽是被行尸啃干净 忽然旁边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走近发现是一个行尸 不用说洛丽肯定是被这家伙亲了 瑞克将枪口塞进了行尸的嘴里 第二天 达尔来到了墓里 拿出了昨天从外面带来的花朵 这是他特地为卡罗尔带火 因为索菲亚的用 他们的关系也十分要好 现在却是阴阳两个 其实这几个月来发生了好多事 你们肯定已经忘了被丢下的地方 当初他正是被演情的女权移住 两人也是相依为命到处不乱 这天 一架飞机从远处飞来 看样子好像是军方 刚准备掉头返回基地 飞机却好 操作了失灵 螺旋扬野猫车 最后直接坠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 丽雅和米琼恩看 两人自然也想过去查看情况 等他们来到这个时候 丽雅有些撑不住 这段时间她一直处于发烧状态 但始终找不到药物质量 米琼恩让丽雅待在原地 她要上去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不料远处竟然有一辆车子开了过来 米琼恩赶紧往回跑 然后示意丽雅不要说话 只见车上下来几个壮汉 他们训练有素 面对行尸也不慌不忙 两人则在后面偷偷观察情况 很快他们就发现飞行员还活着 随即就把他搬出了驾驶舱 丽雅觉得这些人是在救人 应该都是好人 我们可以加入他们 但米琼恩十分谨慎 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突然后面响起了一个声音 让他们把刀放下别想反抗 转过身来才发现 男人竟然是达尔的哥哥莫尔 他当然也认出了丽雅 随后两人就被蒙住眼睛 隐约间来到了一个小镇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还真是好人 还让医生给丽雅治疗 这时莫尔走了进来 声称你们也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而且生活得还不错 紧接着他询问我的弟弟达尔还好吗 丽雅也只是说我们很久没见 之前他和瑞克回去找过 但是你已经离开了 莫尔则不屑地说道 就是那个臭警察我才被靠在天台 随后两人聊起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 没一会儿 另一个男人也来到了这里 他就是这个地方的管事组 李琼文想拿回自己的武器 直觉告诉他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人 但总督表示现在已经很晚了 明天要走的话可以还给你 还会额外给你们一些事 随后还带他们参观了营地 这里看起来是一座小镇 地面异常干净整洁 门口还有重兵把守 这才是真正的避难圣灵 最后总督还给丽雅两人安排了住 两人简直不敢相信 这和末世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意 第二天 这个小镇更加的热闹 女人告诉丽雅 这里有73个人居住 过去一个多月都没有行尸入侵了 总督设立了严格的门禁 天黑之后谁都不能出门 丽雅觉得这里十分美好 但米琼文总感觉怪怪的 此时那个被他们带来的驾驶员也得到了治疗 他告诉总督 我们原本是一支军队 受命保护一个幸存者基地 里面有充足的食物储备 但一个人被咬伤后 导致整个基地沦陷 我们的小队带上所有的物资 逃到了六十里开外的地方 但我的飞机好像遭到了袭击 随后总督就直接开车 来到了他说的住 这些士兵见状立马警戒起来 但总督却有好的表示 我发现了你 是维尔斯中尉让我过来找你们的 这些军人顿时放松了警惕 谁知总督却直接开枪 突起了一领 紧接着四面八方的枪声响起 没几分钟这个小队就被团灭 最后总督把汽车和物资 全部带回了小镇 镇上的居民都纷纷上前围观 他站在车上说 我们昨天带回了一名幸存的军员 他在弥留之际求我们去救他的队 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形势在我们之前找到了他们 听完以后 丽雅越发觉得这里是个不错的 他很想留在这里 但米琼恩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随后他就来到这些车子边观察了起来 表面到处都是蛋糕 车上还有一些血迹 事情果然没这么简单 米琼恩回来和丽雅商量着赶紧离开这里 但丽雅好像被洗脑的一样根本不相信 他还认为是米琼恩不愚迷 没办法 最后米琼恩还是选择一个人离开 意外的是总督并没有阻止他 可等他走远了以后 莫尔带着四人又追了上 显然没打算留活口 最后米琼恩从背后突袭 以极快的速度击杀了三人 莫尔立马开启射击 米琼恩灵活走位 不过还是被打中了头 莫尔也随即追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 米琼恩终于摆脱了追击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四个行尸迎面走来 但他们并没有发动攻击 只是从他身边走过去 好像根本没看见一样 米琼恩低头看了一眼 看来是身上的行尸血掩盖了自己的气 随后他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小镇 这是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 是一辆红色的皮卡车 下车的人正是马基和格伦 他们想来这里寻找奶粉 米琼恩在后面观察了好久 格伦和马基也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他们的对话中 米琼恩也知道了两人住在监狱 这是一个男人出现在身后 两人立刻戒备起来 很快格伦就认出了男人 竟然是莫尔 他微笑着放下手枪 还假装问起了弟弟达尔的情况 格伦说他还活着 莫尔也很高兴 接着就和格伦聊起了往事 但格伦根本不吃这套 突然莫尔掏出了背后的手枪 等格伦跑过去的时候 马基已经被他挟持了 莫尔让格伦开车一起离开这里 没办法格伦也只好赵总 但他不知道的是 莫尔早就对他们的营地产生了降组 反是行尸的莫尔 竟然还有如此幸福的小镇 他们过着和莫尔前一样的生活 这个男人就是这里的首领祖部 在居民的眼里 他正直帅气无所不能 连我们的丽亚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但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和手下们在外面烧杀抢搏无二不动 回来后还会编造一个故事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莫尔的救世主 他的房间里还藏着一个行尸 那是他的女儿 为了找到拯救女儿的办法 他甚至拿活人做实验 米琼恩早就发现这个男人非常虚伪 也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小镇 这一天 莫尔来和总督汇报情报 他们前去追杀米琼恩 但却被反杀了三人 总督让莫尔给他们办一个英雄般的葬 然后编个其他故事告诉大家 莫尔怕总督会怪罪他 所以谎称说米琼恩已经被我杀死了 而那把武士刀意外掉到了士群当中 没带回那把刀总督很不高兴 莫尔立马将功不过手 我找到了亚特兰大的老乡士 和他貌木如花的女孩 看他们的样子应该过得还不错 我会找到他们现在的土地 丽亚还以为自己找到了白老 殊不知他们已经抓了自己的好朋友格 还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而这边达尔带着两人 再次对监狱进行了排查 刚刚击杀的行尸脖子上 还插着一笔医手 这不正是卡罗尔的 排查结束后 达尔一个人坐在墙边狱 从这把刀可以看出卡罗尔当时有窝目无处 而此时这边的门却一直在反复地回回 其实达尔早就发现 他还以为里面是行尸 因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还来影响他的行情 达尔气得直接朝门上踹了一脚 本打算就这么离开 可转念一想还是清零吧 随即他拖开门口的尸体 他低头看去 这不是卡罗尔吗 他竟然还活着 看样子是被困在这好久了 要是没人发现的话 可能要活活饿死在里面 达尔不太擅长表达情感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此时瑞克也换上了新装 抱着孩子来到了监狱外面 他终于从丧气之痛中走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队伍要带领 有儿子要照顾 刚出生的女儿也需要他的呵护 突然瑞克发现远处有些异常 他边走边朝围栏外看去 刺眼的阳光让他始终看不清楚 随即掏出手枪时刻见面 走近一看 围栏外面竟然有一个提着篮子的女儿 奇怪的是行尸并没有攻击他 原来是米琼恩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瑞克 希望瑞克能帮帮自己 他摸了一下腿上的伤口 实在疼痛难忍 而一旁的行尸立马就闻到了他手上的血腥味 也开始朝他发起攻击 米琼恩拔出长刀拼似抵抗 卡尔询问父亲要帮他忙 但瑞克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边思考一边朝门口走去 越来越多的行尸围了上来 要不是大腿受伤 这几个行尸对米琼恩来说都是渣渣 可惜现在他失血过多已经出现眩晕的感觉 最终还是昏倒在里 还好卡尔及时开枪救了他 可外面还有很多行尸 瑞克边骂边冲了出去 然后检查了米琼恩的身份 发现只有枪伤 随即就将他带回了监狱 因为是陌生人 瑞克并没有把他带到牢房里 只是在外面扑了个台 醒来后米琼恩第一时间还想去拿自己的武器 不过被瑞克一脚踢开 然后告诉他我们不会伤害 除非你想做什么傻事 这时达尔走不出来 让大家都去里面看看 卡尔拿上物资 瑞克则告诉他 我们会替你保管武器 这里的门都锁上了你很安全 而且还会治好你的伤 瑞克也很疑惑达尔到底在卖什么关子 近来一看也愣住 竟然是卡罗尔 瑞克的脸上也出现了酒鱼的笑容 真是让人不敢置信 卡罗尔竟然还活着 大家相处的都好像亲人一般 他们激动的互相拥抱 这时卡罗尔看到了贝斯怀里的宝宝 惊喜的神情溢于言表 但看到瑞克的表情他又想到了什么 他之前一直拿行事练习剖腹着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帮助洛莉顺利生产 可没想到现在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幕让卡尔也伤感起来 他有点想妈妈 卡罗尔激动的想抱抱这个孩子 他把对女儿的思念也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这感人的一幕也被米琼恩看得严厉 这可能也是他想加入这个团队的原因吧 随后瑞克出来告诉米琼恩 我们会给你治疗 也会给你食物和水 然后送你离开 但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还有你为什么会带着男子 米琼恩终于开口说 那些东西都是一个亚裔男人和漂亮姑娘留下的 他们被人带走了 达尔立马戒备起来 拿着弓箭对准他 瑞克让达尔不要紧张 米琼恩这才开口说 抓走他们的是一个小镇上的 那里叫伍德伯里 里面大概有75名幸存者 瑞克不敢相信现在还有小镇规模的影 米琼恩接着又说 一个自称总督的人管理着小镇 他有一只自封的准军士 围墙上都有派人持枪驱入 那个地方形势根本进不去 但佛人可以悄悄溜进去 瑞克有点相信他 但还是提出了最后一个人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米琼恩说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提到过一所监狱 还说了大致的方向 我顺着道就过来 随后瑞克留下谢尔让他给米琼恩治 然后和达尔回去有时商量 而此时格伦已经被揍得不成样子 但他始终没有输出营地的位置 穆尔还不停地嘲讽说 按照那个好好景观的作风 应该早就把你抛弃了 但格伦凶狠地反驳说 他们找来只是时间问题 等着瞧吧 这些人似乎都低估了瑞克团队的能力 之后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边谢尔也已经帮米琼恩处理了伤口 一向冷漠的他也说了一句谢谢 里面的人也围在一起开会 但是关马基和格伦的事没什么好商量 不管有多危险也要去救他 原本瑞克想和达尔两个人去 但其他人也都站了出来 就连奥斯卡和金发男都请求加入 既然大家如此团结 瑞克也没有啰嗦 随即众人就准备好了闪光弹催泪弹 还有其他武器装备 米琼恩好奇地询问贝斯 这里以前不都是形势吗 就凭你们几个就清理干净了吗 贝斯说是的 但我们还牺牲了一个人 米琼恩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支团队 离开前 瑞克把儿子单独拉到了一边 想跟他好好谈谈 毕竟他承受了太多 亲手送了母亲最后一场 但卡尔表现得十分坚强 瑞克说 如果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你就把大家锁在牢房里 保证他们的安全 卡尔淡定地点了点头 最后卡尔还给妹妹取了个笼子 叫朱迪斯 瑞克也点了点头同意了这个群 很快救援小队就出发了 而此时格伦还被绑在椅子上 穆尔拉着一个行尸走进了房间 他想让格伦也体会一下 自己当时在天台的登场 只见形势步步逼近 穆尔说这是最后一次 你们的营地到底在哪 但格伦始终没有吭声 见此情形 穆尔一边嚷嚷着一边捧后腿 最后解开绳索 然后把他们关上 行尸直接朝这边铺来 还好格伦一脚踹开 但双手被保持在行动中 他只好和行尸展开了周围 突然他想到用墙来撞碎一遍 等行尸扑上来的时候 用胶带等 最后用木头直接击杀了行尸 他大喊着把所有的木头都发现 而马基这边 总督也选择亲自上阵 但他并没有说话 而是拿出一把小刀 把马基手上的绳索解开 然后告诉他这一切都只是误会 我会把你送回去 但你要告诉我你们的营地在哪 马基也很聪明 这明摆着是个陷阱 总督看马基敬酒不吃吃法酒 于是让他站起来脱下衣服 不然就把格伦的手砍下来 无奈马基也只好赵总 这还不够 总督还想继续折磨 但马基并没有因此说出营地的位置 只是让他想干嘛请自点 看马基软婴不吃 总督也就没有继续 这个时候瑞克等人也来到了小镇附近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选择徒步前景 但在穿越树林的时候 意外遇到了一个小规模的狮群 本想冲出众狼 不料形势越来越多 几人只好边打边退 幸运的是在树林深处发现了一座小木屋 他们赶紧进来然后把门关上 里面一片漆黑 还有一股奇怪的错误 突然瑞克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示意打耳上前查看 当他们掀开被子的时候 一个男人跳了出来 莫氏降临都过去快一年时间了 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刑事的存在 还扬言想要报警求助 瑞克为了缓和男人的情绪 说自己就是警察 接着慢慢放下手里的武器 然后劝男人不要激动把枪放下 但男人根本不信 非要瑞克拿出警徽 瑞克也附和着说警徽就在我口袋里 让我慢慢伸手去拿 然后趁男人不注意 不料男人挣脱了束缚往外跑去 还好米琼恩及时出手 虽然有些残忍 但这才是末世的生存之道 眼看外面的形势越来越多 瑞克是一打而把男人的尸体扔出去 然后让奥斯卡去后门查看情况 确认安全后 两人直接把尸体扔了出去 然后趁行事不注意 逢后门逃离了这里 小镇这边 总督带着马基来到了关押格伦的地方 看着女友被这样羞辱 格伦愤怒至极 轮起武器就想干翻这几个情手 但此时的情况也无可待 总督说你们当中一人必须说出营地的位置 但格伦却摇了摇头 或许猜到会是这样 总督直接拿枪对准格伦的脑袋 无奈马基只好说监狱就是我们的营地 这才把马基推给了格伦 留着他们或许还有用 随即总督还让两人带队去侦查监狱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此时瑞克本人已经来到了小镇 躲在车子后面观察情况 上面还有两个人在站岛放上 想要从正面突袭是不管 必须得轻装上阵 还有个问题就是小镇太大 根本不知道格伦两人被关在哪里 这时米琼恩告诉几人他发现了一条小路 而此时总督和穆尔正在商讨如何进攻监狱 他不是想占领那里 只是单纯的想干掉监狱的人 因为他不希望有第二个小镇存在 而且他还让穆尔把格伦两人带到国家 他们待在这里的时间越久 丽亚发现真相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在丽亚可是他的女人 在米琼恩的代表下 瑞克几人也偷偷潜入了小镇 米琼恩说这是我被审讯的点 看着外面人来人往 达尔有些不相信他 如果现在有人进来 他们就无处可逃 瑞克也对他产生了 随即告诉达尔两人 如果行动失败就直接丢下他 他怀疑米琼恩是故意引他们上跑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接着一个男人拿着钥匙走进 不料直接被按在了墙上 瑞克直接让他跪起来 然后逼问他我们的人在哪里 但男人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无奈只好把他打音再说 而此时格伦两人还被困在屋里 他强忍着怒鼓询问瑪吉 那个混蛋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瑪吉立马回答说没有 然后还感叹地说道 这么久以来 我们一直在躲避行尸 却忘记了人性的仇恶 在他心里瑞克几人 是不可能知道他被抓 现在只能自己就自己了 没过多久 诺尔带着手下刚打开门 格伦两人就从里面冲了出来 瑪吉直接捅破了男人的喉悶 现在他对这些人可不愧仁慈 但男人临死前 枪声传遍了整个小镇 瑞克几人也听到了 小镇的其他人迅速赶往支援 瑞克也决定先过去看 说不定能发现他们的踪迷 此时格伦还在和莫尔搏动 但他的伤势太重 正当要被割喉的时候 瑪吉拿起了冲锋枪对准莫尔 但这个时候其他人都支援了过来 莫尔立马冲上去夺下了枪 就这样 两人再次沦围了阶下去 此时瑞克几人也摸了过来 等他们来到窗户边的时候 就听到了马基的声音 刚好赶上他们要被处去 瑞克和达尔立马拿出闪光弹 催泪弹 直接丢了过去 这几个人被闪得猝不及 瑞克等人迅速来到门屋里 趁着混乱带走格伦和马基 几人悄悄地在夜间穿行 随后躲进了一个屋子里 还好这里并没有人 科米琼恩却关上门离开了这里 现在格伦的伤势太重 连走路都成问题 紧接着他告诉达尔 这是莫尔干的 他把刑事推向我 还想杀了我 达尔不敢置信地询问 难道我哥哥就是总督吗 马基说他看上去像是副官手 而且也知道你和我们在一起 接着格伦和瑞克说了声对不起 我说出了监狱的位置 我们实在是挺不住 瑞克表示都是自家人 不用说什么抱歉 有事情大家一起扛 最后几人决定还是赶紧离开准 不然迟早会被搜查到 但达尔提出要去见一下哥哥 瑞克当然不同意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醒 看看你哥哥干的好事 现在他们两个都有伤在身 万一被刑事包围 又被总督的人追上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你 现在的达尔肯定不会抛下队伍 紧接着达尔就往门口 丢出了两个烟雾弹 等到烟雾弥漫的时候 他们就快速冲了出去 无料围墙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这时丽亚也从房间出来 看见烟雾和火光 随即也拿出手枪上前帮忙 他看见一个黑人从眼睛起 连开了几枪不过却并没有打 这个时候总督也关 劝丽亚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他不想让丽亚认出瑞克机 随即就拿枪冲了过去 瑞克等人边打边退 马吉三人已经来到了围墙边上 达尔和瑞克不得狐狸压制 奥斯卡在车上接应格纹 只要翻过围墙就安全 可就在这时 瑞克看着远处弄断 已经死去的萧恩竟然朝他们走 并且拿出喷笔直接开车 瑞克在妻子死后就一直产生幻觉 就是在他愣神的功夫 奥斯卡不幸被击中身亡 瑞克这才反应过来 一枪将他击杀 然后上前查看 果然是自己的幻觉 马吉不知道瑞克站在那干嘛 他大声呼喊了瑞克 瑞克这才清醒过来 随即也翻过车顶离开了阵 现在只剩达尔了 他被火力压制根本走过 而此时 李琼恩则来到了总督的房间 他总觉得这里有秘密 进来的一瞬间 李琼恩就惊呆了 房间里竟然摆满了这么多人头 最上面的不正是那个飞行员吗 看来他的猜想是对的 总督带人灭了他们一个小子 还在居民面前说是帮助他 这个时候 下面的柜子里竟然发出了声响 李琼恩打开一看 他更加不敢置信 这个混蛋竟然在这里囚禁 李琼恩安慰着孩子别怕 我会救你出去的 随即解开了锁链 可拿下头套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个行尸小女孩 正当他要拿刀解决的时候 总督拿着枪出现了 他恳求米琼恩 不要伤害我女儿 有什么事冲我来 可米琼恩可不管这么多 行尸就是行尸 总督发了风势地冲了上去 誓死要为女儿暴走 随即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没有刀的米琼恩战斗力大姐 而总督的身体素质却十分强 拉着他的头就砸在了鱼缸中 李琼恩用尽全身力气抵挡 最后把一排的人头全部死 总督抓着他的头 想凑到行尸那 就在快被咬到的时候 李琼恩一轴摆脱了束 立马去捡自己的刀 但很快总督就勒住了他的头 危机关头 他扯下一块玻璃 直接刺在了铁肤的眼 这下他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李琼恩拿刀就要将其击杀 可偏偏这个时候丽亚出现了 他不敢置信 昔日好友竟然要杀了自己的完美男友 但两人并没有多指 毕竟相依为命了八个月 李琼恩也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转身离开了 丽亚也立马上去查看总督的伤势 但总督并没有理睬 而是抱起了女儿的尸体痛不及 丽亚看着这个深情的男人无比心痛 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就在刚刚他永久地丢失了一只眼睛 此刻他把全镇的居民都聚集起来 然后生情并茂地开始演讲 控诉了袭击小镇的恐怖分子 就差说的声味俱瞎 甚至还把自己的眼睛说成了牺牲 顿时群情激愤 这个时候他又说 我们当中还有一名恐怖分子就是莫尔 其他人马上对他面露凶光 总督接着说 他是我的得力助手 最新来的伙伴 今晚却出卖了我们 就是他放恐怖分子进来 而刚刚被我们抓到的恐怖分子 就是莫尔的地 周围的居民顿时炸开了锅 丽亚也不敢相信 达尔竟然是恐怖分子 在场的人都喊着杀了他 不得不说总督玩弄人心的确有一套 只要杀了两人 大家就不会把小镇的袭击怪在他的身上 他依然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 周围的声考生此起彼此 都在喊着赶紧处决他们 只有丽亚出来替他们求情 但被手下几人给限制住 总督指着莫尔说道 你曾经说你忠诚于小镇 现在就是证明自己的时刻 杀了你的地 此时周围的人都纷纷附和起来 莫尔也大喊着 我会证明给你 说着就一拳打向达尔 达尔倒在地上并没有完手 可莫尔却毫不留情地用脚踢着 丝毫没有顾及兄弟情 更过分的是 总督还让人拉来了两只形势 被逼无奈达尔也只好出手 正当两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达尔说你以为这群人还会放吗 而莫尔则小声地说 老弟看我颜色形势 我们现在就逃出去 随即两人翻身起来 背对背看着重力 莫尔在坏 毕竟血浓于水 这可是他在世上唯一的情 此时瑞克几人也已经摸到了这里 他朝场内扔了一个烟雾板 随即枪声响起 直接打碎了几个探照灯 混乱中 达尔和哥哥也迅速逃走 丽娅却看着地上的尸体悲伤起来 这是他在这里的好朋友 就这样被乱枪杀死 他对这群恐怖分子可谓是恨到了几点 逃跑过程中 达尔也抢回了自己的宫 然后快速逃离了这里 总督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心想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很快瑞克几人全员会 随即把围栏破开了一个口 然后快速离开了这里 少数的行尸也趁机溜了进来 一直到了凌晨 格伦和米琼恩还在路边等待着 祈祷着他们能安全归来 就在这时树林里出现了他们的声音 但看到莫尔的一刻 格伦和米琼恩都激动起来 恨不得立刻攒了这个混蛋 就是这个混蛋差点杀了他 在瑞克和达尔的劝说下 两人这才平静下来 可莫尔却并没有害怕的样子 还在后面不停地吵吼 说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 瑞克实在受不了 就直接把他敲晕了过去 看在是达尔哥哥的份上 才让他活了这么久 随后几人在一起商量着两人的去 对于米琼恩 瑞克认为他是个不安定因素 等他伤好了就让他离开 至于莫尔的问题 达尔认为总督很可能正赶往监狱 而莫尔最了解他们 现在我们正需要帮手 但大家都不同意带他回监狱 这就是科老鼠史 很可能会威胁到家人的安全 可达尔怎么可能让兄弟在外面流浪 而格伦却说 莫尔只能算是你的兄弟 但我的家人是你 还有在监狱等着我们的 瑞克也表示你就是我们家族的义 但莫尔不是 他会危害到大家 最后达尔还是决定和哥哥在外面自力更生 他能理解大家的担忧 但两边都是家人 他也十分为难 达尔让瑞克跟卡罗尔说一声 相信他会理解 就这样达尔离开了团队 大家伙都很伤害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日子还是得照常过下去 众人立马启程赶回监狱 而在几人离开的这段时间 监狱里竟然闯进了几个不速之客 卡尔循着声音找了过去 几个陌生人正在和行事搏动 眼看女人快坚持不住 卡尔立马逃行试开了一敲 几人惊呆了 监狱里竟然还有个小汉 随即卡尔大喊就赶紧过来 现在情况紧急 他们也顾不了任意 迅速跟着卡尔进入了通道 很快就来到牢房这里 这个大块头把女人放了下来 她的丈夫也赶紧过来查看 很不幸她已经死了 卡尔淡定地说交给我吧 否则她很快就要变影 女人好奇地问道 孩子你到底是谁 这里还有别人吗 卡尔直接说道 听着 我们会帮你们 但先得办正事 大块头名叫泰尔西 她表示还是我们自己的吧 随即就拿起了武器 等处理完后 卡尔就将门锁了起来 她可不会让陌生人进来 但泰尔西的姐姐 萨莎情绪有些激动 就这样把他们 关在这边算走人时 卡尔表示这里很安全 我们会给你们食物和水 但你们不能进来 可萨莎根本不买账 一直嚷嚷着把门打开 泰尔西见状立马 劝姐姐冷静 他们已经救了我 还有这里是我们 几周以来最好的团队 更何况这是人家的地盘 第二天 阿克萨尔给他们住了十年 谢尔还给他们处理了伤势 萨莎看到这里 还有个婴儿也是非常小 莫是能看到这么小的孩子 可不容易 紧接着泰尔西诉说了 解人的来历 他们已经流浪了两个月 希望能长期在监狱里追下 但谢尔表示这里 我说了不错 然后就转身回去 四人也能明白 想真正融入一个团队 可不是这么容易 没过多久 几人准备将同伴的尸体 好好埋葬 但这个名叫艾伦的男人 却有了其他的想法 他放下同伴的尸体 然后一个人走向前方 观察着这个监狱 随即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门口只有一个小孩和女人 假意让他们帮忙 趁机夺取武器 出气不意拿下监狱 泰尔西生气地说 他们都是好人 刚刚才救了我们 你难道还打算杀了那个婴儿吗 能不能正治点 畜生才会做这种事 但艾伦和他的儿子 却一个劲地说着末世的生存法 还声称不想被他们赶出去 这个时候被斯和塞尔 还好心找了铁锹给他 艾伦和儿子却对视一眼走过去 泰尔西和萨莎利马 抢在他们前面 结果工具然后表示了感谢 一直到了下午 瑞克几人终于回到了监狱 看到爸爸没事卡尔也放下心态 而卡罗尔却在车里寻找达尔 发现他没有回来一时有些着急 瑞克赶紧上前安慰他达尔还活 他找到了他哥哥 所以就不跟我们回来了 卡罗尔有些难过 就这样一生不坑坑了吗 显然在卡罗尔的心中 早已把他当成亲人意满 看着马基平安回来 谢尔也是放下心来 贝斯看到瑞克的时候 也上去给予了拥抱 还亲吻了他的脸颊 这顿时把瑞克也整不回 回到牢房后 瑞克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处理心人的问题 而是看了看女儿的状况 回来后的格伦也性情大病 没有了往日开朗的微笑 他看向马基的眼神里充满悲分 在他的心里 马基一定是被总督玷污了 现在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样报仇 随后谢尔还给米琼温治疗了些 发现这个女人 很可能几天都没睡觉 瑞克对他可不太幸运 只希望他伤势好了 赶紧离开 紧接着几人就在一起开了门 现在的形势不容乐伦 达尔离开了这里 而总督肯定会来监狱复仇 但现在这边战斗力太少 枪支弹药也不多 谢尔提出 或许可以让几个外来人加入 瑞克没有说话 而是来到了外面 泰尔西礼貌地伸出手 但瑞克并没有搭理他 反而问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泰尔西解释了一番 卡尔也帮忙说 他们在通道里迷你 瑞克的气场明显把几人震住 泰尔西小声地说道 我听谢尔说你们需要帮手 对付形式我们也不陌生 我们可以自己去找食物 只要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 如果有人袭击你们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忙 瑞克就这样呆呆地看了几米 还是说不行 萨莎也一再看着 可瑞克还是拒绝了 他不想因相信陌生人 再次失去对应 之前几个囚犯的例子 时刻警醒了他 在场的众人是完全信任瑞克 无论他怎么决定都行 谢尔把瑞克叫到了一边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我们都很感激 是你救了我们的命 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但你现在做的是错了 你得学会给别人生存的机会 瑞克脑海里回想着 自己说过的那一句话 他看着每个人的神情 好像确实是自己过于敏感 正当他准备同意的时候 他在牢房的二楼看到了一道声音 仔细一看竟然是洛莉 瑞克又产生幻觉 大喊着走开我帮不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说着说着情绪就开始疯了 甚至还掏出了手枪 吓得泰尔西几人赶紧离开了这 连在场的队友都有些害怕 难道瑞克是真的疯了吗 男人拿着望远镜到处寻找 最终在墓地旁发现了死去已久的妻子 他立马冲下楼梯 可等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妻子的身影却消失了 瑞克大汗淋漓四处张望 最后又在铁网外面看见了他 随即小跑着往外面赶去 这一幕下的米琼恩也拿上武器接力 还以为有行尸入侵 瑞克来到墓桥上 妻子抚摸着他的脸庞 而瑞克面对空气的样子 都被米琼恩看在眼里 他知道瑞克这家伙精神一定出问题 现在达尔走了 瑞克也疯了 格伦临时当起了首领 他认为应该反手为功 直接偷偷溜回去把总督干掉 还试图说服米琼恩跟他一起行 他太想杀死总督这个禽兽了 而谢尔则认为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实在不行的话就先逃离这路 但格伦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拍着车子就要前往小镇 尽管马基已经跟他说了 总督没把他走开 但格伦心里其实认为并不是这个人 所以他才会如此极端 谢尔叹了一口气 再看了看在外面徘徊的瑞克 难道这个队伍真的要散了吗 他必须要做点事 于是拄着拐杖来到围栏边上 对着瑞克说道 你可以回来了吗 格伦满腔怒火失去理智 虽然他很足异 但还是很难胜任领袖的军事 而总督随时可能会工作 现在正是大家需要你的事 瑞克却嘲讽说 既然这样还是让你来领导 谢尔知道他精神错乱 也就入地此事 而是问他你到底在找什么 瑞克伤心地说我看见了洛莉 虽然我知道那是我的幻觉 但他出现一定是有原因的 说完再次朝树林走去 卡罗尔和阿克塞尔也来到了院子 两人讨论着瑞克的情况 上一秒还有说有笑的阿克塞尔就这样下行 瑞克听到枪声立马接被起来 但紧接着他也遭遇了死亡 卡罗尔拉过塞尔的尸体 这才挡住了射击过来的子弹 卡尔和贝斯也找地方给他起来 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占据了少年 李琼文发现来人正是总督 也就毫不犹豫开枪射击 总督看到他更加很大 他最恨的就是这个杀了他女 瑞克也发现了朝他射击的人 立刻给予了还击 不过并没有打 自己只能躲在这个凹槽当中 总督他们的弹药好像无群无群 没事还要朝天空开上几枪 此时瑞基也拿着枪冲了出来 论人数来说的话双方相差不大 但对方占据了主动和地理优势 瑞基冲到一个障碍物后面 对着哨塔上的人疯狂嗓 卡罗尔在他的掩护下 这才跑到了墙体后面 双方你来我往一时间也将知 没过多久 场上突然安静下来 总督的嘴角扬起了危险 只见一辆车子在路上飞驰而来 直接撞破了监狱大 然后开到院子东央停了下来 众人都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正当他们疑惑的时候 后面的车门放下 紧接着就是一群行尸分约的行 驾驶员出来后朝着米玄文开了挺强 然后就快速离开了 瑞克刚想射击 但枪里已经没有了 接着就被人疯狂嗓声 双方的枪声又响了起来 马吉深吸一口气 然后淡定瞭准 这一次他打 干掉了哨塔上的 这下大家也轻松一点 不过总督这次突袭 也没指望将瑞克几人团灭 他们的人数并不占优势 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这次来也只是个下马威而已 真正的总攻还在后面 总督几人刚离开 格伦这才赶回来 不过现在不是追击的时候 家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马吉几人赶紧出来 清理院子里的行尸 而谢尔还趴在草坟里 李琼文立马拔出长刀 前去救人 这些行尸在他面前 基本上就是一刀一刀 还好格伦也把车子开到了这里 两人赶紧把谢尔扶上了车 这才摆脱了行尸 安全回到监狱里面 而瑞克这边还被两个行尸 扑在身上 他的手枪早已没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支弓箭拯救了他 不用说也知道 史达尔回来 在三人的相互配合下 很快就将几个行尸清理掉 两人互相点了点头 他们没有过多的话语 而是看着院子里 外面越来越多的行尸 涌了进来 随后众人在牢房商讨 下一步的对付 谢尔觉得应该离开这里 不能坐一遍 但瑞克坚持要留下来 格伦也支持他的想法 而穆尔却在外面吵吵着 他太清楚总督这个人 如果昨晚溜出去 或许还能多活几天 但已经没有结合了 现在外面肯定到处都是他的手下 把我们的铁网冲破 也只是他的第一步 就算我们有坚固的堡垒 也敌不过他的武器和人马 一旦他占领了附近的高地 我们就会被活活饿死在里面 谢尔还是开口说 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避免更多的人牺牲 瑞克并没有说什么 转身准备再次外出寻找妻子 谢尔生气地走上来说道 我们都看到了也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现在不是时候 当初是你告诉我们不要严重 现在你必须带领我们走出困境 所有人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中 赶紧振作起来 拿出点行动 心情烦闷的瑞克来到后门阳台 拿着望远镜查看远处的情况 不知道他是在观察有没有总督的人 还是为了寻找妻子 这时卡尔来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说 老爸我说句话你别生气 你不该继续当我们的领袖了 让谢尔或者达尔来吧 你应该好好谢一谢 也是这句话真正唤醒的瑞克 是啊 我这是在干什么 卡尔朱迪斯 还有大家都需要我的保护 醒悟过来的瑞克重新回到了队伍 现在广场上都是行尸 但围栏外还没有狙击手 暂时是安全了 不过行尸不容乐观 食物和弹药都所剩无几 而总督随时都可能会公管理 小镇这边 丽亚找到总督 她已经听说了监狱的事情 质问她为什么出而反而 明明答应她不会去报复 但总督却虚伪地说 我是去谈判的 但他们却对着我们开枪 你的那些朋友已经变了 不再是你所熟悉的那些人 他们残忍是杀就是一举魔头 丽亚这个女人又傻傻地相信 然后生气地说 你总是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是不会看着小镇和我的朋友们互相残杀的 随即她向总督申请去监狱调和这件事 但这个男人却一路被赌为由拒绝 郁闷的丽亚来到大街上 发现总督的手下们正在搬运人气 甚至还争调了一批居民参战 最小的仅有14岁 眼看阻止不了嘴 丽亚就想从正门出去 却没想到大门被全部所死禁止外出 最后她找到了小镇的科学家米尔 她是总督的亲信之一 不过她心地善良 丽亚请求她把自己带出去 因为她研究形势可以带人随意外出 只有到了监狱 她才能和瑞克谈谈 或许能阻止这场厮杀 一直到了下午 米尔顿才把丽亚带到了外面 还成功抓到了形势为她开路 也刚好遇到了从监狱出来的泰尔西等人 听说他们来自一个小镇 而且里面有70多人 四人顿时激动起来 赶紧询问他们还收不收心愿 米尔顿点了点头 然后让丽亚独自前往监狱 自己则负责把他们带回去 寒暄了几句后几人也就分开了 没过多久 丽亚终于来到了监狱 正在巡视的卡尔发现了异常 马基也用狙击枪查看 竟然是丽亚 她来这里干什么 马基立马让卡尔去叫瑞克 很快丽亚就推着刑狮走到了院子里 这种办法暂时可以瞒过刑狮 瑞克几人也立刻拿着武器冲了出来 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总督的机会 连卡尔也拿着狙击枪在高处待遇 瑞克几人观察周围并没有埋伏 这才朝门口跑去 大声询问只有你一个人吗 丽亚哪还有心思回答这些 催促着瑞克赶紧把门打开 进来后 丽亚并没有受到朋友般的带影 而是让她转过身权 毕竟现在阵营不同 任何情况都不能掉以轻心 一番搜查并没发现武器 这才让丽亚起来 回到牢房后 丽亚观察着他们的生活环境 他们太久没见了 卡罗尔也还活着 两人都非常激动 毕竟当初丽亚是为了救他才走散 接着他又看到了谢尔的小桶 惊讶的同时他又环顾四周 询问萧恩和洛丽怎么不在这 瑞克遗憾地转过头去 这个意思也不言而喻 T在为了救大家也牺牲了 原来老朋友门过的都不一 丽亚还想进去牢房看 但被瑞克拦住了 瑞克说 网场和院子等来很安全 直到你的男朋友 开着卡车撞回来 还开枪扫兽 丽亚很 You fired first 瑞克说别傻了 她的鬼话你也行 地旁的谢尔说 她还杀死了一个新加入的朋友 丽亚不敢置信 她抱歉地看着大家说 这些我一点都不知情 而且前几天才知道 你们来到了小镇 我也是尽快赶惯了 看大家都排斥她 随即质问米琼恩 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曾经都是共患难的朋友 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度我 接着丽亚调整了一下情绪又说 我无法为总督的所作所为 找借口或解释什么 我来这里是为了解决现在的将军 化解双方的分歧 瑞克立马表示没什么分歧 我们一定会杀了他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杀何时杀 但我们会做到 丽亚还天真的说 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小镇随时欢迎你们定居 莫尔听完都冷不住笑了 但丽亚并没有放弃 他继续劝说 小镇现在人数众多 而且在训练军队准备开战 但达尔硬气地表示 你回去告诉总 他的另一只眼睛我要定 格伦更是怒气冲天地说道 想要开战就放马过来 最后瑞克也总结说 你要想帮忙就把我们偷偷带进小镇 否则多说无意 随后丽亚找米琼恩出来单独谈谈 他觉得是米琼恩误导了大家仇视小镇 难道就因为之前没有跟他一起离开吗 还责怪米琼恩当时一进小镇就出门 米琼恩反过说 因为我看清了他们的本质 而你从见到他的第一眼 就被迷住了心情 丽亚当然不会承认 反而说我留下来也是为了小镇居 现在也在试图拯救瑞克他 米琼恩笑了 真不知道那个混蛋的旧式主情节还会传人 干什么的声音 接着他还告诉丽亚 当初走的时候总督还派莫尔追杀我 如果你跟我一起走 他也会杀了 你知道那个飞行员的同伴是被他团灭的吗 你知道他是怎么对待格伦和马基的吗 你为了和总督滚床单抛弃了你真正的朋友 回去找你的完美男友 丽亚这才恍然大悟 眼面绰其 尽管大家表面上对他冷漠 其实一直把他当作朋友 丽亚临走前还亲自抱了抱朱迪斯 这时卡罗尔还不忘出谋划策 其实等总督熟睡的时候 你就可以终结这一切 丽亚也陷入了沉默 没过多久 老朋友们还给他准备了一辆车子 因为徒步回去实在太危险 瑞克拿出一把匕首让他防身 甚至本来就弹药匮乏了他 还给了他一把手枪 这种家庭般的团队是其他地方都没有 随即丽亚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 一直到了晚上 她才到达了小镇 现在围墙上的防卫众多 但认出是丽亚后也就没有为你 这可是总督的名 回到房间后 丽亚主动坦白自己去了监狱 但并不是背叛 而是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 总督也没有过分追究 春宵过后 丽亚拿起笔绳 慢慢走向熟睡的总督 卧室的幸存者在路上拼命地挥手 只希望车上的人能帮他一下 但瑞克根本没有理 就装作没听见一样 不知不觉见 当初正直善良的警官也变得越来越冷 现在的他只会把关系留给身边的人 没过多久 几人就来到了瑞克曾经生活的小镇 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枪支弹药和总督对抗 可等他们来到警局的时候 弹药库早就被洗劫一口 没办法他们只能另寻他 紧接着就来到了主街道上 眼前的阵势把他们惊呆了 这里遍布着削尖的主族 做成各种机关拦住的去 显然就是用来对付形势的 还到处写马地劝人远离的话 肯定是有人占据了这里 但瑞克并没有退缩 他曾经可是这里的警察 谁的家里有枪他都一亲二种 只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 这时一只形势偷偷跟了上来 随即就撞在了绳子上 接着就是一声枪响 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站在楼底 大喊着把手举起来 然后放下手中的东西离开着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瑞克让卡尔听到暗号 就往车后面跑 此时男人已经在开始倒计时 数到六的时候 瑞克大喊卡尔快跑 几人都躲到了车子后面 非常安全 瑞克装好子弹准备投击 可男人却早就不见了 此时米琼温也摸到了楼上 但男人反而来到了一位 他边走边射击 注意力完全在瑞克身上 无奈瑞克只好躲到图的后面 正准备出气不意偷袭 一旁出来的卡尔却 直接开枪击倒了男人 米琼温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家伙 不过还是被瑞克教育了一番 下次危险情况记得躲起来 瑞克敲了敲男人的背部 显然是穿了防弹衣 掀开衣服一看 果然没有打穿 应该是痛晕过去 可等瑞克扯下面罩的时候 惊呆了 竟然是摩根 这可是他的救命的人 怎么可能就这样丢下他布 现在也只能先将他抬上楼群 可等他们进屋的时候 更是大吃一惊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武器 就算警局的弹药库都没这里的一板 这个家伙到底搜寻了多少地方 随即两人把他放在了床上 卡尔也没有闲着 直接开始打包武器 瑞克看着这一墙的警示标语 也不知道这兄弟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 先拿一些武器回去再说 可等他拿起一把枪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当初他给摩根的那个对讲机 之前他承诺每天清晨会沿落摩根 可后面为了逃生就忘了这事 现在想起来一时有些自责 接着他又看到了墙上显眼的大字 瑞克不敢相信 摩根的儿子竟然死了 可以想象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垃圾 他很担心摩根的状态 于是决定在这里等他醒来再说 但卡尔和米琼文都很好 这个男人刚刚差点杀了我 我们没有杀他已经算很仁慈了 可瑞克坚持要留下 他们不理解摩根对瑞克的 瑞克想了想还是先把摩根的手放起来 他现在显然有些精神错乱 闲着也是闲着 卡尔和父亲提出要外出寻找一资 他说妈妈有个朋友之前开了一家婴儿银 就在街角那边 他想帮妹妹找张婴儿床 看卡尔这么贴心 李琼文决定陪着他一起去 瑞克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等两人走后 无聊的瑞克拿起一旁的狙击枪 这是他当初亲手拿给摩根的 可正当他拿枪研究的时候 摩根一下子从背后哭了手 瑞克下意识就把他打倒在地 然后不断询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还认得我吗 摩根大喊着你就是戴着面具的摩根 随即拿起刀子朝瑞克扑了过去 瑞克一边抵抗一边试图唤醒 但摩根的力气太大 一把将瑞克掀翻在地 大喊着你不是人 我要杀了他 随即就将刀子直接扎在了瑞克的肩膀 瑞克奋力反击 见此情形也就不留手 拿枪直接对准他的脑门喊了 你这条疯狗 没想到摩根却直接让瑞克开枪 求你杀了我吧 见他清醒过来 瑞克也就收回了手枪 可摩根却在一旁哭得无比伤心 为了防止他继续乱来 瑞克只好把他绑了起来 但他嘴里不断地求瑞克杀了 瑞克随即拿出对讲技术 这是我给你的 我说过每天清晨我们用这个联系 这样你就能找到 说到这里 摩根终于想起了瑞克 也对刚刚的行为表示了抱歉 然后接着说 我和儿子每天坐在堂顶上呼叫 持续了好几周 然后就只剩下五 你是说不会联系我 但对讲机里只有噪音 后来什么都没 说着说着 摩根又激动起来 他责怪瑞克为什么不联系他 当初为何还要给他希望 瑞克无奈地说 和你分开之后 我就找到了我的妻子和儿子 我们被迫到处逃亡 逼不得已越走越远 我真的别无选择 摩根嘴上虽然责怪瑞克 但其实是在逃避现实 当初瑞克给了他很多枪 他尝试杀死变成行尸的妻子 但始终不忍心下手 结果再一次寻找物资的时候 他当初屋子里出来 就看见妻子站在儿子面前 可因为这是母亲 儿子举起枪 但却下不了手 最后酿成了悲剧 他责怪自己的心软 要是当初早点杀了 变成行尸的妻子 儿子也不会因此丧命 带着愧疚与伤心 摩根变得性情古怪 见人就把他们当成行尸 瑞克听着他诉说 也能感受到他的军望 他也是有妻子和儿子 过了一会儿 两人的情绪都冷静下来 瑞克希望摩根能跟他一起走 时间长了会走出来的 但现在摩根的精神世界 都是悲观的 根本不想去任何地方 随后三人带着枪支 准备离开 临走前 瑞克看了一眼摩根 也是深深的无奈 不知道该如何帮他 自己的日子也是一团糟 收拾东西的时候 哈尔对父亲说 米琼恩是个好物 让他留下来吧 刚才在找东西的时候 米琼恩和我相处得很快 也是因为儿子的这句话 他开始对米琼恩有了 随即三人就开车离开了这 正当大家都在整理弹药的时候 瑞克却在丽亚的邀请下 来到这个小屋和总督进行和平谈判 瑞克态度强硬直接开出了条件 河流的西边归小镇所有 东边就是监狱的地盘 两边划清界限互不打扰 丽亚也觉得只是个不错的方案 但总督拿地图看了一眼 就直接拒绝了瑞克的提议 随即他让丽亚出去 接着再次对瑞克说道 想达成这个谈判也不是不可 只要你交出一件东西 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就烟消云散 瑞克还以为他说的是监狱这个地方 因此并没有退让 总督笑了 我不想要你的监狱 那里不安全 我想要的是米琼恩 一个女人换你们所有人的幸福 瑞克沉默了 他不知道米琼恩到底做什么 但毕竟现在也算是团队的一员 瑞克尝试劝说总督 很明显你胸怀大志 小镇的居民都以你为荣 你看上去就是那种不计前嫌的人 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 微不足道的虫杀上的 但总督并没有被这种小伎俩语解 他冷漠的表示 反正现在所有人的生死都取决于 瑞克思考了两秒说的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实验 万一你出而反而怎么办 总督拿起地图扔在他面前 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 但你有机会得到你想要 最后总督给瑞克两天考虑的时间 到时候在这个地方交接 这场谈判也就此结束 随即瑞克几人就回到了街 来到牢房后 瑞克和大家说了谈判的事情 但他没有说出祖务的条件 只是说他要的是我们的监狱 想要让我们在世界上消失 他想要我们死 就因为我们毁了他们的险阵 所以我们要开战 大家都很耐人 这似乎早已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但做出这样的决定 瑞克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说不定就会全军覆没 谢尔也看出了他的纠结 过来安慰他说 大家的反应是预料之中的镇定 诺尔和米琼恩认为应该先发制人 不过我和卡罗尔觉得应该离开这里 但我们是一家人 如果大家都要留下来战斗 那就战到底 随即瑞克也说出了总督的条件 那就是把米琼恩交给他 我知道他肯定会杀了米琼恩 然后照样会杀了我 可万一他真的放过我们了呢 谢尔平淡地说道 米琼恩救过我 也救过卡尔 要不是他我们都不知道 格伦和马基被抓 他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可瑞克十分纠结 他想把米琼恩交出去换取生路 但又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之所以告诉谢尔 是希望他能劝服自己 就像我们生活中做决定一样 有时候明知道是错的 但还是要继续坚持做下去 小镇这边 总督刚回来就吩咐手下 两天后在谈判地点埋伏好枪手 一旦看到他们带米琼恩过来 就立即开火杀掉其他人 千万记得留他活口 米尔顿听到后十分疑谱 我们不是定好了协议吗 没想到总督却说 到时候监狱的主力军都会来 我们能一次性把这帮人都干过 这才是避免厮杀的最佳方案 米尔顿愣着 他也希望双方能和平相处 不应该发生战争 而丽娅也还不知道双方的险议 他还傻傻地以为谈判非常成功 还在为组织了这次谈判沾沾自喜 到了晚上 总督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折磨米琼恩的导致 光是想象那个场景就十分疏伤 第二天 米尔顿发现手下们正在搬运重武器 应该是准备埋伏监狱的人 随即他找到总督 想劝他早点收手 用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事 他理解总督和米琼恩的恩怨 不过监狱里的人是无辜的 但他的劝说却没有丝毫作用 反而被嘲讽了一番 没办法 米尔顿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 听到总督要杀了米琼恩 他没法淡定 那是他的救命恩人家生死好友 接着米尔顿还告诉他 不管瑞克教不教人 监狱的人都会被消灭 随后米尔顿还带他来到了 总督的秘密基地 这把椅子是为米琼恩准备的 这个变态也想让他常常失去眼睛的痛 米尔顿劝他去通知监狱的人赶紧离开 可丽娅拒绝了 他现在才意识到之前自己错的有多厉害 现在杀了总督才能解决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总督走了进来 看他的心情还不错 正在准备着各种折磨人的道具 真是个变态 随即丽娅掏出手枪 慢慢对准眼前的变态 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 但却被旁边的米尔顿阻止 就是这个转眼的功夫 总督就离开了阵 丽娅抽回自己的手枪 摇摇头转身离去 他不明白米尔顿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 那个男人就是个没有人性的变态 可米尔顿却说 就算你杀了他你也走出去 然后他的手下们会接管小顿 到时候他们还是会照样杀了你监狱的那些人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提醒瑞克他 丽娅想了想也明白了 随即告别了米尔顿 来到外面准备随时溜出去 不料被总督的手下叫住了 总督规定所有人都必须上交武器 没办法 他现在不想起什么争端 也就把瑞克给他的手枪交了上去 趁着手下们还在收脚武器 丽娅赶紧来到大门口 而值班的正是泰尔顿警察 两人非要问清楚丽娅出去 可丽娅不想多说直接掏出笔手 泰尔顿则表示我们没必要互相伤害 丽娅见两人都是民事里的人 就直接明了地告诉他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是你们想象的地方 这个总督表里无疑 我没办法待在这里 但萨莎却表示他非常坦白 丽娅直接反驳说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 但我告诉你他干过很多卑鄙的事情 现在还在计划更坏的事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你们也快走吧 最后两人并没有组 就任由他这么离开 丽娅出去以后拼命放飞 要是总督发现了肯定会去追他 没过多久 泰尔顿两人就被叫到了仓库 询问他们为什么把人放出去 泰尔顿回答说 我们只负责阻止行尸进来 为什么要强行阻拦活人出去 难不成我们要打死他吗 而总督却假惺惺的说道 我只是很担心他一个人出去会不安全 说得无比真诚感人 但泰尔顿两人并没有把丽娅的话说出来 表示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出来后 米尔顿立马上去和总督交谈 总督表示自己会亲自去追 但米尔顿上前说让他走了 他只是想和他那些朋友在一起而已 也是因为这句话 总督立马猜到 肯定是眼前这个家伙把一切告诉他 他瞬间炸锚了 要是被丽娅成功逃到监狱 之前所做的计划就全都白费了 离开小镇的丽娅一路狂奔 很快就有车子追了上来 肯定是来抓他回去的 还好他及时躲了起来 刚想喘口气 一个行尸就从背后抓住了他 他挣扎着想要脱身 不料前面又来了好景 他立马用脚抵住第一个行尸 然后从兜里拿出笔绳 直接刺穿了行尸的脑 随即立马离开了这里 刚刚摆脱危机 丽娅又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 他立马扑倒 还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刚想起身 总督的车子就从前方飞驰而已 丽娅吓得赶紧朝后方跑去 还好及时跑进了树林 总督当然不会就这样放过他 随后丽娅来到了一处破旧的场 希望能在这里暂时休整天 可没一会儿 总督也开车来到了这里 好像知道丽娅一定会进来 她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在里面寻找 还不停地劝说着 跟我回去吧 那里就是你的家 小镇的人民都需要你 但现在丽娅可不会相信她的文化 眼看劝说无补 总督拿起铁条逃破目 还以为这样就能把丽娅吓 丽娅趁机来到门口 想从这里逃出去 打开门才发现里面全是行尸 她赶紧把门关上 不料总督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现在她无路可逃 还以为就这样被带回去 谁知丽娅把门打开 然后躲到了门后 里面的行尸并没有发现 而是直接朝总督扑了回去 等里面的行尸全都走了 丽娅立马关上门 就这样直直地看着她 然后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监狱 这下可以松一口气了 此时瑞克正在哨塔上巡视 丽娅一个劲的挥手势 不料总督曾身后将她扑倒在地 宁静的小镇附近 竟然藏着大量的行尸 这是总督专门收集行尸的地方 当泰尔西得知这些行尸 是用来对付监狱的时候 她和姐姐立即出言反对 监狱里还有老人和婴儿 而且他们都是后人 泰尔西对艾伦说 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 大不了我们离开小镇 可艾伦不愿意 凭什么替我们做决定 现在她为了留下来什么都愿意 早已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两人还因此产生了分歧 在这里大大出手 还好一旁的萨莎劝阻 深夜 一辆车子开到了这里 神秘人在装满行尸的笼子里 撒上气 将这些行尸全部烧光 然后开车离开 第二天 小镇的自卫队来到地坑查探 可这里只剩下浓烟和臭物 而这件事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泰尔西姐 他们白天就公开反对这件事 总督得知此事后 并没有大发雷霆 而是耐心地询问姐 但泰尔西直接说道 你跟瑞克有过节 我不在乎 但你不能把他的孩子 也拿去卫行尸 总督立马否定说 没人说要把谁卫行尸 我们那样做 只是为了虚张声势 我宁愿把他们吓跑 也不愿意开火 我是想拯救更多的生人 他的态度诚恳与其坚定 泰尔西姐弟也没有过多 随即还跟总督道歉 不该质疑他 也表态自己真的很想用下 不会再冲动行事了 总督很满意 也就转身离去 来到门口的时候 他还不忘试探了 你们那些汽油是哪里搞的 泰尔西两人都很 你在说什么 总督看到两人的表情 也就没办 烧行尸这件事不是他们干的 出来后 总督还在想 是不是小镇里面有判断 这时尼尔顿找到了他 询问丽娅还活着吗 总督说或许还活着吧 我也没找到他 接着尼尔顿又说 行尸都被烧了实在可惜 希望你能找到是谁做的 尼尔顿生性善良 还主动提起这件事 而且表情极其不自然 总督这么精明的人 心中自然已经有了答案 监狱这边 瑞克已经决定 用米群恩换取生路 他需要达尔配合行动 但达尔有些抗拒 表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不过瑞克这样做 也是为了避免更多伤亡 达尔也只能点头 答应了这件内心的事 瑞克还需要一个人 那就是莫尔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 做这种糟糕 虽然莫尔也很意外 瑞克会做这样的事 不过也只是平淡地说道 我之前跟着总督做事 他杀人都是砸碎脑袋 割破喉咙 让我们不要浪费子弹 但我明白 这只是他是杀的借口吧 假如你把米群恩交给他 他一定不会杀了这个女人 只会不断地折磨他 很可能会挖出他的一只眼睛 或者全部都挖出来 你就为了这渺茫的机会 让这种残忍的事情发生吗 看着瑞克坚定的眼神 莫尔都有些唏嘘 曾经正义凛然的警官 现在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莫尔倒不是反对 而是觉得瑞克这种人 根本没勇气做这种事 可还没等他说完 瑞克就直接说道 我们得在中午之前 和他交给主 这个时候瑞克听到了 立马拿着枪来到了外面 好在并没有什么突发状况 只是卡尔几人 正在围栏外吸引形势 马基也参与其中 他们相互配合 格伦还在地上铺上一起 瑞克看着大家都这么卖力地 为开战处 特别是米琼恩也是很积极的帮忙 他看着车子回来 也迅速跑过去把门打开 进来后 格伦说如果总督像上次一样开车破 这些地次能派上用场 达尔立马补充这是米琼恩的主 而米琼恩则表示我们没必要打败他 只需要让他们知道 攻击我们是得不偿失的 瑞克听完以后有些动力 再看看大家齐心协力保卫家园的样子 他和达尔对视了一眼 达尔自然希望他能改变主意 而莫尔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他知道瑞克这群人最后肯定会改变主意 事实也是如此 随后瑞克来到监狱的角落 找到一根网线 用这种绳子来绑住米琼恩的双手 他应该挣脱不开 瑞克的内心也在挣扎 抬头一看 洛丽又出现了 好像在提醒他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 他纠结了许久 最后还是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 将绳子一把丢开 然后迅速离开这里 等到了牢房的时候 谢尔叫住了他 询问关于米琼恩的事 瑞克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 而且我也不会做这种事 随即瑞克找到达尔 告诉他行动取消 我们跟总督硬碰硬 达尔这才放下心来 虽然他支持瑞克 但不代表他愿意这 不管世界怎么变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底线 但瑞克说我找不到莫尔和米琼恩 他们不见了 达尔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遇见 最后两人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痕迹 看来是莫尔把米琼恩强行带走 达尔提出自己去追 让瑞克留下来主持大局 而此时莫尔已经在前往交易的路上 他早就知道瑞克这种人会贪恋 像这样的脏活只有他太多了 他做这些倒不是为了监狱着想 只是弟弟达尔现在把那里当成家 所以就偷袭米琼恩 带他前去和总部交易 没一会儿 莫尔在一个住处找到了一辆车子 这下速度就快多了 一路上 米琼恩也没怎么反抗 而是一直劝说莫尔 我们回去吧 陪在你弟弟身边不好吗 我们这一去或许都回不来了 莫尔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督是什么人他还不清楚吗 只是他已经回不去了 他和监狱的人根本不是一路人 每个人都把他当作恶魔 随即他停下了车子 然后割开米琼恩手上的绳子说道 你回去找他们吧 让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 紧接着就开着车子离开了这里 这或许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发善心吧 最后莫尔把车停在了一个酒吧门口 然后把音乐开到最大 无数的行尸被吸引过来 他要做的是独自把行尸以后交易地 很快他就放着音乐带着行尸来到墓里 随即找机会跳下了车 他很熟悉这里的地形 直接躲进了一个房间 在这里埋伏的几人也听到了音乐声 开始朝着车子那边跑去 没等到瑞克几人 反而等到了一群行尸 就在他们击杀行尸的时候 莫尔也趁愣不断开枪 直接击杀了两人 由于线条太过淘打 几人根本没发现有人中枪 莫尔不断切换窗户击杀自卫队 他瞄准总督准备设计 不料被一个小弟挡住 忽然他身边也出现了一个行尸 只能先将其解决 可搏斗的时候却不小心推到了龙岸 迎接他的就是一顿毒打 总督更是恼羞成目 这家伙不仅是个叛徒 现在还来破坏他的警方 最后总督掏出了手枪 瑞克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然后把交易米穷恩这件事告诉了大家 我本打算这样做 但现在改变了注意 只是莫尔已经强行带着米穷恩去了 不知道达尔能不能赶上福祉 我不该瞒着大家 对不起各位 去年农场沦陷以后 我说过我来独裁 但现在我意识到这是恶不仁道 尽管身处末世 但有些底线我们还是得遵守 以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决定该怎么做 不能为不全大局牺牲我们当中任何业 因为每个人都是大局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才是活着的理由 要么我们一起选择离开逃命 要么一起选择留下战斗 我们要团结一致 接下来的选择我们投票决定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是一家人 可以一起战斗 也可以一起离开 说完后瑞克走了出去 毕竟大家都需要时间考虑清楚 随即瑞克来到哨塔巡视 发现米穷恩竟然回来了 但却并没看到达尔的身影 小镇这边 诺尔的偷袭让总督恼羞成 把怒火全都发泄在了米尔顿身上 现在他最痛恨的就是背叛自己 米尔顿也终于见到了利亚 原来他被总督关在了这里 总督让米尔顿把工具都拿过来 他也只好照顾 由于伤势过多 拿工具的时候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他只好跪在地上捡起 捡到最后一把钳子的时候 他愣得当面 这个角度总督刚好看不见 最后还是把钳子留在了地上 他希望这样能帮到利亚 等他把工具拿出来以后 总督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一把拽过米尔顿 让他拿匕首把利亚杀了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忠心 没办法米尔顿也只好照顾 不然两个人都得死 他慢慢靠近 忽然转身朝着总督刺去 但总督早有防备 反手就把他给杀了 接着总督把门关上 他要让米尔顿把利亚活生生地吃了 而此时监狱众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达尔也回来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哥哥这辈子最后竟然还做了一件好事 不过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他还有这些家人要数 瑞克也找到米琼恩跟他道歉 差一点就答应总督把他交出去 米琼恩也表示理解 他的直觉很紫 所以当初毅然决然地离开小镇 当然他也很感谢瑞克 要不是当初打开大门救了他 他早就被刑事砍尸了 就在监狱这边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 总督已经召集了人马 大声喊 这些歹徒杀了我们十三个人 他们和刑事没什么两个人 我们必须守卫我们的家园 今天就彻底和他们做个了结 但泰尔西对总督说道 我知道这很难开口 因为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行动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我们只和刑事作战 而不是和那些无辜的人 我们留在这里保护孩子们 等你们回来后 如果想让我们走 我们也没有任何愿意 总督听完后内心已经怒火出天 他不喜欢别人违背自己 但他表面上并没有丝毫过度 他从手下那里拿过一把狙击枪 然后递给了泰尔西 让他们好好保护这边 总督当然不会在小镇破坏自己的形象 如果在别的地方 这两人已经死了好几遍了 很快他们的车队就来到了街 足足四辆车 大概十几人 这次总督不想和瑞克几人玩垃圾战 而是直接用重武器通进去里亚达 还没进监狱 车上的机关枪就开始扫射哨塔 把一切偷袭的可能都扼杀的摇篮 很快几辆车就在院子里停了下 所有人拿着武器就是一对疯狂 不光是监狱 连广场上的形势也都被清理干净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看到瑞克几人的任何抵抗 众人直接攻入监狱 里面也是异常的安静 没看到一个人的身影 艾伦去过牢房 知道里面的购道 由他负责带人攻进群 来到里面的时候 这里同样空空如也 总督也很疑惑 难道瑞克几人早就逃跑了吗 随即他让众人分组 进入监狱深处搜查 可等他们来到通道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丢出来 一个闪光党的游戏 在场的人顿时乱作一头 总督大声喊着冷静趴在地上 但现在根本没人听他 而且里面还都是行尸 因为自卫队的很多人 都是无法居民 被行尸包围后都惊慌失措 吓得赶紧逃了出来 而格伦早就在通道的二楼埋伏 看见他们出来 就直接开始扫射 瓦吉也开始在另一边栏底 这就是瑞克几人的计算 让没有战斗力的人 先到树林中 其他人则在监狱里埋伏 不需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只是要让他们明白 来这里是要付出代价 自卫队落花而逃 早就忘记他们是来干嘛的 生怕跑慢一点 就会被子弹打 最终仅靠两人 就成功将祖夫等人来跑 这场战斗比想象的要容易些 就连瑞克几人都没出场 那群人就被吓得落花而逃 几人围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总督不会就这样停止战斗 还不如乘胜追击 否则大家都会活在恐惧和担忧中 而在逃跑的路上 总督让手下赶紧靠边停车 下来就大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 这么多人被两个人吓跑 居民们也反应过来 这根本不像总督说的那样是自误 而是一场大屠杀 一部分人甚至泼口大骂 总督听着这些刺耳的话 面部开始逐渐猙獰 随即拿着手里的步枪疯狂射击 以为他是杀两个人立威 可没想到他竟然是想赶进杀局 连旁边的两个亲信都有些害怕 生怕他杀疯了把自己都干掉 总督清理了这些人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最后就剩下艾伦 他有些惊慌地拿枪对准总督 对于这种人 总督料定了他不敢杀人 随即淡定地拿出手枪 两个亲信都吓坏了 还好总督并没有对他们动 而是走向了刚刚杀死的那些人 看看还有没有剩下活口 躺在尸体下的女人也是无比紧张 好在总督开完一枪就没了子弹 这才带着两个手下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丽亚还在试图 用脚板地上的钳子夹起来 他也在时刻关注米尔顿的尸体 生怕他马上变成行尸 这次钳子被夹了起来 然后慢慢朝着手上递去 不料钳子掉在了地上 他深吸一口气 生怕把米尔顿挑起 这样已经尝试了无数次 终于在一次尝试中 把镊子递到了手中 而此时米尔顿的手也有了反应 这个时候瑞克几人追到了公路上 也发现了这里的惨状 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这些人都死在了这里 还好发现了那个幸运活下来的女孩 也在她的口中知道了总督的变态性 直到晚上 几人来到了小镇入口 他们刚一靠近就被发现 双方立刻就交上了火 守在围墙上的正是泰尔西锦 总督没有回来 却等来了瑞克锦 女孩直接站出来让他们不要开枪 接着说 总督朝我们自己人开枪 把大家都杀了 是瑞克他们救了 两人也不敢置信 随即瑞克大喊着我们出来谈别开枪 然后就站了出来 举起双手向前走去 泰尔西直接打开大门 然后询问你们来这里干吗 瑞克说 我们本来是想来这里做个冷断 可路上却看到了总督的变态性 那个女孩说之前丽亚翻墙去了监狱 可我们从来就没见到她 我怀疑她又被总督抓到小镇镇里 随即泰尔西带着他们来到了总督官员的地 一进来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几人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只能祈祷着这不是丽亚 几人拿枪戒备起来 打开门的一瞬间就看到米尔顿塔的地上 丽亚则倒在门边 庆幸的是她还活着 可她还是被咬到 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 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丽亚询问你们监狱的人怎样 瑞克安慰地说道 你也属于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丽亚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她笑着对你穷恩恕 幸好你当初离开的小镇 加入了监狱这个大家庭 此时米穷恩已经泣不成声 她和丽亚相依为命了八个月 两人不离不弃早已成了姐妹 虽然丽亚看上去好像很傻很天真 其实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受伤 当初面对刑狮只会尖叫的女人 她慢慢学会了用枪 学会如何近身击杀刑狮 在卡罗尔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会停伤人 在她的恳求下 瑞克把枪交到了她的手了 只留下米穷恩陪她最后一场 瑞克关上了门 几人在门口静静地等待着 一声枪响过后 丽亚也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清晨时分 瑞克几人也回到了建议 后面还跟随着一辆大塔车 紧接着从车上下来好多人 他们是小镇的居民 虽然总督消失了 但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 男人洗了把脸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是瑞克末世以来最轻松的两个月 幸存者团队也成立了委员会 已经不用她再带领大家升级了 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她卸下了自己的左轮手枪 戴着耳机听着音乐 帮助监狱种植着庄稼 监狱的人也越来越多 像达尔这种低调型男 也收获了一些小迷地 我们的颜值当丹贝斯 也接受了这个叫扎克的追求 他们现在是热恋中的情侣 监狱里也有许多小孩子 但卡尔却始终无法入目 因为他经历过默示所有的残酷 已经不再是稚嫩的小屁孩了 生活的人越来越多 难免会吸引更多的行尸 只能每天派人隔着围栏清理 监狱的大门也早已修不起来 而且比以前更加的牢固 出去几天的米琼恩刚回来 他一个人在外面寻找总督的踪迹 发誓一定要为丽亚报仇 虽然人没有找到 但还是给卡尔带回了几本漫画书 还顺便给瑞克找来了剃须刀 很难想象他以前是个清秀的小伙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达尔带着一群人正准备外出 他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军事基地 现在正准备带人去探个究竟 而刚回来的米琼恩也决定同行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基地 里面的行尸早已被吸引走了 看这里凌乱的样子 还有地上的尸体 沦陷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眼看没有行尸几人也放松下来 扎克一有时间就找机会和达尔说话 他也是达尔的小遗地之一 随后几人决定去里面的商店扫荡一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商店的楼顶坠毁了一架客机 上面徘徊着许多行尸 而商店里面却十分安静 里面的东西也非常多 大伙都在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 只有这个新成员豹博 停在了白满酒的地方 然后拿起一瓶准备放到背包里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随即用力地放在了货房 楼顶的行尸听到响声里开始躁动起来 而本身楼面就有坍塌的趋势 达尔立马过来查看情况 好在人没有受伤 只是腿被压住 一开柜子就可以出来 就在这里 楼顶的行尸 紧接着掉下来的行尸越来越 现在根本来不及救人豹博 众人都在忙着击杀行尸 豹博也大喊救命 只见一个行尸朝他爬了过去 达尔也想过去就跑 但阻拦的行尸太厉 他一抬头才看 楼顶竟然有一个飞机 看样子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格伦在一旁击杀行尸 达尔立马拖开鲍博深情的行尸 然后配合扎克抬起队 鲍博这才得以复 此时楼顶开始全面谈 正当扎克撤退的时候 一个行尸抓住了他的脚 然后一口咬了下去 其他人见状也都愣着了 但现在根本来不及救命 只能先行撤退 不然所有人都要被埋在这 一直到了晚上 贝斯还在写日记 抬头一看达尔兰 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贝斯已经明白了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伤心的样子 只是冷静地换下了牌子上的数字 他不再是那个只会 躲在父亲怀里哭泣的柔弱少 经历了这些早已学会了坚强 但谁也没想到 无幸的事情还在监狱发生 另一个片区的牢房里 一个少年突然咳嗽不止 他感到十分难受 然后摇晃着来到浴室 他不想用淋浴的方式 让自己好受盈 可紧接着就晕死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的事 却已经变成了行尸 其余人都还在熟睡当中 变成行尸的少年 已经来到了牢房 然后在凯伦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 旁边的呼噜声吸引了他 行尸钻过帘子 一口咬在了男人的脖子上 声音都没发出来就直接死了 而其他人还在沉睡当中 殊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天渐渐亮了起来 众人依然还没有发觉 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瑞克忙着种植蔬菜 喂养自己的小猪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枪声响起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刚出去的米琼文也往回 听这个声音应该是在监狱地区 达尔几人拿着武器迅速冲了过去 等他们进来以后才发现 里面已经一片狼藉 充斥着尖叫声和惨叫声 瑞克几人只能以最快的速度 泰尔西也冲了进来 好在他的女朋友凯伦没事 随后几人开始一间一间排查 直到把所有的行尸都清理干净 这个被咬到的男人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他放心不下自己的两个女人 孩子的妈妈也早早离开人世 他希望卡罗尔能照顾他们 卡罗尔点点头表示自己会是如几处 瑞克几人也找到了第一个变异的少年 问题是他没有被咬 也没有任何伤口 而是正常死亡 新来的医生则分析说 这个是吸入性凶挪眼 他是被自己的血液活生生呛死 这种病在末世前就有出现 是一种急性流感 现在的问题就是流感可能已经传播开了 他们几人说不定也已经被赶 刚出牢房 瑞克让卡尔不要过来避免传染 但卡尔不管不顾 冲上去抱住了父亲 没看到父亲出来他很担心 瑞克把流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不要离地区的人太紧 随即委员会的人坐在一起商讨对策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流感传染性有多强 只能暂时先把地区活下来的人隔离到地区 这个时候一阵咳嗽声传来 几人立马紧张起来 出来一看正是泰尔西的女友凯 委员会的人立马和他们说出了猜想 这很可能就是那种流感 以防万一必须立刻隔离 凯伦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还说出了地区的大卫同样的 现在只能先重点隔离两个 而此时瑞克和达尔正在挖木 马基大声呼喊两个 那边的铁王已经快撑不住 几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 铁王已经被压得倾斜过来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 这是萨莎发现的异常地上 竟然有好几只死老鼠 是有人故意在投喂行尸 所以这里才会聚集这么多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些 铁王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几人拼命抵挡 但还是无济于事 行尸只会越来越多 铁王倒塌也是迟早的事 看着自己几个越来辛苦的成果 瑞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达尔开车来到外面 停在离行尸不远的地方 行尸看到后立刻朝他们走了过去 瑞克抱起一只小锥 在他的屁股上划开一道口 随即丢了下去 没走一段路 就丢下一只 然后继续往前走 格伦几人也趁机不定铁王 直到丢下最后一只 做完这些 瑞克好像失去了什么 这可是他几个月辛苦劳作的成果 回来后 烦闷的瑞克就拆掉了猪局 卡尔本想过来安慰父亲 但瑞克明显不想谈论此事 完事后 瑞克把手枪还给了卡尔 因为最近的监狱有些不太平 以防突发事件 他自己也再次拿出了腰带 摸着熟悉的左轮手枪 虽然他很想要宁静 但生活总是会泛起波澜 男人拿着鲜花去看望被隔离的女友 可等来到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女友的身影 只发现里面乱成一团 而且地上和床上都遍布着血迹 他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育儿 打开门一看 顿时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这里竟然有两具烧焦的尸体 他直接瘫软在地 因为一具尸体的手腕上还有他送的手 很明显这就是自己的女友凯 随后瑞克几人也来到了这 泰尔西大声控诉凶手的恶行 紧接着他走到瑞克面前说道 你是个警察 你一定要查清楚是谁干 然后把他们交给我 听懂了吗 这些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出来 但瑞克并没有生气 而是小声的保证说我会查出来的 并且安慰他说 我也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能体会你的胆受 你也知道我一度迷失自我非常危险 见瑞克态度愿目 泰尔西甚至告起诉 达尔见他情绪激动小圈 反而被他一把推到了墙 达尔能理解他的心情并没有和他几结 瑞克再次耐心地劝说 可没想到这个无脑的大坏头 直接抱到前面 一把将瑞克推到一边 甚至还给了他一拳 见瑞克没有完手 上来又是一拳 可能是这段时间瑞克对人太恐怖了 让泰尔西觉得他好欺负 但此时瑞克忍无可 一拳就将他干翻在地 然后一脚踢到墙边 达尔见到瑞克已经适合 也立马上去阻挡 冷静下来的瑞克看着自己的群 再看看被打的血肉模糊的泰尔西 他有些内疚 刚刚他又失去了理智 这段时间监狱越来越不太远 这个凶手或许是想阻止流感 但他的行为显然有些不仁 糟糕的是 萨莎也出现了感冒咳嗽的症状 可等他去去寻找医生的时候 整个病区都充斥着咳嗽声 甚至都有人阴死丧 这个时候医生出来说道 病毒已经扩散 整个病区的人都感染了 委员会再次召开了会议 现在当务之急是隔离医区 但谢尔提出流感扩散是阻止不了 病毒本身并不致命 只是产生的症状会致人死亡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抗生素 但达尔表示附近的药店早就被搜光 而谢尔则提出了一个地 可以去西桃工学院的兽医院 应该没人会想到去那里整好 动物的药人也零用 听完达尔立刻决定带人过去寻找 而谢尔则留下来指导其他人进行隔离 大家立马分头行动 但监狱的情况现在越来越严重 其他去的人也陆续被感染 甚至连格伦都出现了症状 他立即让马基不要靠近 现在只能先将感染的人全部转入医区 谢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他和孩子们属于一点人区 原本可以待在办公区进行隔离 但他却不顾女儿的好 毅然决然地来到医区 他说这里有很多人在饱受煎熬 虽然我只是个兽医 但至少能帮他们退烧为耻性 否则有些人根本撑不到他们的药袋 现在我别无选择 救人一命 这理由足以让我冒险 见父亲如此坚决 马基也没有过多组 还是帮他打开了门 此时达尔几人也准备出发去寻找药物 泰尔西最终也决定加入 紧接着他找到卡罗尔 他说我要和达尔出去找药 但我的姐姐病 你的为人我知道 很在乎别人 希望你能帮我照顾我的姐姐 有你照顾我会放心一点 卡罗尔一口答应下来 可等泰尔西走后 他突然有些崩溃 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为什么 很快几人就出发前往搜寻药物 他们开了一辆跑车 只希望能快点赶到兽医院 这时车里的广播突然响起 正当达尔分心去听的时候 突然前面出现了小事 达尔赶紧能打到前 这才避免状有形式 这个时候几人看着前方都愣住 达尔背后把车子停了下来 虽然迎面而来只有十几个行尸 但看着远处的场景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 见过最大规模的诗群 行尸已经把车团团围住 不能再拖 达尔直接一脚流入倒车 后面的行尸纷纷被撞 达尔意识到情况 得赶紧舍弃这辆车 随即让几人出去后 就往树林方向往 以穷温立马开始行 达尔也通过天窗飞 好在现在行尸还不算多 两人快速清理出一块空 鲍伯这才从车里下来 但泰尔西却坐在车里一动 应该是女友的死 让他有些消极 李琼恩已经到了树林边缘 达尔也紧随其后 鲍伯开了两枪 大声呼喊了泰尔西 泰尔西这才起呼呼的 好像谁欠了他几百万事 此时的他根本没想起跑 而是用锤子发泄着心中的云 鲍伯也管不了这个大声 泰尔西一锤一个行尸 疯狂地发泄着 三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也知道他已经走回了云 就算想着他也不办 行尸已经将他团团围组 达尔几人也只能先行 来到树林当中 部分行尸已经追了上来 几人一边跑一边亲历 没过多久终于摆脱了行尸 但达尔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听到身后有动静 这时树林里又钻出了两个行尸 他刚要拿弓弩击杀的时候 发现泰尔西直接从后面将气解决了 然后就跪在了地上 达尔两人立马上去掺乎 这个大傻子竟然还毫放无所 只是累得有点虚拐 随后几人来到了一个小镇 在一户人家发现了一辆车子 但电池好像用不了 达尔决定去里面看一下有没有电池 他们只能先将旁边的藤条弄了 泰尔西又开始发疯 拿着刀拼命地打 就算发现里面有行尸 他也一直转移 不管身边三人如何劝说他都不 还好达尔及时将行尸转移 鲍伯立马上前解决 很快 达尔在屋子里找到了需要的电池 幸运的事还能用 随即四人再次开车上路 很快就来到了谢尔所说的兽医院 他们悄悄地进来并没有惊动行尸 这里果然有大量的医疗物资 几人也速战速决 立马开始搜集 鲍伯也看到了一些好东西 没过多久 他们就已经拿到了各种抗生素 还有一些树叶的设备 不料离开的时候却被刑尸发现 他们被堵在了楼道当中 泰尔西直接拿起灭火器砸碟 然后几人赶紧从窗户跳起来 但鲍伯跳起来的时候用力 直接把背包甩了下去 顿时下面的刑尸开始拉扯起来 其他人见状也立马过去帮忙 让他赶紧放手 只是一个背包而已 但鲍伯却根本没听起来 好在一把拽了上来 达尔听到了响声 打开背包一看 里面竟然装的是一瓶酒 达尔愤怒地说道 你的包里没有药 只有酒而已 鲍伯一世尴尬地说不出话 达尔很后悔 当初把他带到基因 上次外出就是因为他拿了瓶颈 结果才导致被撕的男友意外身亡 达尔刚想把酒扔完 鲍伯却开口阻止 手还直接放在了枪上 这样的行为让达尔更加愤怒 直接把脑袋顶了上去 逆旁的泰尔西劝说道 算了吧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达尔也就放开了手 鲍伯这才开口解释 我并没有想伤害谁 只是为了排解那寂静可怕的业务 看他如此可怜的样子 达尔把酒还给了他 然后警告他说 把药拿回去之前 你要是胆胆喝一口 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而团队领袖瑞克 正在调查杀害两人的凶手 漠视前作为警察的 他很快就发现了信息 门边上残留了一个携手印 瑞克用手比了比大小 这很显然是一个女人留下了 他思考了片刻 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随即他找到卡罗尔 直接了当地问他 凯伦和大卫都是你杀的吗 瑞克就这样看着 他知道卡罗尔这么做 也是为了整个团 但这样的行为确实有诗人性 瑞克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戒心 过了一会儿 瑞克心不在焉地 给汽车夹着气了 他还在想 卡罗尔什么时候 变成这么可怕的一个人 凯伦和大卫 也仅仅只是出现症状 就被他杀了 随后瑞克以寻找物资为由 带着卡罗尔一起外出 在车上卡罗尔也直接说道 他们本来就会被自己的血液敲死 是我帮忙解脱了他们 我以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感染 处理了他们大家就安全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救大家 总得有人站出来 但瑞克对他的想法不干嘛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附近的行为 并且寻找到了很多的物资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卡罗尔却打不开车门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瑞克 瑞克也直接说道 凯伦和大卫说不定还能活下来 但却被你直接杀了 你不能这样决定他人的生死 如果泰尔西发现了他会杀了你 其他人知道了也不会让你活下 就算达尔他们没能及时回来 大家都因流感而死 但监狱里还有我的孩子 朱迪斯卡尔他们 为了他们我也不能让你活下 卡罗尔很不理解地说 是我啊瑞克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是为了大家安全才挺身而出的 但瑞克却说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女人了 你可以找到其他团队重新开始 一个不知道你做了这些事的团队 我相信你能在外面生存下去 见瑞克这么无情 卡罗尔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即瑞克也帮忙找到了一辆能用的车子 卡罗尔也就此离开了这个团队 回去的路上 瑞克心里也很难过 他也不知道这样做事对事 而此时在监狱的隔离区 这个男人阴流感发动 现在根本无法呼吸 谢尔不顾自身的安全 用简易的设备帮他进行插管 在格伦和萨莎的配合家 男人也终于摆脱了危机 谢尔每天都会熬制一些草原 用来缓解他们的病症 但达尔几人还没有回来 现在已经陆续有人死去 格伦拿刀准备送他最后一程 但却被谢尔阻止了 善良的他害怕其他病患看到心里害怕 随即用推车把尸体转移到了外面 格伦这才拿刀动手 此时围栏外面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由于这段时间监狱人手滚出 行尸也是越来越多 马基只能一个人在这里亲密 听到汽车声 他赶紧跑过去开门 正是瑞克回来了 下车后瑞克询问了监狱的情况 知道一切安好也就放下心来 但马基并没有看到卡罗尔的身边 他询问瑞克 瑞克这才回过头把真相告诉他 马基有些难以接受 虽然他也能理解瑞克的作用 但赶走一个患难允故呢 确实有些不讲人情 而此时隔离区内的情况更加严重 又一个人倒下 他被自己的血液泼生生地枪死 谢尔有些伤感 这也是医生最无奈的事 其他患者也都纷纷出来查看 好像能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 谢尔只能请求他们先回到各自的牢房 把门关好 萨莎拖着虚弱的身体拿来的推车 然后帮忙把尸体搬了上去 谢尔为他祷告了一番 接着送了他最后一程 这个老头虽然只是个兽医 但也真正做到了医者人心 随后他把牢房的门医渐渐关好 避免里面的患者变成行尸 但紧接着他却看到萨莎也倒在了地上 他赶紧上去救治 甚至都没注意到一旁的女人已经死了 好在萨莎并没有突袭 应该还能坚持住 经过一番救治 萨莎也终于醒过来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此时在二楼的格伦区发现 之前那个插管的病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立马进行胸外按压 格伦按压了好一会儿 但这个男人却没有丝毫动力 他也有些着急 刚想喊谢尔却哭不出来 可能由于剧烈的孕 他感觉血液已经躲在了头上 怎么咳都咳不出来 然后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此时谢尔还在一楼检查牢房的情况 而格伦已经难以呼吸 只有这个名叫丽兹的小女孩发现了他 而刚刚死去的那个男人已经变成了行尸 丽兹这才着急的喊谢尔 此时一楼变成行尸的女人也走了 直接把谢尔扑倒在他 谢尔立马让其他人把牢房关起来 但一个男人听到动静后立刻哭出来阵地开枪 另一个女人也赶紧出来帮忙 男人怕误伤也就没有及时开启 可他的儿子也变成了行尸朝他终于 就这样两个人都被行尸咬到 外面瑞克两人也听到了枪声 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变革 但外面的围栏也急需加固 否则行尸很快就会冲破铁网 瑞克决定留下来抵挡行尸 让马基前去隔离区支援 此时隔离区的悲剧已经发生 可丽兹却还在天真的呼唤着行尸 在他的心里行尸是有意识 能听懂他的话 可他不小心摔倒在地 行尸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体 他顿时吓着尖叫起 还好谢尔及时冲了上来 把行尸丢到了网上 随后他把利兹送到了一个房间 叮嘱两个孩子千万不要出去 随后才找到了格伦 现在他已经呼吸困难 谢尔刚想去拿呼吸器 但下面的行尸已经开始上了 他还想去医生的房间拿枪 可没想到医生也没能坚持着 最终还是变成了行尸 没办法只能先将他解决 然后在他的房间里拿到了武器 上楼的刑事被一一击杀 再次找到格伦的时候 他已经快坚持不住 谢尔想了想 刚刚那个插管的设备应该还能用 可等他跑过来准备拿的时候 才意识到根本不能开枪 否则很容易打坏设备 很快马基也步步地感染 直接冲了进来 然后就看到父亲和刑事纠缠在一起 马基拿起手枪准备射击 可谢尔却大喊 不要开枪 你会射穿那个设备的 那是要留给格伦用的 但谢尔显然已经没有力气 顾不了这么多 马基摒弃迷 拍枪精准击中了杭尸的头 谢尔不敢磨操 赶紧拆下呼吸射器 还好格伦还有一口气在 两人配合着把导管插进格伦的喉咙 就连一向稳重了谢尔 此刻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因为他早已把格伦看作是自己的亲耳 随着空气慢慢输送进去 格伦也渐渐稳定下来 马基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没了格伦该走 此时外面的围栏也同样出现了问题 行尸实在是太多了 瑞克不得不叫上儿子帮忙 可没过多久围栏就支撑不住 外面的行尸直接冲破了别人 瑞克只能带着儿子赶紧逃离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第二道海峡 行尸暂时被拦在了这里 但显然抵挡不了过来 瑞克带着卡尔拿起了步枪 一边走一边教他如何使用 卡尔用过手枪 学起来自然没那么困难 最后瑞克还不忘叮嘱他 打不过就跑 千万别让他们近身 说话间行尸已经哭倒了 犹如潮水般涌进 父子俩立马开枪击杀 卡尔也很快掌握了这些 一点也不比父亲去 他们的弹药充满 清理这些行尸也只是时间问题 没过多久 这个尸群已经被清理干净 父子俩也开始做着收尾工作 避免有漏网的行尸 这时外面有车子开了过来 很明显是达尔等人 瑞克赶紧跑过去开门 车子缓缓开了进来 泰尔西立马下车询问姐姐的情况 但瑞克表示自己对里面的情况也不清楚 他只好带着要赶紧前往隔离区 好在他来到牢房的时候 姐姐只是十分虚弱 并没有生命危险 有了这些抗生素 鲍博迅速开始培养 他当过军医 刚好可以替换谢尔 但谢尔并没有去休息 而是来到了那个医生的房间 他责怪自己的屋里 要是先救治他 或许还能撑到达尔他们带回抗生素 他也没啜气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医者人心吧 总是想拼尽全力去拯救每一个人 第二点 目前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 患者也都在慢慢地康复 谢尔也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 情况都在渐渐好转起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独眼龙已经悄悄盯上了监狱 当初总督攻打监狱失败 在路上恼怒杀了小镇的所有机器 然后和两名手下开车离开 不过他们并没有回到小镇 而是在一处荒郊野地搭起了帐篷 总督就这样呆呆地坐在火堆旁 眼看一个行尸朝他走来 甚至被绊倒在他面前 但他都没有半点火 似乎还沉浸在复仇失败的痛苦之中 或许也想就这样一了百了 跑在一旁的手下开枪解决了行尸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 总督从帐筒中出来 这里空空荡荡 两个手下知道他已经抑制消产 也是选择离他而去 孤身一人的总督显得有些凄凉 他直接开车撞破了小镇的大户 但这里早已人去楼口 他已把大火烧了小镇的一切 这里是他末世以来的全部行尸 如今已经沦为了历史 他就这样一个人在路上漂泊 慢慢地几个月过去 总督胡子拉差十分狼狈 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 现在的他依旧没有目标 好像行尸走肉一般的前行 遇到行尸也只是闪身堵盖 根本没有力气击杀 走着走着 实在没有体力的他直接倒在了地上 抬头一看 窗户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女孩 她踉跄着朝着房子走去 随后就来到了楼层当中 一个女人拿着武器防备地看见她 但总督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小女孩身上 这时又一个女人拿着枪从里面走不出来 就这样戒备地看见她 总督举起了自己的手 然后把武器和行李都丢在了地上 见她没什么恶意 女人示意她可以进屋 她们是姐妹俩 短头发的叫塔拉 另一个是她的姐姐莉莉 家里还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小女孩 姐妹俩询问总督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可总督却没有丝毫反应 随即塔拉抱出了两句粗口 总督这才弱弱地表示 让我在这里待一晚就行 接着塔拉就警告她说 我之前是亚特兰大的警察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手段 否则就直接杀了你 说完后也就接纳了她 没过多久 善良的莉莉给她送来了一份晚餐 并且告诉她一切不好的日子都会过去 但总督却并没有吃 而是直接倒在了楼下 然后继续吃着自己的罐头 可能是为了多看几眼小女孩 总督再次来到了客厅 几人坐在一起闲聊起来 莉莉的性格温柔大 塔拉则写得有些粗狂豪漫 但总督始终慢慢吞吞不苟音效 直到老头想回去休息 眼看两个女孩搀扶有些吃力 总督直接抱起了老头 然后静止来到了房间 等把老头放下后 老头就和她聊起了两个女孩的话题 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女孩 总督本想离开 但老头却说我有个朋友 就住在楼上 他家有一套很棒的魔际相机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帮我把相机拿过来 这个东西或许能让我的外孙女打开心间 因为关系到小女孩 总督一点也没有用 直接来到了那个朋友的家中 而屋子的主人已经死在了浴室 他的身上都是子弹的东西 看样子是塔拉慌乱中留下的 他表面凶悍豪迈 其实根本不知道击杀形势要瞄准头 然后把相机带了回来 这一家人都很感谢他 也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总督之前是何等的变态和试杀 回到房间后 总督拿出了照片 暗淡地看着上面的全家福 他又在想念女孩 第二天 总督准备离开这里 临走前他和莉莉说 你们击杀形势要命中脑袋才行 这样才能彻底杀死他们 眼看他要出门 莉莉请求他帮忙 他的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 而家里的氧气瓶 已经只剩下两天的量 他希望总督能帮忙 去附近的养老院拿一点 这样老爷子就能多陪孩子几天 关系到孩子 总督又有些新闻 很快他就来到了养老院 也找到了一车氧气瓶 他本想将一车全部推 但这里的形势 听到动静都围了鼓 没办法 他只好抱起两罐 逃离了冲 说完总督就直接回到了总督 似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莉莉走了进来 说了句感谢 然后帮他清理了伤口 这样无微不至的招 让他的心里感受到了一丝脑 特别是莉莉还对他的伤口吹了吹 接着对总督说 我的孩子叫梅根 他以为你是他的爸爸 三年前他的父亲出门之后就消失了 梅根在窗户看到你 还以为是爸爸终于回家 刚说到这里 梅根就呼唤妈妈 莉莉转身回应着别人 尽管他一直在说话 但梅根的目光始终在祖族身上 莉莉见到这个情况 问女儿说 我去拿一下药包 你帮我照顾下这个叔叔 或许他是想让女儿 跟他以为的爸爸都交流 梅根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嘴 接着问了他好几个问题 都是好奇他的眼睛 是不是天生就这样 总督内心有些坦克 但还是冰冷地回答着 直到女孩说 妈妈 总督这才转过头来 他担心这样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孩子 或许缘分就是这么起来 女孩以为他是父亲在窗户边看着 而总督因为女孩想起了女儿 才来到了这里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总督剃光了拉扎的护子 真正有了一个父亲的母娘 她留在了这个像家一样的地位 梅根这个小女孩每天都黏着她 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对 但不幸的是 老爷子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人世 两个女儿和父亲做着最后的告别 糟糕的是此刻老头变成了行尸 直接抓住了塔拉 情急之下总督抓起氧气瓶 没过多久 总督将老头埋葬在了后院 可等他回去的时候 梅根直接躲到了沙发后面 他是有些害怕走人 但塔拉却开口说 我们都明白了 这一天迟早会来 他本来会咬到我 就差一点 要是他还活着 他一定会很感激 感谢你及时阻止他伤害他的女 所以我们不会见怀 但总督看了一眼没根 在妈妈的怀里显得很害怕 他只好转身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拿起那张群家符 也就是这一刻他释放 之前他始终放不下 甚至关着早已变成行尸的女 现在他们都能接受父亲死去的事实 自己为什么就没法接受 想通了这些 他甚至都不再仇恨你从案了 烧完了照片 他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想了下还是敲了敲门 开门的正是莉莉 他说了一句再见就准备离开 莉莉急忙追出来说 别这样 我们要和你一起走 一定有更安全的地方 总督本想拒绝 但莉莉接着说 我看到你的照片了 你曾经也有家人 我知道我们无法替代 但就现在来说 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 只有这一个办法 没根也需要你 总督放下了背包 这是他无法拒绝的地方 第二天 总督带着三人一同出发 但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 在车上塔拉说 很抱歉我骗了你 其实我不是警察 只是警校的学生而已 总督心里肯定在想 你当然不可能是警察 连个刑事都杀不了 因为瑞克给他留下的印象 实在太深了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河边 准备在这里度过一夜 梅根依然离总督远远的 莉莉则安慰他 过段时间就好了 晚上 莉莉很自然地 和总督走在了一起 第二天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车子抛锚无法起动 几人只好拿着行李 徒步进行 只希望能尽快找到一辆车 突然后面传来一阵鸟掉声 吓得塔拉直接摔倒在地 甚至还扭伤了脚踝 但总督并没有心思去关心这里 因为他感觉到了不正常 他一步步朝前走着 来到拐角的时候 看到一群行尸正朝这边走着 他让两人丢下行李 赶紧跑跑 两人也没有磨操 直接丢下背包就开始跑 可梅根却被吓得愣在了园里 不管妈妈怎么叫都没有烦 总督也冲上去呼唤着梅根赶紧 这次梅根并没有害怕 直接扑了上去 抱起孩子的那一刻 总督心里无比满 现在他们只能朝着树林中跑 才能摆脱行尸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在穿越草地的时候 总督和孩子竟然掉进了一个陷阱 糟糕的是里面还有几只行尸 梅根吓得躲到了一边 总督赶紧上前保护 最后几个行尸被他以血腥的手段击杀 他这才过来安慰收到惊吓的梅根 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梅根也感受到了爸爸般的手 接着上面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竟然是他曾经的首相马丁 很快马丁就将总督拉了上来 他询问道你这段时间都在漂泊吗 总督点了点头 马丁意外地看着总督 似乎他的变化很大 然后开口说道 我们的营地离这里只有半英零 如果你们跟我们回去必须遵循两件事 第一在营地都得听我 第二不许成为累赘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要么做出贡献 或者就被赶紧 就这样总督加入了马丁的团队 他本想为孩子找到更好的地方 但莉莉觉得这里不错 他是一个护士 可以帮助很多人 之后外出寻找物资的任务 他们都会叫上总督 这次他们发现了一个屋子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谁也不敢贸然进去 而马丁却让总督先去探望 总督并没有推死 为了留下来 他也只能干这种 进来后 其他人应对行尸都手不挤 只有总督异常忘记 直接将两只行尸全部解除 就连马丁都敢探望 你真的变得太不一样 他很满意总督有过小弟的权 似乎这个营地的生活还不错 这天马丁和他们一家 坐在一起吃饭 大家有说有效好置如下 只有总督感觉到一些便宜 但莉莉觉得来到这营地很有安全 马丁则有意无意地提起 以前小镇的生活 总督也只能找借口 对此闭口不谈 吃完饭后 梅根出来对总督说 屋顶又漏水了 本来也没什么 可马丁却直接以命令的口气说 你去修一下吧伙子 对对 随后马丁带着总督来到车顶 打起了高尔布 当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总督给他递去 怎么说总督以前也算是个人 不管做什么都是喜怒不幸于死 似乎很自然就接受了 小弟这个角色 马丁对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爽 毕竟之前他就是给总督干这些活 他甚至还说 你表现好点 或许我们可以分享权利 也就是他的这些行为成为了他的催命 那个熟悉的总督又回来了 马丁还是太嫩 紧接着他就被一脚踢了下去 随即总督就拎着马丁往陷阱里 嘴里还不断地说着 是你逼我 最后马丁还是被移情地丢了下去 第二天 两个手下召集了营地的所有人 手下米奇说道 我们今早在坑里发现了马丁的尸海 居民一下子就炸过了 米奇接着说 他当时好像正在打高尔夫 还喝了很多酒 然后就掉进了坑里 塔拉泽直接询问现在该死 这时皮特站出来说以后我会接管 居民再次炸过了 大家都认为这种事应该投降 双方顿时炒作一 皮特大声呵斥让他们安静下来 他本身就是个新人 见大家反对 他安抚说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现在的安排都是暂时了 未来几天内我们会想办法寻举 但现在一切照觉 这下众人还没什么意义 总督也只是静静地看待 下午的时候 总督又跟着两人外出寻找物资 突然米奇朝他们招手示意 他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这里有另一伙幸存者 看样子还不到十个人 但却有着充足的物资 皮特觉得应该让他们加入团队 而米奇性格残暴 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 应该直接把他们杀了 然后抢走物资 而总督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 皮特最后还是坚持不能伤害任何人 我们自己也能找到物资 这次行动也就取消了 而总督心里却是若有所思 过了许久 三人唯一的收获 就是达到了极致孙士 米奇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嘲讽着 忽然总督发现不对劲 等三人再次来到那个营地的时候 这里已经被毁了 看样子不是行尸而是人物 所有的物资自然也被掠夺 米奇更是骂骂咧咧 本来是可以拿到这些物资的 现在却便宜了别人 就在他到处翻找的时候 一个老头竟然还活着 米奇直接拔出刀 不顾皮特的劝阻杀了他 这个时候人性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总督还是冷眼旁观地看着 他知道皮特过于善良 营地在他的带领下肯定逃不迷 回来后 他直接开始收拾东西 并告诉莉莉这里不再安全 我们得马上离开 莉莉很是不紧 明明大家在这里生活的都很好 但总督却说 你要相信这里早晚会出大事 我之前经历过这些 不能再让你和梅根遭罪 晚上趁着大家熟睡 总督开车带着几人离开了营地 可还没走多远 他们就停了下 前方竟然有无数的形势 全都陷在了泥土当中 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 没办法几人只好返回营地 既然不能离开 他就要做点其他事 随即他来到皮特的房车 说有点事情要和他谈谈 可刚进门他就掏出了刀子 紧接着他又敲了敲米奇的房车 米奇打开门就直接愣住 没想到总督竟然拿枪对着他 进来后总督并没有直接杀他 米奇还以为是昨天他了结了那个老头 总督看不惯才要杀了他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总督竟然说你昨天的做法是对的 我们昨天就应该直接抢走他们的物资 我才不在乎你杀了那个老头 像你哥的那种人 总是坚持做善良的事甚至不顾自己人的安危 这样肯定走不了多远 现在营地由我来接管 我会尽我所能守护好他 如果你加入我 我保证你以后不用顾忌自己行为是对是罪 因为只要是为了营地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 最终米奇也归顺了总 并且会告诉大家 他的哥哥在寻找物资的时候牺牲了 随后皮特的尸体就被总督丢到了屋里 第二天 总督成功接手了营地 他曾经也是一方的熟了 很快就把营地内部的事安排同 大家对他都很勇气 最后总督还叮嘱他 以后外出只准用攻击 没有紧急情况不许开枪 遇到生人就赶紧避开回来报告 这天梅根在玩捉迷藏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一只行尸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总督听到后心急如虎 梅根为了躲避行尸钻到车子底下 塔拉立马跑过来 然后一把抓住刑尸的小统 但他的力量没起 好在总督及时赶到 这才没有造成悲剧 不光孩子被吓到了 塔拉也被吓到回布什来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总督也意识到 现在营地没有一个固定的安全场所 随后他开车来到了一个老地方 接着他慢慢地深入 看到了监狱里的瑞克父子 随即他掏出手枪 但思考了片刻还是没有选择开枪 这几个月的精力让他放下了仇恨 现在他只想好好保护梅根他们 来到这里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复仇 这次他想要的是夺取这个监狱 让梅根有个可以安心成长的地方 这时他在远处看到了敏逢恩 就是他杀了自己的亲生女 现在他有机会一枪解决这个女 卧室的幸存者不久前 经历了一场罗难 刚处理完刑事的尸体准备离开 不料被老对手总督从背后偷袭 但总督并没有开枪 而是把他们绑回了自己的营 随即他号召了营地的居民攻击监狱 一开始居民们非常反感 但总督声称监狱里住的大部分 都是小偷谋杀了 以前把他的眼睛弄瞎 还烧毁了他的小镇 在他的山洞下 众人也都表示同意进攻 紧接着他来到了车上 李琼恩和谢尔被他关在了这里 谢尔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总督则直接了当地说 李琼恩我希望你能明白 对于我女儿的事我不怪你 他确实已经死 现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只想要夺取监狱这个地方 我要保证我的团队能生存下去 而谢尔提出可以和平共处 但总督表示 他和瑞克米琼恩两人 永远不合地生活在一起 随即总督准备出发前往监狱 他把莉莉两人安顿到河流旁边 形势没法过和这里应该很安全 临走前总督还不忘抱一抱梅根 他要去夺下监狱 让梅根过上安平的生活 而在监狱这边 和伦的病情逐渐好转 马基也终于放松下来 达尔则非常生气 瑞克赶走卡罗尔 但现在争吵也没什么 卡罗尔已经走快了 现在更难的是 还要把这件事告诉泰尔西 随即两人来到通道 准备卡罗尔这件事 还没等他们开口 泰尔西就有些急切地说 他发现了一些东西 两人走近一看 也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镇静 竟然有人在这里解剖了一只兔子 泰尔西认为队伍里一定有变态 之前还在围栏边 用老鼠头卫行尸 很有可能是杀死凯伦的人干的 瑞克当然知道凶手是卡罗尔 和解剖兔子的不是一个人 他刚想说出真相 和上面传来了一阵爆炸声 听到动静的人迅速跑出了监狱 来到门口一看 竟然是总督带着队伍来到了这里 甚至还开来了一辆坦克 他大喊着让瑞克出来谈判 可瑞克回应总督 现在监狱不是我做主 一切事务都有委员会决定 但总督可不管这些 直接把人质带了出来 马基和贝斯看到父亲被抓也十分担心 没办法 瑞克只能走出监狱和总督谈判 而达尔则和大家说 我们对付不了这么多人 按照之前的撤退计法 如果开火的话 让大家都坐上大巴逃走 总督直接告诉瑞克 日落前带着监狱的人离开这里 否则他们都得死 瑞克恳求地说道 我们这里有孩子和老人 有的还生病了 到外面的话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但总督却表示我们有坦克 没有杀你们已经很仁慈了 谈判也就此陷入了胶准 而达尔此时已经开始分发武器 孩子们也收拾东西准备坐上大巴 他们还带上了朱迪斯 可利兹却跑上来阻止他们 提出我们应该拿手枪保护自己 这边谈判也依旧没有进行 就算提出共同生存 也遭到了总督的拒绝 见瑞克不肯妥协 总督直接把刀架在了谢尔的脖子上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瑞克无奈地对着其他人说道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我之前和你们的总督就是死对的 但我们还收留了他以前的毒烂 他们甚至还参与了我们的关门 如果你们现在放下墙 从那个门进来 你们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我们既往不咎 没有人会伤亡 这些人听到瑞克的话也产生了动脑 好像监狱的人也不像总督说的那样凶恶 总督听着他的话也陷入了深思 也逐渐移开了刀子 谢尔也为自己的领袖感到骄傲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变故来得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特别是马基和贝斯 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顿时交气火 瑞克躲避的时候也被打得很大 谢尔此时还没有死 但总督却再次找到了他 并且砍下了他的头目 李琼恩也快速找到机会挣脱水 塔拉直接被吓得躲到了车子后 他还只是个警校的学生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总督刚杀完谢尔 抬头就看见莉莉抱着梅根站的影迹 梅根在河边玩耍的时候遇到的形式 悲剧也就发生了 总督面无表情地接过孩子 果断地掏出手枪 他现在已经不管了 命令手下开车冲进去 杀光里面所有人 紧接着坦克就撞破了皮肉 总督的人则跟在后面紧紧 坦克的炮弹直接撕死肩 火力实在过于凶 监狱的人只能赶紧坐上大巴先逃离这 马基要去把里面的格伦接出来 他让贝斯在大巴这里与他 很快马基就来到牢房找到 可等他们来到大巴的时候 贝斯竟然没在里面 老人告诉他贝斯刚刚又回去找他了 马基不可能再丢下自己的妹妹 安顿好格伦后又跑了回去 躲在草地里的瑞克直接扑倒了左 上来就是两拳 但由于受伤的人 很快就被总督反过来殴打 不知道打了多少拳 瑞克已经血肉魔 总督正准备掐死眼前的宿地 不料一把长刀刺穿了他的胸膛 是米穷温之援过来了 他扶起瑞克 然后转身看着地上身影的总 本想补一刀的他想想还是算了 这样还是太便宜他 莉莉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也是心如死灰 这一切都是因为眼睛这个男人 回去的马基遇到了萨莎他们 何等他们抬头的时候 大巴车已经开走了 行尸也逐渐围了过来 他们三人也顾不上其他人 现在逃命才是最要紧的 泰尔西看到姐姐离开后放下心 这才准备开始撤住 可对面两人直接开火压了 她只能跳到花丛刚刚 眼看两人越来越近 过来的话就是她的鼓起 一声枪声响起了 竟然是两个孩子开的枪 莉兹再次开枪 正中脑门 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在孩子的手里 外面的行尸已经涌进了 得救的泰尔西赶紧带着孩子们离开 达尔一边击杀行尸一边 有七月 靠近塔克的他直接将守卫丢了进去 米奇吓得赶紧跑 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达尔已经用工女对走 对于破坏他们家园的人自然不能舍 这时找不到姐姐的贝斯也跑出来 现在已经步步地再去找谁了 两人立马逃离了这里 只有瑞克再次回到监狱寻找 好在塔尔没事 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但女儿朱迪斯却不知所功 等他们找到婴儿床的时候 里面却空空如也 只剩下一滩血迹 瑞克有些崩溃 在他心里女儿一定凶多吉少 卡尔也狠 他将所有悲伤的情绪都发现了 可现在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最后两人也逃离了这里 就这样他们的家园彻底明显 团队的成员也就此走散 卡尔一脸生气地在路上走 完全不顾身后受伤的父亲 瑞克呼喊着让他慢的 但卡尔对父亲的唠叨非常的不耐 在他的心里监狱地毁灭父亲 要负主要责任 瑞克看到儿子的眼神也就不再说话 父子俩一边搜集物资 一边寻找落脚的地方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屋子 暂时躲不起来 而叛逆的卡尔一直在和瑞克抬荡 瑞克也是一脸无奈 他来到卫生间忍着疼痛把子弹去 第二天 卡尔醒来后却发现 一向早起的父亲竟然还躺在那边 虽然有些担心 但他还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一直到了中午 父亲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这才上前呼喊了两声 甚至还用脚踢了一下 但不管怎么呼喊 父亲都毫无法力 这下卡尔终于有些慌慌 瑞克 瑞克 这个时候外面的门出现了小声 从侧门出来一看 原来是两只刑狮正在撞满 接着卡尔想起了父亲的地方 这种情况应该把刑狮引到其他地方 一直来到远离房子的树林当中 可没想到的是身后竟然又来了 很快他就被三个刑狮推倒在地 他顿时有些慌张 好在最后还是有些无限的局务进去 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从刑狮的身下爬出来 回到房间后 卡尔发现父亲还躺在那一栋里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刚才的事 自豪地表示我杀了三个刑狮 他也说出了心里话 叛逆的他认为父亲没有继续领导大家 反而跑去重地 这种逃避的行为最终才导致了监狱的灵险 甚至还认为父亲已经保护不了他和妹妹 他自己现在可以独立生存 世界上父母最痛心的是莫过于此 孩子把你的关心当成唠叨 自认为有了些能力就不把你放在里面 卡尔坐在地上哭了一会 然后把找到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地上 接着再次外出寻找物资 他要证明他可以独自生存 很快就选中了一栋房子 随即就来到门前 他学着大人的模样撞了过去 好像和他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平时看爸爸他们好像很轻松的一样 最后还是把门撬开了才进去 幸运的是里面还有很多食物 可不料却在二楼遇到了形势 差点就被养了 最后丢了一只鞋才可以偷 随后他坐在屋顶享受着胜利的场合 丢了一只鞋的他写了有些老远 这才发现大人的世界也多不容易 晚上原本睡着的卡尔突然惊醒 他看向父亲的时候 瑞克的手竟然动了一下 吓得他赶紧破坏 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瑞克翻滚掉在了地上 还不停地朝他伸手 整一个行尸的模样 塔尔顿时哽咽起来 父亲竟然也变成了行尸 一想到自己已经送走了母亲 难道现在还要再亲手送走父亲吗 最终他还是放下了手枪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我真的做不到 爸爸我错 他也放弃了抵抗 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可这个时候 瑞克斯雅的声音却在喊着他的名 让他不要外出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最后又倒在了地上 卡尔抱着父亲的头痛哭起 还不停地说着 我好害怕 害怕父亲真的离他而去 留下他独自一人 第二天 瑞克已经恢复了体力 这次他并没有怪卡尔独自外出 还夸奖他找到了这么多事 他们没想到的是 米琼恩从监狱出来以后 一直跟着沿路的踪迹寻找瑞克 但他们总是无意见错误 直到米琼恩看到地上的灌 紧接着又看向了旁边的房子 随即他戒备着来到门口 透过窗户看到了里面的瑞克和卡尔 他们真的还活着 米琼恩喜极而泣 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 突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瑞克两人顿时警觉起来 随即透过猫眼查看情况 然后就开始笑了起来 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泰尔西 他不仅抱着随时会哭的朱迪斯 还带着两姐妹 姐姐叫丽兹妹妹叫米卡 他们就是当初托付给卡罗尔的两个小孩 晚上他们在树林中歇解 丽兹有一些特殊的小癖好 他看到树洞里的两只小兔 随即就掏出小刀 表情也逐渐变得争鸣起来 第二天 泰尔西继续带着他们寻找安全的地 忽然远处传来了求救的声音 泰尔西赶紧将宝宝递给丽兹 然后让他们背靠背等他 因为求救生很可能是他们的团蛋 最后他叮嘱孩子们 如果看到行尸 一定要朝他这个方向跑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极 泰尔西循着声音来到了铁路边 几个陌生人正在遭遇行尸的袭击 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没什么 尽管他迅速上前帮忙 但最后这些人还是没有信心 而在树林中的两姐妹听话地站在原地 但朱迪斯却开始哭了起来 丽兹直接捂住了宝宝的嘴 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为了止住声音 可慢慢的他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宝宝已经有些难以呼吸 妮卡被对着也没有任何察觉 这个时候树林中走出了两只行尸 眼看着越走越近 妮卡不断呼喊丽兹 但丽兹还沉浸在那莫名的快感中 宝宝显然快不醒了 见丽兹没有反应 妮卡只好拿起手枪 泰尔西听到枪声也是预感的不好 但他现在还无法多声 眼看行尸已经来到面前 妮卡直接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泰尔西刚解决完最后一个行尸 就听到妮卡呼喊他的名字 转头一看两姐妹完好无损地站在那 意外的是他们身后竟然是卡罗尔 他激动地冲了上去 反倒是卡罗尔有些惊慌 难道他知道自己杀了他的名字 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冤暴 而刚刚那伙人还有一个人活着 但他已经被行尸咬到了 他告诉姐妹 沿着铁路一直走到近方 那里有一个安全的生存基地 随即他们沿着铁路一直往前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然后就看到了一张地图 上面标注着一个终点站 似乎是给幸存者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此时达尔和贝斯也在一路逃亡 贝斯坚信其他人还活着 他希望达尔能积极乐观一点 他擅长追踪 一定能找到他们 第二天 达尔根据树林里的脚印开始追踪 他认为其他人肯定难以阻止 但还是架不住贝斯的行星 他们还没注意到树干里被解剖的图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在监狱里用老鼠头卫行尸和解剖 护所电台 其实就是利兹 最终达尔两人追到了铁路边上 一出来就看到几只行尸在开始尸体 地上还有一只小鞋子 贝斯顿时哭了出来 他以为孩子们都遇害了 达尔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但不善表达的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此时马基和萨莎鲍勃两人也在逃亡 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格伦和贝斯 沿着公路走了很紧 终于看到了监狱的大巴车 三人立马跑了上去 可里面的人竟然都变成了行尸 马基心如刀割 这么说格伦也遇害了 但他还不死心 非要亲眼看了才相信 没办法萨莎也只好帮忙 每次放出一个行尸就可以轻松硬度 马基每杀一个也就松一口气 直到最后 所有的行尸都倒在地上 萨莎和鲍勃也为这些人感到吻气 但马基查看了所有尸体都没有发现格伦 他的心里又有了一丝希望 而此时格伦却在监狱里面醒来 周围已经全都是行尸 他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也不知道马基怎么样 随后他穿上防护服 从牢房走了出来 谢尔曾经告诉他 一定要怀有信念 他坚信马基还活着 并且一定要找到他 突破形势以后 竟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幸存者 此人正是塔拉 本想直接离开的他突然停了下来 此时的塔拉心灰意冷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总督的骗局 在格伦的开导下 他才愿意一起逃出去 两人相互配 这才逃离了监狱 他们一直走到了公路上 迎面走来了几只行尸 本来格伦可以轻松倒地 可没想到大病出遇的他还是有些虚弱 直接晕倒在地 塔拉也是有些着急 面对扑上来的行尸一时有些慌乱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三个人看在眼里 最左边的男人就是自称能够消灭行尸病毒的尤金 他们带上了格伦和塔拉一路勤行 准备去往华盛顿 三小时后 格伦醒了过来 得知此时正在远离原来的地 直接砸碎玻璃要求停车 他现在只想回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旁边的男人名叫拉罕 他不停地劝说格伦跟自己一起完成任务 拉罕是一个军人 他和性感美女罗希塔接到任务 护送科学家尤金前往华盛顿 因为现在只有尤金可以解决行尸危机 他希望格伦能放下个人情感 一起为了人类的未来共同努力 但格伦可没有他那么大的情怀 他现在只想找到妻子 可拉罕还是不死心 还在后面不停地说着 你的妻子已经死了 就算找到也已经变成行尸之类的话 听到这里 格伦停了下来 他放下背包 然后一拳打了过去 两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 旁边的人根本劝过 而尤金并没有上去劝你 只是无聊地看着这一切 就在这时 一些行尸从树林中走不出来 尤金呼喊着对 但他们根本听不见 毫无战斗力的 他只好拿出一枪 弄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开枪 行尸越来越近 听到枪声 拉罕几人这才赶过来 尤金根本没用过枪 由于后座力太大 他根本无法 拉罕这才赶过来解决 其他人也纷纷拿出武器 击杀行尸 几分钟后 行尸就被全部解决 但不幸的是 尤箱竟然被尤金打穿了 格伦再次和他们道别 他还是选择原路返回 寻找大巴车 塔拉也义无反顾地跟了上去 不得不说我们格伦的魅力真大 连性的美女罗西塔也跟了上去 他可没有拉罕那样的家国情团 只是为了阻队生存而已 由金见此情形说道 我们和他们一起吧 等找到车子再说 就这样新的小分队就此行场 而这边米琼恩也已经找到了瑞克夫 他们三人在房子里生活得非常旺益 特别是卡尔和米琼恩的关系 那是相当好 中午时分 米琼恩和卡尔准备外出寻找密资 瑞克则留下来好好休息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随后他洗了澡 换了件衣服 准备在床上好好睡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 睡着的瑞克听到了一阵嘈杂声 隐约间能听到几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他立马反应过来 有人正在上网 而且正朝这边过来 他赶紧翻身左道的朝下 要是被发现的话 说不定下场非常器材 他这才注意到桌上还放着一瓶水 听到脚步声的他又立马躲过去 要是因为这瓶水被发现 那就得不偿失了 很快那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房间 瑞克紧张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他的手枪也给了他儿 现在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这人在屋子里转悠了 然后停在了床边 瑞克紧张地手都开始发了 生怕下一秒男人就弯下腰看了他 好在男人只是躺在了床上 听他们的意思今晚会住在这里 没过多久 另一个男人也来到了房子 和之前的那个男人产生了争执 两人为了争这张床 甚至相互殴打起来 后来的男人被打倒了 瑞克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脸了 这让他更加紧张 祈祷着千万不要看过来 可下一秒男人就被一拳打得走 两人就这样四目向我 男人刚要开口 就被后面的人死死勒住了 瑞克就这样盯着 好在最后男人被勒晕了过去 趁着那人休息的间隙 瑞克这才慢慢从床底爬了出来 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息 瑞克起身打量着床上的男人 可这个时候楼下又传来了呼喊声 他赶紧小跑着来到楼梯口 在人上来之前躲进了卫生间 可转身却发现 一个家伙竟然在厕所里刷视频 两人都有些发懵 瑞克先下手为强 最后活生生地将他勒死 随即捡起他的通风枪防身 然后从窗户溜了出来 从二楼直接跳了下去 紧接着摸到了门口 这个时候他的头顶传来声响 一个男人朝着这边走来 好在他并没有发现瑞克 男人悠闲地坐在栏杆上 看样子一时半步应该走不了 可糟糕的是 塔尔和米琼恩偏偏在这个时候混 瑞克只能选择先下手将男人击杀 突然屋子里面传来了枪声和惨叫声 应该是刚刚那个被杀死的人变成了形势 瑞克也趁机跑不出去 小声喊着让两人快跑 就这样瑞克三人在铁路上走 这个时候他们也看到了关于避难所的信息 上面写着终点站欢迎幸存者 还配上了地理 三人并没有犹豫 直接朝着终点站前景 而此时达尔和贝斯就像旅行一般 一个晒凉亮女 一个冷酷型男 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红花 他们烧掉了房子 对着天空比着爱情 这是属于两人之间独特的浪漫 可不幸的是 就在这天晚上 两人正在一个房子里过夜 不料一群行尸从外面有 达尔则在门口掩护贝斯逃 可等他好不容易逃出屋子 出来却并没有看到贝斯的身影 只看到地上的背包 这是一辆车子从眼前开走 很明显贝斯是被一伙人给带走了 达尔沿着公路一路狂奔 几乎跑了整整一夜 糟糕的是现在眼前还出现了三叉路口 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况且现在的他也根本跑不动 只能无奈地坐在地上 刚到手的爱情又没了 达尔有些颓废了 这时一群男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为首的男人刚想靠近 达尔直接一拳打不过去 根本不管他们有几个人 男人名叫老乔 他带领着男人帮 虽然被打了一拳 他反而很欣赏达尔 在老乔的劝说下 无处可去的达尔也就暂时加入了他们 而马基几人也发现了铁路旁的信息 上面是终点站的地图 马基坚信格伦看到信息肯定也会去终点站找他 随即萨莎和鲍伯也决定陪着他一通情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格伦几人正在他们后方的不远处 这个时候塔拉注意到了前方的信息 走近一看 格伦也愣住 上面写着格伦去终点站 马基 萨莎 鲍伯留言 格伦激动的眼眶都湿热了 他坚信妻子还活着 看到留言的这一刻他再次燃起了希望 他疯了事地向前方跑去 好了很久他才停下来 沿路都有马基的留言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追不上 而眼前的隧道好像被堵过 里面漆黑一片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看格伦执着的样子 拉罕也决定在此移 他宁愿去绕路也不会走这顶隧 我必须说你正在这里 双方分开后 格伦和塔拉开始进入隧道 里面确实遇到了塌方 这里埋葬着很多行尸 但格伦怎么可能在这里退缩 他宁愿把行尸全部杀光也要继续前进 可等他爬到土堆上一看 前方还有几十只行尸 想过去根本不现实 但格伦并没有直接撤退 而是反复查看狮群中的情况 里面并没看到马基 也没有一点血迹说明他们成功过去 格伦坚持要求清理这些行尸 不管塔拉怎么劝说也不管 没办法他也只好陪同 分开后的拉罕几人也找到了一辆车 而格伦这边却遇到了麻烦 他在一边吸引了行尸 然后从另一边偷偷溜走 可不料塔拉在下滚的时候都不想进化 鬼也被抢在了石头 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庆幸的是行尸暂时没发现他 塔拉着急的让格伦赶紧离开 这样下去两人都会死 但格伦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他 转身就开始击杀行尸 可行尸实在太多 子弹打通了这顿遗事 就在这时 一辆车从外面开了几个 格伦转过身才发现 竟然是马基和拉罕他们 原来拉罕他们找到车子后 在路上遇到了马基 这才及时过来救援 两夫妻也终于团聚 随后格伦也向马基介绍了塔拉 但塔拉却显得有些尴尬 可能是早已被格伦的魅力所吸引 所以一时之间有些心虚 紧接着众人就围在一起 拉罕又开始邀请他们一起 不送流离 不过其他人认为 还是去一趟终点站 说不定监狱的同伴也会去那里 之后再去华盛顿 第二天 达尔跟着男人帮也来到了铁轨旁 他们自然也看到了终点站的信息 达尔对这里很是好奇 但老乔见多识广 他说这多半是骗人的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避难所 就算有也不会欢迎我们这些人 达尔则反问道那我们要去哪里 老乔解释说 我们之前在一个房子里 有个男人藏在里面杀了我们的兄弟 变成行尸后又咬死了其他人 现在我们都在找他 好在有人看到了他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正沿着铁路追寻他 而此时格伦几人已经来到了终点 终点站三个大字映入眼里 这里并没有人把守 看上去非常平静祥和 周围还保留着末世前的样子 文上写着来到这里你就安全了 众人一直走到了内院 终于看到了一个女人 她似乎还在忙碌着 几人慢慢靠近 男人拿着锤子小心翼翼的心情 他发现前方有一个行尸正在靠近 突然行尸卡在了铁轨当中 正当他要将其解决的时候 丽兹从后面阻止了他 他抱着朱迪斯走的上来 诚恳地对着泰尔西说道 我知道有时我们必须杀了他 但有的时候也没理 他的妹妹米卡却是十分善良的事 卡罗尔之所以带他出来寻找物资 也是想劝他在末世能够狠心一点 不仅要学会击杀行尸 必要的时候还得杀人保护性 他知道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难 但索菲亚的教训和他历历在 所以在监狱的时候 他都会偷偷教孩子们使用武器 正当两人交谈的时候 米卡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小朋友 随后卡罗尔带着泰尔西两个眼睛到着 准备在这里修整两天在前往终点站 来到门口 两个大人负责查看物子的明镜 丽兹和米卡德带着朱迪斯在外面 米卡乖小地拿出手墙保护解决 等他们进去 丽兹又开始发起了神经 他竟然担心卡罗尔进去后 杀了可爱的形势 米卡立即纠正这些错误 就在两人争论的时候 一个形势竟然从后面哭了 丽兹一时被吓得摔崖 米卡也顿时站起 但丽兹并没有感觉出泰尔 枪声也吸引了卡罗尔和泰尔西 他们还以为丽兹是被吓死 其实他是感觉到心痛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看到形势就要杀死他 也没有人理解他 卡罗尔知道这个孩子的想法 但想着过段时间再开导开导地 一直到了晚上 卡罗尔开导了丽兹一会 他的心情这才有些好转 泰尔西有些谎言 两个大人三个孩子 这种温馨的时刻让他有些不幸 第二天 卡罗尔发现灶台还有泥气 准备烧一壶热水 听到外面的嬉笑声他看了过去 但外面的情形让他立马了淡定 丽兹竟然在和一个形势玩耍 卡罗尔哪里还管 雷杰掏出小刀欺杀的形势 但丽兹却伤心地说道 我们是在玩耍 他只想和我交个朋友 他认为身边的人都不明白 只有自己才了解形势 卡罗尔无奈地一直摇抖 他真为这个孩子感到内爱 可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大 过了一年 泰尔西带着卡罗尔出来取舍 他有感的说道 或许我们不必去终点赞 我们可以留在这里 我了解你们三个孩子 除了你们之外 我不知道还能信任谁 在这里生活也挺好 卡罗尔则有些心虚 因为他杀了泰尔西的女孩 始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而此时丽兹却来到铁鬼旁 正在用老鼠投喂行事 看着形势似的津津有用 他就感到十分开心 米卡看到了解决的怪异行为 他说我们之前给形势取名字 只是为了好人 并不知道他们还会杀人 你清醒点吧 别再自欺气人了 但丽兹认为形势并不是想杀人 只是想改变他们 说着说着还主动把手伸下了形势 无论米卡怎么劝说都不管用 这时树林里出来了许多烧焦的形势 这才吓得两人赶紧逃离了这里 晚上 几人又在这里度过了美好一天 第二天 卡罗尔和泰尔西在附近寻 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愣住 丽兹双手满是鲜血地站在那里 他竟然杀了自己的魅力 泰尔西也是不敢自信地看着这 没想到他更加变态地说了 朱迪斯也 卡罗尔也是装作没事的妇女 随后两人在房间里商量 泰尔西表示他检查了丽兹的房间 里面有装着老鼠的狠 也问出了当初在监狱的时候 在围栏边投喂行尸的就是他 解剖兔子的也是他 他做这些仅仅是为了取误 卡罗尔听完以后决定独自带他离开 绝对不能让朱迪斯和他待在一起 这太危险了 但泰尔西不愿意卡罗尔离开 提出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他的想法 让他明白形式的威胁 不过这次卡罗尔并没有新闻 无奈地表示他就是这样的孩子 已经定型无法改变了 没过多久 卡罗尔就带着丽兹离开了小孩 丽兹并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妹妹 反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他察觉到卡罗尔的兴致不高 非常委屈地说了 在生我的气吗 就因为我用手枪指着你们 我只是想让你们等一等 对不起 说完就委屈地站在一边哭了起来 卡罗尔看着这一路非常的同行 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只会害人害人 丝毫察觉不到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 他无奈地拿出了手枪 他们的父亲都会突出了自己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泰尔西在远处看着这一切 也没有说什么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做完这件事 卡罗尔心如刀角地往回走 他又看到了那只鹿 之前让米卡将其射杀 但善良的孩子根本不忍心下手 多么懂事的孩子 大人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过来安慰 卡罗尔只恨自己没有早点察觉 晚上 卡罗尔情绪低落 索性把手枪递给了泰尔西 他承认是自己杀了凯伦和大悟 那个时候为了保护其他人 不得不挺身而出 泰尔西怎么也想不到 凶手竟然是自己一直很信任的人 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他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 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在末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选择原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节目 第二天 两人离开了这个伤感的地方 他们也要前往终点站了 在这个考验人性的末世 一个名叫终点站的避难所 却声称接纳所有幸存者 瑞克三人看到宣传信息后 也决定前往 一路上卡尔和米琼恩相处得十分融洽 瑞克这个老父亲也非常欣慰 他们走走停停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宫 这天下午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看到一辆车子 决定就在里面休息一晚 明天再继续赶路 晚上瑞克和米琼恩在火堆旁谈行 也幻想着到达终点站之后的事 正当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老乔一伙人找到了他们 瑞克想反抗都没有任何机会 猥琐的胖子还发现了在车里的卡尔 胖子直接把卡尔推倒了 然后就上下骑手 这个时候达尔姗姗来迟 走近一看才知道 老乔一直追踪的人竟然是瑞克 达尔出来求情 这些人都是好人 能不能放了他们 老乔当然不会答应 米琼恩也忍不了 他根本没有丝毫机会 而此时达尔也被打败了 老乔还嘲讽瑞克 难道你还能翻开了不成 面对如此挑衅 瑞克直接对准老乔的谱 直接撕破了他的动态 最后只剩下这个泡 瑞克拔出了老乔身上的匕首 此刻想要一个痛快 也是一种奢望 卡尔在米琼恩的怀里呆呆地看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个样子 一直到了早上 达尔把毛巾递给瑞克 让他擦拭脸上的血迹 两人坐在一起 说着分开后发生的事情 因为昨晚的变化 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 随后四人再次启程前往终点站 四人来到了距离终点站不远的地 但经历了这么多 他们知道绝不能贸然从正门进去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围栏边上 戒备地朝着里面看去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事 如果直接进去的话 武器一定会被收缴 瑞克把枪支都藏在了坑里 只带上一把手枪以防万一 随即四人从围墙翻了过去 这里有好多人在印刷着终点站的地 一个男人走出来询问你们是来抢 瑞克收起了枪支 表示我们只是想先进来看看 男人也放下了整体 然后说着他们的标志性话语 欢迎来到终点站 我的名字叫加里斯 看样子你们在外面流浪了很久 瑞克点了点头 也介绍了达尔和米琼恩 加里斯说我们可以接纳你们 但前提是你们要先把武器都放在地上 瑞克和达尔对视了一眼 米琼恩也是一脸都不相信 但看到瑞克带头放下枪后 几人也就照做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这些人只是搜了搜身 然后就把武器还给了他们 好像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 随后男人带着他们走出来 瑞克转过头来 忽然间看到男人口袋出的链 直接将这个男人制止 那人身上的防暴服又是哪里的 还有那个披肩 瑞克显然已经认出这是格伦和马基的东西 但加里斯并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命令省下开枪 根本不管人质的死 楼顶射出的子弹是 逼迫他们往一个方向开枪 这里竟然有无数人类的孩子 路过几个集装箱的时候 里面竟然传出了求救声 最后他们准备从围栏逃脱 可没想到这里早已有人在等着他们 后面的楼顶也有人站住 没办法 现在放下武器暂时还能平命 要是反抗的话 可能当场就被杀了 接着加里斯命令他们自己走进集装箱 就连顺序也要按他说的来 这种生死被别人掌握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 瑞克被逼之下还是打开了门 然后几人都走了进去 里面漆黑一瓶 而在另一头却出现几条身影 正是格伦他们 幸好他们都还活着 接着马基也介绍了拉罕姐 虽然重逢是件高兴的事 但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 拉罕悲观地说我们的时日不多 瑞克可不信心 他们一起经历了多少必死 瑞克他们被整齐地绑在了猪石槽的旁边 他们即将会被杀猪一般地处理掉 两个男人来到了一个黄毛的身后 脸上毫无波澜 一棒子就敲了下去 两个人轻车熟路一样地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地放血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格伦的身边 刚举起棒子准备动手的时候 格瑞突然出现 原来他正在登记刚才战斗使用的子弹数量 可这两个人并没有记住刚才使用的子弹数量 格瑞的出现延缓了格伦的死亡时间 他走到了瑞克的面前 对他说道 我们的人曾经看见你拿着一个背包进入了后山 但现在的你却是空手来的 我想知道那个包里是什么 瑞克没有告诉他 而是死死地盯着格瑞 格瑞见瑞克不开口 就一把搂住了旁边的鲍勃 用匕首对准了鲍勃的眼睛 没办法 瑞克只好开口说道 格瑞只是笑了笑 他吩咐手下尽快把这些人干掉 拖得时间尝了肉会不好吃了 两个人刚准备继续动手 外面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 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 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 卡罗尔跟泰尔西 其实也来到了终点站的附近 但他们在树林里 遇到了一个正在放爆竹的男人 卡罗尔通过男人得知瑞克 他们在终点站的遭遇 男人来到这里放爆竹 就是为了引开周围的丧尸 卡罗尔表示 我可不会让你引开丧尸 我正好需要他们的帮助 卡罗尔让泰尔西留在这里守着 自己准备前去营救瑞克他们 他先是用丧尸的鞋尾装了自己 一路跟着尸群来到了终点站的外围 刚来就看到了瑞克他们 卡罗尔并没有直接开枪 而是仔细地查看着里面的情况 卡罗尔先是拿出一个穿天猴 然后用狙击枪瞄准了下面的天然气罐 在气罐上打出了一个洞 里面的天然气瞬间就泄露了出来 卡罗尔点燃了穿天猴 正是卡罗尔的神机操作 让瑞克他们有了转机 格瑞让手下留在这里 自己迅速跑出去查看情况 瑞克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正想办法挣脱手上的束缚 此时终点站已经被大量的丧尸入侵 卡罗尔趁机混在了狮群里 向终点站前进 此时这两个男人 还在讨论是否继续杀猪的时候 瑞克已经挣脱了手上的束缚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扑了上去 迅速把两个男人干掉 瑞克救下大家后 他们就拿上一些武器准备离开 路过一个房间的时候 发现里面全是人类的尸体和碎肉 没想到这些人 竟然真的把人当作食物 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丧尸 瑞克观察了一下 准备找机会干掉这些禽兽 很快 这些人就在他的面前经过 瑞克蹲在那里等待机会 直到最后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 瑞克直接冲了出来 干掉这些人后 瑞克他们就拿着武器 来到了集装箱这里解救同伴 大家齐心协力逃了出去 终点战就此陨落 逃出来的瑞克他们来到了后山 正好碰到了卡罗尔 达里尔看到后迅速跑了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卡罗尔 瑞克也是一脸高兴地走了上去 问到刚才的一切是你做的吗 虽然卡罗尔没有说话 但瑞克知道就是他救了大家 卡罗尔告诉瑞克 你们跟我走 随后众人来到了小木屋这里 泰尔西抱着朱迪斯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瑞克看到后就跑了过去 他没想到女儿竟然还活着 萨莎也跟泰尔西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次大家终于重聚在一起 还增加了新的同伴 瑞克一伙人在离开终点战后 就漫无目的地走着 在路过一片树林时 他们救下了一个被丧尸包围的人 这个人就是神父刘能 为了感谢瑞克他们救下了自己 神父刘能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教堂 教堂的环境还算不错 瑞克准备在这里修整一段时间 大兵一路上都在劝瑞克去华盛顿 他始终认为尤金是那个可以拯救世界的科学家 但瑞克认为还不是时候 现在的团队什么都没有 需要休整一下 此时神父告诉瑞克 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物资 但那里已经被十几个丧尸占领 瑞克当即决定带人去那里收集物资 瑞克带着几个人出发了 在路上鲍博告诉瑞克 他想要和大兵他们一起去华盛顿 如果尤金能顺利地到达华盛顿 或许真的能够拯救世界 瑞克没有阻止鲍博 他现在只想保护卡尔和朱蒂斯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的地下室里摆放着很多食物 但也浸泡着十几只丧尸 为了里面的物资 瑞克他们忍着恶臭跳了下去 神父看到了一只丧尸 突然就变得十分恐惧 任凭这只丧尸向自己靠近 根本无法抵抗 瑞克看到神父处于危险之中 及时赶了过来干掉了丧尸 当他们以为清理掉所有丧尸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把鲍博拉进了水里 幸运的是 这只丧尸没有咬到鲍博 被鲍博反杀了 有惊无险 几人带着满满的物资回到了教堂 卡尔把瑞克叫到了教堂的后面 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只见教堂的墙上 写着你会下地狱几个字 这个神父难道隐藏了什么可怕的秘密 晚上 瑞克团队的人聚在一起 享受着今天带回来的食物 这是他们从监狱逃亡后 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顿晚餐 大兵此时又站了出来 再次鼓动大家去华盛顿 他认为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过上安全的生活 大家都沉默了 安全的生活是他们不曾渴望的东西 瑞克看着怀里的朱迪斯 然后笑着说我去 听到瑞克同意了 大家都高兴地鼓起了掌 但只有鲍博的举动有点奇怪 他趁别人都在庆祝的时候 独自走出了教堂 与此同时 卡罗尔一个人也在外面找到了一辆车 他没有得到瑞克的同意 想要离开这里 此时达里尔及时找到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 路上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当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时 达里尔看到这辆车 正是绑走贝斯的那辆车 他立刻拉着卡罗尔跟了上去 另一边 鲍博一个人正在黑夜里哭泣 突然 一个人影从后面打晕了他 当他再次醒来时 看到了格瑞的脸 原来格瑞他们并没有死 鲍博的大腿 被格瑞他们当作了食物 格瑞一边吃一边称赞鲍博的肉 很好吃 画面回到教堂这边 瑞克他们发现鲍博等人不见后 找到了神父刘能 萨莎认为三人的消失与神父有关 就在他们质问神父的时候 教堂门口突然传来了响声 众人看见是鲍博躺在了外面 原来是格瑞他们把鲍博打晕后 偷偷地将他送回了教堂 鲍博把事情告诉了瑞克他们 得知鲍博的遭遇后 瑞克十分后悔 如果当时在终点站 消灭了格瑞等人再离开的话 今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萨莎想找些要给鲍博包扎一下 却被鲍博阻止了 他露出了被丧尸咬伤的肩膀 瑞克来到神父这里 询问鲍博被抓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神父告诉他 那个地方就在附近 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 瑞克听完后 打算立即带人杀过去 但大兵表示他要离开这里 他觉得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他不能拿油镜的生命开玩笑 瑞克想说服大兵留下来 但大兵为了油镜的安全执意要离开 两人差点打了起来 格伦上前拦住了二人 他告诉大兵 你今晚留下来帮助我们 明天我和马基陪你们去华盛顿 大兵很看好格伦和马基的实力 略加思考后 他同意留下来帮助瑞克他们 得到大兵的帮助后 瑞克就带着他们出了门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后 格瑞出现在了教堂附近 原来这是格瑞的计划 他把鲍博送回来 就是要传递假消息 将瑞克等人骗走 然后自己去教堂干掉其他人 此时 教堂的众人正躲在房间里 他们听到了格瑞破门的声音后 就知道来者不善 就在格瑞他们四处寻人的时候 朱迪斯突然哭了起来 格瑞他们听到声音后 就来到传出哭声的房间 就在他们要冲进去的时候 瑞克慢慢地从黑暗中走出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其实是瑞克的将即救济 他们假装离开 其实是为了引诱格瑞主动出现 瑞克走到格瑞的面前 这次没有理由再放过这群食人魔 格瑞苦苦哀求瑞克原谅自己 答应只要放了他们 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瑞克的周围 但瑞克没有说话 将手放在了腰间的红饼砍刀上 干掉了所有人后 神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看着眼前的场面 说了一句话 这是神父的家 第二天 大兵带着格伦和马迹离开了这里 而鲍勃也因为伤势太重 死在了教堂 刚刚重聚的众人 又一次分道扬镳 他们正护送着科学家 尤金前往华盛顿拯救人类 但他们的车辆 在经过一群丧尸时 突然爆胎 幸运的是 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 格伦和大兵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其他人跟在后面也加入了战斗 尤金看到大家都在努力地保护着自己 心里突然产生了愧疚感 很快 大家就清理掉了所有的丧尸 但车也因为燃料泄露 无法再开走了 大兵拿着背包打算走着去华盛顿 但尤金阻止了他 他想要回到教堂再休止一段时间 大兵不同意 因为在他的眼里 只有前往华盛顿这一个任务 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夜幕降临 众人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尤金居然在这里偷看大兵和罗西塔打扑克 第二天 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辆消防车 幸运的是还能开动 于是 他们就开着消防车继续前进 在路过一处农场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当他们来到前面勘察时 远方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丧尸群 粗略地看至少有上万只丧尸在这里 格伦劝大家往回走 但是大兵却站在原地自言自语 一直说着我不会放弃 他坚持要从这里开车过去 众人都上前劝说大兵绕路 但是此时的大兵 已经听不进去别人的异点 场面顿时陷入了混乱 尤金被大兵的举动吓坏了 直接说出了真相 大家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尤金继续说道他不是故意骗人的 因为自己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为了自保 所以他就欺骗了一些人保护自己 听到真相后 大兵心里的信念彻底崩塌了 罗西塔质问尤金 你知道我们牺牲了多少人来保护你吗 尤金说道 我记得一路上牺牲的每个人的名字 离华盛顿越近 我的心里越害怕 因为这都是我瞎编的 我根本拯救不了这个事件 大兵看着尤金的脸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骨 他冲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兜 尤金很快就被揍得昏迷了过去 大兵还想继续揍他 但被罗西塔阻止了 此时的尤金已经昏死了过去 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大兵独自面向华盛顿的方向 跪了下去 现在他已经完全崩溃了 他回忆起了遇见尤金的画面 那时的他发现 妻子和孩子都被丧尸咬死了 万念俱灰的他本想自杀 但远处突然传来了求救的声音 正是被丧尸追赶的尤金 大兵看到后走了过去 干掉丧尸后 他原本准备继续自杀 但就在这个时候 尤金喊住了他 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贝斯一个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医院里 此时一名警长和医生走了进来 医生告诉贝斯 他叫史蒂文 旁边的是道恩警官 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你 当时你头部受伤 不省人事 道恩说 是我救了你 所以你必须回报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于是 贝斯就成为了医院的护工 在此为道恩工作 晚上 贝斯和史蒂文吃饭时 道恩突然冲进来把他们叫了过去 原来是道恩在外面就回了一名男子 史蒂文说这个人伤势太重了 没有必要浪费医疗资源 但道恩命令史蒂文必须救活这个人 没办法 史蒂文只能对男人进行治疗 第二天 贝斯看到一名护工 被人压着走进了病房 原来是这个女人想要逃跑 但却被丧尸咬到了手臂 贝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想要逃跑 他问了同样在这里工作的男孩 男孩告诉贝斯 没有人能够逃出这里 在这里的人只能听命于道恩 不停地为他工作 贝斯又找到了史蒂文 他想知道史蒂文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 史蒂文没有说话 而是带着贝斯来到了地下出口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丧尸 贝斯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出去 史蒂文让贝斯帮自己看看之前那个男人 如果病情稳定 就给他注射一剂抗生素 可刚注射完 男人就开始剧烈地抽搐 道恩质问贝斯做了什么 贝斯刚想解释 却被男孩接过话茬 他说是自己在拖地时不小心碰到了呼吸机 道恩非常生气 带着男孩走了出去 贝斯找到史蒂文说 你让我给他注射抗生素 但他却因此死了 史蒂文居然说 我没有让你给他注射抗生素 贝斯听到这样的话 瞬间愣在了原地 过了不久 贝斯看到男孩一脸伤痕 贝斯很是内疚 他想要离开这里 男孩表示 如果想要离开 我们只能通过电梯井 说完 两个人就来到了电梯井这里 男孩把之前准备好的绳子绑在贝斯身上 然后将贝斯送了下去 贝斯到达地面后 男孩也沿着绳子向下爬 但爬到一半的时候 一只丧尸突然出现 慌乱中 男孩直接摔了下去 幸运的是 下面堆满了尸体 男孩没有受伤 贝斯也从上面跳了下来 他们互相帮助走了出来 可就在他们即将逃出去的时候 贝斯被人发现 抓了回去 男孩一个人逃了出去 深夜 一辆汽车在荒芜的城市里飞驰 开车的正是达里尔 他带着卡罗尔正跟踪着绑架贝斯的那伙人 可车辆进入城市之后 他们就跟丢了目标 没有办法 两个人只能在城市里无不搜寻 他们在一栋高楼里 找到了一个能够俯瞰城市的房间 达里尔用狙击枪看到远处的桥上 有一辆汽车 车上的标志跟绑架贝斯的车是一样的 达里尔觉得这辆车里一定有线索 于是他们准备过去看看 可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从医院里逃出来的南海 南海没有开枪 而是拿走了达里尔的装备 达里尔见南海已经跑远了 就带着卡罗尔来到了桥上的汽车这里 他想在车内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他们在车里搜了一圈 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这时外面的丧尸听到动静 开始走了过来 他们必须迅速离开这里 就在他们准备出去的时候 达里尔在担架上看到了医院的名字 他认为贝斯可能被带到了那里 此时外面的丧尸已经将车子围了起来 出去是不可能的了 达里尔带着卡罗尔坐在车辆前排 因为车子已经被丧尸摇晃得即将坠落 幸运的是 两个人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安全活了下来 达里尔扶着卡罗尔跌跌撞撞地离开了这里 等卡罗尔的状态好了些后 他们开始寻找医院的位置 就在此时 附近突然传来了枪声 两个人闻声来到了一个房间 看见那个男孩正在移动柜子 达里尔直接撞倒了他 倒下的柜子把男孩压在了下面 达里尔从地上拿走了自己的武器准备离开 男孩向他求救 但达里尔并不想救他 可卡罗尔不想看着男孩死在这里 当他还在劝说达里尔时 丧尸已经压在了男孩身上 卡罗尔刚想行动 达里尔已经射出了弩箭 他们把男孩从柜子下面拉了出来 男孩跑到窗前 一直在说枪声会把那些人吸引过来 三人准备先离开这里 但是男孩的腿受伤严重 达里尔只能在后面扶着他 等到两人到达门口时 就看见那火人开车撞倒了卡罗尔 达里尔想直接冲过去 却被男孩拦住了 他告诉达里尔 现在只有他们能救卡罗尔 那里有医生和药品 假如你现在出去杀了他们 你的朋友就得不到治疗了 史蒂文帮贝斯处理伤口 就在史蒂文准备离开的时候 贝斯突然问到是不是你借我手杀掉了那个男人 贝斯听到后 觉得这里的人都是伪君子 他拿起一把手术刀 走了出来 他想要杀掉这个虚伪的人 但就在这时 几个人推着一个病人走了过来 而这个人正是卡罗尔 达里尔将一切告诉瑞克后 瑞克立即带人要去医院 营救贝斯和卡罗尔 他让刀妹和卡尔留在教堂 保护朱迪斯和神父 瑞克离开教堂后 卡尔就把一堆武器 放在了神父的面前 他想让神父挑一件武器防身 没办法 神父只能在里面挑了一把砍刀 卡尔本想教他一些杀死丧尸的方法 但作为一个神父 他真的不能接受打打杀杀 所以他带着刀回到了他的房间 另一方面 瑞克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医院附近 大家围在一起讨论救援计划 瑞克想在天黑的时候 溜进去杀了里面的人 救出贝斯和卡罗尔 但是泰尔西不想这么做 他提议可以在外面抓两个人 然后和他们进行人质交换 这样双方都不会受到伤害 达里尔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毕竟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救人 没有必要滥杀无辜 瑞克看到两人都不愿意杀人 也只能同意他们的计划 随后 男孩用枪声吸引了两名医院的人 过来抓他 就在他们以为得手的时候 瑞克带人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瑞克拿走了他们的武器 准备将他们带走 但就在这时 一辆车冲了过来 原来是医院的另一个人跟在后面 他停下来救走了同伴 幸运的是最后关头 萨莎用枪打爆了汽车的轮胎 瑞克迅速带人冲了过去 正好看到两个被绑着的人在逃跑 他带着大家追了上去 达里尔发现那个司机不见了 就在周围仔细寻找 那个人突然跳出来扑向达里尔 达里尔踢开男人后 就冲过去和他打了起来 但却被男人压在了地上 多亏瑞克及时出现 就下了达里尔 看着眼前的男人 瑞克本想一枪打爆他的头 但达里尔劝瑞克放下了枪 毕竟三个人制比两个强 就这样 三个人制被带到废弃的大楼里 三人知道了瑞克的计划后 那个女的说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道恩本来就不喜欢我们 所以他不会跟你们交换的 但边上的男人却说 你们会成功的 我认识道恩八年了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但你必须先让我和他沟通 瑞克单独和这个男人聊了一会儿 男人也把道恩的所有信息 都告诉了瑞克 瑞克决定在十分钟后进行交易 为了安全 他让萨莎留下来看守这个男人 等众人走后 男人告诉萨莎 他刚在外面看到了一只丧尸 那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想让萨莎帮忙 送那个人最后一场 萨莎也没多想 直接带着男人来到了窗边 就在萨莎用枪寻找着目标时 男人突然从后面将萨莎撞晕 然后自己趁机逃了出去 男人正拼了命地奔跑 可身后不仅有丧尸在追他 还有开着警车的瑞克 瑞克用车里的对讲器 让他赶紧停下来 可男人根本不听 瑞克一怒之下踩下来 原来瑞克早就知道他有问题 所以并没有走远 男人还在嘴硬 瑞克直接就让他领了盒饭 另一边 神父一个人来到了 食人魔扎营的地方 他在这里找到了一本圣经 但当他看到烤炉上 还没吃完的人腿时 他才意识到这群人 居然抱着圣经吃着人肉 就在这时 前面的玻璃突然破碎 大批的丧尸走了出来 神父赶紧往教堂方向跑去 但还是把附近的丧尸 都引到了教堂 他在前门苦苦哀求 刀妹和卡尔给他开门 他不想死在这里 刀妹二人为了救神父 只能撬开大门 神父逃进来的同时 也放进来了大批的丧尸 眼看着教堂内 已经无处可躲 神父让他们去自己的房间 那里有一个地道 可以爬出去 三人赶紧从这个地道逃了出去 在外面将这群丧尸封在了教堂里 丧尸疯狂地撞击着大门 很快就有破碎的风险 就在这危机关头 格伦他们开着消防车堵住了大门 刀妹对他们的归来表示疑惑 格伦告诉他 刀妹没有责怪 而是把贝斯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马基 马基很开心 众人当即决定去找瑞克他们 画面回到瑞克这边 剩下的两个人只看到瑞克一个人回来 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都愿意配合瑞克的行动 瑞克当即决定现在就出发去交换人质 医院这边 道恩找到贝斯 询问他知不知道男孩去了哪里 贝斯说医院根本就没有安全可言 进来的人只不过是又跳进了一个火坑罢了 道恩表示自己一直在保护贝斯 而且还救下了卡罗尔 贝斯说我知道你一直在利用我 他提出了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 道恩却劝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或许贝斯有能力改变这里的情况 就在这时 瑞克他们来到了医院 道恩他们知道了瑞克的来意后 就主动放下了枪 双方在医院的走廊里对峙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进行交换 好在双方都很诚恳 交换得十分顺利 就在瑞克他们要离开时 道恩却要求瑞克把男孩留下来 瑞克不同意 他表示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人的自由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男孩主动站了出来 他把枪还给了瑞克 打算回到医院这边 这时贝斯跑过来给了男孩一个拥抱 随后他走向了道恩 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 这时女警站出来阻止了众人 她说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该在你丧生了 瑞克表示 如果有人愿意离开这里的话 可以跟着他们走 此时格伦他们也来到了医院 正好遇到了出来的众人 看着达里尔抱着贝斯的尸体出现 马基痛苦倒地 从贝斯死后 大家在教堂附近给他立了一个坟 此时的教堂已经被丧尸占据 他们只能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 男孩说他的家乡有一个营地 那里非常的安全 但是男孩已经有一年多没回去了 格伦担心那里可能已经沦陷了 但瑞克决定带几个人先去那里看看 其他人在原地待命 一路上 男孩和泰尔西聊了很多 他说贝斯的死是个意外 泰尔西则表示事事无常 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的 他说人活着就要付出代价 世界末日下 人们活下去的代价就更大了 男孩说他的家里还有母亲和两个双胞胎弟弟 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泰尔西的 话不多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男孩的家乡 瑞克放眼望去 营地门口连一辆车都没有 众人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 当他们走进营地时 发现营地的大门紧闭 里面还传出了丧尸的声音 格伦爬上墙查看 回头朝瑞克他们摇了摇头 很显然 这里已经沦陷了 男孩跳过高墙 眼前的景象让他崩溃了 这里已经变成了丧尸的聚集地 瑞克让泰尔西留下来照看男孩 其他人去找点物资 然后就回去 刀妹觉得他们应该留在这里 毕竟大家已经在外漂流很长一段时间了 男孩在原地悲伤了很久 泰尔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突然男孩站了起来拔腿就跑 泰尔西追了上去 两个人在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 原来这里是男孩的家 他想回家看看家人还在不在 于是两个人就走了进去 泰尔西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很可能就是男孩的双胞胎弟弟 就在泰尔西被墙上的照片吸引时 身后有只小丧尸正在慢慢靠近 男孩听到动静冲了进来 用玩具干掉了自己的弟弟 泰尔西被丧尸咬到了 男孩立刻跑出去想要告诉瑞克他们 房间里的泰尔西很快就出现了幻觉 他看到了食人毒的马丁 他嘲笑泰尔西马上就要死了 还说如果当初在墓屋里杀了自己 那么格瑞他们就不会找到鲍伯 可能贝斯也不会死 这时鲍伯也出现了 他说他早就被丧尸咬了 所以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下一刻 总督又出现在了眼前 他说泰尔西是个叛徒 当初总督收留了他 可最后泰尔西却背叛了自己 随后丽兹姐妹出现了 他们告诉泰尔西 现在这样的结局不是很好吗 此时 总督突然向他冲了过来 泰尔西仔细一看 才发现冲过来的是一只丧尸 他全力抵抗 但还是被丧尸咬到 危及关头 他拿起柜子上的石头 将丧尸击倒在地 另一边 瑞克三人正在查看营地的四周 这里被破坏得十分严重 看样子没有修复的必要 刀妹提议去华盛顿 瑞克思索片刻后 同意了他的建议 就在这时 男孩的求救声传了过来 几人立刻跑了过去 泰尔西这边 他又看到了贝斯 贝斯抱着吉他唱着歌 所有人都面带微笑地 看着泰尔西 丽兹姐妹凑上来 检查他的伤事 恍惚间他发现 其实是瑞克他们 刀妹手起刀落 砍下了他被咬的手臂 瑞克带着泰尔西离开了这里 他们艰难地 把泰尔西推上了车子 瑞克用对讲机 联络了其他人 让他们准备好工具 他们马上回去救治泰尔西 瑞克开着车一路狂奔 此时的泰尔西 再次出现了幻觉 他看到贝斯开着车 鲍博和丽兹姐妹面带 微笑地看着他 外面的阳光也渐渐暗了下来 过了不久 汽车停了下来 瑞克他们把泰尔西抬了下来 虽然很悲伤 但该发生的事中 就还是发生了 泰尔西就此离开了大家 从教堂开始 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 路上的这群人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地走着 即便身后跟着一大群丧尸 他们还是慢悠悠地前进着 瑞克团队已经在外面流浪一个月了 他们想去华盛顿 但一路上找不到汽车 就连食物也越来越难找 就在大家实在是没有力气走下去的时候 几只野狗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或许是也在寻找食物 他们冲着瑞克他们不停地叫 萨莎二话不说 直接一梭子了事 没过多久 大家终于吃上了难得的狗肉 香喷喷地烤肉 让神父把自己的领巾扔进了火中 大口大口地吃起肉来 从这一刻起 他再也不相信上帝了 美味的午餐结束后 大家继续赶路 马基告诉格伦 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贝斯就这么死了 从农场开始 他的亲人就一个一个试试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同样痛苦的还有达里尔 但他不敢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 他趁着水的时候 独自坐在地上 用烟蒂在手上烫了一下 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个梦 想到贝斯就这么离开了自己 他忍不住痛哭起来 等到达里尔回到团队的时候 大家正围在路中央 这里竟然有一堆矿泉水 上面放着一张纸条 写着朋友缝上几个字 瑞克告诉大家 这水不能喝 万一水里有毒 大家都得死 但尤金觉得如果这是个陷阱 大家也早已身陷其中 他更愿意相信这真是朋友的馈毒 于是就要拿起一瓶水喝下去 大兵冲上来打翻了那瓶水 瑞克再次强调 谁都不能喝这些水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这时天空居然下起了大雨 大家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水源 可就在大家欢呼雀跃时 他们发现这雨越来越大 达里尔说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骨仓 于是带着大家去那里避雨 晚上 众人围坐在篝火旁休息 瑞克为了提振士气 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瑞克的爷爷 曾经是一名二战老兵 战争的残酷 与现在的末日不相上下 能从战场上活着下来的人 只有万分之一 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作为后人的我们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 在这末日之下 我们虽然有伙伴离开了 但他们的死 都是为了让剩下的人 有活着的希望 虽然不知道 华盛顿那边是什么样的 但他相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深夜 达里尔一个人首夜 透过门 他看到一大群丧尸 正在向这里靠近 没办法 他赶紧用身体抵住大门 听到动静后 大家都冲了上来 经过大家的努力 成功地阻挡了尸群 看来齐心协力 确实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清晨 马基叫醒了萨莎 这两个曾陷入在 失去亲人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的姐妹 经过昨晚的事 似乎让他们又重拾了 活着的希望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笑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马基将男人带回了骨仓 所有人立刻警觉了起来 不知道来者何意 亚伦说他的任务 就是带瑞克他们跟他回家 亚伦让萨莎把背包 递给了瑞克 包里有他们社区的照片 社区非常的安全 有丰富的物资 高大的围墙 但社区却缺少有用的人 亚伦说 我跟着你们走了很久 他发现这个团队 非常的团结 在任何情况下 也没有抛弃团员 如果社区 有瑞克他们的加入 会让社区更加强大 瑞克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直接揍了亚伦一拳 他让人把亚伦绑住 因为瑞克觉得 他把团队摸得这么清楚 一定有同伴在附近埋伏 卡尔在背包里 发现了一把信号枪 这让瑞克更加坚信 他有同伙在腹底 亚伦辩解说 如果自己心怀不轨 昨天晚上 就可以趁众人睡觉的时候 干掉大家 他的这番话 让刀妹有些动心 刀妹决定去公路上 看看到底有没有房车 格伦和马基也要一同前往 瑞克还是不放心 他们约定一小时内 如果还没有回来 他就立刻干掉亚伦 刀妹几人来到公路后 果然看到了那辆房车 看来亚伦并没有欺骗大家 他们在车里搜寻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同伴 于是他们把车开了回去 尽管事情都和亚伦说的一样 但瑞克还是不想冒险 刀妹表示 大家在外漂泊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找一个避难所了 我们不妨先去社区看看 大家纷纷表态同意 瑞克没办法 也只能同意 亚伦没有直接说出 社区的具体位置 而是让大家沿着16号公路前进 快到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位置 但瑞克很谨慎 他要走其他的路线 他把人分成两组 准备好东西 天黑就出发 深夜 刀妹在车上看着社区的照片 他发现拍的全是社区的基础设施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亚伦解释道 是由于底片曝光 人影的照片没有洗出来 就在此时 格伦没注意前方的路况 车子迎面撞上了尸群 由于看不清外面的状况 他只好一路碾了过去 等到了安全地带 他们却发现房车没有跟上来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信号弹 亚伦看到后紧张了起来 他说任务结束 随后一脚踢开车门 跑进了树林 刀妹觉得可能 其他人看到信号弹会 觉得是他们放的 于是 他们静止向信号弹的方向跑去 此时周围已经有大量的丧尸 格伦发现了被丧尸攻击的亚伦 他本来不想管 但最终还是救下了他 两个人遇到了 被丧尸包围的瑞克和刀妹 几个人合力灭掉了尸群 亚伦说这个信号弹 是队友发出来的 他肯定是遇到了危险 不久后 他们来到了信号弹的位置 发现达里尔他们也在 好在大家都没事 原来是艾伦的同伴受到了危险 发射的信号弹 艾瑞克是亚伦的爱人 所以他看到信号弹就冲了出去 天亮后 众人继续出发 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瑞克他们听到了 久违的嬉闹声和孩子的笑声 他把朱迪斯从车里抱了出来 卡罗尔对他说 看来这次你错了 但你的谨慎永远是对的 迎着温暖的阳光 大家都准备好 进入亚历山大社区 随着铁门的开启 瑞克团队进入了新的营地 但当大门关闭时 瑞克他们没感觉到他们安全了 而是觉得像被囚禁一样 社区见到他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们上交武器 瑞克表示 我们还不确定是否留下来 所以不会把武器交出去 亚伦怕事态扩大 劝说瑞克先去见见这里的老大迪安娜 瑞克见到迪安娜的第一眼 就知道这个女人补一本 迪安娜告诉瑞克 谈话的时候 需要录像让她不用多想 因为社区讲究透明 所有人的谈话 都会被保存下来 迪安娜说 她曾经是一个国会议员 灾变后来到了这里 她的丈夫和儿子 建起了这里的第一块围栏 随着人员的增加 四周的高墙 很快就建起来了 但她觉得这里的人 都过得太安逸了 所以她一直想找一些 在外面闯荡过的人 而瑞克团队 是她唯一考虑接纳的队伍 瑞克说这里应该封闭起来 现在能生存下来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贸然开放 可能会被他人盯上 迪安娜非常高兴 因为瑞克 已经开始为这里着想了 于是劝瑞克留下来 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卡尔和朱迪斯想想 他们应该在 安全的环境下成长 瑞克经过考虑 最终决定留下来 他们按规定上缴了武器 随后亚伦 把他们带到了住处 房间里的设施 非常的完善 瑞克终于洗上了热水澡 也可以刮胡子了 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样子 这时 门外有一个美女敲门 她叫杰西 是社区的食品管理员 负责给瑞克他们送食物 她看着瑞克帅气的脸庞 提出帮瑞克剪头发 他们是那么的般配 可惜杰西有一个老公在这里 深夜 瑞克团队的所有人 并没有睡在各自的房间里 而是都挤在大厅里 迪安娜看到他们十分的感慨 一群背景各异的人 竟能组成如此团结的大家庭 她告诉瑞克明天 会给大家分配工作 临走时 还调戏地说瑞克是个小白脸 第二天 大家开始熟悉社区的环境 瑞克发现 卡尔和朱蒂斯不见了 他慌张地到处寻找 杰西看到他这个样子 告诉他不要担心 这里是不会遇到危险的 杰西带着瑞克 找到了卡尔他们 他们正在和一对老人聊天 看到这一幕 瑞克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杰西觉得卡尔 应该和同龄人打成一片 于是让卡尔去找 自己的儿子罗恩丸 在这里 他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卡尔回来后告诉瑞克 这里的人和环境都挺好的 但是这里安逸得太久了 人们都太弱 他担心自己会受影响辩论 另一边 格伦几人跟着迪安娜的儿子 艾登出去打猎 过程中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回到社区后 艾登当场就要把格伦他们黏住 还说格伦他们在外面 根本就生存不下来 格伦说我们杀丧尸的时候 你还吃奶呢 两个人的争吵 引来了很多人围观 艾登见母亲迪安娜也在 感觉有恃无恐 于是一拳挥向格伦 没想到格伦反应迅速 一拳将艾登打倒在地 达里尔也冲了上来 控制住了尼古拉斯 此时瑞克刚好赶了回来 阻止了事态升级 迪安娜告诉所有人 瑞克他们是从丧尸堆里 爬出来的精英 如果再有人对他们不敬 就会得到社区的惩罚 等其他人散开后 迪安娜感谢瑞克的解围 并没有怪罪格伦打伤自己的儿子 他想让瑞克担任社区的治安官 瑞克想了想答应了下来 回到住所后 所有人都觉得这里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此时瑞克已经穿上了 维持治安的警服 瑞克表示这里的人 过得太安逸了 达里尔担心团队 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变弱 瑞克告诉达里尔 我们永远都不会变弱 大杀一个人 在外面将别人的 全家服照片一一击碎 失去鲍博和泰尔西的他 看来精神状态和之前失去 落力的瑞克一样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另一边 瑞克将卡罗尔和达里尔 交到了一起 他认为现在社区有不稳定因素 这里的人过着舒适的生活 对危险失去了洞察力 瑞克觉得他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最好能够有一些武器 卡罗尔说 他看到武器库里有很多手枪 他想找一个机会进去偷一些 瑞克让卡罗尔告诉大家 尽快融入社区 仔细观察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尤其提醒了达里尔 因为他是这里最不合群的人 就在三人要离开的时候 发现一个丧尸额头上 有W的字幕 瑞克突然想到 之前在南海社区那边的丧尸 头上也有W的字幕 瑞克回到社区后 他发现刀妹也穿上了几个 原来是迪安娜安排刀妹的 另一边 达里尔一个人在外面狩猎 他发现了人的脚步声 原来是亚伦在树林里布置陷阱 亚伦非常佩服达里尔的能力 居然能用声音 分辨丧尸和人类 亚伦想和达里尔一起学习狩猎方法 达里尔告诉他可以 但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闭嘴 晚上 亚伦把达里尔带回了自己家 他和爱人给达里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亚伦邀请达里尔跟他一起出去执行找人的任务 因为艾瑞克受伤了 短期内很难行动 他觉得只有达里尔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为此 他还给达里尔送了一套摩托车零件 达里尔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是他融入社区的第一步 迪安娜的欢迎派对正在火热进行中 当瑞克看到看管武器库的胖妞到了后 卡罗尔就开始了偷枪行动 杰西主动帮瑞克抱起了朱迪斯 当他接过朱迪斯时 他偷偷吻了杰西一口 派对上的萨莎状态非常不好 看着每个人吃饭的样子 都让他想到了食人族 想到了死去的弟弟和鲍伯 这时 一个女人过来恕吼 但却让他非常生气 派对就在这尴尬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二天 迪安娜问萨莎怎么能在派对上发疯 萨莎说她觉得这样的日子不是真的 迪安娜安慰她说 这就是现实的生活 我们都会这样生活下去 让她忘记之前的不愉快 萨莎没说什么 而是一个人跑出去放哨 看来她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 卡罗尔将偷来的枪准备分给瑞克和达里尔 但达里尔现在想要融入社区 觉得拿枪有一点早 瑞克自己拿走了一把枪 回到社区后 瑞克遇到了杰西和她的丈夫 杰西热情地打着招呼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瑞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目送杰西离开后 瑞克一个人在围墙旁巡逻 此时围墙的外面有一只丧尸撞击着围墙 瑞克将手放了上去 感受着丧尸的动物 他来到有夫之妇杰西的家里 看样子是想要得到他 杰西似乎也挺喜欢瑞克 可道德伦理让他忍住了 社区的另一边 神父在这里建了一个教堂 但根本没有人来听他的传讲 他愤怒地一页一页地撕毁着圣经 在他眼里 这一切都是瑞克的错 达里尔骑着拼装好的摩托车 和亚伦一起出去寻找新人 此时社区需要一些电脑配件 所以艾登打算带着几人出去搜寻 尤金也跟着去了 没过多久 几人就来到了一个购物中心 他们从侧门进入了购物中心 里面非常大 四处都充满了危险 尤金和塔拉找到了需要的电脑配件 可这时艾登发现了一只丧尸士兵 艾登打了几枪 都没能穿透护甲 格伦让他等丧尸靠近点再开枪 他一枪将丧尸放倒 准备继续补枪 可他没有发现丧尸身上挂着手榴弹 爆炸震倒了所有人 艾登被挂在架子上一动不动 塔拉倒在地上生死不明 爆炸声也将一大群丧尸引了过来 众人不得不先躲在一个屋子里 塔拉失血严重 需要回社区治疗 此时他们发现艾登并没有死 格伦不得不冲出去救他 尤金背着塔拉也走出了屋子 此时此刻 他终于像一个男人 击杀了面前的丧尸 格伦和尼古拉斯想把艾登救出来 可周围的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根本无法救出艾登 没办法 他们不得不放弃了他 一路逃到了正门口 可丧尸也追了上来 无处可逃的他们 不得不挤进了玻璃门 就在他们以为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 尤金开着货车出现在了门口 他用音乐引走了外面的丧尸 格伦让他人稳定住玻璃门 自己砸玻璃 可尼古拉斯却自私地挤出一条门缝 独自逃跑了 这直接导致男孩被丧尸抓住了 他让格伦不要救自己 否则两个人都会死在这里 男孩被拖出去后 格伦透过玻璃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咬死了 尤金看到尼古拉斯后 问格伦他们哪去了 尤古拉斯说他们都死了 并把尤金撞倒在地 打算自己离去 就在这时 格伦追了上来 两拳就打倒了他 社区这边 大兵跟着保安队在外面干活 突然 一大群丧尸出现在这里 大家马上开枪射击 可倒霉的队长老麦 将放哨的女人一枪打了下来 老麦不想救女人 让大家撤到后面去 大兵看不惯他们的做法 一个人冲过去救出了女人 回到社区后 内疚的老麦主动向迪安娜寄死 迪安娜觉得大兵出来乍到 让她当队长似乎有点太快了 此时马基说 只有我们才能帮助你管理社区 这不就是你留下我们的原因吗 另一边 卡罗尔来到杰西家找杰西 但却是杰西的丈夫开的门 他看起来很慌张 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卡罗尔看了看里面 发现房间很乱 他说他想和杰西谈谈 但男人却直接关了门 卡罗尔找到了瑞克 根据他的经验 杰西应该是受到了丈夫的家暴 瑞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卡罗尔直接告诉瑞克 只有一种方法 深夜 神父刘能一个人来到了迪安娜的家 他告诉迪安娜 瑞克他们都是恶魔 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让他们留在这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总有一天 他们会回了亚历山大 这些话恰巧被马基听到了 瑞克他们一直把神父当作自己人 可没想到神父居然忘恩负义 在这里说团队的坏话 虽然迪安娜暂时稳住了神父 但他的心里还是起了一些波澜 自从格伦他们回来后 尼古拉斯把艾登的死亡赖到了格伦的身上 说是格伦执意要抛弃艾登的 并且还说格伦要杀了自己 迪安娜还算聪明 问他为什么你们又一起回来了 这个问题尼古拉斯没法回答 只是一直说把他们留下来是个错误 迪安娜表示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不下结论 格伦这边 瑞克疑惑为什么把尼古拉斯带回来 而不是当时就干掉这个后患 格伦说他不想就这么干掉它 他认为应该带他回来让这里的人 看看在迪安娜的管理下 手下都是什么货色 格伦的心情瑞克能理解 他让格伦好好休息 以后的事由他来处理 第二天 瑞克把杰西遭到家暴的事情告诉了迪安娜 希望他能做点什么 瑞克提议让杰西和丈夫暂时分开 但迪安娜问他 如果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瑞克毫不犹豫地说 我会杀了他 迪安娜表示 这里不能随便杀人 瑞克让他认清现实 如果继续放任不管 杰西或许会被丈夫打死 迪安娜则说 如果那样的话 他会流放杰西的丈夫 瑞克不能理解他的做法 因为流放只会让社区更加的危险 可迪安娜强调他们不会杀掉任何人 他警告瑞克 卡尔看到上次认识的女孩 偷偷爬出了高墙 他在跟踪的时候被女孩发现了 卡尔问他为什么要偷偷跑出来 女孩告诉他要时刻提警醒自己 外面的世界并不安全 自己要保持野外生存的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丧尸正在向他们靠近 两人赶紧藏进了一个树洞中 里面的空间非常狭小 两个人几乎脸贴脸地站在一起 卡尔第一次感觉到了心动的滋味 另一边 尼古拉斯也偷偷地溜出了社区 在一棵大树下挖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一把手枪 看来他是对格伦起了杀心 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全部都在浮出水面 瑞克一个人来到了杰西家 杰西看到瑞克后表示对男孩的死感到遗憾 然而瑞克却对他说 我知道他打了你 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 杰西告诉瑞克 他才刚刚来到这里 不要为了自己做傻事 而且自己已经结婚了 说完就跑回了房间 瑞克本来已经走了 但看到杰西的两个孩子后 又回到了杰西家里 杰西求他 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 瑞克劝他不要苟且偷生 不要忍气吞声 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 要学会反抗 如果你无力反抗 你只要点点头 我会来帮助你 杰西问他 你会为其他人做这些事吗 瑞克毫不犹豫地说不会 杰西明白了他的意思 其实他也对瑞克有好感 于是选择接受瑞克的帮助 这一幕正好被他的丈夫看见 他要求瑞克立刻离开他的家 杰西鼓起勇气让他滚蛋 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就打了起来 两人从屋里一直打到了外面 这场面分明就是两个男人的抢筋大战 卡洛尔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他认为瑞克总算是做了正确的事 就在杰西的丈夫快被瑞克乐死的时候 迪安娜带人及时赶到 瑞克直接掏出了枪 他怒斥社区里的人都是伪君子 他们装作什么都知道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作为领导者 迪安娜只会坐在屋子里 事情不是靠他想想就能变好的 亚历山大想要安定的话 就要废除迪安娜的那一套 重新审核每个人的资格 迪安娜表示自己非常清楚 谁有资格留下来 瑞克笑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没有资格 达里尔和亚伦找到了一个罐头厂 他们在里面转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丧尸 只有几个集装箱停靠在院里 达里尔打开了一个集装箱 没想到触发了机关 所有的集装箱都打开了 里面居然有密密麻麻的丧尸群 这些丧尸的头上都有W的字母 二人见识不妙 撒腿就跑了 他们找了辆汽车钻了进去 外面的丧尸已经将他们包围 这时亚伦在车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这是个陷阱 看来这个罐头场是他人设下的圈套 就等人上钩 就在二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外面突然来了一个人救下了他们 三个人合力突围 撤到了安全地带 两人不认识摩根 邀请他加入社区 但摩根表示自己要去华盛顿 但是迷路了 希望两人能帮自己指明路线 达里尔接过地图 发现这张地图正是教堂那时大兵给瑞克的那张 原来摩根一直在找瑞克 社区这边 瑞克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小屋里 刀妹他们告诉瑞克 今晚迪安娜会召开社区大会 讨论是否流放瑞克 他们担心瑞克会大开杀戒 同时也表示会支持瑞克的一切决定 瑞克则说 他们只要交出武器库 我们就不会做什么 其他人走后 卡罗尔又给了瑞克一把枪 他告诉瑞克昨天的事你做得对 于何熊掌不可兼得 留下这把枪以防万一 另一边 神父穿着一身白衣 不带武器就出了社区 他想让丧尸咬死自己 可丧尸到了面前 他又后悔了 急忙跑回了社区 守卫着急去参加社区会议 于是让神父关门 可神父已经吓懵了 他只是随手一扔 并没有关紧大门 瑞克回到了自己的家 透过窗户他发现 社区的大门居然开着 于是赶紧跑过去重新关上 但地上的点点血迹 让他意识到不妙 赶紧顺着血迹跟了过去 果然社区里进来了几只丧尸 瑞克独自跟丧尸打了起来 深夜 社区大会开始了 迪安娜就是否流放瑞克的 是让大家发言 可就在这时 瑞克扛着丧尸来到了这里 大家看到这一幕都吓坏了 瑞克质问他们 为什么门口没有人放手 刚才的守卫赶紧说 是神父最后一个关门了 迪安娜让守卫赶紧把神父带过来 瑞克提醒大家 现在内忧外患 里面的人不懂得拘安思危 外面的人正在虎视眈眈 瑞克的担心是正确的 其实狼族早就盯上了这里 他们不仅有社区的照片 还有瑞克父子 瑞克苦口婆心地劝大家 他说昨天自己说的那些全是真的 社区里的人都没做好准备 但是现在必须做好准备 就在这时 杰西的丈夫提着刀来到了会场 迪安娜的丈夫上前让她冷静一下 可男人却失手擀了她的脖子 大兵和刀妹马上控制住了男人 可迪安娜的丈夫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对 就在这个时候 达里尔带着摩根回到了社区 摩根看着瑞克的样子 不敢相信瑞克就这么杀了一个人 瑞克在社区大会上成功取得了社区的领导权 摩根的到来也让瑞克十分高兴 看来摩根的精神状态已经好转了 第二天 瑞克从摩根那里得知了狼族的消息 他告诉达里尔暂时不要外出纳心 毕竟现在这里更需要他 此时社区外来的几个陌生人 看门的尤金拒绝给他们开门 这个戴着眼镜的人叫西斯 他说他和伙伴几周前外出执行任务 由于双方之前没见过面 尤金还是不肯开门 西斯说他不会杀了他 但如果他在外面再待一段时间 他肯定报答尤金 尤金担心被打 还是打开了门 瑞克和摩根计划把昨晚的尸体抬上车到外面掩盘 就在瑞克他们挖坑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丧尸的声音 瑞克寻知声音来到一个山谷 发现了下面的场景 这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如果没有卡车挡路 丧尸早就会攻击社区 两人回到社区后 立即举行了紧急会议 西斯说他早就发现了这个山谷 是他们开着卡车堵住了路口 原来这群丧尸是社区故意围住的 但卡车随时都有侧翻的可能 这群丧尸来到社区是迟早的事 瑞克建议主动出击 引开丧尸 社区的元老卡特质疑瑞克的计划 瑞克向大家解释 丧尸喜欢群居 我们可以引导他们的前进 迪安娜让大家听瑞克的 于是引开丧尸的计划就此确定 然而 卡特觉得瑞克他们会毁了这里 于是他聚集了几个人试图杀掉瑞克 尤金碰巧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吓得他不小心发出了声音 卡特担心事情暴露 打算杀了尤金 就在这时 瑞克突然推门进来 看到这种情况 瑞克直接上去夺下了枪 但瑞克没有杀他 一切准备就绪后 众人开始了行动 可出乎意料的是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路口的卡车发生了侧翻 瑞克他们不得不匆忙开始了计划 大家利用信号弹将丧尸吸引到主路上 达里尔开着摩托车在前面引导尸群 萨莎和大兵负责把走散的丧尸带回尸群 计划非常成功 尸群有条不紊地跟随着达里尔慢慢前进 来到三叉路口 瑞克一直在发行号弹引导尸群远离社区的方向 卡特看到瑞克的计划如此成功 终于相信了瑞克 但不幸的是 他被一个丧尸偷袭了 瑞克跑过来干掉了丧尸 但卡特一直在惨叫 为了计划的成功 瑞克他不得不解决了卡特 摩根看到瑞克的举动 本想说些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来 丧尸大军跟着达里尔走了很远 此时社区的危险已经即将解除 但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了汽笛的声音 而声音的方向就是社区那边 瑞克意识到社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赶紧往社区跑去 而听到声音的丧尸也脱离了队伍 向社区走去 在瑞克他们外出处理丧尸的时候 社区内还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可狼族突然对社区进行了攻击 狼族用燃烧瓶干掉了墙上的守卫 还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 这群人已经冲进了社区 他们见人就砍 非常残暴 卡罗尔看到其中一个狼族 正在对一个女人动手 他直接来到背后将其杀死 可女人已经没救了 为了不让他人发现 卡罗尔捂住了女人的嘴巴 哨塔上的迪安那儿子小赛 发现有一辆重卡正在靠近 他立刻向重卡开枪 可重卡还是撞上了围墙 发出了刺耳的汽笛声 小赛爬上卡车想关掉汽笛 可此时的驾驶员已经变成了丧尸 小赛犹犹豫豫不敢下手 这时摩根及时出现 一棍子就干掉了丧尸 摩根关掉了喇叭 汽笛声戛然而止 小赛告诉摩根 社区里有一群暴徒正在屠杀居民 摩根让他找个地方躲起来 自己走进了社区 刚进去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分尸 就在二人准备开打时 一个黑衣人冲了过来 一刀就解决掉了男人 这个黑衣人正是卡罗尔 他穿上了狼族的衣服 随后用男人的血在自己的额头上 画了一个W 摩根说他没必要杀人 卡罗尔则说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卡罗尔现在没空搭理摩根 他要去武器库 因为他知道这些狼族手里没有枪 如果让他们找到武器库 后果将不堪设想 杰西带着小儿子正躲在衣柜里 屋里有一个狼族在四处搜寻 没想到这个时候 大儿子回来了 为了儿子的安全 杰西只能出来 他大声地提醒儿子不要进来 可敌人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两人扭打在一起 但杰西根本不是狼族的对手 一下子就被撞晕了过去 就在狼族回头捡枪时 杰西其实是装晕 他冲上来用剪刀扎进了敌人的胸口 亲手杀了一个人 卡罗尔这边 他在武器库的门口干掉了两个狼族 拿起里面的武器干掉了剩下的狼族 这时他发现仓库有动静 卡罗尔拿走了一大把武器 还塞给胖妞一把枪 让他守住武器库 摩根遇到了几个狼族 摩根一边用棍子教训他们 一边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这几人见占不到什么便宜 便听取了他的建议 带着狼族撤了出去 战斗结束 迪安娜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管理社区 遇到这种情况 这里的人除了束手就擒 就没有别的办法 摩根在清理战场时 发现了一间可疑的房子 刚进入房子就被一个男人偷袭 两人互殴了一番 原来这个男人正是摩根之前 在树林里遇到的狼族 男人嘲笑摩根当时没有杀掉自己 现在已经晚了 摩根非常的生气 打晕了男人 摩根继续在社区里寻找着漏网之鱼 此时迎面遇上了 也在寻找敌人的卡罗尔 两人碰面后相识无语 各自走向对面 圣母心的摩根和杀法果断的卡罗尔 终究不是一路人 让我们静下心来 听一听圣母摩根的故事 之前说到摩根无法对失变的妻子下手 结果导致儿子死在了妻子的嘴下 摩根一度出现了精神问题 第二次遇到瑞克后 摩根误打误撞 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 这里鸟语花香 非常祥和 摩根以为自己陷入了幻觉 可没想到这里居然有报警装置 面前出现了干净的房子 这里有着一只山羊 就在他想偷羊的时候 屋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摩根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结果被对方一棍子敲晕 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关在了一个铁笼子里 旁边还放了美味的食物 男人出现后 他告诉摩根自己叫伊斯特 他说自己不会杀了摩根 反而扔了一本书给他 让他冷静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 摩根开始观察伊斯特每天都在干什么 他发现伊斯特每天都要练习棍法 这天 伊斯特终于做出了可口的奶酪 从这一刻起 他开始跟摩根对话 他介绍自己以前是FBI 灾变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他问摩根是做什么的 摩根说自己就是个杀人狂 不论活人还是丧尸 靠近自己就得死 摩根一直想要越狱 然后杀了伊斯特 就在他快要撬开窗户时 伊斯特突然回来了 他说自己想明白了 摩根应该是创伤后遗症 而这种创伤是精神上的 他问摩根是不是杀了很多的人 摩根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他问摩根有没有救过人 摩根沉默了一会儿 说救人毫无意义 最终都会变成丧尸 伊斯特看到他手上的戒指 推测出摩根有家人 而且亲眼目睹了家人的死亡 所以得了创伤后遗症 于是他开始对摩根进行心理治疗 可摩根不为之所动 他扬言要干掉伊斯特 伊斯特告诉他 其实牢门一直都没锁 摩根走出笼子 冲向伊斯特 但显然不是伊斯特的对手 被伊斯特打倒在地 他给了摩根两个选择 一是留在这里好好生活 二是离开这里继续杀人 最终摩根选择留在这里 第二天 伊斯特打算出去寻找物资 拜托摩根照看一下山羊 摩根虽然没有答应 却一直盯着山羊 他尝试着翻开了那本书 而这本书正是改变他的元宇 接下来的日子 两个人过起了男羹女支的生活 每天伊斯特都会教他棍法 这段日子 让摩根的心慢慢静了下来 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伊斯特想和摩根一起出发 去沿海的岛屿 那里可能更适合生存 但他们的装备还不太够 摩根带他回到自己以前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的装备 伊斯特看到他在石头上的留言后 问他死去的家人叫什么名字 这次摩根忍着悲痛 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就在这时 摩根的身后出现了一只丧尸 摩根当场愣住 危急关头 伊斯特将摩根推开 自己却被丧尸咬到 干掉丧尸后 摩根又一次崩溃了 他离开了伊斯特 继续自己的流浪 这次在树林里杀了一只丧尸后 竟意外地救下了两个人 女人颤颤巍巍地留下了一贯食物表示感谢 这一声谢谢 让摩根终于想通了 回到伊斯特这里后 两个人解开了心结 摩根陪伊斯特走完了最后一程 踏上了寻找瑞克的旅程 这一路上 他都在遵循不杀生的原则 最后 摩根并没有杀死狼族的人 男人听了摩根的故事一脸努逼 他扬言一定会干掉摩根 并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摩根偷偷留下这个人 日后会发生什么意外呢 瑞克带着众人准备回社区支援 可走散的丧尸还需要有人处理 瑞克准备自己去找辆汽车 然后想办法把走散的丧尸引回大陆 剩下的人回社区 他把格伦和刀妹叫到一起 嘱咐他们一定要尽快赶回社区 如果有人拖后腿就丢下他们 这话被躲在树后的西斯听到了 就在这时 团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一个男人被丧尸咬了 一命呜呼 此时 社区的汽笛声戛然而止 瑞克就此与刀妹他们分别 刀妹和格伦带着众人往社区的方向赶去 途中遇到了一些丧尸 帽子哥吓破了胆 慌乱中开枪误伤了老黑 然而他却掉头跑掉了 刀妹他们先是救下了老黑 可卷毛一时大意 又被丧尸咬到了肩膀 格伦十分无奈 这些人根本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卷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他恳求大家带他回社区 见老婆最后一年 众人随后来到一个小镇 他们打算在这里找辆车 但十分不凑巧 这里的车全都无法开的 尼古拉斯说他之前来过这里 知道一条回社区的进路 可没过多久 这里已经被大量丧尸占据 他们只好先暂时躲进一家商店 格伦打算把这些丧尸留在小镇里 他计划点燃几栋建筑 用大火吸引丧尸 他决定自己去执行这个计划 一旦丧尸被成功吸引 刀妹就立刻带着其他人返回社区 尼古拉斯告诉格伦 附近有一个饲料仓库 比较适合点火 他决定跟格伦一起去做这件事 瑞克这边 格伦通过对讲机告诉了他的计划 如果二十分钟后没看到冒烟 就说明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瑞克就得自己想办法把诗群引开 现在商店里有两个人受伤 他们不想拖累大家 但希斯坚决不愿意抛弃队友 这让刀妹反应了过来 他可能是听到了瑞克的话 于是告诉大家谁也没打算抛弃谁 刀妹找希斯单独聊了一会儿 希斯说自己听到了瑞克的话 他觉得瑞克从来都没有把社区的人 当做自己人 刀妹反驳道 瑞克他们为了你们在外面 冒着生命危险引开丧尸 而你却在这里质疑瑞克的用心 如果你们真有本事 就应该勇敢点去面对丧尸 此时社区那边的枪声越来越密集 镇上的丧尸被枪声吸引 开始向社区的方向移动 刀妹他们趁着诗群 还没完全聚集在一起 带着大家冲了出去 可短发妹子刚出来就被丧尸抓住 直接领了盒饭 格伦这边 两个人来到了饲料仓库 可这里早就被烧得金光 两人只好重新选择目标 但他们也被诗群盯上了 刀妹他们被一扇铁门挡住 几人互相帮助开始翻越铁门 刀妹在西斯的帮助下 成功翻越了铁门 但卷毛就没这么幸运 他被丧尸抓住 没见到老婆最后一遍 格伦和尼古拉斯 被丧尸群堵在了一个胡同里 看样子已经无路可逃 他们俩爬到垃圾桶上面 看着脚下密密麻麻的丧尸 尼古拉斯瞬间崩溃 他跟格伦说了声 自己倒下去的时候 他把格伦压在了身下 看着丧尸将自己包围 格伦只剩绝望 瑞克找到了一个房车 在车上他一直联系格伦 可格伦始终没有回应 看来格伦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现在只有靠他来引走失去 达里尔告诉他 自己正在赶来的路上 瑞克却让他赶紧回到大陆上 继续引开大陆上的丧尸 就在此时 狼族的那几个人上了房车 幸亏瑞克反应过人 反杀了两个狼族 瑞克从倒车镜看到 还有几个人贴在房车的周围 他直接用冲锋枪扫射 将其他人一起干掉 而子弹却将房车打坏了 再也无法发动 此时狮群已经来到了跟前 瑞克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丧尸 他已经跑到了社区的门口 刀妹立刻将大门打开 瑞克用尽最后的力气 摆脱了狮群回到了社区 因为瑞克的回来 社区很快就被狮群团团围入 社区里的人哪见过这种场面 一时间人心惶惶 瑞克告诉大家 差不多有一半的丧尸来到了这里 但目前围墙还是安全的 他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加固 被破坏的围墙 等达里尔他们回来共同击退丧尸 有人怪瑞克的计划没有成功 此时亚伦站出来力挺瑞克 他说在瑞克实施计划前 山谷就已经有缺口了 如果不是他们迎走了大部分的丧尸 现在社区已经是一出目的了 他还向大家道了歉 因为狼族之所以能找到这里 都是因为他之前丢了背包 里面有社区的照片 小赛把社区发生的事 都怪对到母亲的头上 他觉得迪安娜只会做白日梦 从不想着怎么去改变 社区从来就没有安全 马基从刀妹那里得知格伦的时候十分痛苦 但他坚信格伦一定没有死 于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出去寻找格伦 亚伦看到后决定陪马基一起去 但从大门肯定是出不去了 亚伦把马基带到一个下水道旁 这里可以直通到外面 马基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亚伦表示都是自己的疏忽 才导致了瑞克的计划失败 所以他想为瑞克团队做些事情 就在二人到达出口时 发现外面全都是丧尸 看到这一幕 马基选择了放弃 不是因为他害怕了 而是因为 杰西经过狼族的洗礼 已经蜕变成独当一面的人 但他的两个儿子 却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大儿子罗恩一直想着给父亲报仇 小儿子惊吓过度不敢下落 卡尔找到罗恩 问他知不知道女孩伊弗尼的下落 罗恩说看到他在诗群到达之前 就翻墙跑了出去 卡尔听完后立刻要出去找他 罗恩不让卡尔出去 如果卡尔执意要去 他就去告诉瑞克 卡尔把他摔倒后转身就离开了 罗恩还真把这事告诉了瑞克 但他的思想并不单纯 他恳求瑞克教他用枪 说自己想保护家人 瑞克把自己配枪的子弹全部拿掉 让他用空枪对着丧尸练习 深夜 迪安娜睡不着在社区溜达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突然窜出来一只丧尸 迪安娜没有击杀丧尸的经验 多亏瑞克及时赶到 就吓了迪安娜 看见瑞克 迪安娜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瑞克让他振作起来领导大家 迪安娜表示自己已经不能领导大家了 社区需要的是像瑞克这样的领导 瑞克处理完迪安娜的时候 来到了杰西家 瑞克安慰杰西不要害怕 但现在的情况让杰西非常的慌张 他让瑞克亲口告诉自己 他们是可以搏下去的 瑞克看着杰西楚楚可怜的样子 毫不客气地吻了上去 后面的情节需要付费 我想你们也不爱看 瑞克心心念念的达利尔他们怎么样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达利尔和大兵 萨莎将丧尸引到了很远的地方 就在他们打算返回时 突然遭到了陌生人的攻击 达利尔的摩托车侧滑了出去 萨莎和大兵开车撞向了一面墙 两人下车后迅速干掉了追来的敌人 而达利尔则把另一辆车引进了尸群 可还有第三辆车 没办法 达利尔只能骑车躲进了树林 可刚才他摔得可不轻 手臂受了伤 摆脱追捕后 达利尔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他的身边有一只戴着头盔的丧尸 休息了一会儿 达利尔推着摩托在树林里穿梭 这里似乎刚刚发生过火灾 到处都是烧焦的丧尸 他尝试用对角机联系萨莎 但是毫无回应 他发现自己的手臂在流血 于是就脱掉外套 准备处理一下伤口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附近有脚步声 他用树叶遮挡住摩托车后 循着声音追了上去 原来是两个女人正躲在树后 女人以为达利尔是来抓他们的 于是他告诉达利尔 他们拿走的都是自己应得的东西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直接将达利尔打晕 等达利尔渐渐清醒过来时 他隐约听到对方把他当成了追捕他们的人 他们商量着天亮以后 找到队友后一起离开 天亮后 男人拿着枪对着达利尔 让他跟着一起走 他们是想把达利尔当成人质 可他们不听达利尔的解释 从三人的对话中 达利尔得知他们此行 是回来找失散的同伴 当他们到达营地时 却发现里面已经被丧尸占据了 短发女劝同伴不要再为自己冒险了 现在回去跟组织解释一下 或许能得到组织的谅解 就在这时 他突然晕倒在地 弩哥趁着这个机会捡起背包 就钻进了树林 可等他跑远后 发现包里除了自己的弩 还有一核胰岛素 达利尔瞬间明白了那个短发女 应该是个糖尿病患者 没有胰岛素 他可能随时会死掉 达利尔太善良了 他又反了回去 将胰岛素还给了他们 就在达利尔准备离开时 一辆车冲进了树林 车上下来了几个人 他们向树林里喊话 让他们交出偷走的东西 达利尔带着三人躲避了追捕 男人这才相信达利尔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三人继续在树林里前进 这时短发女发现了一个被烧光的窝棚 里面有两个被烧死的人 正是他们要找的同伴 短发女非常伤心 没注意两人已经失变 达利尔带着剩下的两个人打算回社区 谁知这两人不讲武德 见他有辆摩托车 当场就翻了脸 抢走了达利尔的摩托车和武器 达利尔没办法 只能靠走路去找萨莎他们 他在头盔丧尸那里看到了一个标志 这应该是一个军方组织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达利尔顺着标志找到了一辆军用汽车 另一边 大兵和萨莎一路给达利尔留下了线索 找了一个房子躲在里面 大兵发现这里是个将军的办公室 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箱子火箭筒 这让他的心情十分愉悦 直接穿上了将军的制服显摆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 两人立刻警觉了起来 萨莎看到外面的情景 原来是达利尔找到了这里 三个人虽然丢了一些装备 但他们因祸得福 捡到了更极品的装备 达利尔尝试着跟瑞克他们联系 可这时对讲机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 之前有好多人质疑格伦到底死没死 话说格伦被尼古拉斯的尸体压在了身下 涌上来的丧尸也知道欺负单身狗 把压在他身上的尼古拉斯咬得粉碎 格伦趁机钻到了垃圾桶的下面 暂时算是安全了 这时狮群的后面吹来了一个铁罐 狮群被铁罐的声音吸引 慢慢地掉头离去 你们看代资禁组的人就算是钻进了尸群也不会死掉 格伦在垃圾箱下面待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爬了出来 此时他已经快脱水了 他在附近找到几个空水瓶 里面啥都没有 就在这时 楼上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女孩扔给他一瓶水 原来是跑出社区的伊芙妮 格伦捡起背包 跟着伊芙妮跑了过去 他在一个餐厅里找到了伊芙妮 格伦要带他回社区 可伊芙妮不想回去 格伦说现在有一大群的丧尸正在往社区的方向聚集 他希望伊芙妮给自己带路 伊芙妮知道此事大意不得 便带着格伦往社区赶去 伊芙妮把路上指引方向的氯气球绑在了身上 到了社区后 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大批的丧尸已经包围了社区 伊芙妮彻底绝望了 但格伦让他不要放弃 社区的人一定都没事 社区里面 瑞克找到摩根 他告诉摩根 本来是有机会把丧尸都引走了 但有几个头上刻着W字母的人想抢他的车 在枪战中他们打坏了汽车 所以才导致计划失败 瑞克继续问那几个人是不是你放走了 摩根说是的 他不想杀死任何一个人 卡罗尔让他别忘了那些人 在社区里屠杀了很多拼命 可摩根这个圣母却说自己分不清对错 心里明明很想杀死他们 但却下不了手 瑞克反问道 谈话结束后 瑞克独自一人加固围墙 此时小赛又开始搞事情 他自己爬上了绳索 想要爬出社区 瑞克赶紧爬上围墙劝他回来 可小赛喝多了 一意孤行继续向前爬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果然绳索开始松动 断裂了开来 小赛直接掉下 塔拉开枪干掉了周围的丧尸 瑞克等人拼尽全力 把他拉了上来 塔拉如此危险的操作 被瑞克骂了一顿 而小赛这么做 也只是想出去找辆车 引开丧尸 瑞克告诉他 以后有什么想法要先商量 小赛反问道 你会同意吗 瑞克没有回答 显然他不会同意 摩根趁着大家乱作一团 独自跑去找医生 他拜托医生 跟自己去给一个人治疗 卡罗尔发现不对劲后 把朱迪斯交给杰西看管 偷偷地跟到了地下室 当他打开铁门后 骗走了看守武器的胖妞 在武器库中偷了一些子弹 看来他是想要杀掉瑞克 迪安娜得知瑞克救了儿子后 过来感谢 就在这时 天空中飘来几个气球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气球吸引 马基跑了过来 他告诉瑞克一定是格伦回来了 不然 那座被重卡撞过的哨塔轰然倒塌 瑞克他们真是祸不单行啊 石群立刻就涌进了社区 瑞克迅速做出反应 他大声地告诉众人 赶紧去寻找避难所 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丧尸 大家都非常地慌张 卡罗尔不小心摔了一跤 多亏摩根在附近 他把卡罗尔扶了起来 往地下室跑去 迪安娜在撤离时 不小心被丧尸压倒 腰部受伤 马基被丧尸逼到了角落里 他只能爬上了哨塔 可丧尸直接撞倒了梯子 在危机关头 马基顽强地爬了上去 暂时安全 另一边 尤金已经被吓得丢了魂 好在一直有两个好妹妹在保护他 三个人有惊无险地 瑞克几个被丧尸逼得节节败退 此时多亏杰西及时出现 大家都躲到了杰西的家里 社区已经被尸群占据 到处都是丧尸 外面的格伦和伊弗尼目睹了这一幕 伊弗尼想离开这里 但格伦问他 就算你离开了社区 你能忘记这里的一切吗 杰西家里 刀妹在检查迪安娜的伤口时 发现她已经被丧尸咬了 迪安娜告诉刀妹 她很幸运 一直都和家人在一起 还建立了保护大家的社区 她没有遗憾 楼下的罗恩偷偷溜进了车库 卡尔跟着她走了进来 罗恩此时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父报仇 他说每个人都会死在这里 尤其是卡尔的爸爸 卡尔说你的爸爸一样 也是一个杀人凶手 罗恩瞬间火冒三丈 他转身来到门口 摘下了钥匙 看来他是想在这里杀了卡尔 卡尔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主动出击 罗恩拿起铲子向卡尔砸去 却砸碎了玻璃 外面路过的丧尸 瞬间被声音吸引 就在丧尸冲进来的时候 瑞克打破了木门 就吓了二人 卡尔并没有说罗恩攻击了自己 而是在他们独处的时候 拿走了罗恩的枪 此时一楼已经乱作一团 大量的丧尸涌了进来 所有人只能退守到二楼 此时瑞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刀妹干掉两个丧尸拖上来 他打算用尸体掩盖气味逃出生天 另一边 卡罗尔和摩根躲到了地下室 卡罗尔趁摩根不注意 一个人溜了下去 果然 这里有狼族的人 卡罗尔没想到摩根居然留下这么一个祸患 但摩根说他会一直关着他 直到他醒悟过来 我真是扶了这个老逼灯 卡罗尔为了社区的安全 想要解决掉这个男人 却被摩根阻止 打晕了过去 但摩根也被男人趁机打晕了 男人就这样带着医生跑了出去 瑞克这边 众人把丧尸的邪抹在了身上 他告诉大家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 众人都做好了准备 除了迪安娜 离开前 刀妹想送迪安娜一程 但迪安娜表示命是自己的 他要自己动手 告别迪安娜后 大家准备离开房子 除了瑞克其他人 哪见过这种场面 大家相互鼓励 手拉手开始穿越诗群 格伦和伊富尼爬上了周围的大树 正好看到被丧尸包围的马迹 当迪安娜准备自杀时 他听到丧尸已经冲上了二楼 他打开了门 选择直面死亡 就在瑞克穿越诗群时 杰西的小儿子突然开口 达里尔他们半路被一群摩托车拦住 他们正是尼根的救世军 领头的男人叫伊姆 他要拿走达里尔他们的所有物资 伊姆让小弟去检查一下后面的车 别落下什么值钱的宝妹 这时大兵问他 尼根是谁 伊姆表示 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才能知道答案 于是举枪打算杀死他 萨莎劝他放下枪 可伊姆从怀里又掏出一把手枪 对准了萨莎 幸运的是 伊姆是在吓唬他们 但吓一遍 原来是达里尔 他在车后面反杀了敌人 拿了大兵之前发现的火箭炮 直接将伊姆等人轰得粉碎 社区这边 瑞克他们成功穿越了尸群 瑞克想要去山谷开卡车 把丧尸赶到一起 杰西说 如果朱迪斯在半路哭泣的话 后果不敢想象 这时一向胆小的神父提出 他可以带朱迪斯躲在教堂里 等他们成功把丧尸引走 再和大家重聚 尤金三人也来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卡罗尔和摩根躺在地上 塔拉想要去救医生 但罗西塔认为狼族身上有伤 现在不会伤害医生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留在卡罗尔和摩根的身边 不久 卡罗尔和摩根醒了过来 摩根知道是狼族带走了医生 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 气得卡罗尔直跺脚 瑞克这边 杰西的小儿子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丧尸 直接崩溃了 他摆脱了杰西的手 待在了原地 这时 两只丧尸扑向了他 看着儿子突然死去 杰西崩溃地哭了 结果哭声吸引了周围的丧尸 导致杰西也死在了这里 瑞克懵了 他刚找到的老婆就这么没了 以前的画面在脑海中 一点一点地闪过 但他并没有丧尸理智 当他看到卡尔的手 被杰西紧紧抓住时 他直接拿起斧子 砍掉了杰西的手 这一幕正好被罗恩看到 罗恩想到自己的所有家人 全都因瑞克而死 他拿起卡尔 掉在地上的手枪 对准了瑞克 就在他扣动扳机的瞬间 刀妹刺穿了她的身体 子弹意外击中了卡尔的右眼 卡尔不省人事 瑞克迅速抱起卡尔 刀妹在前面开路 瑞克打算去医务室 拯救卡尔的命 此时 狼族和医生正在街上逃亡 医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狼族本可以逃跑 但他选择回去救医生 结果自己不小心被丧尸咬到了 医生让狼族跟他回医务室 但在去医务室的路上 狼族被卡罗尔开枪打死了 当医生回到医务室时 正好看到瑞克带着卡尔 医生迅速组织人 准备进行手术 可手术的灯光会吸引丧尸 瑞克为了自己的儿子 做了一个父亲该做的选择 他打开了医务室的门 独自一人冲了出去 凡是靠近的丧尸 都被瑞克干掉 看到瑞克孤勇杀敌 毫无畏惧 亚伦等人被瑞克感染 纷纷拿起武器冲了出去 五个人互相依靠 在尸群中拼命厮杀 这一幕被社区里的 其他居民看到了 他们知道瑞克是为了社区 于是都拿出武器 加入了战斗 这时 格伦和伊弗尼溜进了社区 他们打算去营救马基 格伦为了吸引丧尸 被丧尸围在了角落里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萨莎和大兵及时赶到 救下了格伦 格伦问达里尔有什么计划 达里尔胸有成竹 他把卡车开到了河边 将车里的油倒进了河里 然后他直接一发入魂 点燃了河面 尸群瞬间就被火光吸引 转身向大火走去 这是达里尔在树林里学到的知识 丧尸会像飞蛾一样 不要命地扑向火 瑞克这边 大家看到尸群离去 拼上最后的力气 杀向丧尸 经过一夜的奋战 众人齐心协力 消灭了所有的丧尸 此刻的他们 才真正地像一个大家庭 经过这场战争 社区的居民和瑞克团队 终于融为了一体 瑞克握着卡尔的手 轻声地呼唤他 卡尔的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 能够苏醒过来 瑞克给卡尔讲了昨晚的战斗 他说要重建社区 他相信社区的未来 会更加地美好 就在这时 卡尔的手握紧了瑞克 他们齐心协力重建了社区 到处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瑞克和刀妹搞在了一起 每天都一起睡觉 卡尔的伤恢复得也非常好 但遗憾的是 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 社区附近的物资越来越少 瑞克和达里尔 打算去远一点的地方 寻找物资 刀妹让瑞克帮自己 找一些牙膏 而医生找到达里尔 想要一些饮料 原来是他想给塔拉一个惊喜 因为他俩也住到了一起 出发前 尤金想让达里尔 找一些高粱种子 这东西生命力顽强 非常适合在社区种植 瑞克和达里尔 就这样出发了 二人一路上 在一个农场发现了一个仓库 在这里居然有一个 装满物资的货车 他们直接选择开着货车回去 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加油站 达里尔发现了一个自动售卖机 里面还有很多的食物 就在这时 瑞克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这个男人戴着面巾 只露出了两个眼睛 男人告诉他们 附近有十几只丧尸 在向这里移动 他撞上瑞克 就是因为在躲避丧尸 与其这样持枪相对 不如一起合作干掉丧尸 瑞克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男人继续问他们是否有营地 达里尔说他们是流浪者 当瑞克问他时 男人也说他们有营地 看来双方都不是一般人 男人自我介绍叫耶稣 瑞克没有难为他 耶稣直接就走了 就在这时 房子后面传来枪响 瑞克二人赶忙警惕了起来 当他们靠近后 发现是有人点燃了鞭炮 达里尔意识到中计了 瑞克摸了摸屁股 发现车钥匙没了 两人赶紧回头追过去 但已无济于事 耶稣开着货车扬长而去 连那个自动售货机也被拖走了 两人没有放弃 跟着车的痕迹一路追了上去 半路找到了被遗弃的自动售货机 二人将里面的物资 拿起后继续追踪 过了不久 就看见耶稣在换门开 他们没有直接冲上去 而是绕到了旁边的树林 可耶稣的动作十分灵活 好不容易才制服了他 拿回钥匙后 他们把耶稣牢牢绑住 开着货车继续前进 路上又遇到了一个农场 瑞克打算进去再找点物资 可这次车顶传来了声音 瑞克一脚急杀 发现是耶稣掉了下来 明明已经把他绑了起来 他是怎么出现在车顶的呢 耶稣拍拍屁股上的泥土 拔腿就跑 瑞克本打算直接撞倒他 但达里尔直接跳下去 要跟他单挑 可耶稣非常灵活 达里尔根本抓不住他 瑞克发现这个农场里有丧尸 为了达里尔的安全 瑞克把车停在了河边 一个人下来清理丧尸 可没想到耶稣转头就跑进了货车 达里尔的枪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被耶稣偷了 他指着达里尔的头让他蹲下 然后一枪干掉了后面的丧尸 达里尔说了声谢谢 然后一拳奏向了他 倒下的耶稣不小心碰到了手杀 货车直接倒进了河里 关键时刻 达里尔把耶稣拉了下来 耶稣被车门撞晕 看着一车的物资就这么沉在了河里 他们这次只收获了一个奇怪的人 瑞克他们把耶稣带回了社区 将他扔在了地下室 给他留了一杯水和一封信 晚上瑞克回到自己家 告诉刀妹今天发生的事情 原本是有一大盒牙膏的 但现在只剩下一块口香糖 深夜 瑞克和刀妹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此时耶稣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这 清晨 瑞克几个穿好衣服后跟耶稣坐在了一起 耶稣说他昨晚已经把社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这里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但食物严重不足 自己的营地和这边的情况差不多 他想促成社区和自己的营地合作 用他们的食物换取社区的武器 耶稣说他们的营地里种了大量的庄稼 还养了不少动物 瑞克让他说一个让自己幸福的理由 耶稣表示自己可以带他们去看看 营地离这里并不远 马基问他 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耶稣笑着说 瑞克虽然不是很相信耶稣的话 但还是打算去看一看 达里尔收拾好车辆后 大家就踏上了旅程 在半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辆破损的车 耶稣认出是他们营地的车 瑞克把耶稣靠了起来 自己带人去附近的房子里查看 他们先是在房间里发现了两个人 达里尔又在柜子后面 找到了另一个人 兵分两路的大兵也找到了一个人 可他用力过猛 差点把男人掐死 瑞克把他们带回了车里 其中有一个叫哈兰的医生 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 格伦知道他是医生后 就问他有没有孕妇吃的维生素 哈兰看了一眼马鸡 瞬间就明白他怀孕了 而刚好他的包里就有维生素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营地附近 一行人下车开始徒步前进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山顶寨 这里的守卫居然拿着长矛 可见这里是多么的缺乏武器 随着大门的打开 大家仿佛走进了封建社会 里面应有静影 连铁匠铺都出现了 瑞克他们走进了主楼 见到了营地的领导者 这个叫格雷的人似乎很傲慢 他说这里不好收拾 让耶稣带瑞克他们先去洗澡 然后再来谈合作 瑞克安排了马基去跟格雷谈判 格雷先是敢谢瑞克他们救了自己的人 但他认为他们之间做的不是平等交易 因为如果人吃不饱的话 一切都是浮云 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社区 他认为可以让瑞克他们留下来 用劳动力交换食物 马基告诉他 合作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如果再这么盛其灵人 那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吵闹声 有人过来告诉格雷 是送贡品的人回来了 但回来的只有三个人 格雷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其中一个大块头说 你跟贤贡品太少了 干掉了我们的两个人 还扣押了一个人 说着大块头突然就捅了格雷一刀 瑞克和刀妹立刻冲了上去 眼看战斗一触即发 耶稣赶紧站出来分开了大家 耶稣告诉瑞克 这里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 这是瑞克第二次听说尼根 之前达里尔干掉的人 就是尼根的手下 他问耶稣 尼根到底是谁 耶稣告诉瑞克 尼根有一个 叫救世军的庞大团体 山顶寨刚建好时 尼根就出现了 获于他的武力 格雷接受了救世军的条件 不仅交出了山寨的一半物资 还要定期上供 达里尔说他们都是懦夫 自己刚刚干掉了 尼根的一个摩托队 他承诺会干掉尼根 但需要山顶寨用食物 药品和奶牛来交换 耶稣看了一眼瑞克 瑞克表示达里尔的话 代表了社区的意见 耶稣非常高兴 他向格雷说了这件事 格雷也非常的激动 他和马基在屋里又谈了一次 马基说我们要这里一半的物资 然后会帮山顶债 解决救世军 格雷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毕竟能用一半的物资 换取以后的自由 怎么算都是值得的 瑞克找到之前 给尼根送贡品的人 从他那得到了 尼根基地的位置 领走前 格伦和马基 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格伦唯一一次 见到自己的孩子 瑞克他们满载而归 而替山顶 摘出头的这个决定 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 瑞克带着一整车的物资 返回了亚历山大社区 这次带回来的物资 可供社区的人 一个月食用 瑞克没有下车 而是通知社区所有的人 已会在教堂集合 卡罗尔预感到事情不对 直接问瑞克怎么了 瑞克没有隐瞒 这句话 这让卡罗尔十分担忧 在去教堂的路上 卡罗尔见到了摩根 摩根疑惑瑞克 为什么还不知道 他关押狼族的事 卡罗尔说 是自己让他人保密 没有告诉瑞克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 让瑞克和摩根产生间隙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教堂 瑞克告诉了大家 关于山顶寨 和旧士君的情况 并提及了自己 和山顶寨的交易 在他看来 旧士君迟早会发现社区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对于瑞克的计划 大家都没有说话 只有摩根站出来之一 他认为可以和旧士君 进行谈判 没准能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但亚伦提出了反对 他不想让旧士君 成为下一个狼族 一场世纪大战 就此进入了倒计室 决战前夕 社区里的人业不能寐 卡罗尔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他起身拿出了日记本 里面有他杀人的所有信息 目前已经杀了18人 随后卡罗尔一个人 在社区里闲逛 路过老麦家门口时 发现他也无心睡眠 看来也是担心明天的战争 老麦对坐下来的卡罗尔说 他知道卡罗尔虽然是个女人 但在关键时刻 又会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 无论何时 他都像一位母亲 保护孩子一样保护着社区 老麦的话触动了卡罗尔 也或许是出于好感 卡罗尔主动亲吻了老麦 格伦这边 马基希望明天自己能一同前往 他可以负责在基地外面放哨 虽然格伦不想让他冒险 但最终还是选择尊重马基的决定 大兵这边 他居然向罗西塔提出了分手 因为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他已经爱上了萨莎 趁着战斗前搬离了这里 塔拉的家里 他与医生已经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今晚却是塔拉第一次开口 向医生告白 医生没有回应 而是要等他回来后再做回答 瑞克这边 此前给尼根送货的人正在绘制地图 可他除了大致知道基地的基本框架外 其他什么都不清楚 贸然进入的风险很大 经过深思熟虑 瑞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尼根他们想要格雷的人头 那我们就亲自送过去 第二天 众人在尼根基地的附近下了车 格伦与西斯干掉了几只丧尸 希望从中找到和格雷长得相似的脑袋 可干掉的几个都不太符合理想 瑞克拿起一个脑袋 施展了还我漂漂拳 这下子直接看不清样子了 要是对方问起 就说是格雷反抗后被打了 卡罗尔担心马基一个人在外面放哨 主动请应留下和马基前后照应 决战时间定在了凌晨四点 瑞克他们希望速战速决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凌晨 送货的人如期出现在了基地门口 他告诉守卫自己带来了格雷的人头 其中一个守卫进入基地打算汇报 刚进去 另一个守卫就被达里尔干掉了 大家速度清理了现场 等那个守卫出来时 莫名其妙就领了盒饭 瑞克带人冲进了基地 决战正式开始 大量的敌人都还在睡梦中 瑞克随意走进一间房间 轻松就送走了一个 格伦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发现了很多血腥的照片 看得出救世军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大兵与萨莎这边摸到了武器库 还没来得及开门 就被守卫发现了 敌人随即拉响了警报 一场硬仗就此开始 在外面放哨的马基听到枪声 想去支援 但被卡罗尔阻止了 他劝说马基想一想肚子里的孩子 经过激烈的战斗 基地里的人被瑞克团灭 此时外面已经大量 瑞克以为救世军已经被自己团灭 但刀妹却提出了疑问 这里的人并不算多 没看出有很强的战斗力 就在这时 一个人开着摩托车从基地里出来 罗西塔开枪打爆了轮胎 达里尔上去制服了光头 这个光头骑着的摩托车 正是之前达里尔被抢的那辆 就在瑞克打算解决掉光头的时候 地上的对讲机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他威胁所有人放下武器 因为他手里有人质 就在瑞克他们奋力拼杀的时候 卡罗尔这边被突然从树林里冲出来的三个女人劫持了 领头的女人叫宝拉 他们也是救世军 因为出外情才躲过了一截 天亮后 他们通过望远镜发现光头被抓了 由于光头是医生 而宝拉的男朋友之前被卡罗尔打伤 需要救治 所以他用对讲机呼叫了瑞克他们 瑞克提议立刻进行人质交换 但宝拉却让瑞克等自己的消息 原来他们要把卡罗尔和马基带到附近的废弃工厂 在那里进行人质交换 卡罗尔一路上都在认真地听宝拉的对话 从对话中得知就是军十分庞大 这个基地只不过是一个小队 他们有很多个对讲频道 宝拉用另一个频道呼叫了支援 他计划在废弃工厂里等待支援 然后在社服干掉瑞克他们 宝拉在清理丧尸的时候 一个十字架被卡罗尔捡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战神卡妈即将再次上线 看到宝拉他们回来后 卡罗尔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急促的呼吸声成功引起了宝拉的注意 大仪拿开了卡罗尔的束缚 看到卡罗尔表演的像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这让几个女人动了恻隐之心 对于怕死的胆小鬼 他们根本不屑于动手 宝拉觉得让两个人待在一起问不出什么 于是开始单独审问 小美审问马基 宝拉负责卡罗尔 他告诉卡罗尔自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自己是不会上当的 他的手下死过很多人 没一个能够逃走 劝卡罗尔死了这条心 这时 瑞克联系了宝拉 他让宝拉快一点决定交换人质的地点 宝拉没有回答 因为他在等支援 宝拉想从卡罗尔的口中得知 瑞克为什么要对救世军动手 卡罗尔说 他们之前遇到了尼根的摩托队 为了自保 瑞克他们才打算主动出击 宝拉问你们对尼根了解多少 卡罗尔说 尼根听起来就像个魔鬼 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然而 旁边的大姨却说 We are all naked 卡罗尔问这是什么意思 但两人都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宝拉带着大姨继续去清理过道中的丧尸 房间内的卡罗尔立刻收起了胆小的表情 他把十字架摩肩 割开了手上的胶带 随后找到了马基的房间 帮马基也逃了出来 他本想带着马基直接离开这里 但马基表示绝不能放过这几个人 两个人又回到了之前的房间 马基发现宝拉的男朋友 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死了 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 他把男人拴在了房间里 没多久 回来的大姨就被失变的男人咬死了 意识到是马基他们干的 此时马基他们已经到达了出口 就在两人击杀丧尸时 宝拉追了上来 他怒斥卡罗尔毁了自己的一切 卡罗尔表示自己不想杀人 劝宝拉赶紧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时 身后的丧尸挣脱了铁管 阴差阳错之下 卡罗尔的子弹击中了宝拉 就在这时 小美冲了出来 活斗时他差点滑到了马基的肚子 卡罗尔二话不说 直接一枪将他爆头 两人准备离开时 发现宝拉还没死 卡罗尔说自己不想杀他 但宝拉使出最后的力气 拼死一搏 卡罗尔阴差阳错下 把他推到了木刺上 一切结束后 卡罗尔告诉马基 自己已经杀了很多人 他不想再这样杀戮下去了 马基安慰他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的 两人来到出口后 迎面碰到了瑞克他们 原来瑞克他们也找到了这里 此时光头知道自己的队友都死了 瑞克问他到底谁是尼根 光头苦笑了一声 说自己就是尼根 瑞克直接一枪就干掉了他 距离瑞克他们回来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医生找到努哥 他说社区的药品快没了 他知道城里有一家商店里有药品 于是他叫上努哥和罗西塔 打算一同前往 达里尔不想带着医生这个脱油瓶 但医生表示自己已经学会 如何干掉丧尸 况且那些药品 只有自己能够分辨 没办法 达里尔只能带着他一起去 三个人在半路上 被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 罗西塔和达里尔下车查看 发现人力无法挪动这棵大树 另一边 大兵陪着尤精来到了城里的一间工厂 这是之前尤精发现的 这里是一家私人兵工厂 里面的机器可以用来造子弹 尤精说他们的弹药也不是很丰富 如果能够自己造子弹 那么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话语权 这时 一只钢铁丧尸走了过来 尤精表示由他自己来动手 谁知一刀下去 直接砍到了钢板上 尤精把丧尸推到墙上 打算用旁边的钢筋干掉丧尸 但手臂太短抓不到钢筋 大兵看不下去了 直接过来干掉了丧尸 尤精很生气 他觉得大兵是看不起自己 两个人吵得面红耳势 尤精说现在不需要大兵保护自己了 听了这话 大兵一个人离开了这里 达里尔这边 他们来到了那间商店 卖药的窗口非常隐蔽 达里尔打开铁门后 发现里面全是药品 医生打算带走社区需要的 但达里尔表示一个都不放过 全部打包带走 回去的路上 医生看到旁边的汽车里有一个冰箱 他想让达里尔帮忙取一下 但达里尔不愿回头 于是医生鼓起勇气 自己打开了车门 拿出冰箱的同时 也把丧尸带了出来 达里尔他们听到求救后 立刻跑了过来 但医生让他们别动手 一个人艰难地干掉了丧尸 打开冰箱后 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汽水 原来这是塔拉最喜欢喝的口味 达里尔把他骂了一顿 为了几瓶汽水 差点连命都没了 医生说你们不懂这对自己有多重要 可没等医生说完话 一只弩箭就射穿了他的眼睛 从树林中走出了一群暴徒 领头的正是达里尔之前 在树林里遇到的德怀特 自己的弩箭就在他的手中 而尤金也被他们抓住 达里尔和罗西塔不得不放下了武器 德怀特让达里尔带自己回社区 否则就杀了尤金 这时尤金看到了躲在身后的大兵 危急时刻 他既从心中来 他告诉德怀特 要杀我的话 就先杀掉躲在后面的那个混蛋 他比我们几个都该死 德怀特让手下过去查看是否有人 尤金趁此机会一口咬向了德怀特的小鸟 大兵趁机冲了出来 一场战争就此开始 德怀特他们被埋伏的大兵偷袭 见识不妙 就灰溜溜地跑掉了 众人回到社区后 大兵为自己曾经看不起尤金 向他道歉 他没想到尤金这么会咬人 达里尔和卡罗尔埋葬了医生 看到达里尔失落的样子 卡罗尔更加难过了 他之前就不再想过这杀戮的生活 现在医生的死 更加确定自己要远离杀戮的决心 他留下了一封信 信里他诉说着自己对团队里每一个人的爱 以前为了他们 自己可以去杀人 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已经做不到了 于是他一个人离开了社区 一个人离开的卡罗尔 在半路遇到了救世君 本来他不想再杀人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流浪者 可这些人认出了他开的车 是亚历山大社区门口的那辆 他们觉得卡罗尔一定是社区里的人 如果把他抓住了 就能威胁社区开门 这群人的目标是社区 卡罗尔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 卡罗尔为自己即将再次杀戮而哭泣 看到卡罗尔痛哭流涕 救世君的人露出了微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卡罗尔的泪水是为他们流的 另一边 达里尔还在为医生的死而感到内疚 他一个人跑出去找德怀特报仇 刀妹担心他的安全 和格伦以及罗西塔一起追了出去 这个时候 老麦告诉了瑞克卡罗尔不辞而别的消息 瑞克很担心卡罗尔的安全 由于团队中的主力都出去了 他只能带着摩根出去寻找卡罗尔 两个人一路跟着轮胎硬往东部 远远地看到了卡罗尔枪战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条漏网之鱼 他躲起来后 瑞克他们就停了下来 瑞克从他们使用过的长矛 判断他们应该是救世军的成员 因为山顶寨的供品里就有长矛 摩根看到卡罗尔的车上有血迹 猜测他可能已经中枪了 瑞克为卡罗尔的表现感到骄傲 一个妈妈居然凭自己的力量干掉了四名 就是君主力 摩根说卡罗尔的离开是因为他不想再杀人 瑞克告诉他 卡罗尔是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社区的 所以他必须杀人 两个人跟着血迹向草地走去 瑞克认为救世军最近在社区附近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不久后难免会有一番恶战 两人离开后 那个藏起来的救世军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他捡起卡罗尔的十字架 悄悄地跟了上去 另一边 格伦他们找到了达里尔 几个人相遇后发生了争执 达里尔说当时德怀特把他绑在树林里 举着枪指着他的头 他很后悔当时还帮了他们 格伦试图说服他回社区 现在社区防守薄弱 一旦救世军发起进攻 后果不敢想象 但达里尔说他一定要找到德怀特 没办法 格伦和刀妹只能先行回去 而罗西塔选择跟着达里尔继续追踪 就在这时 一阵哨声响起 格伦和刀妹马上戒备起来 但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又是德怀特 瑞克和摩根追到了一个农场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像卡洛尔的丧尸 幸运的是 这丧尸并不是卡洛尔 再往前走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看到瑞克他们立刻躲了起来 他大声喊着自己是来找马的 就在瑞克开枪的时候 摩根阻止了他 清理完丧尸后 瑞克发现那个男人的武器 也是山顶斋打造的 他让摩根以后不要妨碍自己 可摩根却说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来找马的呢 他继续说道 当初自己没有杀死狼族 导致他们袭击了社区 之后他没有杀掉社区里的那个人 那个人救了医生的命 而医生最后救了卡洛尔的命 所以这是一个轮回 卡洛尔是他不杀生的因果 这脑回路真的清奇 而瑞克居然被他说服了 摩根让瑞克回去主持大局 自己去找卡洛尔 如果他没有回去 也不要来找他 瑞克给了他一把枪 然后独自回到了社区 大兵告诉瑞克 其他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让瑞克非常的担心 马基把自己的长发剪短了 原因是他既要当妈还要打仗 他不想让任何的东西妨碍到自己 就在这时 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 另一方面 巴里尔和罗西塔 也在树林里被德怀特抓住了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社区这边 马基孩子的问题令瑞克头大 因为社区里已经没有医生了 他们只能去山顶寨找哈兰医生帮忙 瑞克团的人都要跟着瑞克一同前往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这让瑞克无法拒绝 临行前 小赛过来问瑞克 如果救世军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可以看出 这时的瑞克还是很自信的 房车刚开出去不久 就遇到了救世军 瑞克并不想现在起冲突 于是主动下去想跟他们谈谈交易 领头的男人告诉他 可以谈 但是必须交出所有的东西 然后再让他们杀一个人 他说这是规矩 瑞克明白他们是冲自己来的 于是就不打算谈判 瑞克选择掉头 男人并没有阻拦他们 他对瑞克说 今天可能是他们的死期 让他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 瑞克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他们调转车头 选择走了另一条路 摩根这边 他在半路上找到了一匹白马 他继续向前 在一个小镇里找到了卡罗尔 卡罗尔受了伤 正在此地休息 摩根要带他回社区 但卡罗尔并不想回去 这时 门外传来了丧尸的声音 摩根出去查看 原来是一只上吊的丧尸 他的声音吸引了其他的丧尸 等摩根回来后 发现卡罗尔已经不见了 他赶紧上马追了出去 在路上发现了卡罗尔的十字架 但他不知道这个项链 不是卡罗尔丢下的 这时的卡罗尔 已经被那个漏网之鱼抓住 男人要看着卡罗尔痛苦地死去 子弹射向了卡罗尔的手臂和大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摩根及时赶到 一直不杀生的 他为了卡罗尔选择了开枪 就在摩根不知道 该怎么救治卡罗尔的时候 身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正是之前在农场找马的那个人 原来他真的是在找马 摩根看出他们没有恶意 于是向他们求助 男人看在摩根帮助自己 找到了白马的面上 对二人伸出了援手 画面回到瑞克这边 他们被一群丧尸拦住了去路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 丧尸的身上 还绑着刀妹的头发和达里尔的弩 瑞克明白了 没回来的人都被救士军抓了 就在这时山上有人对他们开枪 但他们并没有想要杀掉他们 瑞克意识到 他们是想把自己赶到一个地方 果不其然 又有人拦住了他们的路 想突破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选择掉头 但后面的路又被一堆树木拦住 看来救士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 此时身后的树木突然起火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男人让瑞克赶紧去他们的目的地 瑞克他们停在原地 尤金想到一个办法 他让瑞克他们徒步前往山顶寨 自己开车吸引救士军的注意 随后他们开始兵分两路 瑞克他们抬着马机走进了树林 尤金发动了汽车当诱饵 然而 他们完全低估了救士军 瑞克他们在树林里遭到了埋伏 而尤金也被救士军带了过来 那个男人再次出现 瑞克想要谈判 但一切已经晚了 他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这时德怀特也把格伦他们带了出来 最初的瑞克团全员到齐 就士军的老大尼根终于现身 他走到瑞克的面前 非常礼貌地自我介绍 他说瑞克很不地道 不仅主动挑适 而且还杀了自己那么多人 瑞克错就错在跟新世界作对 而自己就是新世界的领导者 他把手中名叫陆希尔的棒球棒介绍给瑞克 他将用他打爆一个人的脑袋 这也是瑞克他们成为自己人的机会 他不会毁了亚历山大 只需要社区定期 给救士军贡献一半的物资 只要满足要求 社区里的人就都会没事 其实最一开始 他并不想杀掉瑞克团队里的人 但瑞克他们杀了太多的人 多到他已经无法接受 所以今天必须有人死在这里 此时的瑞克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尼根的问题 尼根走到卡尔的面前 随后又走到了马基的面前 格伦担心马基冲了过来 尼根对格伦笑了笑 说他不要这么不听话 他仔细看了看瑞克 意识到卡尔是瑞克的儿子 此时瑞克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尼根却让他闭嘴 因为他已经错过了可以说话的机会 瑞克团的人有点多 尼根也犯了难 于是他用点冰点将的方式 一个个指向众人 他警告所有人 不要发出声音 否则就挖掉卡尔的另一只眼睛 让瑞克吃掉 对尼根手中的路西尔 瑞克陷入了绝望 此时尼根走到了大兵的面前 随后棒球棒中锅砸向了大兵 尽管大家都非常伤心 但为了卡尔的安全都没有发出声音 尼根知道罗西塔和大兵的关系 于是将路西尔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时达里尔再也受不了了 他上去给了尼根一拳 但尼根并没有干到达里尔 而是告诉他有人会因此遭殃 随后尼根毫无预兆地 用棒球棒达向了格伦 格伦死前向马基说了再见 最后他的头 被尼根敲成了一滩烂泥 此时的瑞克恨不得将尼根碎十万段 但可惜现在的他什么都做不到 尼根感觉到瑞克眼中的杀气 他想彻底摧毁瑞克的幸运 于是把他拖到了车上 尼根将一把斧头插进桌面 然后自己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瑞克本想趁机干掉尼根 没想到尼根的反应很快 瑞克在步枪的枪口下只能认锁 很快 天就亮了 树林里起了大雾 尼根把车停在了桥下 他劝瑞克认清形势 否则其他人都会死在这里 尼根把斧头扔到了车顶 他命令瑞克去捡回来 大雾里到处都是丧尸 瑞克木讷地爬上了车顶 他的内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脑海中浮现了所有人 围坐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那时的马基和格伦的孩子也已经出声 可惜这一切都是个梦 为了快速摧毁瑞克的信念 尼根朝车顶不停地开枪 瑞克不得不跳下去抓住挂在桥上的丧尸 眼看瑞克即将掉进尸群 尼根出手干掉了周围的丧尸 瑞克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斧头回到了车上 尼根很买 他带着瑞克回到了原地 瑞克狼狈地跪在地上 尼根说他要让瑞克团的所有人都沉浮于自己 他让救士军用枪指着所有人的头 然后把卡尔推到了瑞克的面前 尼根让卡尔趴在地上 张开双臂 随后用笔在卡尔的胳膊上划了一道线 尼根命令瑞克砍下卡尔的手臂 否则就杀掉其他的人 这一次 瑞克是真的服了 他哭着向尼根求饶 眼中不再有杀气 而是充满了恐惧 尼根逼瑞克亲口说出了臣服的话 以后会定期向就是军进贡 终于瑞克放弃了抵抗 答应了尼根的要求 尼根满意地看着瑞克 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但他还是让德怀特带走了达里尔 尼根非常欣赏达里尔的勇气 同时有达里尔作为人质 瑞克他们估计也不敢再起反抗之心 临别前 尼根告诉瑞克 一周后会带领救世军区社区去供品 让他们做好准备 乐梦般的深夜终于过去 瑞克再也没有抵抗的信心 大兵和格伦的死患来了短暂的和平 马基失去了挚爱 不愿再回社区 而是打算一个人去山顶寨 同样失去挚爱的萨莎也不想再回社区 他表示自己要和马基一起走 最后 众人将大兵和格伦的尸体抬上了房车 马基还沉浸在失去格伦的痛苦之中 瑞克开着车 眼中充满着无助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路在何方 就在不久前 摩根和卡罗尔在神之国士兵的帮助下 来到了这里 卡罗尔在这昏迷了两天 当卡罗尔醒来时 从摩根口中得知这个地方叫做神之国 幸存者在这里生活得很安逸 就像最开始的亚历山大 摩根带着卡罗尔去见这里的领导者 以西节是这里的国王 有着一只听话的大老虎 旁边站着的是他的侍卫杰瑞 以西节首先欢迎卡罗尔和摩根来到神之国 然后他问卡罗尔觉得这里怎么样 卡罗尔又一次表现出温柔的假笑 他夸赞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等两人出来后 卡罗尔立刻停止了微笑 他看穿了神之国 这里的居民对外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 只是活在以西节编造的童话里 他不能待在这样的地方 隔天 摩根和神之国的人出去抓小猪 让摩根不敢相信的是 这群小猪的食物居然是丧尸 他问理查德这是什么意思 理查德没有解释 只是告诉摩根喂饱他们就可以了 随后 他们返回了神之国 但是带着猪仔的车却离开了这里 以西节看到摩根的棍法非常好 希望他能教教一个叫本杰明的孩子 在以西节的再三要求下 摩根最终同意叫本杰明棍法 没想到这孩子学得有母语了 过了不久 以西节又找到摩根 让他陪着自己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神之国的郊外 这里准备了屠宰好的猪肉 原来他们是要向旧式军进贡 神之国也与旧式军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只是居民都不知道这件事 很快 旧式军的人来了 为首的人叫加文 此时摩根终于明白理查德 为什么用丧尸喂猪了 原来是想要恶心救式军的人 在交接贡品时 理查德和一个长矛发生了争执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局势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还好以西节上前阻止了大家 他告诉加文控制好自己的人 旧式军离开时 加文告诉他们一周后再来收取贡品 摩根回到神之国 本杰明向他说了自己和以西节的关系 原来他的父亲是以西节的好友 但再一次行动中被杀 从那以后 以西节就非常照顾自己 他还说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旧式军的事 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 肯定会有人想要反抗 另一边 卡罗尔计划着一个人离开这里 就在卡罗尔打算在深夜离开时 以西节发现了他 原来以西节早就看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他表现出来的柔弱不过是个伪装 此外他发现卡罗尔的枪是旧式军的 这意味着他曾经干掉过旧式军 卡罗尔也不在隐瞒 他认为以西节就是个笑话 他不愿生活在可笑的神之国 以西节听了卡罗尔的话后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在事变发生之前 他只是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 他曾经救过动物园里的老虎 所以这只老虎愿意守护在他的身边 事变之后 他和老虎相依为命 一点点在这里建立起了神之国 他并不是有意欺骗这里的居民 而是在世界末日里 人们都需要一个依靠 只有这样才会有安全感 才能更容易地活下去 正因为如此 当他们看到以西节身边有一只老虎时 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一个国王 而以西节也一直在配合着大家 演得就像一个真正的国王一样 他希望卡罗尔保守这个秘密 但卡罗尔并不关心这些 他只想快点离开 他在神之国附近的一间木屋里 暂时定居了下来 就在他思考以后的计划时 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阿里尔浑身赤裸地被关在地牢里 德怀特每天都会给他送饭 为了让他加入救世军 尼根打算用这种方式来摧毁他 这里是救世军的基地 所有人被严格地分成三六九等 最低级的人只能在外面和丧尸战斗 中等的可以在基地里通过工作换取食物 而最高级的就是战斗人员 他们都享有配枪的权利 但这里的皇帝只有一个 就是尼根 你根本以为经过几天的折磨 会让达里尔彻底崩溃 但没想到达里尔是一个硬骨头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向尼根臣服 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逃跑 很快 这个机会就来了 基地里的一个人偷偷逃了出去 尼根让德怀特负责抓捕此人 所以送饭的人换成了一个肥仔 这个人在关门离开时 大意地没有关警停 达里尔没有听到锁门的声音 试了事发线门没锁 于是趁机跑了出来 就在达里尔司机逃跑的时候 德怀特的妻子雪莉拽住了他 他告诉达里尔不要逃跑 否则会遭到尼根变本加厉的暴风 但显然达里尔是不会害怕的 他一个人溜出了基地 在外面发现了很多摩托车 可还没来得及启动 尼根就带着几个人发现了他 尼根非常欣赏达里尔的勇气和智慧 这让他对征服达里尔更加的兴奋 他命令手下先揍一顿达里尔 然后再把他关回了原来的地牢 另一边 德怀特一个人出来追捕逃犯 很快他就找到了那个人 但男人并不愿意跟他回去 原来他们曾经是一对好兄弟 本来都是最底层的人 都不屑于为尼根拼命 但德怀特后来开始为尼根工作 兄弟情就此没了 为了让男人回来 德怀特威胁他 如果不回去 就把他认识的人都扔进尸群里 让这些人都为男人的错误买单 但男人并没有因此屈服 他铁了心地要离开救世军 看着昔日的好朋友 德怀特还是开了枪 回到基地后 德怀特偷偷地跟妻子见了一次面 至于为何夫妻要这样见面 下面我们会讲 紧接着 德怀特来到达里尔面前 试图说服达里尔向尼根屈服 但没有成功 过了一会儿 尼根让德怀特把达里尔带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的家具应有尽力 尼根告诉达里尔 只要他臣服于自己 这个房间就是他的 但达里尔依旧没有同意 格伦的死让他非常的内疚 他只想杀了尼根 又怎么会臣服于他 尼根告诉了达里尔 关于德怀特的故事 原来之前达里尔在树林里 遇到德怀特的时候 和他在一起的两个女人 那个短发女孩是德怀特的妹妹 叫蒂娜 另一个女人就是德怀特的妻子雪莉 因为蒂娜患有糖尿病 雷弱的身体无法在这里工作 于是尼根便想让蒂娜嫁给自己 为了摆脱尼根 德怀特带着妻子和妹妹 从基地偷了一袋子 要逃了出来 虽然当时达里尔救了他们 但他的妹妹死在了丧尸的手中 德怀特和他的妻子 抢了达里尔的车和武器后 还是被尼根的人抓住 为了能让德怀特活下去 他的妻子自愿嫁给了尼根 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德怀特的脸被尼根毁容 代表永远臣服于自己 尼根希望达里尔忘掉自己 成为他的替身 但达里尔还是拒绝了 回到地牢后 达里尔嘲笑德怀特卖妻求容 不敢反抗 德怀特没有反驳 而是一个人来到了基地外面 他看着已经变成丧尸的好朋友 内心萌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今天是旧式军来收贡品的日子 早上趁瑞克还没起床 刀妹偷偷拿着狙击枪到外面练枪 可用灌了冷兵器的她 还是无法做到百发百动 最后还是用武士刀解决了丧尸 镜头回到社区这边 尼根哼着口哨来到了亚历山大 小赛打开了大门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尼根 而来到这的不止有旧式军 还有达里尔 尼根把露西尔递给了瑞克 让他好好拿着 随后尼根一声令下 旧式军的人开始扫荡社区 德怀特从罗西塔和小赛的手里拿走了枪 然后让他们把达里尔的摩托车带过来 没办法 罗西塔和小赛 只能去上次战斗的地方找摩托车 路上小赛说了很多埋怨瑞克的话 如果瑞克能够小心一点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罗西塔在附近的丧尸身上 发现了一把手枪 但是没有子弹 他偷偷地把这把枪藏了起来 计划以后用来对抗尼根 旧式军在社区里大肆地搜刮 一个人找到了之前的摄像机 里面有迪安娜采访瑞克的录像 尼根看着以前的瑞克 居高临下地对瑞克说 虽然以前你很厉害 但现在你是我的了 这次来到社区 尼根的目的不只是拿走一半的食物 还要拿走社区里所有的武器 让瑞克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就在救士军准备清空武器库的时候 一个人告诉尼根 武器库里面少了两把枪 瑞克解释到可能是出去的人带走了 尼根没有难为瑞克 只是告诉他 如果找不到这两把枪 就干掉管理员奥利维亚 没办法 瑞克只能召集了所有人开会 但没有人承认拿走了那两把枪 此时尤金意识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里 罗西塔和小赛就不在 于是 瑞克搜查了小赛的房间 果然在地板的暗阁里发现了两把手枪 瑞克赶忙拿出来将手枪递给了尼根 就在救士军即将离开的时候 刀妹恰好回到了社区 被救士军堵个正招 瑞克和尼根都看到了刀妹 瑞克告诉尼根让他自己来处理 瑞克走进了刀妹的小屋 劝说他交出手里的狙击枪 最后为了大举考虑 刀妹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手中的枪 临走时 尼根还把刀妹刚刚猎杀的麋鹿带走了 他建议瑞克下次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否则他很可能不开心就干掉几个人 尼根走后 瑞克找到了小赛 他责怪小赛私自藏枪的行为 差一点害死奥利维亚 可没想到小赛竟然公开反驳瑞克 说现在的局面都是瑞克的错 言语中再一次提到了格伦和大兵的死 瑞克非常生气 他警告小赛闭上他的嘴 否则后补自负 救士军带走了社区里的床垫 没有床垫的瑞克只能在卧室里打地铺 刀妹想让瑞克重新燃起斗志去反抗尼根 但瑞克说现在即使是和山顶寨联手 也不是救士军的对手 他不想再看到其他人因此死去 瑞克还把洛丽的事告诉了刀妹 其实他早就知道了朱迪斯并不是自己的骨肉 而是萧恩的 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 并把他当成亲生闺女一样对待 他一直守护着朱迪斯和卡尔 现在只有接受尼根的领导 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 见到瑞克如此消极 刀妹表示自己会一个人反抗到底 他一个人走了出去 在路上发现救士军并没有带走床垫 而是在路边烧掉了 原来救士军拿走床垫 只是想让社区里的人过得不舒服 深夜 罗西塔在社区中找到了尼根开枪留下的弹壳 他拿着弹壳敲开了油精家的门 希望他能造出子弹 伤心过度的马基在山顶寨里醒了过来 哈兰医生告诉马基 如果再来晚一步的话 孩子就没了 他希望马基可以留在山顶寨 直到孩子的出生 马基将格伦和大兵的尸体埋葬在了这里 格雷得知瑞克只是摧毁了救士军的一个小基地时 整个人都慌了 他开始担心尼根支到山顶寨与亚历山大的协议 所以他希望马基和萨莎立即离开山顶寨 他不想让救士军发现马基他们在这里 可耶稣却不同意格雷这么做 尤其是现在马基还怀着孩子的情况下 最后经过协商 格雷只同意让他们住一个晚上 社区这边 瑞克准备出门寻找下一次上缴的供品 而伊弗尼在此时试图溜出社区 卡尔发现他是想去山顶寨找马基后 决定陪着他一同前往 两个年轻人在路上捡到了两双溜冰鞋 手牵着首相山顶寨行径 深夜 马基和萨莎住在了山顶寨的房车里 耶稣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让格雷改变主意 耶稣离开后 马基和萨莎开始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马基想留在山顶寨 不管格雷是否同意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音乐声 原来是一辆车突然出现在了广场上 山顶寨的大门也被打开了 诗群被声音吸引 纷纷涌入了山顶寨 萨莎出去想要关掉汽车里的音乐 但四个车门都被封死了 此时马基爬上了房车 他告诉耶稣帮助萨莎去关上大门 格雷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一切 但他却什么也没做 正当耶稣和萨莎不知道怎么关掉音乐时 马基开着一辆拖拉机出现 直接压扁了汽车 第二天 耶稣找到格雷 让他留下马基和萨莎 可是格雷还是不同意 就在几人为这个事情争吵的时候 救世君的人突然出现来收取贡品 格雷让耶稣赶紧把马基和萨莎藏在衣柜里 然后自己出去接待了救世君 领头的正式追捕瑞克的西蒙 另一边 卡尔和伊弗尼已经来到了山顶寨 他们看到救世君正在搬运贡品 卡尔看了一眼车队 发现尼根并没有跟来 原来他陪伊弗尼来山顶寨是为了司机报复尼根 在格雷的屋里 西蒙告诉他其实昨晚发生的事是他做的 他就是想让山顶寨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原本他打算在危机时出手 但没想到山顶寨自己解决了危机 为了讨好西蒙 格雷打算将马基和萨莎献给救世君 结果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衣柜里并没有人 聪明的耶稣把马基和萨莎藏在了自己的屋里 格雷知道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就是君发现了 他就完蛋了 耶稣见格雷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 坚决要求马基和萨莎留下来 否则就会将山顶寨和亚历山大的协议告诉救世君 这一次格雷妥协了 他本想教训马基一顿 却被马基扇了一巴掌 原来格雷从格伦的坟墓里 偷走了马基放在里面的怀表 耶稣告诉马基 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格雷就是这里的领导 他不知道这个无能的老头是怎么掌权的 他一直想找一个人替代格雷 但一直没有找到 可他现在知道谁能替代他了 虽然耶稣没有明说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个人就是马基 救世君走后 马基在墓地里发现了伊弗妮 他把赫谢尔留给格伦的怀表给了伊弗妮 看来他是把伊弗妮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此时的耶稣偷偷地溜进了救世君的车里 在车里喝着山顶寨的美酒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车上不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卡尔 在上次瑞克团灭救世君小基地时 塔拉和西斯并没有返回社区 而是外出寻找物资 所以他们压根不知道社区 已经沦为救世君的奴隶 在二人外出的半个月里 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塔拉不愿意就这样回社区 他想去海边再碰碰运气 两个人在一个小河边发现了一座桥 桥的两端都被挡住了 两个人来到上面 发现了这里曾经应该是一个营地 而两端的东西 显然是用来防御丧尸的 塔拉在桥上的沙子堆里 发现了一个袋子 本想把袋子拽出来 可一不小心弄他的沙堆 西斯为了救他 射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自己也被丧尸包围 他告诉塔拉不用管他 但塔拉在与丧尸的搏斗中 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画面一转 塔拉不知道何时被海水冲上了 此时两个女孩发现了塔拉 这两个人正是辛迪和瑞丘 瑞丘本以为这是一具尸体 打算用它串鱼串 却被辛迪阻止了 他看出这是一个活人 辛迪将塔拉拖到了海滩上 善良的他给塔拉留了些水和武器 不久后 塔拉醒了过来 他发现了辛迪 于是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 来到了辛迪的营地 这个营地非常的奇怪 里面全是女人 没有一个男人 没想到这个营地的防御意识很强 塔拉很快就被发现了 塔拉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碧翠丝追上了 可塔拉的战斗力也是不错的 直接打倒了碧翠丝 此时营地的人全都围了上来 塔拉说自己并没有恶意 只是迷路来到了这里 女人们将塔拉关在了一个房间里 这里的领导者纳塔尼亚出现 他告诉塔拉 这里是海边社区 非常的隐秘 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到这里 他问塔拉是怎么进来的 塔拉骗他说自己来自亚特兰大 他和朋友在渔船上工作 几天前在桥上发生了意外 自己掉进了河里 被海水冲到了这里 他强调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一个寻求帮助的流浪者 纳塔尼亚告诉他 按照这里的规定 外人格杀勿论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海边不被别人知道 但看在塔拉之前 没有对碧翠私下杀手 所以自己再没做好决定前 让塔拉先留在这里 夜幕降临 塔拉来到了辛迪家 原来纳塔尼亚是辛迪的外婆 塔拉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就是这里为什么都是女人 纳塔尼亚告诉塔拉 在很久之前 他们与另一个营地的人 发生了冲突 对方杀死了所有的男性 其中就包括了辛迪的弟弟 冲突结束后 他带着幸存者离开了之前的营地 在海边建立了这个 与世隔绝的社区 说完这些后 纳塔尼亚希望塔拉也能坦诚相告 他早就觉得塔拉不是一个流浪者 塔拉承认了自己来自一个和谐的社区 他们一起摧毁了救世军的基地 塔拉认为他们躲在这里不是办法 不如和自己的社区合作 纳塔尼亚表示 合作之前需要带人去亚历山大看一看 第二天 碧翠斯和凯西跟着塔拉离开了海边 塔拉发现二人并不是想去社区 而是打算杀了自己 原来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正是救世军 而他们也知道瑞克摧毁的基地 只是一个小队 海边社区不想在卷进 与救世军有关的冲突中 所以 他们要干掉塔拉 就在这时 辛迪再一次出现救下了塔拉 辛迪希望塔拉能发誓 不告诉他人有关海边社区的事 并且永远都不要回来 塔拉答应后 辛迪护送着他来到了之前的小桥 塔拉在这里没有发现西斯 只看到了地上破碎的眼镜 西斯生死不明 为了将救世军的事 尽快告诉瑞克 塔拉决定一个人先回社区 当塔拉回到社区后 才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连自己的爱人 也死在了救世军的手下 罗希塔问他这些天 在外面有没有发现什么 塔拉想起自己与辛迪的约定 什么都没有说 耶稣和卡尔跟着救世军的车 来到了救世军的基地 耶稣的目的是找到大本营的所在地 而卡尔想要干掉尼根 在快到基地的时候 耶稣先一步跳下了汽车 而卡尔并没有跳下来 而是拿起一把步枪 躲在了箱子的后面 很快 汽车停了下来 接着上来了两个有说有笑的人 就在他们搬运物品上 卡尔告诉众人他只要尼根 很快 尼根就出现了 他非常欣赏卡尔的勇气 但卡尔毕竟还是太嫩了 德怀特从旁边冲过来制服了他 尼根并没有立即杀掉卡尔 而是带着他参观起救世军的基地 当所有的奴隶看到尼根时 齐刷刷地停下了手动的工作 全部跪了下来 尼根像一个皇帝一般高高在上 接下来 尼根带卡尔来到了他的后宫 这里有十几个女人 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 嫁给了尼根 一个叫安伯的女孩正在哭泣 尼根问雪莉她怎么了 雪莉并没有告诉尼根 原来是安伯的丈夫马克偷偷约他见了面 安伯担心马克被尼根发现 所以哭了起来 尼根把卡尔带到了一个房间 让他把眼上的纱布摘下来 卡尔只能摘下纱布 露出了空洞的眼球 尼根一边笑着羞辱卡尔 一边让卡尔给自己唱歌 卡尔不得不唱了一首歌曲《悦尼根》 羞辱完卡尔后 尼根带着卡尔来到了工厂 因为他发现了马克和安伯的约会 在这里私会是绝对不允许的 尼根戴上手套 将滚烫的烙铁压在了马克的脸上 就像德怀特一样 卡尔不知道尼根为什么不杀了自己 尼根只是说自己还没有玩 为了继续玩弄卡尔 尼根亲自开车带卡尔回社区 此时耶稣就藏在了车顶上 在车子发动后 耶松就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 达里尔在地牢里收到了 神秘人送来的一张纸条 上面让他现在赶紧逃跑 纸条里还放着一把牢房的钥匙 画面来到亚历山大 罗西塔带着油精 准备去镇上的工厂制造载弹 而神父和小赛两个人 准备外出寻找物资 一路上 小赛一直在说瑞克的坏话 但在神父的眼里 瑞克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他在尽力保护每一个人 看来神父已经彻底洗白 真正融入了团队 但小赛还是不停地抱怨瑞克 他不想让瑞克继续领导社区 神父一气之下选择了下车 一个人回到了社区 小赛在附近的树林里 找到了一个被困在树上的丧尸 他在这个丧尸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个仓口清淡 另一边 刀妹在社区的附近 社服拦住了一辆救世军的汽车 汽车里的女人被刀妹挟持 他想要一个人去干掉尼根 而尼根此时已经来到了社区 他带着卡尔来到了瑞克家 奥利维亚正在照顾朱迪斯 他进到屋里后 让奥利维亚给自己泡了一壶茶 然后他抱着朱迪斯坐在了门外 打算等瑞克回来 社区门口 尤金和罗西塔回到了社区 他们在门口遇到了小赛 小赛带着一些物资满载而归 但没想到的是 开门的竟然是尼根的人 马基在山顶寨逐渐站稳了脚跟 这里的人都非常支持马基领导山顶寨 这让格雷非常的担心 卡罗尔这边 摩根带了一些食物来看望他 可没想到理查德也带着物资来到了这里 原来他是有试囚卡罗尔和摩根 理查德说他担心就是军会随时破坏协议 对神治国发动攻击 他看出以细节非常欣赏卡罗尔 也非常信任摩根 所以他希望二人能够说服以细节先发制人 打救世军一个措手不及 可现在的卡罗尔不想再行杀戮之事 而圣母摩根更不愿意看见战争 理查德见无法说服二人 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达里尔这边 他悄悄离开了牢房 他在一个屋子里换了一套衣服 然后来到了之前停摩托车的地方 可没想到被肥仔发现 没办法 达里尔只能干掉了他 他在肥仔的口袋里找到了瑞克的配枪 这时耶稣也出现了 他拿走了肥仔的对剪机 然后带着达里尔回到了山顶寨 另一边 瑞克和亚伦正在外面寻找物资 他们在一艘船上 发现了大量的弹药和食品 这些足够给尼根进贡了 画面回到社区 尼根已经在这里玩嗨了 他不仅在瑞克的家里刮胡子 还在这吃起了晚餐 小赛主动找到了尼根 他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瓶酒 想要贿赂尼根 两个人坐在瑞克的家门口开始聊天 尼根表示自己想打台球 而小赛则立马说 这里就有一张台球桌 他们把台球桌搬到了街道上 开始挽起了台球 就在此时 瑞克和亚伦带着物资回到了社区 就是军直接就地接管了物资 小赛在打台球时 画里画外暗士瑞克不适合掌管社区 还不如由他来领导 这样他才能给救士军带来更多的好处 尼根虽然心狠手辣 但却十分讨厌小人 他非常欣赏达里尔和卡尔的勇气 但小赛明显想借着自己的手除掉瑞克 尼根一眼就看穿了这一点 他对小赛说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勇气吗 说完他就直接干掉了小赛 小赛到死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罗西塔看到尼根又在胡乱杀人 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拿出私藏的手枪就想干掉尼根 可尼根用露西尔挡住了子弹 罗西塔被救士军制服 尼根原本想干掉罗西塔 可他突然发现这颗子弹居然是手工制造的 他想知道是谁做的 罗西塔坚持说是他自己做的 但尼根并不相信 为了让罗西塔说出真相 尼根让手下干掉这里的人 奥利维亚无辜躺枪死在了这里 瑞克这时赶到 他让尼根带着物资赶紧离开这里 但尼根想带走制造子弹的人 塔拉为了大局谎称是自己制作的 但却被尤金打断 尤金承认了是自己制造的子弹 并说出了配方 尼根相信了尤金 把他带走了 深夜 刀妹一个人回到了社区 她想要说服瑞克振作起来反抗救士军 经过今天的事 瑞克也开始发现一味的妥协 并不能换来和平 只有反抗才能驳出一条生路 最终瑞克决定开始反击 他带着几个人来到了山顶寨 再次见到马基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马基说自己和格伦的孩子都很好 随后瑞克告诉马基 以前自己错了 之前是因为想要保护大家 所以臣服了救士军 但现在他们必须和救士军战斗 藏在这里的达里尔和耶稣也走了出来 兄弟见面 热泪相拥 一切都在不言中 达里尔把瑞克的配枪还给了他 瑞克再次拿起了手枪 之前那个充满斗志的瑞克真正的回来了 瑞克带着众人 一起走向了格雷的别墅 瑞克他们来到了格雷的办公室 胆小怕事的格雷 怎么会同意瑞克这么危险的提议 他不想与亚历山大合作 还说自己压根就没见过社区的人 众人也猜到了格雷不会同意 在出来后 却发现伊夫妮已经将瑞克的计划 告诉了山顶寨的所有人 并且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同意与救士军战斗的计划 可现在的人数还是太少了 无法与救士军进行正面战争 就在这时 耶稣拦住了瑞克 他拿出了从救士军那里得到的对讲机 对瑞克说道 画面一转 他们就来到了神之国 瑞克在这里看到了摩根 摩根告诉瑞克卡罗尔也住在了这里 但是他不想与任何人接触 理查德带着众人来到了教堂 瑞克他们第一次看见了国王以西节 还有他的那只大老虎 瑞克向以西节表示 希望神之国能够和亚历山大联手 共同对抗救士军 但以西节觉得这个主意太危险了 救士军是那么的强大和残忍 耶稣告诉以西节 他以前认为服从尼根就会让大家安全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只有团结一致 反抗暴政才是唯一的出路 理查德也站出来劝说以西节 现在的神之国有人力和武器 假如我们先下手为强 没准真能打败救士军 但是以西节明显更信任摩根 他问摩根有什么建议 圣母摩根担心战争会带来更多的死亡 提议只抓住尼根一个人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西节邀请瑞克等人在神之国过夜 让自己再想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再给出自己的答案 深夜 本杰明找到以西节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神之国应该与亚历山大合作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告诉过自己 当有人邀请你做英雄时 就放心大胆地去吧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以西节还是拒绝了瑞克 因为他必须为神之国的所有居民考虑 一旦战争开始 出现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 以西节也表示愿意收留努哥 这是神之国对待朋友的诚意 让努哥留在神之国 以防被救士君找到 达里尔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瑞克选择让达里尔留下来 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救士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达里尔 继续找机会做以西节的工作 回去的路上 瑞克几人遇到了路障 这是救士君设置的 目的是为了阻挡丧尸 瑞克打算移开这些车 等通过后再复吻 然而他们在不远处 发现了用钢丝绑着的炸药 这正是社区目前最缺乏的 所以他们选择拆掉炸药带回家 就在几个人拆炸药时 大批的丧尸从远处 向自己缓缓走来 瑞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和刀妹开着两辆车 中间绑着之前的钢丝 加大马力向丧尸冲去 解决完尸群后 众人有惊无险地返回了社区 此时救士君的人 也刚好来到这里 他们是来找达里尔的 瑞克假装不知道达里尔逃跑了 救士君在社区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发现达里尔 只能遗憾地离开了 罗西塔发现神父和一辆车也不见了 大家怀疑神父是担心 与救士君的战斗 所以一个人跑掉了 但瑞克认为神父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地上捡到了神父的圣经 在里面发现了神父留下来的线索 看来神父是去湖上的小船那了 众人跟着线索来到了湖边 但瑞克他们还没找到神父 却发现被一群陌生人包围了 这些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看着这群不怀好意的人 瑞克居然露出了笑容 瑞克等人被一群陌生人 带回了他们的营地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垃圾场 领导者是一个叫简迪斯的女人 瑞克在这里见到了被绑架的神父 原来这群人在深夜潜入了社区 偷走了物资并挟持了神父 瑞克表示自己是尼根的附庸 如果你们杀了我们 救士君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但我这里还有另一个方案 就是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反抗救士君 然而简迪斯他们并没有见过救士君 直接拒绝了瑞克 并下令干掉他 就在这关键时刻 神父突然抢了一把匕首 劫持了简迪斯的手下 他告诉简迪斯 救士君那里有很多的资源 足以改善你们这里的一切 听到这句话 简迪斯动心了 双方暂时放下了戒备 神父继续劝说他们一起对抗救士君 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得很多的物资 虽然很诱人 但简迪斯还是希望瑞克证明他的实力 于是他安排手下将瑞克带走 来到了一处垃圾山的顶端 一眼望去周围全部都是满满的垃圾 简迪斯把瑞克直接推了下去 众人不明白他这么多的目的 赶忙围过来查看瑞克的情况 此时的瑞克并没有受伤 面前出现了一个带着满身甲胄的丧尸 瑞克和他打了几个回合 由于没有衬手的武器 瑞克弄得浑身是血 刀妹提醒瑞克利用垃圾 瑞克心 把丧尸困在下面后 瑞克捡起身边的武器 刺向了丧尸的要害 经过这场搏斗 瑞克通过了垃圾山的考验 简迪斯说他们需要一些枪 只要有了枪就加入战斗 并且胜利后要拿走就弑军一半的物资 但是瑞克不同意 他只能将三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垃圾帮 并且要求他们归还从社区偷来的一半物资 最终 在双方的协商下成功达成了协议 瑞克又多了一份助力 现在瑞克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弓士军相提并论 只是缺乏武器弹药 一切结束后 大家准备返回亚历山大 但罗西塔却说不想回去 他想去外面寻找武器 塔拉站出来极力阻止了他 此时的瑞克受伤严重 需要回到社区治疗 而此时垃圾帮也走了过来煽风点火 表示需要尽快拿到武器 否则协议无效 瑞克问塔拉是否知道外面哪里有武器 毕竟当时塔拉出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塔拉与辛迪有着约定 所以还是没有将海边社区的事告诉大家 另一边 在神志国这里 理查德送给达里尔一把十字弓 他希望达里尔能帮助自己对抗救士军 两个人偷偷地来到了救士军车辆的必经之地 他打算在这里将车里的人干掉 然后留下线索 将救士军的援军引到 以细节非常关心的人那里 到时候以细节一定会为了那个人对救士军出手 达里尔问那个人是谁 其实他心里隐约地感觉到那个人就是卡罗尔 果不其然 理查德说出了卡罗尔的名字 达里尔怎么会容许他人对卡罗尔动手 所以他制服了理查德 让他的计划彻底泡汤 没过多久 达里尔来到了卡罗尔的住处 两个许久不见的人拥抱在了一起 深夜 卡罗尔说出了自己不告别的理由 那就是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也不想再杀死任何人了 他非常关心在自己离开后 救士军有没有迫害社区 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受到伤害 达里尔沉默了一会儿 他选择了说谎 他没有告诉卡罗尔格伦和大兵的死 也没有告诉他现在的社区 已经沦为了尼根的玩具 回到神之国后 达里尔想让摩根说服 以希杰和瑞克合作 但又一次遭到了摩根的拒绝 第二天清晨 达里尔一个人离开了神之谷 他要去哪里了 被带回救士军基地的尤金 此时已经离花带雨 他生怕自己会被尼根一棒子敲死 可没想到的是 尼根把他安排到了一间整洁的房间 手下领走时对他说 隔天 女人带着尤金参观了工厂 这里的人需要通过工作 来赚取公分换物资 而尤金被尼根视为高技术人才 不需要在这里工作 就可以随意拿取物资 尼根把尤金叫到了基地外面 他问尤金有没有名字 而尤金的回答 显然不是尼根想要听到的 因为救士军的人 全部都叫自己尼根 以表示对尼根的臣服 尼根问他子弹 真的是手工制作的吗 尤金表示自己非常聪明 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制作子弹就是自己自学的 他再一次谎称自己是科学家 但尼根显然不会理会他的身份 而是问他如何解决 固定在铁丝网上的丧尸 总是散架的问题 尤金想了一下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他提议融化一些金属 胶住在丧尸的身上 这样丧尸在金属边硬后 就可以贴在围栏上 并且金属又可以增强丧尸的防御力 尼根听了之后赞不绝口 为了奖励尤金 尼根让自己的后宫 去陪尤金开心一下 当然除了打扑克之外 其他干什么都可以 尤金也不傻 他并没有碰他们一根寒毛 而是自顾自地玩着小霸王学袭击 另一边 德怀特被尼根关进了地牢 原因是雪莉也逃了出去 尼根认为是德怀特放走了雪莉 他命令德怀特把雪莉带回来 随后 德怀特来到了他和雪莉之前住过的房子 他在这里发现了雪莉留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到自己不想让德怀特 再去做那些违心的坏事 他放走了达利尔 就是想让德怀特想起以前的自己 但是现在德怀特已经变了 雪莉不愿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他本想在这里等德怀特一起走 但他不确定德怀特会和自己一起走 还是会把他抓回去 所以他一个人离开了这里 就算死在外面 也比回到尼根的身边强 德怀特将一些食物放在房间里后 就返回了基地 德怀特来到医疗室 告诉医生雪莉已经被丧尸包围 自己送了他最后一城 第二天 油精被带到了工厂 尼根把所有人都叫到了这里 看起来是有大事发生 尼根告诉油精睁大双眼 好好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 随后 他开始对医生进行审判 原来是德怀特昨天陷害了医生 他把雪莉留下的纸条 放在了医生的屋里 尼根悟信了是医生帮助雪莉和达里尔逃跑 所以来了这么一出 但医生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所以一直不肯承认 最后尼根把他直接扔进了火炉里 这可把油精吓坏了 他明白了在尼根这里 医生和女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而自己的脑子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就在尼根再次找到油精时 尼根问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谁 还没等尼根说完 油精认真地说道 第二天 底下的人开始按油精的方法 将金属液浇注在围栏的丧尸身上 油精成为了这里的总工程师 负责监督工作 当他看到德怀特走过来时 立即表示我们都是尼根 为了尽快完成和垃圾帮的协议 瑞克夫妻外出寻枪 可好几天过去了 二人只是找到了些许的物资 不过幸运是会眷顾勤奋的人 他们中途遇到了救世军 经过简单的战斗 二人弄到了一车的物资 就在二人休息的时候 刀妹看到了一只麋鹿 当她带着枪出来后 麋鹿又消失了 他们跟着麋鹿的行踪 来到了一处军事基地 为了看看里面的情况 二人爬上了屋顶 他们发现这里困着许多的丧尸 而且这些丧尸士兵的身上都背着枪 真是走了狗屎域 想什么来什么 可没高兴多久 屋顶就突然塌陷了 两人摔到了仓库里 没想到这里 还有着很多的军用粮食 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随后他们在这里 吃了一顿烛光晚餐 第二天 瑞克和刀妹开始清理这里的丧尸 但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瑞克被困在了一个摩天轮上 他看到昨天的麋鹿就在下面 于是打算干掉麋鹿吸引丧尸 但自己却不小心从上面掉了下来 刀妹赶到这里时 只看到丧尸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 刀妹瞬间绝望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瑞克 自己的刀也掉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瑞克从旁边的箱子里爬了出来 原来丧尸正在啃食的不是瑞克 刀妹这才缓过神来 瑞克赶紧捡起地上的刀扔给了刀妹 两个人共同协作 干掉了所有的事 清理完现场后 两人开始收集丧尸身上的武器 这下子可以舒服地返回社区了 在回去的路上 瑞克告诉刀妹 他不想看到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所有人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听到这些话 刀妹哭了起来 他无法想象 失去瑞克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而瑞克安慰他要坚强 如果自己不在了 希望刀妹能继续带领其他人活下去 社区这边 罗西塔一心只想为大兵诉许 所以他一个人出去找枪 他在一个房子里发现了一把枪 但消灭完里面的丧尸后 才发现这是一把玩具枪 另一边 由于塔拉心里一直藏着海边社区的秘密 心里十分难受 他只能向朱迪斯倾诉自己的苦恼 之前他答应了心敌 不会将海边社区的事告诉他人 可现在的瑞克急需要武器 如果瑞克去了海边社区 那么海边社区必然会受到牵连 但就是军事两个社区共同的敌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瑞克这边 他们带着武器来到了垃圾帮 可没想到简迪斯居然嫌弃这些枪太少了 为了达成协议 瑞克至少还需要提供两倍的枪 此时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 瑞克只好答应这个条件 但前提是让他们带走一些枪 用来提高自己找枪的效果 众人回到社区后 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 塔拉终于决定把海边社区的事告诉给瑞克 但此时罗西塔已经等不及了 他带着武器来到了山顶寨 他在这里找到了萨莎 罗西塔打算劝说萨莎一起去暗杀尼根 虽然两个人曾经是情敌 但为了他们曾经都爱过的大兵 是时候联手了 萨莎同意和他一起行动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罗西塔从背包里 拿出了自己为萨莎准备的礼物 赫然是一把威力巨大的农居 今天是神之国像就是军上供的日子 这次的供品是12个甜瓜 以细节清点完毕后 就带着大家出发了 可刚前进不远 就被一排推车堵住了去路 大家都担心这里是谁弄的陷阱 所以全部下车查看起周围的情况 谁都没有发现 理查德这时反常地向后面走去 路上的这点小插曲 导致神之国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地点 就是军早已经不耐烦了 佳文在清点完供品后 竟要求他们交出武器 但由于双方从未约定过这一点 所有人立刻掏出了枪开始戒备 此时理查德再次反常地 居然劝说大家交出武器 原来佳文在清点供品时 发现少了一个甜瓜 所以他要惩罚神之国的人 以细节解释到自己可以再拿出双倍的供品 没必要小题大做 但佳文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神之国没有履行协议 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 长矛听到后马上将枪口对准了理查德 理查德没有反抗 平静地等待着死 可谁也没想到之前跟理查德有矛盾的长矛 居然将子弹射向了后面的本杰明 佳文并没有继续为难他们 而是告诉众人明天把少的那个甜瓜送过来 本杰明显然被击中了大动脉 血流不止 众人只能先把他送到附近的卡罗尔家里进行治疗 可本杰明还是因为失血过多离开的人士 摩根因为本杰明的死 精神再次出现了问题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摩根早已把本杰明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曾经的记忆慢慢浮现 摩根仪器之下踢翻了路边的纸箱 没想到下面竟然藏着一个甜瓜 摩根想起当时在队伍后面的理查德 显然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件事 摩根愤怒地找到了理查德 理查德见状也没有隐瞒 而是告诉摩根其实他是想牺牲自己 因为旧事军曾经说过 如果贡品出问题 第一个就将理查德干掉 他本想用自己的命来逼迫以细节反抗 可没想到死的竟是本杰明 第二天 神之国按照约定拿着一个甜瓜来到了交易地点 理查德拿着甜瓜走到嘉文面前 还没等他说话 摩根一棒子就把他打倒在地 随后摩根紧紧地掐住了他 在理查德失去生命后 摩根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查德干的 是他偷偷藏了一个甜瓜 试图挑起旧事军和神之国的战争 摩根希望理查德为本杰明的死付出代价 在旧事军离开后 摩根没有何以吸结回神之国 而是独自离开了 此时的摩根也放弃了自己曾经不杀生的誓言 用自己的棍子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来到了卡罗尔的家 他告诉卡罗尔 其实尼根杀死了格伦和大兵 而且是用棒球棒活活打死的 之前瑞克他们来到神之国 就是想要说服以西杰和亚历山大一起对抗救士军 卡罗尔没想到瑞克团居然伤亡这么大 暗自下定了决心 说完这些后 摩根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国 此时他也下定了决心 遇到救世军的人就杀了他们 看来本杰明的死再一次改变了摩根 卡罗尔一个人回到了神之国 他找到以西杰 希望他能反抗救士军 而看到是卡罗尔来劝说 以西杰终于点头了 神之国终于加入了反抗救世军的队伍 而理查德用自己和本杰明的死 不仅促成了联盟的成立 还将圣母心的摩根拉回了现实 此时的山顶寨 马基并不知道罗西塔和萨莎的计划 耶稣为萨莎他们画了救世军基地的地图 但耶稣希望他们不要冲动 毕竟救世军基地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萨莎非常感谢耶稣 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萨莎希望伊弗尼要保护好马基 因为马基才是山顶寨的未来 随后他把一个未完成的手链交给了伊弗尼 这是他打算送给马基孩子的礼物 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了 他希望伊弗尼代替自己完成它 就在此时 救世军突然来到了山顶寨 几人赶忙躲了起来 达里尔和马基藏在了地窖里 而罗西塔和萨莎趁乱通过密道离开了山顶寨 此次救世军的不请自来 其实不是来收取供品的 而是来带走哈兰医生的 因为救世军的医生之前被尼根烧死了 所以必须要补充一个 作为带走哈兰医生的补偿 西蒙带了一箱阿斯匹林给格雷作为交换 格雷趁机告诉西蒙 山顶寨内有人想要夺取他的地位 西蒙直接表示自己可以替他干掉这个人 并且他把自己的小基地位置告诉了格雷 让他有需要的时候来找自己 此时藏在地窖里的马基第一次跟达里尔说话 因为达里尔从神之国来到山顶寨后 两人就一直没有说过话 格伦的死让达里尔无法面对马基 但其实马基从来没有怪过达里尔 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达里尔的错 马基希望达里尔振作起来 协助自己一起对抗救世军 不光是为了格伦 此时的达里尔终于解开了心结 救世军离开后 格雷找到耶稣 他告诉耶稣可以让亚历山大的人住到别墅里来 但必须要为这里工作 表面上是接受了大家 其实格雷只不过是想分散他们 就在这时 达里尔跑进来告诉耶稣 萨莎和罗西塔不见了 此时的二人已经走到了救世军基地的附近 萨莎计划在基地的附近找到一个制高点 然后等待尼根出现直接干掉他 但罗西塔认为在远处进行狙击很有可能打偏 为了确保一击壁中 必须深入到救世军基地里寻找机会 否则根本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萨莎在救世军东北角的高楼里 用八倍镜看到了尤金 此时的尤金正在指挥手下 将金属叶浇注在围栏丧尸身上 他们觉得尤金这么做一定是有什么计划 在等待尼根出现的时间里 两个人也交谈了起来 罗西塔告诉萨莎 在没遇到大兵之前 有很多男人都在保护自己 但他对那些男人没有一丝丝的感觉 直到遇到了大兵 才真正地爱上了一个男人 就算大兵因为萨莎离开了自己 他也没有恨过萨莎 萨莎很感谢罗西塔向自己袒露心扉 他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罗西塔 两个情敌此时成为了互相的依靠 说完这些后 萨莎起来继续查看情况 他发现了哈兰医生居然被救世军带回了基地 而尼根也终于出现 但由于哈兰和尤金都离尼根非常的近 没有机会下手 萨莎意识到狙击是不可能的 于是二人决定潜入基地寻找刺杀的机会 深夜 尤金带着手下来到围栏处巡逻 一发子弹直接抱了手下的头 开枪的人正是罗西塔和萨莎 他们本想就尤金出去 但尤金没有想过要离开 他劝说二人为了活命赶紧离开这里 然后一个人回到了基地 二人意识到尤金可能已经叛变 萨莎在捡铁私网时 让罗西塔注意一下身后 然后趁罗西塔背对着自己的时候 封住了围栏 在萨莎看来 罗西塔不该跟着自己送死 或许这是他作为抢走罗西塔爱人的补偿吧 他想让罗西塔活下去 罗西塔一个人没办法撬开围栏 而就弑君的人也出现了 没办法 他只能捡起背包离开了这里 就在罗西塔哭泣的时候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不远处 萨莎和罗西塔的离开 并没有引起马基的怀疑 山顶寨还是像往常一样 过着农耕的生活 马基一个人在外面挖树苗的时候 格雷也走了出来 他说既然哈兰医生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马基还留在这里养胎 听到这里 马基问他是不想把哈兰医生就回来了吗 格雷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回到办公室后 格雷拿出地图 在上面认真地寻找西蒙小基地的位置 他打算离开这里投靠救世军 萨莎这边 他已经被关进了地牢 很明显昨晚的刺杀行动失败了 此时走进来一个猥琐的大叔 打算对萨莎行苟且之事 萨莎拒绝了他并将他撞倒在地 就在这时 尼根来到了这里 他目睹了男人的举动 很明显这触犯了尼根的法律 就因为自己那猥琐的心思 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尼根并没有杀了萨莎 而是给他松了绑 尼根非常欣赏萨莎的勇气 而且他想知道 是不是瑞克派他来的 萨莎直接否认了一切 明确说 就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决定 尼根给了萨莎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我了断 另一个是干掉失变的男人后 加入救世军 尼根走后 尤金带着被褥来到这里 萨莎不明白尤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而尤金说 只有在这里自己才能感受到 被尊重的感觉 尤金希望萨莎也加入救世军 但萨莎并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 第二天 尼根来到牢房 看到萨莎已经杀死了失变的男人 这让他误以为萨莎选择了向自己臣服 但其实萨莎有自己的打算 他想要获得尼根的幸运 然后找机会再干掉他 可没想到尼根也不傻 他要求萨莎回去干掉瑞克 向自己那一个投名状 萨莎果断拒绝了 他不想成为尼根伤害瑞克的棋子 萨莎向来看望自己的尤金说 想要一些武器自杀 尤金考虑了一会儿 萨莎一个胶囊 里面的毒药可以在半小时内发挥作用 另一边 瑞克带着众人在塔拉的带领下来到了海边社区 大家在海边社区的周围进行了埋伏 耶稣和达里尔埋下了炸药 此时的塔拉一个人潜入了社区 纳塔尼亚刚进屋就被塔拉用枪指着 辛迪也在这里 他非常的吃惊 因为塔拉之前已经发过誓不再回到海边社区 塔拉解释到自己也是别无办法了 自己的团队就在外面 但他们并不希望发生战斗 只是想要借走这里的武器 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付救世军了 而且现在已经有三个社区联手了 如果海边社区也能加入进来 那就世军一定会输 塔拉希望纳塔尼亚可以和瑞克谈谈 他们真的没有了 但纳塔尼亚不愿意交出武器 也不愿意参与战争 可辛迪认为塔拉说的有道理 他恳求外婆给塔拉一个机会 就在这时 外面发生了爆炸 原来是瑞克他们开始攻占武器空 而碧翠斯等人也被瑞克团俘虏 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纳塔尼亚有了可乘之机 瞬间制服了塔拉 塔拉只好交出了手枪 他告诉二人 枪里并没有子 他们不是来这里找麻烦的 此时外面的女人们 已经被卡尔和神父控制了起来 纳塔尼亚带着塔拉来到了外面 他表示放了所有人 否则就杀了塔拉 就在此时 刀妹发现有一大波丧尸正在路上 瑞克等人迅速站成一排 保护起身后的妇女们 双方人马开始合作 共同对抗丧尸 最终 纳塔尼亚同意了亚历山大的请求 将所有的枪都交给了瑞克 当众人返回亚历山大的时候 开门的竟是此前失踪的罗西塔 大家下车后问他萨莎去哪了 罗西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室 里面的人正是罗西塔 在救世军基地外看到的黑影德怀特 达里尔看到德怀特 就想冲过去干掉他 但被瑞克拦了下来 罗西塔说 他会帮助我们对付尼根 听到这句话 德怀特按照瑞克的要求跪了下来 他真诚地想要和瑞克合作干掉尼根 此时达里尔还是忍不住冲上来想要解决他 但德怀特解释到之前 他成为尼根的走狗都是因为自己的妻子雪莉 现在雪莉已经不在了 自己不想再被尼根控制 而且雪莉留下来的信 让他想要弃暗投明 达里尔想到了雪莉 意识到德怀特可能真的回过 于是放下了武器 德怀特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明天就是军会来到社区收缴供品 自己会在路上将树木砍断拖延救士军 瑞克他们只需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 在尼根出现的第一时间干掉他 然后 大家再开着救士军的车回到基地 直接团灭救士军并救出萨莎 众人相信了德怀特 并打算按他的计划行事 第二天 尼根在前往亚历山大之前看望了萨莎 他表示 今天会将萨莎作为谈判的筹码 如果瑞克不投降 就再次用路希尔敲爆某个人的头 萨莎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尼根 但不能再杀更多的人 萨莎其实已经决定好了死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出发前 油金塞给了萨莎一个MP3 让他在路上的时候听一听音乐 萨莎向尼根要了一瓶水 因为距离太远了 自己会口渴 尼根没有察觉出意 同意了这个请求 萨莎就这样被关在了一个棺材里 他戴着耳机 听着音乐 服下了毒药 人之将死 回忆一幕幕开始浮现 他看到了之前那个暴风雨过后的仓库 他和马基坐在一起看着日出 还有他的爱人 那是大兵临死前的一天 萨莎曾劝大兵不要参与护送马基到山顶站的任务 但大兵对他说 随着这些回忆的慢慢消失 萨莎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另一边 山顶站里的马基得知格雷不见了 担心他去救士军基地告密 于是打算带领团队去社区支援 神之国这边也在前往社区的路上遇到了摩根 以细节邀请摩根回到团队 所有人团结起来与救士军战斗 垃圾帮的众人也按照约定 带着瑞克找到的武器全副武装地来到了社区 为了对抗救士军 罗西塔和达里尔将炸药埋在了门口的卡车里 只要救士军出现就炸掉他们 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近代救士军的到来 可不出意外的时候就要出意外了 第一个来到这的竟然是尤金 他拿着喇叭在劝降瑞克中 尤金这位昔日的战友 静与尼根同流合污 没办法 瑞克只能选择牺牲尤金 他让罗西塔引爆炸药 可意外的是炸药居然没响 当瑞克意识到情况不对时 简迪斯已经拿着枪指向了瑞克 其他人也同一时间被简迪斯的手下控制 这时尼根出现了 尼根嘲笑瑞克就是个笨蛋 自以为本事很大 但实际上一无所知 垃圾帮早就与救士军达成了协议 尼根提供的筹码比社区的要好一万倍 而现实的简迪斯直接选择放弃了瑞克 尼根让德怀特和西蒙把萨莎的棺材立了起来 他要求瑞克立即交出所有武器 并选择一个人接受爆头的惩罚 否则就先杀了萨莎然后再杀所有人 就在尼根打开棺材的时候 萨莎早已经毒发身亡变成了丧尸 尼根毫无防备地被他扑倒在地 趁此机会 瑞克他们也开始了反击 顿时射区内枪声四起 三方人马开始了大混战 可垃圾帮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瑞克没有机会反抗 而尼根也没有死 他被救士军的人救了下来 瑞克试图劝说简迪斯 但简迪斯直接开枪打中了瑞克的下腰 并将他踢了下去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瑞克团在逆风的情况下 很快被救士军和拉基帮控制 尼根再一次站在瑞克的面前 难道之前的惨状又要再一次重演了吗 就在尼根即将砸向卡尔的时候 一只大老虎突然冲了出来 呼向了救士军 原来是神之国赶到了 以细节大喊着消灭所有救士军 亚历山大不会陷落 另一个方向 马基也带着山顶再支援了过来 形势瞬间逆转 救士军和拉基帮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节节败退 拉基帮的人率先释放了烟雾弹 然后救士军和拉基帮的人 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瑞克与尼根的第二次交手 以瑞克的胜利而告终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 救士军一定会发动第三次进攻 众人先是为萨莎举行了葬礼 然后亚历山大 山顶战 神之国的反救士军联盟在广场上 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优优独播剧场